第201章 下国南海号航母编队 漂亮国的核潜艇 十有八九 是被海底那个可怕的变异生物给搞掉了 水面上的钢铁巨舰变异生物 可能暂时搞不定 但水里那肯定是人家的天下 这也是当初周灵压根就没考虑 将来符号放到海里当生存基地的原因 光是一个千岛水库 跟大海相比 就一水坑的地方都能冒出来个变异大鳄龟 想到这里周灵又开始嘴馋了 不知道进化到二阶后 再吃变异兽的肉会不会有用 即便没用 光是增加能量也是好的呀 怪蛇 多金龟场区那条怪蛇的变异等级 明显比大鳄龟高 可惜第二次没能碰上 不然好吧 不然鹿死水手还不一定呢 不过周灵还是决定 这趟回去后一定要跟那条怪蛇碰碰 此时的他可能怎么都想不到 有些客人总喜欢不请自来 有些缘分总是避不开 当漂亮国舰队那边的战斗接近尾声时 戏川五岳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第二波战机 出洞 脸都撕破了 还顾及啥呢 在这个远程攻击无法实施的大环境下 戏川五岳为了大光荣组织决定冒险一次 彻底吃掉漂亮国这支舰队 不仅可以报当年的两舰之仇 大大提高戏川五岳在国内的声誉 还能为大光荣组织造势 毕竟组织内都商量好了 只等着须左之南和戏川五岳回去之后 便执行逼宫计划 岛国不能再仁慈下去了 在这个残酷的末世 只有比末世更残酷才能活下去 三艘航母又开始忙碌起来 整整150个中老年飞行员 端着岛国最烈的九亿影而进 然后爬进了座舱 地面济湿 在做最后的检查 在这批飞行员强烈要求下 最大限度地给战机装弹 尽量放弃威力小又没用的机枪子弹 机炮炮弹 改为鱼雷和航弹 毕竟漂亮国的防空能力 已经所剩无几了 第二波战机的目标 就是将那些水面舰艇彻底葬送 戏川五岳和他的参谋们 压根就没想过接受投降 粮食多宝贵啊 即便战舰同样宝贵 但从这里到黑洲几千公里 一路上拖着受损的战舰走 呵呵 疯子才干这种事情 三艘航母再度根据风向转舵 加速开始放飞战机 十架 二十架 三十架 为了保证战果 第二波战机同样需要在空中排成阵型后 在一起奔赴战场 所有战机准备等等 什么情况 戏川五岳看着不住 对他打手式的池上美沙 关闭了对讲机 西北方向 一支庞大的舰队正在快速接近 这是无人机传回来的最后一张照片 巴嘎 大吓人的舰队 西川五岳 只是扫了一眼照片 就怒不可遏 怎么可以这样 堂堂大下国的航母舰队 怎么就可以摆出捡便宜的姿态冲过来 他们究竟还讲不讲道理了 怎么办 飞机都放出去了 现在就开跑的话 恐怕一些飞机就回不来了 再说 那边最干美的战果 都还没有来得及品尝 如何甘心 西川军 你可能要尽快做出决定 漂亮国的全屏断阻塞已经停了 或许我们可以跟大下人沟通一下 他们爱面子 只要我们态度端正一些 说不定不用打 美沙 我不觉得大下人会跟我们谈 他们肯定是冲着须左之难来的 我保证 那你准备硬抗咯 我们还有多少战机 两百架 三百架 还是说 你打算跟大下人的舰队刚正面 西川军 大下人的那句话 你是忘了吗 自己自闭 白菜不带 我要清醒点 不 正因为我是清醒的 所以才说 跟大下人没法谈 不信你可以试试 西川五岳有些无奈 池上美沙沙沙都厉害 就是头发太长了 出现在西川五岳舰队西北方向的 是下国第五支航母编队 司令李仔浦 其建为南海号航母 作战指挥势力 李仔浦与一众参谋 正在做最后的战术研究 上级命令他们赶过来 肯定不是劝架 目前可以肯定的 是岛国跟漂亮国是交上火了 但最终的结果如何 有没有出结果 李仔浦并没有收到任何准确的消息 甚至于岛国人的螺旋桨战斗机 这种秘密武器 李仔浦都不知道 只不过相对于只有区区几十架电动无人机 作为空中力量不同 李仔浦统领的这支舰队 不仅有几百架不同类型的电动无人机 还有二十艘军用飞艇 飞艇 螺旋桨发动机 好像是同一个年代的产物 只不过 下国选择了飞艇 而岛国选择了螺旋桨战斗机 两者谈不上哪个更有用 就比如 李在浦舰队在出港后 就始终保持着 二 四架飞艇 在舰队上空外侧盘旋侦察 代替国内 以及预警机的大部分作用 岛国人甚至都没有发现 在半空中 已经驾临在他们头顶的侦察型飞艇 这种飞艇不仅飞得快 操作人员最多也只需要两人 凭借高空特性 牢牢地同步在航母加队上方 传回一张又一张的事实照片 通过分析照片上岛国舰队的布置变化 李在浦知道 他的舰队恐怕已经暴露了 不过就算是暴露又如何呢 漠视了啊 打的岛国还需要偷偷摸摸的 只是单纯地不希望票两国掺和进来 毕竟他们两国到现在为止 都还保留着父子关系 万一又联合起来呢 报告 刚刚打掉一架无人机 看起来像是岛国人自行成产的 岛国会派出无人机警戒 李在浦不觉得奇怪 眼看着双方就要碰面了 李在浦下令所有战舰 做好近距离遭遇战的准备 战斗机没法用可无人机多啊 在距离岛国舰队 还有不到30公里的时候 李在浦又下令 先用攻击性无人机搞一波 看看现在岛国舰队的防控能力 和应变能力 要比无人机 下国可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 无论是民间还是军用 数量还是质量 性能 仅仅一家民用无人机生产厂家 制造出来的无人机 就能遭到全世界国家的疯抢 下国制造可想而知 李在浦可不像马龙和戏川五月那样 抠抠嗖嗖的 要么不打 要打就狮子驳兔 瞬间释放了超过300架无人机 拼着数量是挺多 但限于电动机的性能 攻击型无人机 最多也就携带十几公斤的炸弹 不可能再高了 就如马龙一开始的打算那样 李在浦同样要求 先将虚左之南号 排除在第一波攻击之外 以免对虚左之南号造成什么难以修复的破坏 看到空中飞来的 自己祖国的无人公鸡鸡 周灵眼泪哗哗地流下来了 第202章 想要画家而知的女皇 千岛水库 从地理学角度来分析 之所以能够形成如此偌大的天然水域 与其西北方向 海拔4000米的大山 有极大的关系 从东面来的 富含水汽的空气 继续向西时 必然会随地势的抬升 而急速降温 所以打地貌形成开始 千岛水库就开始承接银封面降水 经年累月的 便自然而然形成了这片巨大的湖泊水系 同时 高山上的承压地下水系和地表浸流 包括秋冬春三季的积雪溶水 也有一部分顺着溪流会入千岛水库 故而打加州城有记载起 千岛水库就一直存在 末世来临后 两个月的冬夜 非但没有让千岛水库的水位下降 结束时 反倒大大扩增了千岛湖的蓄水量 纵然是冬夜结束后暴热的天气 千岛水库附近也因为大山和降雨 气温比起城中要低45度 晚上更甚 随着资源的消耗 原本紧跟着官方庇护所 在徐家大院周边 生存的人们要么选择回家熬食日 要么开始寻找更为合适的地方 前些天在千岛水库打鱼的人 慢慢又开始聚集起来 水库有吃人怪兽的消息 仍旧在传播 可跟饿死比起来 准确地说 跟眼睁睁看着家里老小 饿死比起来 但凡是个男人的都知道该做怎样的选择 于是乎 白天来千岛水库捕猎的人是越来越多 最开始还只是锤吊 但人的贪欲原本就是永远无法满足的 每隔两天便有简陋的小山板下水 再过两天就成了渔船 只要那个吃人的怪兽 没有再出来腥风作浪 来千岛水库的捕猎的人 便会只会越来越多 很快 一些来打鱼的人便不想再来回奔波 尤其是在发现千岛水库这边 白天气温都能低很多的时候 原本就住在附近的不说 一些得到消息的城里人也开始搬迁 麻烦是麻烦点 但总比在城里活生生热死饿死的好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徐家大院周围的人变得越来越少 这让朱广涵心中不愤 他可是灾后重建指挥部指挥长 庇护所主任 加州城关方石打湿的一把手 你们这些人竟然不围着我转 一个个贪图安逸 这算什么事 等知道千岛水库那边相对舒适的环境后 朱广涵的想法又不同了 怎么说呢 毕竟是官场里的老油条 一眼就看出了千岛水库的价值 经过一夜的深思熟虑 第二天一大早 朱广涵就召集各个部门的人来开会 连夜心小都请来了 老爷啊 你看这个地方 树皮都被人给薅光了 再这么下去不行啊 加州第一庇护所 必须要搬家了 哦 夜心小挑了挑眉头 他是打心眼里讨厌朱广涵了 也不知道 一个人怎么可以变得这么快 以前还觉得是个人才 现在嘛 我觉得千岛水库那边就不错 地方我都选了好 林燕集团以前不是在那边有个度假村吗 后来破产清算时 被银行收了 我打算把指挥部搬到那个度假村去 老爷你把队伍带上 咱们一块 对了 粮库最好也搬过去 那边气温低 粮食不容易变质 算了 夜心小毫不犹豫 便拒绝了 老爷 你这是不顾大局啊 为了让老百姓们 能够生活得轻松点 我都不嫌麻烦搬家 你们子弟兵队伍 应该配合才是 说了半天 夜心小算是明白了 朱广涵这是想要白嫖苦力啊 如果真是为老百姓 那没啥好说的 该上就上 可是现在嘛 哪怕夜心小表现得如此不配合 朱广涵仍旧在会议上 提出了庇护所搬迁的事 而且不给任何人提反对意见的机会 他直接就敲定了 能够进入会议室的 都是官场里的老油条了 那种习惯的延续 也让他们不愿意当出头鸟 第一个反对朱广涵 若是用网友们的话来说 那就是 跪久了 骨头软了 补盖都没用 会议快要结束时 夜心小都准备走人了 没想到朱广涵竟然直接提出 希望驻军帮忙 一是搬家的时候 需要的大型交通工具 卡车快船 乃至飞艇之类的 第二就是以千岛水库不在城区 可能会有威胁到老百姓安全为由 要夜心小直接保卫 夜心小当场脸就黑了 蹬鼻子上脸 不 都特么已经是漆头上拉屎拉尿了 别看夜心小 平常总是笑眯眯 骨子里 他仍然是当年在南边上过战场 摸过舌头 打过去的老兵 什么软刀子硬刀子 夜心小没见过 不生气 是因为不值得 而不是怕 不好意思 现在军队的事情 我按照上面的要求 基本上都交给王平平大校 指挥长你有什么要求 尽管去找王大校提 我还有事 先走一步 什么叫做不给面子 会场里其他人都傻了 朱广涵跟夜心小闹起来 可不是什么小事 搞不好整个加州都要地震了 看来夜心小同志 还有些搞不清楚状况 朱广涵强压怒火 咬牙切齿道 同志们 我们都是人民的公仆 为了人民的利益 没困难要上 有困难 克服困难也要上 庇护所搬迁的事情 就这么定了 下面开始安排 周才军收到官方庇护所 要搬迁到零年度假村的消息后 便沉思了许久 来福号所在的位置得天独厚 正常来说 很难被目前水库里活动的那些人发现 干扰 可再大的天地 也顶不住源源不断的人口 如果官方庇护所都搬迁过来 估计很快迁倒湖周围 就会出现数万 甚至是十万数量级的人 到那个时候 来福号还藏得住吗 藏不住 周历神色如常地划着平板 不到13英寸的屏幕 显示了密密麻麻的几十个监控窗口 所以 当初我就设定了三条防线 迁倒水库这里得天独厚 除非老爸 你想当的太上皇 否则是无法杜绝其他人进入的 程压力脸上微微一动 你爸是太上皇那我呢 虽然觉得 老妈关注的点有些奇怪 周历还是不厌其烦的 你是皇太后啊 哦 挺好 那你就是公主 什么公主 周历眉头一数 我当然是皇帝啊 周灵就封个亲王吧 所以 周才君成压力和吴雪 同时望了眼周历 看着他那张稚嫩的面旁 心中想的都是一个词 幼稚 嗨嗨 我开玩笑的 现在当什么皇帝啊 那不是纯纯找死吗 不说了不说了 还是说说怎么应对吧 我个人觉得 可以跟官方庇护所的负责人谈一谈 跟朱广涵谈 谁去 谈什么 当然是谈话将而至的事情 周历冷笑道 你们要是不想去 我带陈锋和小刚刚去就行 实在不行 还有个烂女人呢 第203章 我是特符号 发现无人机 开火 对于岛国舰队来说 只要不是他们的无人机 那就是敌人的 可下国的无人机 跟漂亮国的不同 无论速度高度灵活度 都要强得多 再弹量也更大 毕竟一家民营企业生产的无人机 拿到国外去 都能改装成军用无人机 那么 军用无人机的性能 就可想而知了 更何况下国人 自打从那个小米加步枪年代走出来后 军队的骨子里 就流传着一种病 火力不足恐惧症 故而 李在浦舰队 才会随健携带了超过1000架无人机 1000架啊 也就是物美价廉的大夏了 换成别的国家 别说一支舰队 可能全国的军用无人机加起来 都没有这个数字 当然 这也跟目前喷气式战斗机 无法起飞有关 因为火力不足恐惧症 所以就把无法启用的喷气式舰载机的位置 都用来装电动4轴6轴 甚至8轴螺旋翼无人机 或其他电动无人机 当初调整的时候 上面原本只给南海号航母舰队 配备600架的 可耐不住离仔扑耍赖啊 不给1000架就不出门 不走 不吃不喝 总之一句话 哪怕等 也要等到1000架无人机 谁说的都不好使 其实 上风只给配备600架无人机 也是有考虑的 觉得大部分情况下 肯定足够了 电动无人机 那也是需要耗能的 尤其是电池 每天都需要检查电量 必须保证 电量是充满状态 就不说人力消耗了 光是每天的电力消耗 离仔扑对此不屑一顾 咱的南海号航母 可是全新的核动力反应堆 那发电量杠杠低 就算漂亮不得特付耗 也比不上 比不比的上不说 电视真用不完 别说1000台 再翻个背也没问题 就是负责管理的人 会特别累而已 因为多 所以离仔扑也不省着 头一批次的无人机 就多达400架 侦查 哦 说侦查确实没错 我君早些年 不就发明了一个专有词语 叫做火力侦查 什么叫做火力侦查 简单点来说 就是你打得过我的时候 我就算侦查 你打不过我的时候 那就是火力 或者你没发现 我的时候是侦查 你发现我了就是火力 乌泱泱的无人机 在数千米高空飞行 带出的嗡嗡声 站在甲板上都能看见 巴嘎 戏穿五月 快被气晕了 漂亮国跟下国 不会是说好了的吧 你们这样联手欺负一个岛国 还有王法吗 就算咱们有世仇 可也不能不讲道义吧 然而 无人机是慕有感情的 一旦抵达了电脑设定的位置 便纷纷松开 挂在武器的锁扣 一颗两颗三四颗 北风那个吹 雪花那个飘啊 雪花 雪花 不同于岛国那些 螺旋翼战斗机 扔的航弹鱼雷炸弹 为了保证无人机的打击效率 下国的军方后勤部 专门为无人机 配备了智能炸弹 除了装药量爆炸威力之外 这种智慧炸弹 多了可调整尾翼摄像头 以及计算芯片 在无人机投弹之前 会通过链接电缆 将每颗智慧炸弹的目标 输入炸弹内部的芯片 释放后 智慧炸弹将会通过调整尾翼 在一定范围内改变方向 从而更为精准定命中目标 相对于炸弹本身的成本来说 添加的这些硬件设备 成本并不高 真正有价值的 反而是这套扔了就不管系统 从影像摄入对比算法 以及控制算法 这几个方面的优化 让智慧炸弹 在实战中有着 非常巨大的优势 而且每一台参与投放 炸弹的无人机 可以通过加密A5链接 形成一个整体 400架无人机 就等于是400个摄像头 不同角度拍摄的图像汇总起来 然后又开始分散计算 统一分配目标 最后根据目标客观属性 决定炸弹数量 最后是根据外界环境 确定投弹时间和批次 所有的这一切都不需要人工干预 或者说就没法进行人工干预 故而叫做扔了就不用管系统 非常强大又实用 且不会让成本暴增的一套作战系统 据说这套系统 就是出自一个被军方特招的小天才 系统初步完成的时候 人家还不到16岁 总之一开始把无人机当成普通无人机 炸弹当成是普通炸弹的岛国舰队 立马就受到了来自下国军事科技的碾压 除了少部分无人机和极少数炸弹 岛国舰队的拦截效果堪称绝望 一颗颗炸弹落下来 精准地找到了他们的目标 冲天的火光与强烈的爆炸气浪 轻易地将周围一切没有固定的事物先飞 爆炸产生的高温 瞬间将金属甲板稍软或者撕裂 有些甚至还能将下一层甲板一并撕开 直达战舰内部要害 除了战舰之外 三艘体型相对巨大的航母也被无人机盯上了 如果说一开始戏穿五月还抱着侥幸心理的话 那么现在他就彻底失望了 不可能有奇迹 他就不该相信在下国的军队面前还能有什么奇迹 放弃漂亮国舰队 我再重复一遍 所有战机放弃漂亮国舰队 先抵抗下国的无人家 然后再去给他们一个狠狠的教训 朱军 今天可真是个好日子 就让我们鼓起勇气以一条二 让世界看看我们有多么强大 so got so the snake 无线电中传来那些飞行员的高呼声 随着戏穿五月的话音结束 天空中盘旋的战机整齐华裔的掉头 向着下国舰队飞去 剩下的战机全部升空 不要犹豫 全部升空 加瑟号也好 向日号也罢 包括入海号 岛国这三艘航母 从本质来看 跟下国漂亮国的航母 还是有本质的区别 就比如这会儿 戏穿五月根本不敢让他的旗舰 去接受无人机的洗礼 不是他怕死 跟马龙一样 戏穿五月同样知道 这些都是最宝贵的财富 将来说不定根本就无法生产了 南海号作战指挥室里 李仔浦正在指挥无人机飞控 作战小组 副官却小跑过来 一个例证 报告 说 李仔浦头也不抬到 刚刚电讯室收到一个神秘来电 神秘来电 谁发的 副官颇有点为难 他说他是下国人 哦 然后呢 李仔浦拍了拍飞控作战小组的组长 示意他自由发挥 随后转身望向副官 不方便 那就去我办公室吧 剑长是隔得不远 副官走在后面关上门 右左右看了看 这才低声对李仔浦道 他说他是特服号 问司令知不知道他 特服号 特服号不会是他吧 他在哪里 以李仔浦的谨慎 都忍不住蹭的一下站了起来 第204章 和下国舰队合作 周灵并不是盲目发送信息的 最初是因为漂亮国的全评断阻塞 想发的信息都不敢 需要用特殊评断 很容易被戏穿 五月舰队里的电子战舰发现问题 等到漂亮国停止阻塞 周灵仍旧不敢 毕竟这个时候 舰队里的电子战舰 更是提着120个新年子 直到下国舰队派出来 无人机开始对岛国舰队狂轰烂炸 电子战舰自身难保的时候 周灵才感觉机会来了 跟下国舰队联系 一方面是怕被误伤 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关键时刻 能够借助下国舰队的力量 如果仅仅只是想把常威弄走 其实不难 随便找个机会 把常威收入存放空间 然后驾驶着小型潜水器 溜出岛国舰队 能够追踪的范围后 换成水面快艇 甚至是SSC便完事了 可周灵贪心啊 他想把岛国的那些科研人员也弄回去 不然将来谁帮他继续研究高达 协助技术推演 下国这些方面 肯定是不缺人才的 但周灵敢问国家要吗 国家会给吗 就算真的给了 那最后研究出来的结果算谁的 如果是真正给到国家了 周灵还真不在意 可就像末世前 那些这样组织那样组织的捐款 最后究竟去了哪里 谁搞得清楚 不是周灵没有良心 而是他怕真心换来的不是真心 是真刀真枪 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奸济天下 反正我很穷 周灵总是这样自我评价 我是南海号航母战斗群总司令 李宰浦 通讯已经采用特殊方式加密 请讲 李司令好 周灵定了定神 还是头一次跟这样的大人物直接交流 心中多少有些忐忑 详细的我就不说了 须走之南号已经是我的了 南海号上 李宰浦虽然有心理准备 但听到周灵这霸气十足的一句话 仍旧激动钻了钻拳头 作为下国海军的高级将领 上次特副号事件 他是比较清楚的 尤其是周灵送的那份礼物 可以说 节约了下国至少二十年的时间 李宰浦没想过 跟周灵抢须左之南号 如果现在不是末世 或许或许个屁啊 不是末世 怎么可能出现这样扯淡的事情 因为特殊原因 我暂时无法让须左之南号隐形 一旦强行脱离岛国舰队 必然会遭到对方疯狂攻击 如果可以的话 贵舰队能否制造机会 不慎感激我将 没问题 李宰浦不等周灵把话说完 就忙不连答应下来 他知道这位可是大方的主 既然事实已经无法改变 就不要想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 牢牢抓住能到手的幸福 才是人生最高哲理好吧 李宰浦都觉得有些尴尬 过于激动了 看看秦武兵 还有那些参谋的眼神 你们懂个锤子 一群棒锤 周灵也被李宰浦的干脆整猛了 都还没说重点呢 除了须左之南号上 能够整理出来的资料 当中他觉得可以给的部分以外 周灵还打算分一些研究人员给国家 甭管这些人最后落到谁的手里 听完周灵的谢礼后 李宰浦表示 给他一个小时左右的准备时间 除了进行战术规划之外 李宰浦还要跟上面联系 别看他刚刚答得干脆 如果上面反对的话 可以 十分钟后 上面就给了李宰浦 一个准确而满意的答复 说到底 还是周灵上次打下的基础 否则上面怎么可能轻易相信他 甚至就连他说到了下国 再把研究人员和资料 一起上交给国家 上面都没有反对 不仅没有反对 甚至还在直接命令李宰浦 不惜一切代价配合 什么叫做 不惜一切代价 身为军人的李宰浦 当然明白这句话的分量 传我的命令 所有战斗单位 以最快速穿插岛国舰队 具体位置 按参谋部下达的命令为准 129年前 他们是怎么打我们的 这一次 我们就怎么打他们 129年前 实职甲武 身为海军舰队司令 细穿五岳自然也知道那一场 可谓是改变岛国命运的海战 这是岛国海军将领的必修课 也是每一个胸有大志的海军将领 日夜期盼在他们手中重演的一个梦想 自从80年前战败后 岛国跟下国 还没有发生过一场真正的战斗 地形地貌和地缘 就决定岛国人必须要走出小岛 踏上真正的大片陆地 而大厦的国土 无疑是最方便的那个 所以千百年来 世世代代的岛国人 心中都有一个大厦梦 朱军 刚刚我们战胜了漂亮国的舰队 这是跨越80年的胜利 大厦人的舰队 可能比漂亮国的舰队 规模更大 装备更好 战斗意识更强 但我还是希望 接下来 我们依然能重演1219年前的胜利 我们大和民族 天生就是战斗的民族 只有战斗 才能让我们血脉延续 只有战斗到底 我们的子孙后代 才有立足之地 朱军 共勉 西川五岳说的 其实没错 有些竞争 就是老天爷注定的 无论采用任何方式 都无法化解 除了战争 别的资源 或许还能通过一些温和的手法 进行调剂 但国土的大小位置和地理条件 除了战争这条路之外 如何调剂 就如同岛国人 永远无法放弃对大陆的贪婪 大厦人 也应该永远不能放松警惕 某个岛国人 或许可以成为朋友 但这个国家和民族 永远不可能成为大厦的朋友 老祖宗早就用一句话 总结了这种地缘政治关系 睡他之盼 岂容他人憨慕 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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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川五岳的宣讲下 岛国舰队官兵纷纷鼓躁 漠视了 命真的不是那么重要 与其死于寒冷酷暑或饥饿 甚至同族人的被刺 那还不如在战场上轰轰烈烈 恰巧 南海号航母编队的官兵们 想法竟然也很类似 如果让这群铁蟹铮铮的汉子们挑选 他们也宁可将热血 洒在于岛国的战斗中 曾经有一位记者在大街上随意采访路人 问下国若与岛国发生战争 你是否愿意参加 有个不到20岁的年轻人 毫不犹豫说愿意 当记者问他不怕死吗的时候 那年轻人差点没跳起来 怕 怕什么 我特么打倒国人战死的 死后能进祖宗祠堂 祖宗祠堂哎 其实我们都知道 人总是会死的 只不过有些人活着 却已经死了 而有些人死了 却又还活着 第205章 传说中的饱和打击 西川五月给整个舰队官兵打击写的时候 周灵趁着纷乱的无线电信号 跟家里面联系上了 然后程压力说的事情 顿时让周灵气得血往上冲 朱广涵他想干啥 不用考虑我 他要赶地爪子 你们就砍 怎么砍 小妹呢 不是我想跟你说的 周灵一上来就埋怨 你甭管 我会处理 真的会 周灵还是有些担心 那你要怎么才放心 周灵审到我要是告诉你 朱广涵来不来他都死定了 你信不 你要先下手为强 什么我要先下手 他就没有仇人吗 你似不似傻 不是每件事都需要亲自下场的 亲自解决矛盾的 顶多算个人才 让别人解决矛盾的是帅才 层次太低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我发现了一个人 周灵皱了皱眉头 他其实并不喜欢周灵 跟外面那些人接触 这世道多坏 要是周灵被带坏了 将来他再有了异能 又净化了身体 毁灭世界 估计都用不着末世插手 他一个人就能搞定了 行了 行了 一般围懒的跟外面的人搭脸 主要是这个人特别有趣 特别 有趣 谁啊 一个你认识的人 我真没想到他竟然也进化了 最后 无论周灵怎么打听 周灵都不说是谁 搞人心态就很操旦 干死小日子 心中窝着火 又没地方可以发泄的 周灵只能将注意力 回归到眼前的战斗当中 天空中 下国无人机 已经开始 发动了首轮进攻 在岛国密集的防空火炮封锁下 一些无人机折损了 但更多的直接拔高到防控火炮触碰不到的高空 在这个高度上 除了容易受到风速影响之外 并没有其他不利因素 巴嘎 下国人的无人机也太灵活了 无数炮弹打出去 成果却是寥寥 细穿五月 有种十大本的感觉 随即下令 让螺旋桨战斗机 去干掉无人机 虽然这样有种大炮打蚊子的感觉 可总比空废炮弹的好 这 看到无人机传回来的画面 李宰浦震惊的无以复加 不得不佩服岛国人就是脑洞大 这才末世几个月 就造出这么多老式战斗机来 关键是 还真就派上了用场 无人机也就在加速和灵活性上 比岛国这种老式战斗机强 论火力论续航能力 无人机那是拍马 都跟不上摊 让无人机试试把小日子的战斗机拖到 我们这边来 我们的新武器 也该拿出来了 李宰浦说的是新武器 其实并不是重新设计和制造的 仅仅是在各类型导弹的单头部分 安装上更多的传感器接收器 令其不但可以采用传统制导 还可以使用适应目前环境的 诸如影像导航定向超声波导航等技术 以确保这些远程武器能使用 像前些时候 李春用的那种微型反舰导弹 其实就是研发过程中的副产品 苏宇也是拖了层层关系 才弄到手的 本想在关键时刻 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结果 得到李宰浦命令后 在岛国舰队上空的无人机 开始有规律地调整航线 一部分已经将携带的弹药 消耗一空的无人机 甚至不顾自身完全下降高度 就是为了能够将更多的信息传回舰队 与此同时 西川五岳又下令 将剩下的150架战斗机 全部放飞 相对于老式喷气式战斗机来说 螺旋桨战斗机 因为自身速度慢 重量低等特点 在不考虑作战能力的前提下 其实比喷气式战斗机 更适合在航母上起降 片刻后 差不多300架战斗机升空 在他们的追踪和进攻下 下国无人机的数量正在飞速减少 无人机升高或者返回 除了负责定位的以外 各单位注意 链接反舰导弹无人机定位系统 准备发射 自从第二代远洋大区开始 下国就特别注重 战舰在锤发方面的研究 使用导弹锤发系统 虽然会大大影响战舰的内部空间 可当这些牺牲 能够换来战舰强大的进攻能力 在下国看来 就是值得的 发射 李在浦一声令下 围绕在南海号周围的三艘大区 五艘中型驱逐舰中后部 就连连不断地腾起了火光 一颗颗进程反舰导弹 纷纷冲上天空 其中有好几颗导弹 因为发动机故障空中停车 被始终关注的控制人员 凌空引爆了 除了发动机直接停车的之外 还有至少三分之一的导弹发动机 或多或少有了故障 但因为上方舰队的位置 实在是太近了 这些导弹基本上 能够坚持到岛国舰队 哄哄 天上的无人机还没有处理干净 加三号上的雷达就开始疯狂报警 看着那密密麻麻 向着舰队飞来的导弹 细穿五岳差点没哭出声来 太欺负人了 明知道空气质量不足 保证喷气式发动机正常工作 下国人为什么还要发射导弹 这是因为军费太多 而找不到地方使吗 战斗机 干掉那些反舰导弹 细穿五岳不敢堵 堵他们的信号干扰 能让下国导弹失去方向 为了保证万无一失 就只能让那些战斗机去堵枪眼了 又是茫茫多的神风玉碎声 一些战斗机飞行员 在无法击落导弹的情况下 直接驾驶飞机撞了上去 下国舰队发射的导弹 虽说因为发动机故障损失了一些 被击落了一批 但终究还是有超过一百枚导弹 扎进了导国舰队的防御圈 这 就是下国人经常提到的一句话 在牛逼的防御体系 在饱和打击下 都是渣渣 当然 这句话正确的前提 是非能量武器 爆炸 如同点燃后扔地上的鞭炮 四处开花 就连防御最为严密的航母 都无法避免重担 更让西川五岳感到恐惧的是 下国舰队的第二波导弹攻击 接踵而至 站得高看得远 天上的飞机给西川五岳发来预警 可有什么用呢 第一波攻击 就已经彻底将岛国舰队的防御能力 打击的千疮百孔 面对数量比第一波更多的导弹 西川五岳二话不说 就要给须左之南下令 让须左之南号赶紧跑 我现在就去 嗯 西川五岳扭头望向池上美沙 他以为听错了 去哪里 须左之南号 我不亲自跟着不放心 必要的时候 我会跟他一起遇碎 原来是这样啊 西川五岳点点头 好 岛国的命运 就交给你了 第二百零六章 败王在即 池上美沙的身份 其实很特别 他是西川五岳的勤悟 但又是岛国真正的君四代 他的父亲 祖父 曾祖父都是岛国的军人 其中 曾祖父亲自参加过 岛国和大毛雄之间的战争 荣升高级将领 祖父参加过 跟下国之间的战争 父亲则是借助祖父 和曾祖父的力量 走上了军部高层的位置 在这样一个家庭里 培养出来的池上美沙 选择从军 还真是没毛病 与此同时 因为父亲和祖父的引导 池上美沙 还是大光荣组织的成员 而且是高级成员 在眼下想要离开加塞号 前往虚左之南号可不容易 风高浪即不适 炮火连天的 如果乘坐交通快艇 搞不好半路上一颗导弹 或者是一大块碎片飞过来 人就嘎了 然而池上美沙 却是毫无畏惧 他在跳到快艇上时 嘴角甚至有一抹得意 周琳也搞不懂 池上美沙 究竟为什么要来 他只是觉得 戏川五月的命令非常及时 他正准备开溜呢 戏川五月就把枕头 给送来了 如此一来 他都不需要干掉 驾驶舱里的舰长和其他人 只需要再等一段时间 所以 池上美沙 为什么要来 在北海道时 周琳就怀疑 池上美沙 应该是进化者 或者说 至少是个进化者 现在看到他在波涛汹涌 战火纷飞中 稳稳当当地 驾船冲锋 周琳更觉得没错 普通人即便心理素质 也没法做到池上美沙那样 可别搞什么幺蛾子 老老实实地待着 说不定你可以多活一阵子 虚左之南号上 没用的人都要死 这是周琳早就决定好的事情 谁来 也改变不了 当下国舰队发射的第二波导弹 轰击在岛国舰队当中时 双方已经可以清楚地目视到对方了 开炮 所以 战舰瞄准下国舰队 开炮 如果命运一定要让我们沉默 那也要发出最后的怒吼 加瑟号 已经中了三枚导弹了 虽然因为改装降低了 导弹战斗部的装药量 加上岛国人 对加瑟号薄弱环节的加固 使得目前加瑟号看起来好像还能支撑 但西川五岳心中清楚 加瑟号肯定是不行了 下国人不可能只有两波导弹 阴险狡诈的下国人 从来不会轻易地 亮出所有底牌 好在他还有改装了主炮的大区 都这么近了 可能打不中 哪怕死 也要在下国舰队身上 啃几块肉下来 哄 哄 哄 已经预知命运的舰队官兵 此时也彻底放开了 打 以最快速度 将所有的库存弹药 统统打出去 炮弹子弹 手榴弹 反正不消耗掉最终的结果 还不是沉入海底 那还不如赌一把呢 铺天盖地的炮弹子弹 向着下国舰队迎面飞去 跑在最前面的几艘战舰 很快就中弹 起火 减速 其中有一艘比较倒霉 在规避过程中 竟然被打中了水线 开始缓缓下沉 战争总会有牺牲的 李宅普懂 辞不长兵 他也懂 所以 他只是在心中哽咽 神色却无比沉静 不是只有岛国人的战舰才有火炮 真要比火炮的威力 岛国人拍马也赶不上 毕竟是几十年火力不足恐惧症的老兵号了 下国人 哪怕是导弹驱逐舰上 都会安装全世界最口径最夸张的舰炮 即便没有改装 也完全不输岛国人改装之后的 更何况 下国舰队是排好阵型冲过来的 比起已经乱成一团的岛国舰队 下国舰队就像是一柄锋利的刺刀 狠狠地刺向肥腻腻的狗肉 经过就如夏日里突如其来的滚雷 惊动了波涛 刺疼了岛国人脆弱的神经 战斗机攻击下国战舰 西川五月调整战术 天空中接到命令的战斗机 便立即放弃了残存不多的无人机 一头向下国舰队扎过去 等待他们的 是一层层钢铁弹幕 如今的下国已经远不是当年的下国 南海号航母的每一艘带刀护卫身上 都有不止一两门密集阵火炮 而操纵这些火炮的 是通过专用无线网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每艘战舰上有专门的火控系统 各艘战舰上的相控阵雷达 发现并分析目标 汇总给南海号上的超算 由超算已经运算后 会及时将来犯单位目标 进行分解成若干个任务 分配给整个舰队中每一台已经做好准备 而且也能攻击到来犯目标的火炮 通过这样一套体系 就再也不会出现那种 挤门火炮打一个目标 其他目标没人管的尴尬局面 如果说岛国人防御下国的导弹打击 就相当于普通人 想要用筷子夹住苍蝇那样难的话 那么 下国人的防控系统 想要命中岛国人的战斗机 就很容易了 毕竟是螺旋桨战斗机 无论如何改进其速度和灵活性 都是短板 对于能够直接命中 现代喷气式战机的密集阵火炮来说 简子不要太轻松 一架架岛国战机被凌空打爆 西川五岳所期待的神风 始终没有出现 被两波导弹蹂躏后的岛国舰队 加上之前跟漂亮国舰队的战斗 岛国舰队目前已经损失了 超过三分之一的水面舰艇了 朱军 坚持就是胜利 看着电脑屏幕上 越来越少的船只图标 无奈的西川五岳 只能用苍白的语言 为下属加油 至于说胜利 就留给后代吧 西川五岳这么想着 到目前为止 下国舰队的损失 还谈不上伤筋动骨 而岛国舰队 则可以说是差不多 双腿双手都被打残了 或许对于刚刚才跟漂亮国舰队 做过一场的岛国舰队来说 这场战斗有些不公平 可公平原本就是一个理想状态 世上从来就没有公平 马上离开 刚刚貌似登上虚左之南号 池上美沙 甚至都不打算去把湿透的衣服换下 就迫不及待地冲到了驾驶舱 池上美沙 这里还轮不到你发号思练 虚左之南号的舰长 木村友凭皱着眉头 似是对把海水建了一地的池上美沙很不满 本来嘛 木村友凭的军职跟西川五月是一样的 只不过西川五月身为舰队司令压了他一头 真要论资历的话 木村友凭还更老些 照理说 怎么都轮不到西川五月 上面让木村友凭担任虚左之南号的舰长 或许也存在一些平衡的原因 木村舰长 我来虚左之南号 可不仅仅是西川司令的意思 池上美沙寸步不让 当他发现木村友凭想要呼叫卫兵的时候 便毫不犹豫地冲向了木村友凭 我擦 这么暴躁的吗 亲眼目睹冲突爆发的周灵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支持谁了 第207章 两个岛国将领的负面 木村友凭一开始就没打算坚持 能够战胜漂亮国舰队 那是因为出其不意 可岛国舰队并不代表毫发无伤 再战下国舰队 在木村友凭看来 就是西川五月最大的败笔 不同于漂亮国在海军力量方面 一贯的无敌姿态 下国舰队从战舰设计到战术训练 恐怕从来都是以漂亮国和岛国舰队 为假想敌的 面对这样一个敌人 仓促迎战 怎么可能有好结果 当然 木村友凭不会公开反对西川五月的决定 反正他率领的须佐之南号 本就不是作战主力 也不可能参与作战 等到西川五月 下令让须佐之南号先行撤退的时候 木村友凭内心其实是高兴的 无论最终西川五月能否返回黑洲 事实上都已经不再具备跟木村友凭竞争的条件 给下国的将领在担任重要职务 不让西川五月切腹就已经很仁慈了 可是池上美沙的空降 让木村友凭感到不爽了 他当然知道 池上美沙跟西川五月是穿一条裤子的 他甚至觉得 池上美沙就是木村友凭的退路 只要须佐之南号安全地抵达黑洲 池上美沙就有大功 而他的大功就是西川五月的大功功过向底 搞不好西川五月没死的话 就还真有重新爬起来的一天 木村友凭怎么可能同意 所以 池上美沙一开口 他就马上扣帽子 就是想逼池上美沙恼羞成怒 在北海道 池上美沙让舰队官兵见识到他有多能打 可木村友凭却觉得 再能打 还能比枪快 所以 池上美沙怒气冲冲地扑向木村友凭时 木村友凭的内心是平静的 他甚至都没有给大副和勤务兵示意 因为他坚定不移地认为 他们肯定会拔枪 然后给池上美沙一个教训 如果池上美沙 没被一枪打死的话 木村友凭觉得他或许还能 哄 木村友凭的身影倒飞出去 狠狠地撞在冰冷的舱壁上 又反弹到坚硬的甲板上 对于一个已经50岁的人来说 这种程度的伤害 已经超出身体能够承受的范围了 所以 木村友凭趴在地上 除了大口大口喘气之外 竟然连声音都发不出来 闭嗓子了 此时木村友凭是惶恐的 但理智又让他觉得 下一刻就该是池上美沙的死期了 驾驶舱可是有监控视频的 池上美沙以下犯上 无故攻击上级军官 等同叛国 可直接枪毙 然而木村友凭期待的枪声并没有响起 倒是驾驶舱里两个 想要站起来帮他的士官 被大副用黑洞洞的枪口指着 不敢煽动了 池上美沙 坐到了木村友凭的座位 狮狮然翘起二郎腿 用木村友凭情务兵 递给他的白毛巾擦着手 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 池上美沙满脸微笑 有弱蛇线 被免之哦 你因为叛国 而要被枪毙了 碰 木村友凭还没回神 他的秦务兵就毫不迟疑地 冲着他脑袋扣动了扳机 可怜堂堂舰长 最后竟然连一句遗言都没有 便死在了自己秦务兵的枪口之下 可能木村友凭致死都不明白 为什么会这样 尸体 污血 对池上美沙一点影响都没有 他甚至让大副给他安排的房间 去洗了个澡 换了身衣服 不用周灵帮忙 须佐之南号正在以最快速度脱离战场 持续不断的核动力 让身躯庞大的须佐之南号 很快达到了38节的惊人速度 在南海号航母编队默契的配合下 毫发无损地脱离了战斗圈 而西川五岳则不得不面对失败或死亡 下国舰队的炮击异常凶悍 再加上不计本钱的反舰导弹直射 岛国舰队根本承受不起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一艘接着一艘沉没 其中不乏纯运输作用 当有人略微提出异议时 李宰浦却冷笑道 平民 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候 哪里还有平民 只要他还在岛国 无论情愿还是不情愿 他终究会拿起武器 枪口对准我们 残忍 骂名 重要吗 我李宰浦 难道是为了名流轻史 不 哪怕是千古骂名 我也愿意背上任何罪名 只要我们的后代 不用再遭受威胁 就这么办吧 以后有什么问题 我这个司令一例承担了 功成名就或常有 图小日子的机会 可宝贵得紧啊 无视战斗舰之 与非战斗舰之 不管作战人员 与非作战人员 不接受投降 不存在俘虏 除了发自内心的 对小日子的仇恨之外 还有高层隐晦的授意 虚左之南号已经溜了 但小日子们还不知道 虚左之南号 现在已经更名为常威了 等到西川五月 将消息发回黑洲岛国高层之后 这边的岛国舰队全灭 虚左之南号 却不知所踪 哪怕就是下国舰队里的官兵 除了李宰普之外 再没有第二个人知道真相 尤其是周灵向李宰普表示 他决定可以让虚左之南号 在离开岛国舰队的 可观察范围后 再也发不出一点声音 至于说 最后技术资料和研究人员的交接 嘿 法子多的是 根本不是问题 所以 西川五月这支阵容豪华的舰队 早在周灵跟李宰普联系上之后 结果就已经注定了 哪怕将所有战舰机身有些可惜 但为了西瓜 一点点芝麻 就不算什么了 开启全评断干扰阻塞后 李宰普还专门用特殊评断 给漂亮国航母舰队的马龙司令官 发去了一段信息 大意就是 不用伤心了 下国南海号航母编队 已经为你们报仇了 除了提前临阵退缩的 须左之南号 不知所踪之外 岛国舰队一艘船都没放过 咱们这么做 都是为了替你们报仇呢 不用谢 吓人诛心 真正的吓人诛心 马龙看到信息 脑瓜子里嗡嗡的 他什么时候指望过下国舰队 帮他报仇的 哪怕他是真想 把岛国舰队给沉了 可 可这种话 你们下国人 怎么说得出口啊 还依据一个 为了漂亮国 为了他马龙 而且还用公平 全世界所有的卫星 都能接收到的公平 明文 这特么 不是把漂亮国和他马龙 架在火炉上烤吗 好在马龙还没有气过 就收到了国内发来的消息 让他不用在意这些细节 甚至前面的失败 都可以不管 但务必以最快的速度 赶去一个保密的坐标点 保护须左之南号 返回漂亮国 看过信息后 马龙傻眼了 须左之南号 凭什么就一定会到 那个坐标点 难不成第208章 周丽的小动作 须左之南号 在海面上批驳斩浪 很快就将战场甩得 无影无踪 周灵没有急于接管 他想看看 池上美莎 还有啥花招 共生之后 常威号上除了人心之外 不存在任何秘密 所以 池上美莎在房间里 洗澡换衣服 周灵绝不是有什么怪癖 他只是想彻底了解一下池上美莎 这个女人 可不能被其外表所欺骗了 竟然还挺不错的 为了完成国内交代的任务 马龙不得不忍痛 放弃了几艘重伤的战舰 以最快速度 完成人员和必要物资的转移后 安放炸弹将其炸沉 此时 马龙的舰队规模 跟来时相比 缩减了三分之二 一些战舰上挤满了伤兵 如果不是这该死的末世 此时最该做的是 找个海外军事基地 安置伤患 马龙舰队调整航向半小时后 黎仔浦就得到了分析情报 这是怎么回事 都被打残了 还不放弃 想了想 最后黎仔浦 还是给周琳发了一段加密消息 提醒他漂亮国舰队的诡异行为 同时也表示 南海号航母编队 会尽量跟上漂亮国舰队 但现在战场 还没有打扫完毕 可能会晚一步 没事 区区一个残废的航母舰队而已 不是周琳吹牛逼 常威在他掌控下 能爆发出来的航速 可不是一个残废航母战斗群可以跟踪的 没错 周琳压根就没想过 跟马龙舰队硬拼 谁不知道 咱家常威不会武功啊 当周琳近距离观赏基站的同时 周琳一大早 带着陈锋和赵绍刚 驾驶快艇 离开来福号 上了岸 这个位置是周琳事先选好的 用无人机反复侦查过 到目前还没有人搬来 相对来说比较隐蔽 三人步行没几步 陈锋就停下来 望向灌木丛深处 冬夜让很多大树枯死了 但冬夜刚刚过去 千岛水库这片山林 就像人类展示了大自然的奇迹 短短几个星期 无数灌木 就将裸露的土地 彻底覆盖起来 像靠近岸边水源充足的地方 有些灌木 甚至长到三四米高 陈锋是听到了动静 十来米外 有脚步声 还有刻意收敛的说话声 不知道是不是周琳约来的人 所以陈锋提起一万个小心 周琳是绝对不能出事的 如果将来福号基地 比作一个王国 那么周琳就是这个王国里绝对的公主 很难想象 如果周琳出了事 周琳会如何 程亚历又会如何 这边 周琳并不紧张 在停下来后 他甚至大声呼唤起来 吓得陈锋赶紧握住冲锋枪 子弹上膛 另一边的赵少刚 同样很紧张 要论实战 能力他可不如陈锋 这趟来根本就是打酱油的存在 大小姐 是我 少行 灌木丛中钻出来三个脏兮兮的人影 领头那个冲着周琳弯腰产妹的 可不就是曾经蓝山小区的物业经理少行 少行身后的两个 面色苍老 形容枯搞的 是销声匿迹 很久的徐志远 另一个受到快拖刑的 是曾经在庇护所工作 结果被朱广涵恼羞成怒时开除的 原假 这三个人 是如何走到一起的 说起来有些复杂 只能说 周琳有不少事情是瞒着周琳 或者说是他觉得 完全没有必要给周琳增加负担 毕竟就周琳那点智商 承受不起太多的思考 当初周家 从蓝山搬走后不久 因为气候变化 加上物资告急 整个蓝山小区 很快就散伙了 一心想要当上土皇帝的 少行忽然发现 这个世界 无论变或者不变 都轮不到像他这样的人出头 除非将一切彻底推倒重来 否则有权有钱的人 无论在哪种情况下 都比像他那样的人 要过得幸福得多 就在少行不知道 何去何从的时候 周琳联系上了他 一开始 少行当然不认为 才13岁的周琳 能有什么能力 直到他按照周琳说的地方 找到了相当数量的 食物和物资 苟不已保 周琳每次给少行的 食物和物资都恰到好处 连续一段时间下来 少行就被周琳训练得 服服帖帖 由内置外地 对大小姐心悦诚服 徐志远是周琳 从蓝月月嘴里审出来的 没错 周琳不在的时候 周琳可是不止一次 去跟蓝月月沟通过 因为异能无效 主动拳始终在周琳手中 而她所施展出来的那些手段 可以说蓝月月 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徐志远暗杀朱广涵被蓝月月阻止后 之所以最后 她没有把徐志远交给朱广涵 换取更多的利益 是因为蓝月月发现 徐志远在情绪大起大落的折腾下 精神状态不正常 通俗地说 就是有些精神病了 而徐志远的精神问题 竟然引发其走上了进化道路 这就是蓝月月觉得好奇 也不愿意再交给朱广涵的原因 她通过精神异能 让徐志远藏了起来 本想着离开加州的时候 带上徐志远 培养一番 说不定还能成为她的保镖 结果吗 显而易见是便宜了州立 至于说远甲 则是不请自来的 是州立安排绍航 去给徐志远食物时 无意当中撞上的 出于对资源的节约 州立并没有同意 绍航杀人灭口的建议 反而用些许实物 就收买了远甲 没有蓝月月的精神异能 无法确定 绍航跟远甲 究竟有多少忠诚度 不过州立也不在意这点 如果需要手下绝对忠诚 才能做事 那算什么本事呢 在州立心中 除了被他认可的家人之外 其他人都是消耗品 甚至有一段时间 他连周灵都不怎么认可 不然也不会 对他对的话都说出来 朱广涵的命 你打算用什么来换 望着徐志远 州立小脸上近视冷漠 朱广涵 原本像木头一样的徐志远 忽然激动了起来 他飞快地转头打量四周 仿佛想把人找出来 先回答我的问题 所有 你要什么 我给你什么 全部 我有什么都可以 给你 其实徐志远的脑瓜子 还是蛮清醒的 之所以蓝月月觉得异常 只是因为 他心中有个执念 杀死朱广涵 周立点点头 好 我会给你机会 亲手干掉朱广涵 但你必须听我的 徐志远一个劲地点头 或许是明白 朱广涵并不在这里 今天也不会去杀朱广涵 他又恢复了一开始 木然的样子 你呢 如果让你配合徐志远 去干掉朱广涵 你有什么要求 我 袁甲意外地指着他的鼻子 真的什么要求都可以说 是的 那我可不可以不配合 纯纯去送啊 袁甲低声嘟囔道 周立一听 笑了 第209章 这女人有毒 袁甲这种人 在社会中 其实很常见 胆小怕事不是错 但胆小怕事 又总想着被人提携 或者是不劳而获 自己没点求本事 还理直气壮提要求 太平盛世的时候吧 这样的人还能有条活路 但现在嘛 那真是要看运气的 周立淡淡地瞥了眼绍杭 我可以理解你的想法 不过 袁甲还在等周立后面的话 却没有发现 绍杭已经敲咪咪地走到他身后 用一根从裤兜里摸出来的细缸绳 套住了他的颈簸 嗯 当袁甲反应过来不对 想要挣扎呼叫的时候 已经晚了 绍杭的力气可不小 毕竟周立的食物和物资 都是由他来安排的 相比之下 袁甲每天顶多能够吃个半饱 这也是他不愿意配合周立的原因 看着袁甲一点点没了气息 周立却是眼皮子都没过一下 仿佛被绍杭勒死的 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只老鼠 一只蟑螂 就连赵绍刚都大气不敢出 尘封眼角都抖了几下 亲自动手的绍杭 也是大气连连 只有徐志远和周立 一个像木头 一个像冰山 明天朱广涵和他的人 会到水库这边来 大概为止我到时候会通知你们 把东西给他们 武器 炸药 这些都是周立准备好的 他并不想知道 绍杭和徐志远准备怎么做 会不会有危险 如果什么都要他操心的话 那下属来是干什么的 制定目标和等待结果 这才是正确的管理模式 当初刘远甲一命 原本就是拿来备用的 既然没用了 收走也很正常 很快 周立三人就走了 绍杭将两把手枪别在腰里 又把谭家塞在裤兜里 最后看了看 仍旧跟木头似的徐志远 把周立已经设置好的炸药 塞在了徐志远的衣服兜里 老徐啊 注意点哦 可千万别弄炸了 不然咱俩都要倒霉算了 你就留在这里吧 我还是离你远点 回头给你送吃的来 少行的离开徐志远 没有任何反应 他仿佛可以就这么一直站下去 直到世界毁灭 或者是他被毁灭的那一刻到来 一夜过去 常威号南下了好几百公里 已经快要抵达阿里明岛了 看着刚刚升起来 就带着高温炙烤羊面的红日 周灵心生感慨 火山冬夜地震酷暑老天爷 好像已经安排了步骤 而人类却依旧在忙着内斗不休 且不提欧洲那些地方 光是大夏国周围 这片小小的地方 至今都没有片刻安宁 如果他没有记错 像这样的高温天气 还会持续差不多半年 半年啊 可能到时候 千岛水库的面积 会整体退缩到现在的四分之一 甚至更小少 到那个时候 估计围绕千岛水库 将会发生无数的争端 然而 高温酷暑和缺水 还不是最致命的 食物的匮乏 才是导致人口大量减少的根本原因 存粮再多也有吃完的一天 恶劣的天气 根本做不到成规模种植粮食 纵然有个别区域的气候条件 勉强能让粮食生产 但杯水车薪 又能挽救多少人的性命呢 还有一病 好像是从神牛国开始的 传播途径大概有 吸血昆虫病人排泄物血液 空气飞沫 但凡是能够空气飞沫传染的疾病 都是很恐怖的 而这种被命名为 末世血热的疾病 感染者会经历差不多15天的潜伏期 然后是7天的爆发期 最后是7天的死亡周期 传染性强 死亡率高 还不是这种病最可怕的地方 当末世血热并开始爆发时 患者会因为过高的体温 而产生强烈的攻击欲望 疯狂攻击身边所有活动的生物 因为病毒的刺激 大脑往往会分泌大量的肾上腺激素 使得发病的患者感受不到任何痛苦 无惧无畏 因为不怕伤痛 无差别攻击 强烈的进食欲望 和可怕的感染率 上一世有人称其为伪丧尸 算一算 距离疫病在神牛国爆发 可能只有不到一个月了 这次回去要做准备了 嗯 如果顺利的话 到时候可以提醒上面医生 把国境线守好一点 说不定就国内就不会爆发了 周灵市见过 爆发末世血热病的聚居点 时事九空都不足以形容那种惨状 据说有些国家为了控制病毒传播 甚至会直接用燃烧弹 或者是温压弹 将被传染的聚集点彻底毁灭 残酷 但却没得选择 后来这个疫病是如何消失的 周灵不知道 但他知道一个传说中的数字 一个亿 末世血热直接带走了全世界超过一亿人 然而 直到周灵上辈子死的时候 都没有听说 有人研究出了末世血热的特效药 换而言之 即便是他身边的人 一旦感染了这种病 也是无解的 咦 这女婊子要干啥 驾驶舱里 池上美莎正在下命令 要求须左支男号前往他底的坐标点 为什么 大副眼神疑惑 虽然从组织内部关系来说 池上美莎比他高 但就跟所有组织一样 大光荣的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 每个派系都在拼命争夺各自的利益 很不巧 大副那一派跟池上美莎的老头子尿不到一壶 如果大家遵照组织的命令执行还好 现在池上美莎的要求明显跟命令不符 那大副自然要问个明白 牧村有凭死了之后 须左支男号名义上的掌控者就是大副 为了安全他已经将驾驶舱里的所有人都换成了自己人 看到组织里两个大佬争吵起来 小卡拉米们也不敢吭声 一个个低头装着 啥都不知道 生怕惹火上身 包括大副在内的所有人都觉得 池上美莎肯定要给组织发消息 或者是寻求他父亲帮助的时候 池上美莎却笑了 这女人虽然颇有姿色 但此时此刻却笑得跟蛇蟹一样 让大副不由地胆战心惊 既然你不愿意听话 那就 池上美莎身影一闪 可能只有周灵才看清楚 他在冲向大副的同时 从腰带里抽出来了一根长长的 闪耀着金属光泽的细针 针很细 但池上美莎的手法很专业 恰好在接触到大副心窝皮肤的瞬间 被他抖的笔直 差不多三十公分长的细针 应该是从大副肋骨间的缝隙扎进去 然后毫无阻碍地刺透了大副的心脏 又从其后背钻出来 你 大副才开口 池上美莎已经将细针抽出来 也不知道那细针上究竟抹了什么毒药 大副整个人的皮肤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一片铁青 不听话的人 留着就没有意义了 竖起长针 池上美莎眼神扫过整个驾驶舱 去这个地方 还有谁不同意的 第210章 母老虎 这个女人疯了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我疯起来 连自己人都傻 可是池上美莎 他看起来并没有半点精神不正常的样子 他在感觉到虚左之男号开始转向后 嘴角竟然露出了笑容 所以 他究竟想去哪里 周灵没有阻止虚左之男转向 他想看看 池上美莎葫芦里 卖的究竟是什么药 在池上美莎的命令下 虚左之男还开始减速 这不由得让人感觉 池上美莎好像是在赴约 他约的是谁 岛国人吗 从地理位置 以及航向和航速来看 应该是在阿里明潭岛东南方向某个位置 说起来跟周灵想要抵达的港口倒是不远 因为从一开始 周灵就没打算直接把常威弄到夏国港口 阿里明潭岛是个不错的地方 虚左之男号在阿里明潭岛某个海岸消失 到时候 如果其他国家 尤其是像漂亮国之类的 想要跟夏国闹腾 那就好玩了 说 那是夏国人干的 怎么可能 你们不是一直在阻挠阿里明潭岛 重返夏国吗 所以 发生在阿里明潭岛的事情 跟我夏国有什么关系 至于说让夏国人去调查 那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我们去了还走不走就是个问题了 一直找不到虚左之男 查不清楚事实真相 这不符合我们夏国人从小接受的教育啊 爸爸妈妈老师们都说 做事情要有始有终 所以 不仅要留下来继续调查 还要加强调查的力量 再增派人手吧 至于说 漂亮国想要派舰队来阿里明潭岛调查 抱歉 任何国家和势力 不得非法入侵夏国领海 否则就是军事挑衅 是入侵 是要接受惩罚的呀 池上美沙的出现 打乱了周灵的计划 好在也不难扭转过来 尤其是当周灵 发现一支稀稀拉拉的舰队 正在高速接近时 通过两支舰队航向分析 周灵基本上锁定了约会的地点 阿里明潭岛东南方向 一百公里的海域 不远 马龙很焦虑 为了赶时间 他在路上又抛弃了 两艘受伤的军舰 这次倒不是炸陈 而是让他们自行返航 因为那两艘战舰 他们也能理解马龙的决定 但这并不能改变他们的情绪 然而事实是 他们是幸运的 马龙最后抵达约定坐标时 除了他的坐舰之外 周围就只有零零星星的 三艘驱逐舰 两艘护卫舰 这便是马龙的全部家当了 池上美沙比周灵晚一步 发现马龙舰队 毕竟他还需要 左支南号上的设备 提醒工作人员 在由工作人员 核实分析后 再告诉他这么一个过程 而周灵是直接读取的信息 只不过接下来池上美沙 竟然直接向马龙舰队 发送加密通讯 这个操作 周灵就猛了 池上美沙竟然认识马龙 而且 双方还约定在这里碰面 要说两人是私人关系 这次碰面 就是喝个奶茶 随便再约一个 那他们也太奢华了 光是燃油 都不知道消耗了几百万刀了吧 就为了见面爽一下 只不过很快两人谈话的内容 就让周灵明白 事情怕不是那么简单 马龙明显不知道 该不该相信池上美沙 但池上美沙很清楚 他甚至连马龙什么时候 收到上级命令 都说得一字不差 这让马龙不得不相信 池上美沙这个岛国女人 女军人 就是街头目标 一个女人 竟然控制了对岛国 乃至漂亮国来说 都极其重要的虚左之男号 这不由的 让马龙觉得 或许这就是岛国 注定要衰败的原因吧 眼看着 还有两个小时的路程 双方就要碰面了 周灵便焦虑了起来 不能让虚左之男号 在漂亮国舰队 面前消失 那样太明显了 到时候 下国可能会遭到 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的针对 如果那些国家还存在的话 更让周灵担心的是 他可以不怕漂亮国派人 暗中找他的麻烦 但国家高层 能不能承受得住 国际上的压力 或者说 高层中会不会有人利用 这种压力 来找他的麻烦 有仇必报 对周灵来说没有问题 可他做不到 对那些只是听令行事的 下国士兵 碰下杀手 同宗同族 无冤无仇 仅仅只是因为 上面的一个命令 就要把性命葬送在周灵手中 这是何等的冤枉 周灵可以没有底线 但他真做不到 像那些正颗利欲熏星者那样 连底裤都不要了 所以 最好的法子 就是 船怎么转向了 是不是你搞鬼 讯号怎么发不出去 该死的 苍门为什么锁死了 一定是你们在搞鬼 既然是这样 就别怪我了 砰砰砰 最先感觉到 不对劲的池上美沙 在无法理解的事情发生后 最终使用常识判断 然后在所有结果当中 挑选了一条 杀死驾驶舱里所有人的理由 直到周灵突然出现在房间里之前 池上美沙 都在试图控制 虚左之南的航向和速度 当然都是徒劳的 谁 池上美沙反应 无疑是极快的 几乎是周灵瞬移 出现在驾驶舱 可谓是脚都还没有站稳 池上美沙 就已经猛地转过来 左手拿枪 右手捏着他的金属长针 一副母老虎责人而逝的样子 你是怎么变成母老虎 不是进化者的 周灵现在的岛国语 可是满级的 就是刚刚思想有点差了 池上美沙差点没反应过来 母老虎 好吧 即便是用岛国语说出来 没有文化基础池上美沙 也不知道周灵想要表达什么意思 不管你是什么人 你都该死 不知名金属制成的长针 高速运动时 看起来更像是细细的一线光 普通人只能看见残影 当残影消失时才会发现 自己已经被扎了个通透 就像木村有瓶一样 但池上美沙的长针 却被周灵简简单单地 用手指粘住了 就像抓一根普普通通的针那样 则 做工还真惊细 前面周灵确实没看清楚 照理说 如果只是一根针 像这样的粗细 应该不会迅速致命 更不应该像木村有瓶 所表现出来的那样 前胸后背的针孔里 扑扑冒险 当时周灵就很怀疑 这根针有神古怪 原来是这样 你 你的手为什么持上美沙使劲 拖了拖针 结果不仅被周灵 捏得纹丝不动 更让他无法理解的是 针身上那些细微如沉的锋利锯齿 竟然也被周灵无视了 怎么可能呢 那些小锯齿 可是连钢管都能轻松锯开 难不成周灵的皮肤 比钢铁还要坚硬 第二摇摇张 岛国官兵的下场 你到底是什么人 大声贺问的同时 池上美沙松开长针 抬起了枪口 人 是不可能抗衡热武器的 这是探机生命 本质注定的结果 周灵也不敢保证 他可以证明硬抗子弹 他也做不到比子弹更快 但是 他可以比池上美沙快 碰 从大脑下达扣动扳机的命令 到手只完成这个指令 正常人需要大概0.2秒到0.8秒的 经过反复训练的池上美沙 可以做到0.1秒 已经算是很快了 作为二阶进化者 周灵的速度有多快呢 百米5秒以内 也就是说 每秒可以移动20米 每0.1秒2米 再能够精确判断 枪口指向位置的情况 理论上 池上美沙 永远没法打中周灵 更不用说 周灵不会给他继续开枪的机会 很多人都觉得 周灵对爱兵和蓝月月的处置 很有些优柔寡断 不够狠辣 甚至显得有些善良 弱智周灵只能说 那是因为想得太简单了 报仇 爽快固然重要 可忽略最本质的需求 就不行了 末世还很长 周灵最希望的 是一家人能够稳稳当当 不受煎熬地活下去 跟爸妈小妹比起来 天大的仇恨 也要先放一遍 说吧 你究竟是什么身份 池上美沙被周灵掐着脖子拎起来 在双脚离开地面之前 她还试图反击 结果就是 被周灵一巴掌 把两个膝盖骨拍中了 没错 一巴掌 这还是周灵悠着劲儿的结果 不然直接拍成粉碎性骨折 也不是不可以 现在池上美沙 原本修长笔直的双腿 膝盖位置已经骨胀了起来 但因为连通上下的血脉 周灵那一巴掌 拍得堵塞住了 静脉血无法回流导致的 很疼 但池上美沙觉得 她能撑住 真正让她快要撑不住的 是窒息的感觉 任何一种死亡方式 都不会舒服 窒息无疑是其中 很难受的一种方式 它会让人感到 整个肺部 如同放在炉子上炙口 手脚发麻 脑袋疼得你想要马上死去 可周灵很惊艳地 通过池上美沙的脉搏肤色 已经瞳孔来判断 她什么时候该加力 什么时候该给池上美沙 留一小口空气 总之在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之前 周灵不同意池上美沙死去 我 几分钟后 池上美沙撑不住了 再坚强的人都有预值 而如何让被审讯的人 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预值 就很考验审讯人的观察力经验和手段 周灵的方法十分的粗暴 反复在缺氧致死的边缘摩擦 结果会令大脑渐渐变得麻痹起来 有些像一些所谓的突针剂 对大脑的作用 除非经常练习 让身体和大脑都适应低氧状态 否则是撑不住的 不是大光荣组织命令我的 而是另外一个组织 你不会想知道 那个组织叫什么名字 Judas吗 我知道 周灵随口一句 顿时让池上美沙激动起来 你 你是怎么知道的 就连细穿五月我想起来了 你难道就是 被组织列为 第23号高价值目标的周灵 还不太笨吧 23号高价值目标 奖励是什么 池上美沙像是有些犹豫 然而周灵的手指才刚刚收紧了些 他马上就倒是一次机会 看到池上美沙脸上的神情 周灵心中一动 你是Judas组织在导国的代言人 还真是 你手里有异能珠吧 拿出来 你 如果不是大脑缺氧 池上美沙怎么会被周灵 抓住了言行上的漏洞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 池上美沙知道 周灵不可能放过他 而且 就算他不说 周灵还不会缩身吗 只要简单一想便知道 如此宝贵的东西 必然是随身携带的 他到了虚左之男号后 去过几个地方 在 在那里 那里是哪里 干 你他妈真想得出来 塞在里面 你不觉得太刺激吗 周灵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还有心中隐隐觉得很刺激 是怎么回事 喜 习惯了 好个习惯了 不愧是岛国女人 这种事情都能习惯 人才啊 为了避免意外 周灵很小心地 将一能珠掏了出来 过程实在是有限 我 我都交代了 你打算怎么处置我 躺在沙发上 面色驼红 气喘吁吁的 池上美莎开口问道 周灵还在用瓶装水 一次又一次地清洗着一能珠 他总觉得有些恶心 怎么处置池上美莎 既然池上美莎 仅仅只是个净化者 那么他的价值 基本上就等于零了 至于说 池上美莎 还有没有其他秘密 其实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Judas组织对于亚洲面孔的人信任度其实很低 除了让他们干活之外 真正核心的秘密 是不会告诉亚洲面孔的成员 作为岛国大光荣组织的核心成员 池上美莎原本可以有个非常不错的前途 或许正是因为这点 当初前往漂亮国留学的池上美莎 才会被Judas组织看上 然后利用种种手段将其收买 又用了半年的时间暗中训练 其实就是洗脑 让池上美莎对Judas组织彻底归心 不得不说 Judas组织延续几百年还是有点东西的 至少洗脑方面不输任何组织 以你的名义把这些人集中起来 周灵指着驾驶舱电脑屏幕上的监控镜头 因为突然被锁死 跟当初特服号航母上的那些漂亮国官兵一下 常威号上那些岛国人此时也都惊慌不已 对周灵来说 非有用的研究人员已经可以去死了 当初漂亮国官兵能够活命 是为了掩护储存了资料的那个硬盘箱子 现在用不着了 那么这些人自然就没有了价值 池上美沙梅的选择 他的军官身份得到了那些岛国官兵的认可 当他们来到左侧船体尾部时 才发现情况有些不对 所有人都在疑惑周灵的身份 既没有穿着岛国官兵的统一服装 又是松松垮垮的样子 更不用说周灵是大咧咧地坐在椅子上 而池上美沙则是规规矩矩地站在一边 跟吓人似的 巴嘎 我怎么感觉他像个下国人 我也觉得 可是我们船上怎么会有下国人呢 也不是没有 那些助手里不就有好几个下国女人吗 助手 东本军你试过几个 不 我有截癖 我宁愿用房间里硅胶的 也不想碰下国的 你似嫌弃被别人用过吧 随便你怎么说吧 我现在很想杀死那个男人 不少岛国官兵的想法都差不多 说也奇怪 明明都是亚洲面孔 但下国人和岛国人还真就是一眼能看出区别 官兵们以为他们说得很小声 殊不知对周灵来说 常威号上没有秘密 本想给他们一个痛快 但现在周灵改变主意了 你 你 你还你 站出来吧 第212章 欠债总是要还的 周灵将几个嘴贱的家伙点出来 然后让池上美沙去杀 杀光了 就给他一条生路 巴嘎 池上 你要做什么 我们才是自己人 一起干到他不好吗 看到池上美沙杀气腾腾地过来 几个岛国官兵慌了神 其他人也觉得不对劲 纷纷行动起来 有人冲向舱门 结果自然打不开 几个舱门都无法开启 又没有对外的玻璃闲窗 一些人想到 肯定是周灵在捣鬼 于是不约而同地冲向了周灵 只要控制住周灵 就可以脱身 甚至立功 道理是没错 只不过 当他们快要冲到周灵面前时 人呢 是我眼花了吗 去哪里了 池上美沙 继续吧 不然你就跟他们一起去死 周灵人虽然消失在这个大厅里 声音却清晰地传到了每个岛国人耳中 沙 池上美沙一声娇和 随即拔出了 手枪 从头到尾 周灵都没有拿走 里面还有九颗子弹 在那些岛国官兵不敢相信的眼神中 池上美沙开枪了 这可能要归功于 Judas组织对池上美沙的教育 他才会毫不犹豫地 对本国本族人扣动扳机 下一刻 三百多个官兵彻底愤怒了 他们一起怒吼着 冲向池上美沙 藏在大厅上方的周灵 此时此刻 犹如来到了古罗马的决斗场 下面正在上演的 是三百奴隶大战史前怪兽 即便是如此清醒下 池上美沙仍旧是十分冷静的 选择了三百人 当中他感觉最强的九个人 然后一发入魂 子弹打空后 池上美沙开始快速移动 利用刺针和拳脚 重创他闪避路线上的每个岛国人 不得不说 进化者确实很强 无论速度还是力量 都不是普通人可以比拟的 一开始 池上美沙随便一击 就能带走一个岛国人 即便不死 那也是重伤不起 彻底失去战斗力 但随着时间推移 进化者最大的弊端出现了 体能 或者说能量 池上美沙 也能感觉到体能的迅速下降 不仅让他速度慢下来 力量小下来 更是连思考速度 好像都放慢了 不 第一次感受到 拳头砸在脊背上的滋味 原本应该是不痛不痒的攻击 却让池上美沙一个亮枪 他不行了 干掉他 上 为兄弟们报仇 发现机会的岛国人 开始疯狂围堵池上美沙 以至于池上美沙 自己都没想到 会败亡得如此之快 刚刚还能生杀雨夺的他 一转眼的功夫 就被几个男人摔倒在地 随后无数拳脚开始在他身上叠buff 以他进化者的身体素质 在愤怒和疯狂的岛国人面前 也仅仅只撑了不到一分钟 周灵能感觉到 池上美沙生命的消逝 可下面的岛国人 并没有因此 就停下来 池上美沙杀了二十多个他们的同僚 更重要的是 差点将他们的意志 彻底摧毁了 惹弱和尴尬 才是这些人疯狂的真正原因 人 常常是不敢正视自己 因为虚荣心不会允许 等到池上美沙都快变成肉酱了 剩下的两百多个岛国官兵 才冷静下来 有人冲着天花板 大声问周灵 什么时候放了他们 放了你们 我答应过吗 天花板上传出周灵的声音 你不是说 赢了就可以活命吗 就是 你不能食言而肥 放了我们吧 求求你了 我可以当你的手下 绝不会背叛的那种 死亡面前 丑陋必现 周灵冷笑到我是说过 赢了能活命 但我那是对池上美沙说的 他输给你们了 所以他死了 但我什么时候说过 你们赢了可以活命呢 不等岛国人反驳 周灵便启动了抽气装置 须佐之男号里 是有毒气氮之类的东西 但周灵不想用 一方面可能会污染他的肠微 另一方面 那玩意儿效果还真不好说 万一不好使到时候更麻烦 还是直接把房间里的空气抽空方便 相信很快那些岛国人 就能感受到 什么叫做窒息的快感 80年前 岛国人是如何对待下国人的 现在周灵就打算 怎么对待他们 这300名官兵只是第一批 常威号目前还有3000人 被锁死在各自原本的位置上 而他们也不可能都活下来 在抵达下国海岸之前 周灵会默默关注这些人 从中选出下一批 去见他们天照大神的人员名单 已经抵达约定地点的马龙很焦虑 都两个小时了 舰队连虚佐治南号的雷达信号都没有发现 他也曾试图用保密频道联系池上美沙 结果仍旧让他很沮丧 他不想失败 是因为他这次损失太严重了 究竟是怎么回事 连信息都不回了吗 这些该死的岛国人 肯定是改变想法了 马龙怒不可遏地跟上级联系起来 然而 无论他做出哪种叫嚣 总部都只是让他再等等 不行的话 就等收到卫星照片后 再决定怎么做 好吧 希望你们快点 我可不想跟下国舰队再碰一次面 常文号上 周灵抽出50名几乎没有价值的船员 给了他们工具和一条直通船尾的通道 让他们去把大厅里那些残留物统统清理掉 相当于已经死掉的那300人来说 这些岛国人没有军人的身份 也没有接受过军事思想的教诲 和正儿八经的军事训练 所以对周灵的命令还算比较遵从 大厅里的景象很圣人 50个人里吐了49个 还有一个是因为没吃东西 考虑到不能把内部环境弄得太糟糕 周灵宽限了这50个人一点时间 让他们尽量适应后才开始工作 一代代的岛国人被装在小车斗里 拖去船尾垃圾分类处理舱 然后通过可降解生物垃圾通道 直接排入大海之中 其实 隔壁的不可降解焚化炉也可以处理垃圾 但周灵觉得 那样太浪费能源了 岛国人不值 当这50个人彻底完成清理工作后 发现离开垃圾分类处理舱的通道 被锁死了 一个了解过岛国当年在下国所作所为的家伙 突然一个机灵反应过来 顿时抱头痛哭 完了 报应 报应啊 周灵毫不手软地将垃圾分类处理舱的空气排空 等待那50个人彻底没有动静后 又继续找来50个人开始清理 如此循环往复 不到半天时间 常威号里就剩下一群速速发抖的 周灵觉得有用的研究人员 与此同时 常威号也顺利地抵达了阿里明潭岛西海岸 眼神好的话 从左嫌向西望去 就是下国东海岸的海岸线 李司令吗 我到地方了 第213章 报 千岛水库南岸今天特别热 同时也很热闹 关于千岛水库西北面深处 有艘大船的消息 其实早已经在民间传开了 只不过知道实情的人假装不知道 传说的人都是不知道实情的 所以 来符号基地的存在 便如同是神话一样 介于真实和虚幻之间 但今天不同 代表官方的灾后重建指挥部 正式发布消息 将会整体搬迁到千岛水库东南岸的 林燕集团度假村 通告中要求 凡是未经许可 就进入林燕集团度假村的 必须在今天之内搬走 等指挥部搬迁建设完毕后 再行登记入住 通告中还明确了 整个千岛水库都是国家集体资产 任何人不得将水库的任何部分 据为私有 但凡被发现或举报 就要接受官方的惩罚和制裁 最后 通告还将千岛水库的沿案 进行了细致的划分 哪些区域可以自行迁入安置 哪些区域必须要经过许可 哪些区域是禁止进入 被禁止进入的区域 主要适用于取水和排污 以及将来的饲养种植区域 庇护所里除了官僚之外 还是有不少专业人士的 他们提出了许多建议 都是有效的 对于指挥部发布的公告 绝大部分人是不敢违抗的 毕竟现在所有的粮食 就掌握在指挥部和驻军手中 夜兴小为了避嫌 军队驻地 是不允许军人 以及军人家属入住的 也不会向外分配粮食 为了能够吃饱肚子 不管心中 对朱广涵为首的指挥部不满 都只能是捏着鼻子刃了 搬迁工作 其实在几天前就已经开始了 庇护所的基层工作人员 和召集的临时工人 最先进入度假村 清理冬夜和洪涝留下的污秽 尽量修补损坏的建筑 为朱广涵那些指挥部领导层的 道来做准备 为了加快速度 在招募临时工的时候 几乎等同于抓壮丁 而原本上面定下的报酬 又因为层层客扣 到临时工手里 已经所剩无几了 反正都是一群 到死不活的建民 拿那么多粮食去 不是浪费了吗 虽说朱广涵并没有 参与这种客扣行为 可什么样的领导 就会有什么样的下属 朱广涵乘坐着一辆皮卡车 从徐家大院里出发 一路上停停走走 颇有些西天取经的样子 这才极为艰难地 抵达了度假村 好在经过几天的整修 至少面子工程还看得过去 也不知道下面的人 从哪里弄来了一节红毯 度假村秀气斑斑的铁拱门上 也挂起了手术的红条幅 这是在搞什么 朱广涵下车后 脸色不怎么好看 冲着站在不远处 拍照的手下道 都什么时候了 还搞这些形式主意 是谁想出来的 小赵吗 告诉他 下次不准这样了 让别人看到 还说我们这些当领导的 过于肤浅 肤浅吗 反正周围那些大大小小的指挥部领导们 不会这样认为 深有心得的他们 从朱广涵的言语和表情当中 得出的唯一结论 就是 小赵那小子 怕是要被重用了 今时不同往日 太平盛世当领导抓的是全赚的是钱 现在当领导抓的是命 赚的是粮 更为弥足珍贵 在时局再次变化 或者上级另有安排的前提下 至少明面上加州城是朱广涵说了算 叶兴晓虽然掌握着绝对的武力 但也仅限于军营之中 即便是动用了武器 朱广涵手里也有一套暴力系统可以处理 叶兴晓犯不着掺和这趟浑水 甚至就连今天的搬迁活动都没有参加 而这也导致了朱广涵心中最大的遗憾和不满 首掌大全日益骄纵的他 总希望能够将叶兴晓也纳入掌中 甚至于动过幻帅的念头 只可惜才向上级提了一嘴 就被骂了个狗血淋头 罢了 大喜之日 不该去想这些烦恼的人何时 最好 在众人簇拥下朱广涵走进了他的办公室 宽敞 明亮 专门家装的空调 乌乌运转着 打开门就能感受到良意习人 跟四十多度的室外 浑然是两个世界 也就是像朱广涵这样的领导 才能享受得起空调了 如今整个加州城所有的加油站 都被指挥部梳理了两三遍 可以说用海绵可能都吸不出一点油水 但油料库存仍旧紧张 朱广涵前脚走进办公室 后面的大小官员还没来得及跟上 一条人影就把他们挤到了旁边 瘦削的身材 破烂的衣裳 一顶大大的斗笠 遮盖住了面容 浑身上下散发出的酸臭味 让干净整洁的官员们 不由自主地连连倒退 毕竟他们也拿不出 几套像今天这样整洁的战袍来 要是弄脏了回去 家里的母老虎可是要发飙的 谁让你进来 马上滚蛋 把那 过来抓人 哎 你们啊 已经坐下来的朱广涵 连忙摆出张清明的面孔 指责门口的手下不要过于官僚 要给老百姓说话的机会 然而下一刻 他就瞠目结舌 随后目击上脸 是你 徐志远 不知道是不是看到徐志远 所以伤口又疼了起来 使得朱广涵一张脸 瞬间变得无比苍白 眼珠子颤抖着 来人 抓住他 抓 朱广涵话还没说完 徐志远就把摘下来的斗笠 狠狠地砸了过去 随后放声大笑起来 你 你笑什么 直觉告诉朱广涵不对劲 可他又不知道 哪里不对劲 就在这间办公室不远的地方 绍航趴在墙头上 看着这边不住摇头 他已经劝过徐志远了 不止一次 没用 徐志远像是王八吃秤驼 铁了心 怎么说都没用 要是我肯定不会这么敢 过于自私的人 永远不可能感受到 失去亲人的切腹之痛 从张蕊华死的那天开始 徐志远 其实就已经死了 站在朱广涵面前的 是一具被强烈的 复仇欲望所驱动的 行尸走肉 即便是蓝月月 在徐志远精神上施加的控制 都无法压制 他对朱广涵的恨意 强烈的思想冲突 在意识中反复碰撞 最后的结果 就是让徐志远 都没法通过语言 来表达他的意思 所以 他只是笑 指着朱广涵 放声狂笑 笑到眼泪 如断线的珠子般落下来 笑到枯术般的老脸 逐渐猙獰 保安来了 他们带着枪 夹着棍 神情激动 能帮指挥长做事 荣耀不荣耀不提 光光是将来一家人的口粮 应该不是问题了 朱广涵觉得踏实了 权威两个字 又重新回到了他的脸上 就在他只是保安 把徐志远拿下的时候 徐志远却突然开口了 他只说了一个字 爆 第214章 脱身 特么的 岛国人就没有一个老实的 周灵用尸体的白大褂 擦了擦糖刀的韧口 虽然肉眼看不到血迹 但不擦的话 总觉得脏 此时他就站沙滩上 对面则是392名 瑟瑟发抖的 岛国研究员 也是他最给李仔谱 或者说国家准备的礼物 至于说 剩下的200名研究员 还在常威号里被关押着 就在刚才 有几个年轻的岛国研究员 想跑 然后周灵毫不犹豫 就把他们嘎了 最后倒下的家伙还在抽搐 活生生的修罗场 终于让这群研究员 知道什么事是不可为 海里终于有了动静 一个黑乎乎的大家伙 露出几倍来 随后几艘冲气橡皮艇展开 飞快地冲上沙滩 每艘橡皮艇 都有三名士兵 按照周灵跟李仔谱的约定 双方并没有交流 那些士兵 只是用声音的岛国语 一批又一批地 将研究员带走了 当只剩最后一组人时 终于有个士兵 走到周灵面前 掏出一个 装着信封的密封袋 等周灵接过后 士兵向周灵进了个礼 看着橡皮艇被收起 大家伙缓缓沉入海中 周灵这才松了口气 还有的忙 他先把SSC放出来 然后再把200名研究员 像色沙丁鱼式地塞进去 至于说 他们是否舒服 他就管不了了 再次确定 目前身体蓄能没问题后 周灵冲着300米外的肠胃后 深深吸了一口气 收 刹那间 海面上出现了巨大的深坑 而周灵则是咬牙 强忍着巨大的眩晕 和身体的虚弱 将SSC的发动机功率 推到了最大 哄 哄 SSC发动机轰鸣声 已经够震耳欲聋了 但紧跟着后方传来的声音 竟然硬生生地盖过了 发动机的轰鸣声 从监控社画面中 周灵看到原本常威号所在的位置 突然炸起一道 怕不是有几十米高的水柱 紧跟着一道好几米高的巨浪 就从后面追了上来 干 周灵暗骂自己蠢 常威跟来服 可不是一个等级的 几十万吨级的空间忽然消失 其产生的空炮效应 都足以引发一场小规模的局部海啸了 得亏他现在驾驶的是SSC 在全力运转下堪堪比后面的海浪快了那么一点点 最终才得以逃过一劫 当周灵驾驶着SSC 靠近下国海岸线的时候 远在北方下国高层 正在为李宰普发回的消息而欣喜 接近400名岛国最顶尖的科学家 即便他们当中 最后只有五分之一 甚至是十分之一 能够真正为国家所用 也能带来难以估量的利益 国家高层对此也很满意 毕竟须左之南号 是周灵一己之力弄到的 跟南海号航母编队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至于说 请求舰队掩护 有机会揍岛国舰队 还需要别人请求吗 当然是要上啊 所以 白得了400名岛国顶尖科学家 已经是赚翻了 何况周灵还承诺 下一步将会把岛国的先进科技 跟国家共享 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除非是 另有私心的人 万鹏已经回来了 研究院安排了另外一艘飞艇 去把他们接回来的 任务失败 让万鹏整个人的情绪始终有些低落 刚到研究院 公自幽给骂了一顿 说他没有半点万家和公家的优良品质 作为万鹏的大舅 公自幽是有这个资格的 毕竟万鹏打小 就被公自幽教育 说是半个跌也不为过 如果不是因为实在是缺乏搞科研的那种特质 估计公自幽也不会同意万鹏去走军队这条路子 最近我们研究院已经找到了一条全新的 激发普通人产生进化的方法 但上面需要我们进行大量的实验 然后才能在国内推广 大舅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万鹏问道 没听明白 公自幽不满地瞥了眼万鹏 大量的实验 你觉得猴子能不能进化 能疤 蠢货 就算猴子能进化 那经验能用在人身上 我需要实验品 实验品懂不懂 公自幽实在是恼怒 去了趟巴蜀回来 万鹏怎么就变得跟傻子似的 可是 不用可是了 我已经向上面打了报告 岛国人的舰队不是被打败了吗 想来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 岛国人都只能缩在黑洲了 所以 岛国本土的那些岛国人 还是可以废物利用一下的 万鹏两眼一亮 大舅 你是让我带队去岛国抓人 抓什么人 哪里有人 岛国不是 已经被一群变异猴子占领了吗 西川五岳的陆战队 都差点被变异猴子打垮了 我们只是 去抓那些变异猴子 明白吗 如果这都还不明白的话 万鹏就真是蠢到家了 虽说要漂洋过海 但军人嘛 只有不断地完成任务 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 同时也能提升自己的层次 更何况对于万鹏来说 现在万鹏的高度 还远远不够 万鹏跟龚家私底下 可是有过多次的沟通 漠视降临 虽然危机处处 但有时候 危机同时也是时机 只要抓住了 说不定 两家就有一飞冲天的可能 而万鹏 则是整个计划的一个关键点 除了进化者计划之外 龚自幽 还利用他手中的权力 尽量安插跟两家 有关系的人 进行异能猪的测试匹配 如果能够多出几个 有用的异能者 那当然是最好不过了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到现在为止 异能猪的匹配 仍然极其困难 困难到几百次 也未必能有一个成功的程度 争权夺利的人 什么时候都有 或许这就是人性 就好像发生在 林燕集团 千岛水库渡家村的那场爆炸 究竟死了多少人 现在还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 但据现场活着的人说 朱广涵肯定是死了 因为爆炸点 就是他的办公室 而制造这场爆炸的那个人 出门的徐志远 徐主任 两人的恩怨指挥部 很多人都知道 只不过各扫门浅血的习惯 使得几乎没人 会帮徐志远出这个头 然而谁也没想到 徐志远竟然如此刚烈 上次刺杀朱广涵 就差点没能脱身 这次干脆直接跟朱广涵 同归于尽了 爆炸让度假村完全乱了套 原本搬迁工作 就还没有全部结束 这下倒是好了 谁也不知道该不该继续了 好在关键时刻 上级命令到了 任命叶兴小暂代指挥长职务 全权负责加州城的军政事务 收到命令时 叶兴小已经在度假村了 出这么大的事 军方不出面 怎么行呢 绝对是军用炸药 王萍萍顶着锅盔一样的黑脸 走进叶兴小的临时办公室 我敢用脑袋保证 那么你觉得 整个加州 谁能拿得出军用炸药来呢 叶兴小反问道 第215章 撵过去 俘虏 没看到 你你 SSC沿着河道往巴蜀走 虽然有些漫长 但也是一个机会 看看末世后 泱泱滑下 究竟变成了什么样子 巴蜀最大的特点 除了山就是水 只不过 此时承载SSC的河流 比周灵记忆之中 要宽敞得太多太多 有种一眼看不到边的感觉 仿佛不是行驶在河流上 而是在大海上 好在SSC的军用设备 勉强可以导航 否则周灵都怀疑自己 能不能一路开回去 无聊之中 跟家里面联系 才知道朱广寒死了 周灵毫不避讳地说 是他安排的 你不会觉得 官方不会管吧 我过于小心谨慎 周灵我告诉你 这一趟去岛国 直接间接的 我算是弄死了 几千个岛国人了吧 我犹豫了吗 如果我一人 你觉得我会在意 不 我不会 我可能会比你 做得更过分 朱广寒我早宰了 别说冲我瞪眼 哪怕就是冲黑仔瞪眼 我他妈就不会 让他多呼吸一口 我为什么不那么做 你不是一直觉得 自己很聪明吗 是什么让你思考问题的时候 自动忽略了爸妈 你和我能够接受的事情 不代表爸妈 就一定能够接受 我们能承受的 不代表他们能承受 哪一个父母 希望看到自己的孩子 变成杀人不眨眼的冷血动物 我处处克制 不是因为我愿意克制 仅仅是因为我不希望他们 把我当成一个冷酷无情 杀人不眨眼的怪物 他们是很好的爸妈 正因为他们好 所以当他们看到自己孩子 变成怪物的时候 他们的选择不是责怪我们 他们只会责怪他们自己 你站在爸妈的角度想想 他们首先会责怪 没有把我们教养好 然后会责怪他们自己没有能力 不能把我们保护好 他们会觉得自己无能 变成刽子手杀人狂魔的人 应该是他们 而不是他们的儿女 没错 这就是下国式的爸妈 不管你能不能接受 这就是事实 我以前一直觉得 重生回来 是老天爷给我一个报仇的机会 后来我才慢慢想明白了 我不是回来报仇的 我是回来报恩的 我不管你是什么情况 但无论 做什么事情 都要多考虑一下爸妈的感受 不要说什么 一人做事一人当 不会连累爸妈 你那么聪明 就不觉得这句话很好笑 你当什么当 养了你十几年 就是让你去当 合着你真要是死了 爸妈就能端着碗 开开心心的吃喜 这件事情 你别管了 我来处理 结束跟周莉的通话后 周灵当真是气得不行 差点就端着机枪 去后面船舱里一顿突突 幸好他还记得 曾经有人说过的一句话 被情绪控制的是懦夫 真的永是敢于直面淋漓的鲜血 后面的岛国科学家 可不能随便突突 都是有剩余价值的 一个合格的资本家 就必须要面带笑容的宽恕 每一个能够为自己赚钱的员工 在周灵看来 船舱里的那些科学家 就是他的员工 只需要包饭 连薪水都不用开的员工 当真是要感谢莫氏 对了 上面给的东西 情绪平静了些后周灵 才想起 交接那些科研人员的时候 国家还给了他的信封 拿出来打开一看 好吗 这奖励也太粗暴了 周灵只能说 干得漂亮 一个秘密仓库 加州官方和驻军都不知道的 秘密仓库 要说国家高层 当真是把角途三窟给完明白了 在加州城边上的山里 弄了个秘密仓库 竟然连加州官方和驻军都不知道 泽泽 这里面的原因 周灵还真不敢去分析 在这封信中 高度赞扬了周灵的行为 也明确表示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 国家不能大张旗鼓地表扬周灵 所以就只能采用这种隐晦的方式 来奖励他了 同时也希望周灵 能够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在国家和人民需要的时候 多伸一把援手 最后就是 不管任何时候 只要周灵有想进入军方的打算 只需要找到叶星小 要植物给植物 要人给人 绝对一路绿灯 好吧 差点就感动了 周灵揉了揉脸 将秘信扔进陆小峰里 回头等打开秘密仓库后再销毁 心中多少还是有些激动的 这不丢脸 只要不是那种穷凶极恶的人 潜意识里 终归还是希望得到国家和社会认可的 得到同类认可 是动物的根本需求 就人类而言 国家和社会 是集体意识的一种体现 只要在潜意识里承认这点的人 自然就会因为受到国家和社会的认可 而感到高兴 说白了 做好人好事 真不是国家和社会的需要 而是一个正常人自身的需求 做好人好事 不是为了讨好别人 仅仅只是为了满足自己 信中没有说 秘密仓库里究竟存放了什么 周灵觉得 应该离不开衣食柱形和武器吧 总不能是一仓库的寄生用品吧 海面上 当下国舰队抵达岛国舰队 曾经所在的位置时 除了几艘 还在海面上熊熊燃烧的火炬之外 就只有一片狼藉 三艘航母 包括西川五岳的作舰加色号 都沉没了 一艘都没有留下 谁让航母的甲板面积那么大呢 在下国舰队铺天盖地的弹雨下 三艘航母可谓是重灾区 事实证明 岛国在航母建造方向的判断错了 轻型航母 在饱和攻击下 根本没有活路 西川五岳倒是跟着加色号一起沉了 作为一个舰长 这点觉悟他 还是有的 至于说 那些漂浮在海面上的岛国士兵 李仔浦思考了许久 最终还是决定把舰队开过去 看到下国舰队迎面来 一些岛国士兵还挺激动 毕竟在他们印象中 下国人总是很讲理一道德的 对他们这些 已经失去了武器的俘虏 应该是要优待的 但如果他们听到李仔浦究竟下的是啥命令 恐怕就不会高兴了 八个 他们为什么还不减速 不 不对 他们是想碾死我们吗 下国人怎么可以这样 日内瓦公约 我们要求按照日内瓦公约执行 除了漂浮在海面上的之外 还有些救生船夹杂在漂浮物之间 然而 面对高速冲过来的 包括航母在内的庞大舰队 别说救生船了 就是百吨的小渔船 也能被波浪给掀翻了 更何况 李仔浦在对各舰的命令当中 说得很清楚 漂亮国舰队 出现在阿里明潭岛附近 南海号航母编队 必须立刻去驱离 所有战舰全速前进 不得逗留 岛国俘虏 哪有什么岛国俘虏 第216章 下国 不服来干啊 西川五岳舰队的覆灭 在黑洲岛国 引发了巨大的震动 首先 各种抗议充斥了世界频道 而以岛国的尿性 自然是首先重点 且只针对下国 对于岛国的肆意污蔑 简单又粗暴 不知道 如果是真的 那就是真的 咋的 不服来干啊 如此回复一出 世界上但凡还存在的国家政府 都惊呆了 这还是下国 印象中 永远谦卑有礼的下国 被刀号了吧 还是说 不等世人 从前面那个回复 带来的震惊中清醒 下国外交部紧跟着 又发出通告 漂亮国舰队 未经下国同意 擅自进入下国领海 已经被依法驱离 驱离 下国舰队 对漂亮国舰队下手了 紧跟着几分钟后 漂亮国开始抗议了 说下国落井下石 对他们国家的受损 迷入舰队 实施了非常不人道的攻击 不人道到哪种程度呢 漂亮国说了 要求下国政府立刻 马上释放扣押的战舰 下国政府立马回复 说扣押漂亮国一艘战舰 是为了敦促其他战舰 以最快速度 离开下国领域 然而双方都没有提到 被下国扣押的 是舰队里的旗舰 马龙的坐驾 某某号航母 双方更没有提及 马龙为什么要把舰队 开到阿里名潭 跟大陆之间的海峡里 明知道那个地方 是敏感区域 漂亮国高层 压根就没有下过 这样愚蠢的命令 对此 漂亮国高层也正在核查 究竟是谁 给马龙下的命令 可惜马龙跟航母 一起被下国给扣住了 除非漂亮国 愿意付出巨大的代价 不然短期内 估计是不可能回来了 看到这些明里暗里的交锋 周灵心中暗暗好笑 三个参与国 从头到尾都没有提过 须左之男高达 和他周灵的名字 也好 乱世嘛 门声发大财就对了 加州城 千岛水库 林燕集团度假村 或者说是官方庇护所 指挥长办公室 叶兴小刚刚结束了一场 指挥部全员参加的大会 神情略微有些倦怠 大权在握 固然滋味不错 可那也要看 是在哪种情况下 徐志远算是死得其所了 叶兴小摇了摇头 这两天 指挥部上上下下 都有人在要求 希望叶兴小能够彻查爆炸案 但最后 都被叶兴小以凶手 已经同归于尽的理由 给挡回去了 按照王萍萍的意思 多少该去警告一下周灵 有些事情可以让步 但也不能太过分了 尤其是使用这种方式 解决竞争对手 在王萍萍看来非常恶劣 如果不进行处理 那将来就会有大批的仿效者 到时候你暗杀我 我暗杀你 最后还不是无辜的人倒霉 你啊 有些时候就是学不会变通 还有啊 有时候你以为的真相 未必就一定是真相 你一直说 背后肯定是周灵策划 那你知道 现在周灵在哪里吗 他不在迁岛水库 王萍萍也不傻 看看这个新闻 你看出来什么 叶兴小将一落信息 放在王萍萍面前 有公开的 也有没公开的 这些信息中 都没有出现周灵的名字 但提到了须佐之南号 以及岛国人研究的高达 半小时后 王萍萍一脸震惊地 抬起头来望着叶兴小 司令 这个须佐之南号 不会是背 异能的存在 基本上不用怀疑了 万鹏你也见过 他是异能者 也是超级战士 他带着人亲自去找过周灵 结果如何你 也是知道的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我们能够 跟周灵搞好关系 那么一艘须佐之南 坐镇的加州城 将来会是个什么情况 想了想 王萍萍咽了一口唾沫 还有一艘特副号周灵 怎么不把小岛子 那三艘航母 还有漂亮国的航母 一起弄回来 你是不是傻 叶兴小用手里的情报 敲了敲王萍萍的脑袋 那么多航母 你是打算把全世界的敌人 都引来加州城 赶紧干活去 记住了 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跟周灵发生冲突 就算你不怕 加州城也经不起折腾 更何况 更何况什么 叶兴小没有说出口 毕竟事情 还没有到那种程度 但他就是觉得 或许在将来的某一天 周灵会成为加州城 几十万人的救星 SSC在不考虑油耗的情况下 速度还是可以的 以周灵非人类的体质 完全可以 令其保持在 平均九十公里以上的时速 沿尖上的途中 周灵也遇上过一些船只 有官方的 军方的 也有民间的 哪怕对方向他发来信号 甚至跟着他跑 他都毫不理睬 普通船只是跟不上SSC的 有些快艇 或许比SSC跑得快 却没有那种续航能力 毕竟周灵 是可以一边开 一边往油箱里注入燃油的 续航能力 可以视为X 加上强大的进化者体质 不眠不休地 开上一天一夜 完全不是问题 只要食物跟得上 只是苦了船舱里 那些导国科学家 除了饮水管购以外 周灵都懒得给他们食物 加上SSC持续航行 带来的不适感 已经有个扛不住 嘎了 有几个小导子 想要借机闹事 结果周灵走进去 就是拳脚相向 他都懒得动刀子 直接就把其中闹痛的 最厉害的那个 打成了血人 摆正位置 不想活的 现在就可以站出来 我保证成全你们 如果还想活的话 就拿出你们的价值和诚意 不要觉得 你们还是导国高高在上的 科研人员 从我接手开始 你们就是 我的奴隶 不要跟我讲人权 你们在我眼中就是工具 懂不懂 好使得工具 才有存在的价值 不好使得该丢就丢 该销毁就销毁 明白吗 看得出 有不少小导子 心中是愤愤的 可躺在地上那几个血肉模糊的 就是前车之剑 周灵摆明了 是不把他们当成人了 除非真是不想活 否则谁又想要找死呢 镇压了小导子 周灵回到驾驶舱继续开船 看了看导航地图 预估抵达时间 还有五个小时 五个小时 不长不短 抵达千岛水库 大概应该是傍晚 周灵给爸妈发了个消息过去 听说他还有几个小时就要到了 程雅力很高兴地表示 要去做一顿大餐 靠牢一下 周灵也很高兴 因为马上他就有超算可以用了 只不过他不知道的是 周灵并没有打算随随便便 就把常威的超算拆出来 理论上来说 千岛水库既然可以停泊特付号 也能停泊常威 所以第217章 无血的异能 省府 苏家 一行高性能越野车 穿过苏家大门 静止行驶到主楼门口才停下来 苏宇已经满脸笑意等着了 哪怕此时室外空气温度40多 苏宇依旧穿着西裤衬衫亮皮鞋 十分郑重的样子 越野车挺稳 首先跳下来的是四个壮汉 虽然没有电影中那样 黑衣服戴墨镜 但统一的短袖短裤 外加满腿的黑毛 嗯 还是有点那味儿的 随后中间的那台车后门被打开 一身沙滩装的年轻人走下来 哪怕有壮汉为他打伞 他还是催了口唾沫 真特么不适人过的 你就是苏宇 傻站着干啥 进去啊 有空调 那还行 不然老子 现在就走 啤酒 冰镇的那种 有没有妞啊 这一路憋死老子了 哦 差点忘了 曹伯武就是我 记住了吗 曹少好 你要的 我马上去安排 苏宇低着头 心中再不满 也不敢有丝毫表露 因为曹伯武 是组织安排过来的高手 为了蓝月月和周灵 其实我本来是不想来的 不好玩 但蓝月月那个女人 我喜欢 曹伯武一边灌着冰镇啤酒 一边抚摸着怀里的年轻女子 那女子虽然在笑 但时不时嘴角总会抽搐一下 因为曹伯武摸着摸着 在皮肤上乌青的痕迹 是一个接着一个出现 苏宇对女人的情况视若无睹 虽然这个女人 也曾经在她怀中交提婉转 那又怎么样呢 别说现在是末世 就算太平盛世里 这样的女人 简直不要太少 不外乎是钱和食物的区别 在苏宇看来 其实都一样的 曹少 蓝月月的具体位置 我基本上已经弄清楚了 就看您什么时候出发了 急什么 曹伯武将女人抱起来 老子先去放松放松 休息够了自然会去 放心 没有老子解决不了的事 看着曹伯武的背影 苏宇嘴角浮出笑意 很嚣张 很好 如果来的人城府太深 反而不美 毕竟越是肤浅的人 越容易暴露本性和弱点 控制一个人最好的方式 从来都不是手铐和脚铛 只要牢牢把握住 其弱点就够了 至于蓝月月 苏宇其实并不太重视 女人能有多重要呢 整天去追逐女人的男人 其实成功率并不高 不过是舔狗或者海王 然而手掌大全的男人 身边从来不会缺少女人 优质的那种 只要曹伯武能够办成事 蓝月月也好 别的女人也罢 苏宇都不在意 更何况 最近他又将蜀都几个 比较有名气的女星 收入囊中 而代价 不过是一日三餐罢了 苏宇觉得 人活着就要有所追求 而不仅仅只是活着 终于到了 远远看到来符号那巍峨的身影 周灵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SSC船舱里 那193个研究员科学家 他在路上已经安排好了 继续留在长威号里 研究高达 他算是想明白了 没必要遮遮掩掩掩的 只不过 想要将长威安置在来符号旁 有点难度 没有多余的位置 经过周立的反复测量后 可以将长威号打横 放在来符号船尾位置 形成一个倒过来的钉字 周灵同意了 不过 还得等上两天 一方面他需要喘口气 另外一方面 也要对长威号内部 进行一些改造 预防那些小岛子里面 有人心怀不轨 虽说他们 未必能够闹出什么麻烦来 但预防万一 还是有必要的 千岛水库里 已经有很多船只在活动了 只不过所有人 都很有默契地 不靠近来符号所在的那一片 有传闻 说朱广涵就是死在来 符号主人的手里 周灵倒不是很在意这些 只是程雅力有些不满 在饭桌上 很是抱怨了一阵 说什么被冤枉了 对此 周灵只能狠狠地 瞪了眼周立 没啥用 周立小口小口地 品尝着来自岛国的某种牛肉 理论上来说 这种号称 堪比黄金的牛肉 其实已经绝种了 即便岛国带了些去黑粥 可哪怕品种不变 黑粥养出来的 还能叫神户牛肉吗 九族饭饱之后 周灵就在程雅力的事宜下 被吴雪挽着胳膊 去了两人的卧室 小别盛新婚 黄论 是在这个有今天没明天的末世里 我最近拼命锻炼 可还是跟不上你 有气无力的吴雪 脸上带着满足 言语却十分坠坠 女人嘛 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矛盾 就比如说 男人总在家里 而且钱搞得不够多 就总想着男人出去搞钱 若是男人总在外面搞钱 又会说的 宁愿不要钱 也要男人在家里陪着 同样的 男人太弱了 不满意瞧不起 太强了 又怕出去偷吃 跟不上就周灵还没回答呢 吴雪又到罢了 有些事情 我也管不住你 别让我知道就行 呵呵 女人 要是把这话当真的话 那就真是傻子了 我不是那种人 对了 这次我又带了可以能猪回来 程亚力已经有异能了 周灵不知为何 坚决不碰异能猪 因为这个猪子 是从池上美沙 身上掏出来的 即便已经反复清洗过 周灵还是不想先拿给老爸试试 啊 上一次没能成功地 跟异能猪融合 吴雪心中 其实还是很遗憾的 即便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异能 但成为异能者 就可以 直接变成进化者 这对他来说 实在是太重要了 现在又一次机会摆在面前 他怎能不激动呢 我 试试 诺 本来就是给你试的 拿去吧 吴雪接过猪子 还没反应过来 一道蓝光就爆发出来 下一瞬 吴雪便晕了过去 幸亏周灵反应快 第一时间把吴雪给抱住 这就成功了 不得不说 异能猪这东西 当真是玄乎得很 想那池上美沙天天带着异能猪 结果最后却便宜了吴雪 一股冰凉的感觉 从吴雪身体传来 周灵眉头一抖 难道说 三分钟后 吴雪缓缓睁开眼睛 脸上的神情略微有些失望 是 别说 周灵阻止道 不 吴雪很是坚定 一双眸子里 闪过淡淡的蓝色光芒 随即周灵便感觉 周遭的空气温度 仿佛降低了十几度 冰冻吗 不是冰冻 是吴雪重重地喘了好几下 初次施展异能 让他有些呼吸不畅 全身无力 不是冰冻吗 周灵又细细感受了一下 明明温度降低了 不是冰冻 还能是什么呢 第218章 可怕的树叶有砖攻 周灵怎么也没想到 吴雪得到的异能 还真不是低温或冷冻 指定范围内产生负压 为什么会觉得冷呢 作为一个学渣 周灵从来没有将抽真空 和降温联系在一起 当然这并不影响 他对抽真空这个异能的感慨 果然 直接伤害性异能 是少之又少的 按照吴雪的说法 他的异能 并不能直接把一个人 周围的空气全部抽空 跟其他一样 同样是有个预值的 具体的预值是多少 还需要他慢慢去核算 目前大概的效果是 可以一次性 将相当于18升 矿泉水桶大小的空间 变成真空 不要觉得 18升矿泉水桶很小 因为抽真空的范围 是可以随吴雪的心意变换的 只是总体空间的大小 没法超过这个体积 所以就只能用来降温 或者是保存食品 周灵问道 吴雪给了周灵一个白眼 世界上哪有没用的技能 只有不会用的 我随便举个例子吧 如果我把这个水桶套在你的头上 会是什么结果 窒息而死 我没法持续那么长时间 吴雪摇头 在最大体积时 真空状态 会被周围的空气 瞬间补充进来 那没啥用啊 毕竟人就算是没有任何保护 暴露在太空中 也不会瞬间死去的 周灵摇了摇头 可如果我缩小体积的话 那么真空环境 持续的时间就会延长 假设缩小20倍 那么时间就可以延长到差不多20秒的样子 这就是异能没有数字化带来的弊端 很多都只能靠异能者自己去摸索 而不能像周灵那样 竖直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 只要不是傻子 就都能看懂 只不过这个秘密 周灵是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包括他的爸妈 那你可以想象 如果我在你的鼻痘里 制造一个只有玻璃珠大小的真空球 然后持续时间超过半分钟 结果会是什么吗 这个好像是你的专业 专业问题咱们就不讨论了 反正我知道你不会这样做就对了 是吧老婆 对了 这个好消息一定要告诉他们 果然 提到净化者吴雪脸上就闪过一丝红韵 可能这是他内心深处最难以启齿的事情吧 毕竟在那方面总是被老公拿捏 好强的女人就觉得接受不了 第二天 听说吴雪有了异能 周灵君跟程亚力都高兴得不行 尤其是程亚力赶紧又去加了好几样早点 因为他知道成为异能者和净化者的食量究竟有多大 所以当初周灵想要紧紧依靠来符号里的那些食物 来维持一个哪怕是小型基地的运转可能都不够 毕竟周灵的目标就是让身边的人尽量成为异能者和净化者 否则将来就会有被别人吞并的可能 即便周灵可以保证自己和亲人的安全 但没有一个足够稳定的环境 生活会始终处于一种动荡之中 那样的日子他受够了 有了异能 吴雪也就有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 用他的话说就是要搞清楚异能究竟是怎么运作的 说不定将来可以人工仿造 反正周灵觉得不可能 异能这玩意儿跟人类的科技术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方向 别说现在上辈子末世十年了 也没有听说异能可以人工制造 想到这里周灵忽然一愣 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既然异能早就出现了 为什么上辈子统一的说法 是末世第五年才开始有异能者的呢 有没有一种可能 是到那个时候有国家或者是什么科研机构 能够复制异能株了 如果异能株能够复制的话 那把普通人变成进化者 也是可以人工进行的咯 这样一想 周灵又觉得没法肯定了 喂 儿子 你要抓紧啊 吴雪走后 程亚力偷偷摸摸地在周灵耳边道 抓紧啥 生个娃 雪雪是个好孩子 但女人嘛 只有生了娃才能真正安定下来 别说末世了 就算是以前 但凡没有生个娃 什么都有可能 果然是亲妈 真正关键的时候 始终坚定不移地站在儿子这边 幸好吴雪听不到 否则这婆媳关系 怕是要出问题 说到生孩子这个事情 周灵就不由地想到 昨晚不得不说 哪怕是刚刚踏入进化者行列的吴雪 都像是理得了系统新手李包式的 明显强悍的一劫 虽然最后仍然败在了周灵的公马贤熟之下 但虽败犹容 至少让吴雪有了奋斗的方向 可战斗激烈 不代表一定就能生孩子 这种事情吧 就跟爱情一样 有时候必须要随缘 什么爱情不爱情的 程亚力不以为然道别糊弄老娘 爱情是偶然 生孩子是必然 你妹最近都不研究哲学了 你还跟老娘扯淡 周力不研究哲学了吗 对 我发现哲学也解决不了我的问题 我最近正在研究来符号里武装直升机 你又特么转型了 周灵吓了一跳 武装直升机啊 那玩意儿研发制造难度 仅次于芯片 小丫头没事折腾的玩意儿干啥 就算现在有常威了 周灵也不觉得自己 能够研究出一架阿帕奇来 开什么玩笑 下国研究了四十年 才勉强弄了整数编号出来 性能还赶不上 就周力 还是歇着吧 我不是想要复课 只是想通过研究直升机 来验证一些东西 验证什么东西 周灵感觉这个时候的周力 身上好像在发光 看你现在挺有求知欲的 我就随便讲两句吧 你知道 过去我们人类最强大的动力 来自什么吗 来自心灵鸡汤 神这么别打 我不说脏话了 我不说脏话了还不行吗 你现在的力气多大 把我打坏了 你是想要回炉吗 那受罪的还不是你 程亚力气笑了 回炉 老娘现在身体好了 分分钟重练个小号 你信不信 周力白眼 不跟老女人计较 跟年期嘛 谁打得过 哥 是通过压缩空气 明白吗 或者再拓展一点 是对物质的压缩 让我们人类制造和发明的机械 有了动力 然后呢 周灵假装自己听懂吗 问道 可惜她的伪装 在周力面前屁用都没有 如果不是想说话 她压根就不会 跟周灵废话 所以我认为 想要突破 目前人类的科技 就必须要从 另外一方向去思考 另外一个方向 是膨胀空气 膨胀物质 傻妈 我就说了一个字 哥 救命 救命啊 不是膨胀空气吗 周灵想了想 在抬头时 已经看不到 程亚力和周力了 饭后锻炼身体 挺好的 第219章 下国的高材生 常威号 周灵只是做了简单的改造 确保那些岛国研究人员 没法自由行动 静悄悄地 堵着来福号的屁股 除非站在来福号上 最高的地方 否则视线 几乎被遮挡完了 身特么大 陈峰催了口唾沫心子 老板就是牛逼 没错 老板牛逼 赵少刚跟着感慨了一句 就周灵不在的这几天里 程亚力逼着其他人改口 不准叫周灵老大 大佬之类的 他觉得不太正经 还是老板 这个称呼好听点 后来周才军偷偷问过 不都是称呼吗 究竟区别在哪里 程亚力就掰着手指解释道 老大 大佬这种 称呼主打感情牌 下面的人出事搞不好 就要牵连当老大的 他可不想 儿子成了混江湖 社会的 还是老板这个名字好 一听就是剥削者 而且还不用担心 被员工的行为牵连 关键是正经啊 正经吗 周才军脑海中 闪过一个场景 不正经 好你个老不正经的 你想哪去了 是不是皮痒了 敢吗 看着常威号 黄梦颖同样是感慨万千 别说在这末世里 就算是和平年代 像常威这样一艘船 那也不是普通身家的 老板能玩的 世界五百强的老板 也未必能拥有一艘这玩意儿 当然 世界五百强的老板 谁也没有他们脚下的来符号 过去没有 现在没有 将来 大概率也不可能有 除非像周灵这样 直接共生接管一切 否则没有配套的人员 来符 常威这种超大型船只 谁能玩得赚 周立对欣赏常威号 完全没有兴趣 他正让周灵 带他去跟岛国科研人员碰个面 另外就是想去看看超算 如果可以的话 最好是拆一台去来符号里 其实周灵也是这样想的 不能将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周灵叫上了吴雪 还有是蓝月月 不愧是整个巴蜀权贵都喜欢的女人 一段时间的牢狱生活 非但无损她的气质容颜 反而让她退去了一丝妩媚 多了几分闲境 就连吴雪都承认 她到蓝月月这个年龄的时候 恐怕是达不到这种境界的 嗯 为此她又挑战了一轮周灵 结果不言而喻 191号科研人员 被控制在一个类似酒店的区间当中 除了饮用水和基本的照明店之外 这个空间就只有三层 拢供一百个袋卫生间的房间 周灵规定两个人住一间 剩下的房间暂时留着 万一啥时候又抓了几个小刀子呢 几天下来 这些岛国科研人员 已经熟悉了周灵的性格 知道如果不听话 一刀削首都是种幸福 为了不让自己受苦 不管正在做啥的 都立马赶往底层中间位置集合 很好 38秒 基本上符合我对你们的要求 但下次给你们的时间不会 再这么长呢 冷声说完 周灵转向周立 眼角于光瞥了眼 停停鸟鸟的蓝月月 自打这女人进来后 70%的科学家 研究员都在不由自主地瞅她 从30岁到六七十岁的都在瞅 蓝月月的精神吸异能 对周立是完全无效的 而如果针对周灵 呵呵 那就是老受心上吊 以蓝月月的智商和情商 都不允许她做这么蠢的事 再来符号虽然被限制自由 但总体来说是不愁吃喝的 穿跟不穿 对她来说好像也无所谓 想想末世里能够过上这种 犯来张口的生活 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说起来 岛国人跟夏国人 好像都是黄皮肤黑眼睛 但夏国人跟岛国人 就是能一眼 识别出两者的不同来 所以 即便周灵没说 蓝月月还是第一眼就看出 眼前这群人的身份 不由地皱起眉头 岛国人 不错 我怀疑 里面可能有特殊身份的人 所以让你来鉴别一下 周灵说得又低又快 也只有地道的夏国人 才能听明白 我没有这个能力啊 蓝月月愣了 鉴别行走的五十万 她要有这个能力好吧 都漠视了 有这个能力 也没人给那五十万了 你不是可以 感知人的精神波动吗 一会儿我问话的时候 你把精神波动 最厉害的几个 给我指出来就可以了 蓝月月一想 觉得好像还是挺简单的 便点头答应下来 虽然她也不知道 周灵的理由是什么 都给我听清楚了 我知道 你们当中有 隶属于岛国的 间谍 周灵也不耽搁 转身就开始 对那些研究人员训话 间谍 一百九十一个 岛国人面面相去 都觉得不太可能 搞科研的 怎么还有间谍 再说如今都什么时候了 当间谍有意义吗 岛国还有吗 同时招惹了 漂亮国和下国 还弄丢了 须左之南号和高达 已经数千名 顶级研究人员 说岛国的 现代科技水平 整体倒退二十年 绝不吹牛 即便如此 仍旧是相当的保守 真要是加上 漠视这个环境 好吗 五十年 甚至七十年 都有可能 有点脑子的都知道 现在岛国这棵大树 是靠不住了 怎么可能还要继续坚持 为岛国出列 吴雪也觉得不太可能 然而等到几分钟后 蓝月月突然走到周灵身边 然后伸出手指 在人群中点了几个人 看起来这几个人 像是随机的 有老有小 有男有女 可周灵却不管这么多 直接冲进去 将蓝月月点的那几个人 给揪了出来 其中有两个中年男性 还想挣扎 结果周灵一脚下去 直接就跪了 开什么玩笑 二阶进化者的速度和力量 根本不是普通人可以抗衡的 哪怕就是王平平李春 那样的兵王 如今在周灵面前 也撑不到三秒钟 为什么 我们都已经答应你了 不公平 我们是科学家 科学家没有国剑 几个被抓出来的人都在闹腾 但周灵却对其中一个看起来 大概三十多岁的女人 产生了兴趣 你应该是个下国人吧 虽然你的岛国语很流利 但语言习惯 还是暴露了你的身份 她叫张薇薇 我认识她 当周灵将那女子的下巴拖起来时 后面的吴雪 忽然走上前来 很惊讶地望着张薇薇 要说这个张薇薇可不简单 大学时期 曾经是下国最牛高校生命科学系的高材生 本科直接推荐朔博连读 结果后来 博士还没读完就出国了 当时很少有人知道 她去了哪个国家 吴雪之所以认识张薇薇 是因为有段时间 她是把张薇薇 当成偶像一样的存在 你 你竟然去了岛国 第二百二十章 才女之死 吴雪十五岁时 看过张薇薇 作为高校毕业生代表的讲话 那时候的张薇薇意气风发 说什么毕业后 要一心一意地为国家的建设添砖加瓦 从小接受父母熏陶的吴雪 觉得张薇薇就是她想要成为的那个人 于是将其当做了偶像 努力学一致于 抽时间关注张薇薇的一举一动 本以为张薇薇在开始博士学习后 会以优异的成果毕业 然后进入夏国生命科学院 然而没过多久吴雪就发现 张薇薇竟然不见了 如同是在网络上彻底消失了 无论吴雪怎样尝试 甚至托母亲帮忙 竟然都找不到 有关张薇薇的半点信息 谁能想到 星星念念了小十年的时间 结果却在如此尴尬的场景 见到了青少年时期的偶像 我不认识你 张薇薇端向了吴雪片刻 开口道 没关系 吴雪有一种释然 偶像找到了 可已经不是曾经的那个偶像 甚至于 有些唾弃 有些不耻 科学没有国界 我只是在一个我认为的岗位上 为全人类的进步而努力 张薇薇看懂了吴雪的表情 却没有丝毫愧疚 其实 吴雪想了想 我可以接受你为漂亮国工作 或者在欧洲随便什么皇家研究院 可唯独是这个国家 我不能接受抱歉 抱歉 张薇薇不明白 吴雪为什么要对她说抱歉 我老婆的意思是 很抱歉 她不站你那边 所以 也就没法救你的命了 什么意思啊 救命 你们要杀我 张薇薇脸色变得苍白起来 她见识过周灵的手段 然而 她一直以为 自己只要老老实实地配合 就不会变成那只猴子 为什么要把她选出来 还要杀她 因为你有问题 周灵指了指站在一旁 无聊低搓手指的蓝月月 她觉得有问题 嗯 如果你有机会变成恶鬼的话 记得去找她 你礼貌吗 蓝月月很想问 可是她不敢 因为她比在场所有人 都能更清晰地感受到 周灵身上散发出来的杀气 在她的感知中 那是一股有弱实质存在的 让她毛骨悚然的东西 不 我是岛国最优积研究员 也就是人类最优积研究员 我死而是全人类的损失 你不能杀我 不能杀我 张薇薇薇一边说 一边往后退 然而房间就这么大 她又能退到哪里呢 逃跑是不可能逃跑的 周灵没来的时候 有些研究院已经貌似是过了 他们无法得知 周灵是如何在 须左之南号里 改造出这么个空间 而且还改造得无懈可击 即便是 他们这些聪明的脑袋 夹在一起 也没有找到任何出路 就如同一个死牢 进来了 就别想再出去 张薇薇也知道 她唯一的生路 就在周灵身上 或者是她望向了吴雪 然而她的想法 周灵一眼就看穿了 想将吴雪变成人质 也好 周灵不打算阻止 吴雪都已经是 异能者进化者了 如果连一个 手无腹机制力的张薇薇 都应付不了 那将来她怎么放心 抓住她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张薇薇一面用 岛国语大声呼喊 一面用她最快的速度 冲向了吴雪 最初吴雪是有些惊讶的 她对岛国语不是很懂 但张薇薇的举动 她能看明白 然后吴雪首先想到的是周灵 可周灵没动 只是眼睁睁看着 如此一来 吴雪便明白了 只能说张薇薇的速度 在三个异能者面前 实在是慢 以至于吴雪 甚至还来得及 对着张薇薇 施展她的异能 负压真空 哪怕只是最初级的异能 被施加在一个体质未必比普通人更好的张薇薇身上时 结果都是显著的 一声惨叫 明明没有跟任何东西发生碰撞的张薇薇 平白无故地扑接了 真正的扑接 以头枪地 一双红唇 刚好凑到了吴雪的斜肩 鼓鼓的鲜血 不要前世地 从张薇薇的蹊跷之中躺出来 而她整个人 却已经彻底没有了知觉 这就是在鼻斗中 形成负压真空的结果 周灵有些不敢相信 算是吧 吴雪退了两步 不愿意让鞋子沾染到张薇薇的乌血 哎 何必呢 是啊 亲本家人奈何做贼呢 正如吴雪说的 如果张薇薇不是选择导国 而且还是导国当中比较特殊的存在 可能今天也就不会死了 虽然现在是有一口气 可从鼻腔里躺出来的 已经不是红色的血 而是白色的脑浆 就连周灵都被吓了一跳 吴雪看起来文文弱弱的 当真下手的时候 那是半点都没有手软啊 至于说蓝月月 整个人仍旧是猛逼状态 都还没弄清楚 究竟是谁动的手 周灵不音不扬地 对着蓝月月道 看到没 能留在船上的女人 就没有一个是简单的 你以后记得加好尾巴 不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他蓝月月懂了 只是不敢相信 他知道周灵有一能 程亚力有一能 也知道他惹不起周灵 可吴雪什么时候变成一能者的 难道说 周灵已经找到了更多的一能猪 来福号和须左之男号 已经足够让蓝月月震惊的了 如果周灵能够轻轻松松 找到大量的一能猪 批量制造异能者和进化者的话 周灵没管蓝月月和周力 眼神扫过剩下的几个岛国人 随即掏出了手枪 七步之内刀快 不 周灵觉得 哪样省力哪样快 枪声响起 随之而起的 是岛国人的惨叫声 早知道该给我练枪法的 你早说啊 周灵收枪 转身冲吴雪耸耸肩膀 他倒是忘了 吴雪还是个天生的神枪手 所以 才能将负压真空 精确地控制在张薇薇的 鼻斗枪身处 算了 还有外人在呢 周灵忍住了好奇心 面对剩下的185个岛国人 指着周力道以后 他就是你们的二boss 大boss 你才二 周力小声地纠正道 再次怂怂肩膀 好吧 记住了 他是你们的大boss 不想活的话 随便你们折腾 保证安排得明明白白 另外 你们大boss想成分明 有过必法 有功必奖 至于研究的方向 回头他会跟你们细说 说完 周灵转向吴雪 你要不要点几个人打下手 吴雪想了想 摇头倒算了 艺能的研究太重要了 不能让岛国人沾染半点 回头有合适的人再说 或许 我可以帮忙 蓝月月咬了咬牙 鼓起勇气道 第221章 蓝月月vs熊猫 蓝月月既然说他可以帮忙 吴雪很惊讶 他知道蓝月月底细 周灵说的 但没有提到蓝月月 有这方面的学历 或者是经历 没想到你也是学一学的 是自学的吗 以前都做过什么方面的研究 对于学术性人才 吴雪出于本能 还是非常乐意尊重的 被人研究算不算 扑 周灵就知道 实情不会那么简单 果不其然 蓝月月不仅在男人面前脸皮厚 在女人面前 她的脸皮也不薄 吴雪也愣了 扮上才开口道 这样 没错 我可以作为你的研究对象 蓝月月急切道 像这样的事情 吴雪不会擅自做主 她摇头道 以后再说吧 周灵不准备离开 她还没看到超算呢 你自己去吧 就这条路一直走到底 如果你要拆的话 我不反对 不过其实你可以直接在这里用 不是更好 反正这两艘船 将来就是咱们基地的主体 还是要拆 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周灵想了想 拆一台超算的工作量有多大 周灵不是不知道 但正如她说的那样 将来的事情 谁又说得清楚呢 所以 最好就是 将风险分摊开 周灵也不反对 毕竟她也不是万能的 再说 老虎还有打短的时候 因为刚刚才出了一趟远门 短时间内 周灵不打算在东奔西走 抓紧时间修炼一下体能 下一步最好是去把那条怪蛇给抓了 如果把她吃干抹净的话 净化度一定能有所提升 周灵甚至想让程压力和吴雪一起吃 可才开了个头 两个女人就连连摇头 仿佛吃蛇是一件十分恐怖的事情 程压力不好劝 可吴雪 吃蛇有什么好可怕的 你又不是没吃过 我什么时候吃我怎么就没发现 你还是个流氓呢 吴雪懂了 忍不住在周灵身上捶了两下 然而 以她目前的净化程度 别说小泉泉 就算使出吃奶的劲儿 也不可能破防 顶多就是给周灵挠痒痒 打情骂翘一阵 周灵干脆把吴雪抱起来 走 一起锻炼去 锻炼肯定不是什么正经的锻炼 结果总是以为吴雪糕挂冕战旗而告终 真是同人不同命 如果曹博武知道 那她心中对周灵的恨意 肯定会上一个台阶 一个大大的台阶 苏家的势力很大 末世之前很大 末世之后仍旧不小 所以 即便不加入Judas组织 末世来临后 苏家也能过得很舒服 至少苏瑜想要什么 仍旧有什么 但Judas组织给苏瑜展示过未来 看到那些或真实或虚拟的场景后 苏瑜怕了 未来的世界 不仅环境糟糕 像曹博武周 林兰月圆那样的怪物随处可见 到时候 苏家还凭什么享受 曾经的荣华富贵 那些曾经被苏家打压过 甚至欺压过的 一旦拥有了那种怪物的能力之后 必然会对苏家报复 到时候 苏瑜又靠什么抵抗 苏瑜曾经想过 走上层路线 然而那个时候 下国高层对于异能进化 可以说一无所知 万鹏的出现 才算是填补了下国 在这方面的空白 正所谓知道越多越觉得自己无知 如果说一开始 苏家跟Judas组织的联系 还只是倾向于合作的话 那么 末世降临后 苏家就不得不承认 双方地位的变化 Judas组织已经将苏家是作为下属 组织在下国的一颗棋子 甚至还明确告诉苏瑜 苏家这颗棋子 在组织里的分量只是一般 如果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 那么随时都可能被组织抛弃 虽然没有明说 但里里外外的意思表示 组织在下国 肯定不止苏家一颗棋子 不仅还有其他棋子 而且 棋子在下国的地位 甚至比苏家还要高 可能有人会想不明白 都已经到了苏家 甚至比苏家在下国的财富 全是更高的地步了 为什么还要心甘情愿地 成为别人的棋子 其实这就要说到人的本性了 穷人们都是随波逐流的 不管时局是否稳定 对于穷人来说 只有难过和没法过的区别 但有权有势 有财富的家庭不同 他们往往需要考虑的 是如何将家族的财富延续下去 家族的血脉延续下去 如果没有左右时局的能力 那么就必然需要做出选择 事实证明 下国的权贵富人们 都是市块的 他们本质上都是投机者 是绝不会将所有的鸡蛋 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所以 两边下注 甚至是三边下注的事情 都很正常 苏家就是属于这种情况 当然 墙头草永远都是有风险的 有时候风大了 直接被连根拔起 也是很正常的 所以 苏宇才会对曹博武 那么毕恭毕敬 就是希望曹博武回去之后 能够在组织里 多帮苏家说几句好话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别说曹博武只是要了几个女人 就算是要他苏宇的老婆 他也不会皱一下眉头 可能这就是他一直不娶老婆的原因吧 曹先生这是 看着曹博武满脸 晦气地走出来 苏宇心中略微有点紧张 赶忙去问原由 难道是对昨晚的安排不满意 还是说 那三个女人不知道好歹 跟你没有关系 曹博武倒是没有迁怒苏宇 毕竟在某些方面 他曹博武还是要脸的 加州城 现在怎么去最方便 曹先生今天就要去吗 当然 曹博武哽了哽脖子 不爽了 去杀几个人爽爽 那我现在就去安排 苏宇没必要违背曹博武的命令 再说 曹博武这是去找周灵的麻烦 顺带看能不能把蓝月月给弄回来 不过有件事 苏宇并不知道 蓝月月目前在组织那边的分量 其实比他 和整个苏家家在一起都重要 因为到现在为止 Judas组织都没有成功培养出一个精神系异能者 有心灾花花不开 无心插柳柳成音 Judas本以为只要能跟异能猪匹配上 精神系和物理系异能者应该是误开 然而结果却给了他们一个响亮的耳光 所以 Judas现在迫切地需要将蓝月月带回去 一方面看能不能找到精神系异能者诞生的条件 另一方面 也是想要彻底掌控蓝月月这种异能者中的熊猫 曹博武虽然看起来是个草包 但他的异能却很强 至少在Judas看起来很强 甚至超过了万棚的金属分解 第222章 项圈 共生 高级138 6510 0000 目前已共生交通工具 来福大型水面交通工具 陆小枫中型地面交通工具 常威超大型水面交通工具 可共生交通工具数量1 存放空间34 附属技能一强度 共生17分钟24小时 附属技能二空间利用 附属技能三技术推演 来福号空天母舰 推演度112 进化度2级 01717864 100000 为了常威号 周灵这些天 无论是艺能经验 还是进化度经验 都增长得比较慢 好在多少还是有增长的 倒是推演度 几乎没什么动静 到现在 才完成了不到1% 虽说目前看起来 还不是什么紧要的事情 可还是咱们下国人的那句老话 未雨绸缪 即便周灵知道 接下来要面对的 主要是末世血热 未必就能用上空天母舰 这么高端的东西 但有备无患 总是好的 跟无血锻炼后 周灵就说起了末世血热的事情 原本躺在周灵怀里 懒洋洋的无血 顿时来了精神 做起来皱眉道 不对 什么不对 你说的有些不对 无血道如果末世血热 是一种病毒的话 那么你刚刚讲述的传染病程 是不符合病毒传播特性的 尤其是在人群中 大规模传染的病程 这有什么讲究吗 当然有 通常来说 自然产生的病毒 从来都不是以彻底杀死宿主为目标的 相反 绝大多数病毒入侵宿主的初衷 就是为了利用宿主的资源 来繁衍自身 净化迭代 处于这种目的 即便初代病毒 对人类的杀伤力会很强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最终病毒会跟人类的身体免疫力 达成一个微妙的平衡 好吧 吴雪说的越多 周灵就越是糊涂 所以她过去的常识是不对的 病毒从来都不是来杀人的 那些因为感染病毒而死掉的人 其实是病毒在迭代过程中的牺牲品 绝大多数病毒进化的最终目的 就是为了跟人类永远地生活在一起 那为什么每年的流感 都会死掉那么多人呢 那你有没有想过 每年会有多少人 被流感病毒感染呢 吴雪瞥了眼周灵 用手指头 轻轻戳着那健硕的 令她痴迷的胸膛 我研究的是现代医院 总之在现代医院里究竟这样说的 我也不敢保证 这种说法就一定正确 但你说的那个疫病没有样本的话 我也不敢 肯定它就一定是疫病 也有可能是微生物导致的 微生物 病毒 有区别吗 周灵问道 至少要有一个完整细胞的 我们才能称其为生物 而病毒 严格说起来 它只是一串上帝的代码 等等 你说病毒是上帝的代码 那有没有可能 末世也是上帝的测试 无血瞪了眼周灵 我说上帝的代码 那是因为 有这方面的大拿如此形容 咱们是下国人 就算要搞封建迷信 那也不能相信上帝 算了 你还是先跟我说说 异能和进化 怎么提升吧 哦 周灵点点头 异能的提升比较简单 不断使用就行 进化 则是需要平时锻炼和实战 锻炼的话 在健身房就可以 实战你可以找老娘 算了 他有时候下手没个轻重 你还是多锻炼吧 等我觉得差不多的时候再说 不过使用异能和高强度锻炼 都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 所以需要你及时补充能量 目前看来 补充能量唯一的方式就是吃 所以 吃下去的东西 都会变成能量去弥补消耗 而不会长胖 像你这样 无血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 是啊 那真是太好了 啥 周灵以为自己听错了 这可是末世啊 食物多宝贵 想他上辈子 不知道多少异能者和进化者 因为缺乏食物补充能量 别说使用异能和锻炼身体了 走路都想着节约能量呢 果然是没过过苦日子的孩子 竟然还说好 当然好了 那我就可以随便吃 而不用担心身材走样了 哎 末世前怎么就没有这么好的事呢 果然 女人和男人的思维 从来就不在一个频道 即便是无血 这样的学霸 有时也会如此 你觉得 我妈身材如何 她也是异能进化哦 铺了无血一盆冷水 不是 冰水之后 周灵的下场 基本上可想而知了 如果不是她有大力能出奇迹的话 估计一个晚上都别想哄好无血 果然还是 老话说得好啊 两口子 床头吵架床尾和 嗯 关键是要有床 如今周灵麾下 异能者加她有三个半 再加个半 她 程雅力和无血算是实实在在的异能者 第一个半是周灵 这丫头肯定不对劲 只是究竟什么地方不对劲 可能只有她自己才清楚 另外半个就是蓝月月 她是异能者没毛病 但周灵却不敢完全信任她 不 她就不值得周灵去信任 可以用 但必须要彻底监管起来 如果有个好点的法子就好了 这个问题第二天 在周灵那找到了答案 项圈 不到半小时 周灵就在周灵的眼皮子底下 弄出来了一个像古传导耳机一样 但不是卡在耳朵上面 而是直接卡住五分之四个脖子的东西 I8以上的防水防尘 低功耗 通用C口充电 可设定电子牢笼范围 生物解锁和密码解锁 承见模式从轻微电击 强烈电击到毒针麻痹 最后是不 根据你目前的颈部强度来设计的炸药量 保证你不死也是重伤 等等 这不是用来约束蓝月月的吗 怎么要针对我 她的异能强度和身体强度 应该远远不如你吧 既然能重创你 那就能嫩死她 没毛病吧 好像是这个道理 周灵也不纠结了 直接去找到了蓝月月 二话不说 就把象圈给她套上了 这是不放心我啊 是不是只要我走出一定的范围 或者是有什么出格的行为 她就会蓝月月神色如常地 做了个爆炸的手势 聪明 周灵也懒得多说 只要蓝月月不自己找死就好 从今天开始 你的食物量加倍 那真是太好了 你看我最近都瘦成什么样了 幸好他们还没有瘦 好吧 果然是个游物 一举一动都不自觉地 在勾动着男人 幸亏周灵这方面 一直比较自律 不然早就 昨晚我做了个梦 蓝月月忽然开口道 她一般不做梦 可一旦做梦 往往就不是什么好事 第223章 黑椒入海 火 蓝月月说她 昨晚梦见了大火 山火 整片山林都烧起来了 死了很多人 但是 她没在火里 那不是挺好吗 既然蓝月月没有在火里 那便说明来福号和常卫号没问题 所以大火跟周灵有什么关系 即便是千岛水库周围的山都烧起来了 反正死平到不死倒有 梦里 我感到呼吸难受 喘不过气 蓝月月道 你说会不会是周围的山都烧起来了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最近两天 加州城夜里 已经没有下雨了 千岛水库的水位 虽然没有下降 但岸边的土地 已经开始干涸 白天地表温度也更高了 相对于其他地方 千岛水库这边其实还好 据说现在城里中午的时候 地表温度已经突破50度了 这可不是地面温度 而是贴近地面的空气温度 通常来说在这种环境温度里 无论做什么 都很容易患上热射病 电风扇也没用了 如果还有电的话 甚至一部分质量不好的空调 都要罢工 因为土地和环境干燥 千岛水库周围那些 因为冬夜而枯死的大树灌木 尸体变得更加干燥 可能随便一点火星 就会被点燃 进而演化成为大面积山火 周灵想了想 还是给王平平去了个消息 他没想到的是 还没开口 王平平就打听起 常威号的事情来 听得出 王平平其实并没有贪欲 只是出于一个男人 和军人的好奇心 譬如那台高达 半成品 说起这个 周灵也很失望 本以为他的第四个 共生交通工具 应该可以敲定了 结果呢 那玩意儿 别看外形像模像样的 按那些研究员的说法 甚至还不能依靠 自身力量行走 能量攻击也跟不上 目前仅仅只是完成了 部分肢体的运动算法 和外环境引导 所谓外环境引导 就是让高达内部的驾驶员 不需要透过玻璃窗 这种低级的观察方式 获取到外界所有信息 听起来好像不难 不就是几个摄像头 加麦克风便能解决 可实际上 想要达到全方位 和无延迟这两个 简单的要求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尤其是要考虑到 高达的战斗环境 总之想要达到要求 是极其困难 感慨之后 王平平才问周灵 找他什么事 我说了 你啥都别问 只管听了 信不信我也不管 你说 几分钟后 王平平神色凝重地 结束了通话 随即联系上了叶星小 朱广涵死了之后 官方庇护所乱了一段时间 考虑到几十万老百姓的生存 叶星小不得不搬到了度假村 亲自坐镇 王平平则是继续留在凉库 山火 而且还是千岛水库周围 你觉得有几分可行多 司令 我也不知道 所以才跟你说 要不你找人研究研究 王平平这个提议 其实很不错 叶星小很快就在附近居住的人里 找到了两个退休的消防员 和两个林业专业的人 用每人食斤粮食的代价 雇他们去调查这件事情 与此同时 周灵在经过反复思考后 拿出一些工具 来让陈峰等人 去来福号左右 两座小岛上去干活 砍硕 砍下来的木材 也不能直接扔到水库里 被搬运到来 福号上去囤积起来 毕竟将来还有派上用场的时候 以后再想要收集这么多木材 可不一定容易了 如今来福号上 陈家兄弟归陈峰馆 蒋兰兰现在大多数时候 是归陈亚历馆 赵绍刚原本周灵 是想由他亲自指导的 后来才发现 事情实在是太多 还是交给陈峰带着 今天倒是好 大家伙一起出动 除了吴雪周立 和蓝月月三个女人 每个人都拿着工具 清理小岛上那些死掉的枯术 陈亚历陈峰和赵绍刚 进化后的身体素质 对四十多度的气温 并不是很敏感 难受是肯定的 但却不会因为劳动 而出现身体问题 孙承昊等人就不行了 不到半小时 就开始拼命灌水 尤其是蒋兰兰 虽然这段时间 在来福号上 接受了大量的劳动改造 但底子不行 现在已经摇摇欲坠的样子了 不行你就给我一边歇着去 陈亚历是最见不惯女人 焦滴滴的 嗯 无血除外 被熊了的蒋兰兰 连冲成亚历 瞪年的胆量都没有 灰溜溜地回到位置上 继续搬运枯术 周灵可不敢安排 他用电动工具 万一受伤了 又是麻烦事 只能说 日头太毒了 快到十一点的时候 周灵让大家伙停下来 看着才收拾了 不到一半的岛子 他都有点气馁 想要清空两个岛子枯术 难啊 更让周灵没想到的是 刚回到船上 夜星小的呼叫就来了 什么东西 又有怪物了 是 夜星小很肯定地回答 虽然不是他亲眼所见 但一起去水库里捕鱼的人 被吃了好几个 不可能是开玩笑 难道上次那只 大鳄龟下的蛋孵化出来了 不对啊 周灵记得解剖后 没发现那只 变异恶龟肚子里有蛋啊 但 当时忘记 鉴别一下变异恶龟的公母了 主要是 也没人懂这玩意儿 应该不是龟类 因为目击者说 他们看到的怪物身体很长 更像是传说的中骄 或者龙 蛟龙 周灵脑子里闪过一个画面 随即又觉得不太可能 千岛水库跟硅谷之间的距离可不短 至少对于没有交通工具的动物来说不短 况且不都说肉食类的动物都会化地盘 轻易不会离开自己的地盘吗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知道什么就说 事关人命 夜星小道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周灵也没有隐瞒 反正如果真是那条怪蛇的话 估计得把坦克开来才能干掉 哦 未必 毕竟坦克也很难瞄准水里的怪蛇 只要他不上岸 坦克再多都是白给 二三十米长 黑色好像跟他们说的对上了 要不想那法子宰了吧 嗯 我的建议是 暂时别去招惹 想想怪蛇的战斗力 周灵不觉得 单凭人力可以抗衡 别看来符号上现在的进化者不少 真要去群殴怪蛇 估计也就成压力有点用 其他人去了 都是三七开 怪蛇咀嚼三秒钟 吃个七分饱 如果没有千岛水库的余货补充 我怕粮食撑不住 夜星小说出了他的担心 可这事周灵也没法解决 总不能让他自掏腰包补贴吧 他还没那么高尚 怪蛇来了 成压力等人听说后 也都纷纷紧张起来 蛇跟龟不同 便宜恶龟再厉害 也不可能爬上船 但蛇就不同了 第224章 抄家灭族 怪蛇 大火 这是不是传说中的祸不单行 如果不是几个女人提起 周灵甚至还忽略了 蛇类是有攀爬能力的 好在来符号是共生交通工具 怪蛇要是爬上来 周灵肯定是有感觉的 但正如夜星小说的 不能任由怪蛇 在迁倒水库活动 就算周灵不怕 其他人怎么办 即便他们可以 短时间内不离开来符号 但万一必须要离开的时候呢 反倒是蓝月月梦到的大火 好像怎么看都不可能 对来符合常威造成威胁 这里可是迁倒水库啊 山火怎么都不可能 烧到船上来吧 防备怪蛇的话 其实昆哥可以的 周灵指了指蜷缩 在太阳阴影里的 大公鸡昆哥 最近 来符号甲板架空层上 时不时会有不知名的鸟飞过来 毕竟遮阳棚下那么多果蔬 招鸟是很正常的 以前往往是赶了这头赶那头 自从有了昆哥后 孙承昊等人就轻松了 本是同根生 昆哥照样坑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谁敢相信 一只鸡会飞起来 把鸟给抓了 然后一口一口的 连骨头都不放过 或者是因为最近吃的肉食不少 昆哥不仅看起来油光水滑的 体型也长大了不少 脚爪子愈发的粗了 都快赶上普通人的小臂粗细 漆黑的会更是有半尺长 略成弯钩状的尖端部分 在阳光下竟然会闪烁金属一样的光泽 只不过 昆哥 还是该胸的胸 该耸的耸 比如 在他黑哥面前 就必须要耸 狗嘴之大 昆哥看着就怕 别看大多数时候 黑仔都懒洋洋的样子 昆哥但凡是在赶在他面前嘚瑟 下一刻紧脖子 就必然会被叼在狗嘴里 那速度 周灵都自愧不如 或许正如很多里写的那样 动物才是大自然的宠儿 人类自从长脑子的那天开始 就被自然母亲给抛弃了吧 看黑仔和昆哥就知道 普通人 甚至普通进化者 在他俩面前 那都不够看 如果不是因为周灵约束着他们 昆哥都不是吃素的 通常来说 鹰才是蛇类的天敌 可普通的老鹰 也不会去跟一条水蟒过意不去 可昆哥他是公鸡啊 而且还是一只进化了的公鸡 昆哥你过来 我问你 想吃蛇不 周灵本以为周立这是鸡铜鸭讲 可下一秒昆哥竟然点头了 而且还用看二傻子似的眼神 瞅着周灵 看到没 区区一条蛇 昆哥不可能对付不了 是吧昆哥 昆哥竟然又点了点头 那周灵想了想 如果是有五六个你那么长的蛇呢 啊 昆哥歪了歪脖子 仿佛真的在幻想 五六个他应该有多大 昆哥怎么可能怕擦 损货 你跑什么跑 看着昆哥张开双翅 又飞又跑得溜走 周灵摇了摇头 哥 你看你 养个宠物都是废物 可能还不如北海道的猴子 说起来 你当初怎么不带几只猴子回来呢 我 带猴子回来 你想吃猴脑 吃什么猴脑 周灵轻轻一拍脑门 你不觉得 如果能够训练那样一批猴子 用来冲当我们的警卫吗 你不是已经有了超算了吗 还需要猴子 超算不是用来帮你推演空天母舰的吗 算了 跟你没法沟通 我还是找嫂子去 据说人类的平均智商在110120 狗子的智商不到一半 也就是5060的样子 这560的智商差距 使得人类怎么都不会把狗看成人 可如果一个人的智商是150160呢 同样560的智商差距 会不会也像看狗那样看普通人 从周丽身上 周灵觉得他已经得到了答案 不过世界上大多数男人嘛 多少跟狗都扯上了关系 像周灵曾经当过单身狗舔狗 现在被自家妹妹看成傻狗 别的男人 年轻点叫小奶狗 小狼狗 好色的叫做狗改不了吃屎 黑仔感觉很委屈 为什么所有的锅都要他们家族来背 跟他们又有什么关系 蒋兰兰终究还是病倒了 程亚力安排陈明东去照顾 主要是他觉得陈明东相对要老实点 剩下的人在傍晚太阳下山后继续去砍树 周灵这次把黑仔一起带过去 怪蛇的事情提醒了他 谁敢保证这小岛上就没有变异生物呢 结果不到一小时 黑仔还真有发现 那是个洞穴 看起来应该是鼠类挖掘出来的 只是有点大 黑仔的头都能塞进去了 要知道 他的脑袋比一般人都还要大 也就是黑仔不会说话 看他七情上脸的样子就知道 那洞穴里肯定是有点东西的 烟熏吧 正好有这么多枯术 周灵道 烟熏烟熏 有个屁用 闪开老娘来 程亚力抬手将周灵拨开 一双蒲扇大手拢在脸上 深吸一口气后 对准那黑有有的洞穴 咦 周灵挖了挖耳朵 是耳朵出问题了吗 明明看到程亚力脸都胀红了 肯定是在用尽 可怎么就没听到 声音不止是周灵 其他几个人 连上个也全是迷凳 说明他们也没有听到动静 扑扑 洞穴上方 一块石头突然散了架 紧跟着周灵 就听到里面嘻嘻嘻嘻的 动静着实不小 来了 程亚力反手抓起 一把砍树的利斧 周灵也把他惯用的 糖刀拔了出来 下一刻 洞穴里冒出来一颗圆滚滚 毛茸茸的脑袋 乍一看 有点像一只锤耳兔 脑袋跟人差不多大 眼睛却小得几乎看不见 哟 这么大的田鼠 没等周灵反应过来 程亚力已经一把抓下去了 与此同时 刚刚跑开多远的黑仔 也冲了过来 一个飞跃就要扑咬程亚力手中的大田鼠 滚开 程亚力将哨说 有二十斤的田鼠给举过头顶 你倒是知道这玩意好吃 回头给你留点 黑仔一阵狂吠 尾巴乱甩 随后竟然又要去钻洞 去找个笼子来 里面还有 程亚力吩咐 周灵不敢怠慢 也只有他才能把笼子给变出来 反正来符号的存放空间里 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 普通猫狗用的笼子 一只田鼠塞进去 竟然连转身都难你敢信 关键是在程亚力的努力之下 周灵拿出来的十八个笼子 竟然装满了 这是抄家灭族了呀 看着百成一溜 炒个不停的笼子 周灵忍不住咽了口唾沫 这些应该都是变异田鼠吧 如果让他们在来符号上 进行繁衍生息 那岂不是有吃不完的变异生物肉了 对了 妈你刚才到底在干什么 怎么石头都崩了 新技能 第225章 可怕的香肉 今天修里的小岛是真不大 顶多就是几亩地的样子 作为千岛水库中的一个岛屿 能够出现一窝变异田鼠 应该是极限了 至少到大家离开前 黑仔就一直守着笼子 除了程压力和周灵 谁想要凑近点看稀奇 都会被黑仔喷 一脸的唾沫星子 没见过这么护实的狗子 关键这货现在的体型 说他是头黑豹都委屈了 周灵觉得 应该是传说中深宫豹的坐骑 黑虎 不仅体型大了 模样也略微有些变化 旁的不提 光是那能在来符号金属甲板上 留下痕迹的利爪 和最长怕不是有十公分的利尺 估摸着犀牛皮都挡不住 相比之下 便一舔鼠就有些萌萌哒 这玩意儿 即便进化了 依旧没眼睛 估摸着脑子也没跟着进化 关在笼子里不一会儿 竟然大多数就开始睡觉了 直到程压力拿出几个土豆 扔进笼子 一个个才猛地站起来 伸出短绰绰的前肢想去掏 回到来符号上后 程压力找了个 其他人不在的机会 才告诉周灵 他并没有点出什么新技能 只是在经常练习当中发现 原来他的声音并不是 只能发出人耳能够听到的 比如超声波 超声波最初的定义 指的就是 超过人耳听力范围的高频声波 但很多动物却能听见 最常见的就是狗笛 另外一些夜行动物 其感知环境的方式 大多也离不开超声波 后来 人们才逐渐开发出超声波更多的用处 比如 医学上超声波 就可以用来体外碎石什么的 所以才会有石头破碎的那一幕 果然 看似不起眼的异能 只要找对了用途 往往能够开发出匪夷所思的用途 程压力的狮子猴 不仅可以驱赶变异生物 说不定将来也能派上其他用场 只不过 周灵始终不相信 程压力的脑袋能够想到这些 当然 是我自己想出来 难不成还指望你 是是是 没指望我 没指望我 破案了 肯定又是周立干的好事 十六只田鼠 被饲养到来符号里的饲养舱 虽然外形蠢萌 但除了无血之外 也就只有程压力能够接受 包括周立 都表现出对鼠辈的厌恶 直到晚餐时 一大锅香喷喷的红烧肉摆上桌 周灵也弄了一大碗 周立瞥了眼 就拉住无血的筷子 舔鼠肉 是吗 无血一面说 一面放下了筷子 然后 拿起了一个大落勺 那真是有口福了 你 你不觉得恶心吗 周立很少表现的如此女性化 倒是真情流露了 怎么会呢 无血一面大口咀嚼香喷喷的红烧肉一面 流露出惬意的表情 我是学医的呀 然后呢 此时的周立 明显有些蠢萌 跟大盆里的红烧肉一样 我都不知道 祸祸了多少大白鼠了 所以鼠辈们见到我 跟见了阎王爷差不多吧 周立中就被打败了 变异田鼠很好吃 但吃着吃着 周灵忽然想到个事情 他上辈子没有亲身经历 但却听到过的 一个很恐怖的传闻 田鼠会变异的话 那么家鼠呢 啊 周立发出一声尖叫 随即连饭都不吃了 就要走 你干啥呢 周灵将其拉住 我 我去设计个感应器 时间长了 说不定来符号里 也会有老鼠 我可不想 被他们啃了脚趾头 脚趾头 周灵铁嘴道 石方城记得吗 石方城并不是 末世之前就存在的城市 而是在末世后 由一群异能者建立的聚居点 刚开始还搞得热火朝天 据说人口最多的时候 差不多有五万人 而且也建立了地下种植基地 照说是有机会 慢慢发展壮大的 可是没过多久 石方城就消失了 整整五万人 跟城市一起消失的无影无踪 后来有人想去寻找 石方城留下的财富 才揭开了石方城消失的秘密 老鼠 整个石方城 里里外外都是变异老鼠 数量难以估计 并不是所有的老鼠都会变异 但老鼠的繁殖速度和繁殖能力 决定了他们很容易出现变异的后代 而变异老鼠 无论生存能力还是寿命 都会比普通同类要长得多 一旦时间足够长 那么最后留下来的 必然就是大量的变异老鼠 谁也不知道石方城那个地方 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 才会让数百万的变异老鼠 盘缓不去 我 我不知道 周丽打了个寒颤 眼底尽是惊恐 在座的都能看出周丽在说谎 只是谁都不想去揭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如果让一个人的秘密 全都暴露在阳光之下 可能这个人也就活不下去了 放心 来符号上是不可能有老鼠的 除非我长时间不再来符号 否则 哪怕就是一只蚊子飞进来了 我也能知道 吃饭 周丽没有说谎 但并不是每个地方都能像来符号这样 有一个绝对掌控者 尤其是对一个国家来说 东海岸某处沙滩上 无数黑乎乎的东西 正从一浪接着一浪的波涛中 慢慢爬上了沙滩 当天上的太阳还有余晖时 最先离开水面的那些东西 爬着 爬着就不动了 但这并不能影响后继者 他们仍就是一波接着一波的从海里爬出来 无视前辈们的死亡 后续不决 太阳终究是要下山的 没有了强烈的日照 那些东西 仿佛像是上了背上了发条一样 行动竟然变得敏捷起来 他们所经过的地方 别说地表的植被 稍浅一些的根系 都彻底消失了 只剩下黏乎乎的痕迹 很快被风干 变成白色的粉末 有些地方 还会残留些黑色排泄物 没人知道 那绵延不绝的队伍 究竟有多长 总之 整个晚上靠近沙滩这一片 都能听到他们移动时的速速声 当东方发白的时候 这些生物有一部分飞快地回到了海里 还有一部分 则是开始往泥土沙子里钻 或者是寻找洞穴石头缝 等不会被太阳直射的地方 他们当中的大多数 依旧无法承受 白天四十多度的高温 然而每一个活下来的个体 都发生了不为人知的变化 自古以来 大海就是神秘的 人类能在月球上留下足迹 却从未曾抵达过最深的海沟 跨越了38万公里的太空 却难以深入 只有一万多米的深海 大海其实从来都是人类的禁区 不管是末世前还是末世里 古人云 水深处建交 第226章 水深处建交 曹伯武一行人 从苏家出发时 是6台车 18个人 抵达加州城时 只剩下4台车 14个人 真特么是穷山恶水 坐在第二台车里的曹伯武 看着已经近在直尺的加州城 狠狠地催了唾沫 损失虽然不小 但曹伯武其实并不行疼 都是炮灰罢了 只要他自己不吃苦 那都是浮云 揉了揉怀里的女人 曹伯武感觉身体里的邪火 又冒了出来 不顾前面还有司机和副驾 他便将女人奔了下去 进城了 曹少 知道了 曹伯武斜躺在座位上 懒洋洋地抽着烟 几分钟后 曹伯武看着近乎无人的城区 两眼发直 怎么会这样 这特么是个空城吗 不是说 巴蜀人口多吗 曹少 你看那些房子 基本都有被水淹过的痕迹 可能人都搬走了吧 毕竟加州城周围 有三条大江两条河呀 曹 没人玩什么 算了 先给我找个地方安顿下来 问问苏宇那小子 在这里有没有街头的人 享受惯了的曹伯武 可不想睡地板 住没有空调 没有热水的房间 很快 苏宇那边就有了回信 看过之后 曹伯武忍不住骂了声 废物 朱广涵死于非命 苏家能量再大 也没法指使夜星小 只要上级不重新委派人来 顶替夜星小 苏家的手就伸不进来 最后曹伯武的手下 找了一套还算完整的大平层 然后将车上的各种用具搬进来 包括发电机空调等 才让曹伯武不再骂骂咧咧 只不过 即便四台车里满满当当 可这些物资 也无法支撑太长的时间 当天晚上 曹伯武就让手下 拿出带来的无人机 打算先侦查一下 千岛水库的情况 不同于国内民用或军用的 四轴螺旋翼飞行器 这种从组织里 带来的无人机相当小巧 只用单翼飞行 速度快 遥控范围广 续航时间也不低 各种属性都极强 就是造价有些高 末世之前 这种无人机的上一代产品 大概需要十万刀才买得到 现在马少说 需要成吨的上等粮食 或者其他等值物品 才能换来 反正曹伯武是没有那个财力 只有八掌大小的无人机 飞快升空 普通人可能连声音都听不到 在夜幕遮蔽下 无人机已接近百公里的时速 飞快地靠近千岛水库 因为有苏宇的坐标 所以 无人机的行进路线几乎是一条直线 然而 就在无人机正式进入千岛水库 距离标定目标 还有不到三公里时 带着头衔 操纵无人机的那人 却突然发出了一声惊叫 人也失去平衡 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草 你们在搞毛啊 坏了老子的兴致 老子特么都早谢了 曹伯武气急败坏地 从空调房里冲出来吼道 龙 龙 我 我看到了一条龙 操纵无人机的那人 此时已经摘了头衔 但脸上仍旧满是惊恐 说话的时候 眼神都是直的 仿佛根本就不知道曹伯武的存在 又像是在自言自语 一条龙 曹伯武两眼一瞪 你特么疯了呀 去 给老子颇醒他 房间里的其他人 也不太相信 两瓶水下去 活也就回来了 只是眼底的慌乱 还是藏不住 曹少 我真是看到了一条龙 别打 曹少别打 真的 有录像 提到录像 曹伯武总算停了下来 催促手下赶紧放来看 如果是胡言乱语 今天他就要清理门户了 黑有的地面飞掠而过 很快变成了波光灵灵的水面 光是看着 都让人身上的燥热褪去不少 有个手下 甚至不由自主地舔了舔嘴唇 开始畅想 如果能够跳进去游个泳 该有多舒畅 然而下一刻 画面中出现了一条长长的黑影 头大 尾系 在表层水下蜿蜒前进着 不等曹伯武等人惊呼出声 水下的黑影突然冒了出来 动作之快在屏幕上 直接形成了一串残影 最后的画面 就是一张巨大的嘴 白森森的牙齿 以及一条看起来 像是断茶样的舌头 很显然 价值上千斤粮食的无人机 已经没了 被那个像龙又像蛇一样的怪物 给吞了 曹 曹伯武倒是不担心 组织会让他赔偿 录像已经足够证明了 他只是在想 接下来该怎么办 那么大的怪物啊 即便不是龙 那也比曾经出现在 科幻片里的蟒蛇 要可怕得多 而且 他竟然能直接从水里飞起来 一口咬掉无人机 虽说为了避免被发现 无人机确实飞得矮了点 但至少还是有个五六米 两层楼高 如此高度都被一口咬住 曹伯武可不敢随便找搜船就下水了 内河里的船只 可没有五六米高的船舷 万一要是碰上这玩意儿 他可没有全身而退的把握 左思右想 曹伯武最后只能是拿出通讯设备 跟他的上级联系起来 像龙一样的变异生物 你确定 无人机的视频可以证明 很好 你的小组原地不动 组织马上安排人手过来 继续留在这破地方 曹伯武感觉实在是晦气 他是一点都不想留在加州城 但组织的命令 他也不敢违抗 别以为异能者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随便一点小手段 就可以让曹伯武这些异能者 服服贴贴的 明天你们都跟我出去收集物资 特么的 油料 必须首先保证油料 不然发电机就要趴窝了 几个手下面面相去 最终只能无奈点头 重新回到空调房的曹伯武 脑子里仍旧盘缓着那张猙獰的大嘴 算了 不想了 反正以他的能力 肯定是搞不定那怪物的 等着吧 当曹伯武为怪物发仇的时候 叶星小也收到了消息 自从上次怪物出现后 叶星小一直没有放松过 对千岛水库的监测 科技设备不够 就用人来凑 守着偌大的良库叶星小 也不怕短时间内出现粮食短缺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不就是远远地用望远镜盯着吗 大不了就是少睡一点觉 然后就可以拿到少说三天的口粮 这种好事去哪里找 正所谓人多力量大 叶星小洒出去的人有个幸运 无意中看到了怪蛇跃出水面闹出来的动静 怪物 藏在树叉上的幸运 飞快地摸出军方配发的对讲几乎叫起来 我看到那个怪物了 就在我这边 就在我这边 接到消息的叶星小 第一时间给待命的飞艇发去命令 给我弄死他 第227章 炮轰走胶 天空中 有一艘始终在高处游艺的飞艇 叶星小一个命令过去 军方各个部门立马全速开动 确定位置的 负责跟踪的 计算方位的 准备火力的 测散弹道的 支援后勤的 分散在三个方向的炮兵阵地 东岸边的林中最先发出了耀眼的火光 巨大的轰鸣伴随着滚动的烟尘 一枚155榴弹炮 带着呼啸落向千岛水库之中 训练有素的炮兵在飞艇激光制导下 愣是将炮弹的落点 精确在了5米之内 完全不需要精确到这种程度 但考虑到目标对象 叶星小给炮兵队伍们 下达的是最严格的命令 白色水柱冲天而起 怕不是有接近30米高 扩散的水雾 笼罩了几百个平方 掀起的浪头 更是让周围岸边 如同发生了一场小型海啸 来符号上 刺耳的警报声突然炸响 将所有人都惊醒过来 炸鱼吗 周立睡眼惺忪地划着平板 通过他设置的各个监测器记录 分析出 是千岛水库里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所有人当中最先出来的自然是周灵 毕竟他不需要任何传感器 就能感受到来符号和常威号受到的影响 应该是炸鲸鱼 周灵咬咬牙 随后开始跟叶星小联系 是 我们在炮鸡怪蛇 叶星小也算是给面子 百忙当中 竟然还接了周灵的呼叫 不过 也就只说了这么一句话 便挂了 好了 大家去睡吧 想了想 周灵告诉大家 做好心理准备 可能不止这一下 但也不用紧张 叶星小又不是不知道来符号的方位 肯定是被排除在炮击区域之外的 炮弹不可能飞到这边来 再说来符号上的密集阵 也不是吃素的 而且 周灵已经将超算搬了一台到来符号上 跟原本的大型计算机进行了 合并 如果来符号的算力 可能比常威号都要强上几分 真有什么威胁 是完全能处理过来的 天空中 逐步下降高度的飞艇 向总部发去信号 怪蛇并没有死 只是好像受了点伤 游动速度下降 姿势有些怪异 新的方位被锁定后 炮兵组获得了全新的射击参数 一分钟后 榴弹炮再次发射 仍旧是激光制导炮弹 精确度不输上一刻 还在活动 还在活动 继续 叶星小咬了咬牙 他前两天就已经向生活在千岛水库周围的人 下达了命令 夜间无论如何 都要退出千岛水库岸边300米以上 如果不听命令 造成的一切后果自负 相对来说 下国老百姓对军方的信任度 其实比对政府还大一些 毕竟掌握了绝对暴力的军方 其实没有必要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撒谎的 真有必要的话 人家直接拉出枪杆子来 犯得着七哄讹诈吗 所以 此时的千岛水库范围内 真正的活人 其实只有来福号上的周灵等人 夜心小也不用担心 炮弹对环境造成的破坏 都特么破坏成这B样了 破罐子破摔呗 况且对水中生物 进行物理超度的结果 大概率就是 明天早上通知人来划船捡鱼 不用担心那些死鱼会污染环境 舔肚子 估计都不够呢 哪里轮得到水库自己消化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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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 夜心小已经不在意炮弹的消耗了 战争一旦开始 就必须以一方彻底倒下为目的 否则毫无意义 被炮弹追着炸的怪蛇 此时已经全然没有当初在硅谷里 那样的不可一世 他引以为傲的钢筋铁骨再强 也承受不住155榴弹炮 一次又一次的冲击 哪怕堪比超合金的鳞片可以承受 那承载鳞片的皮肤肌肉 却早已经千疮百孔 每一次爆炸带来的巨大冲击 即便是有灵甲的化解 仍旧会对脏腑造成伤害 一次两次还能扛得住 接二连三地来 别说怪蛇了 就是晴天助来了 也要喊爸爸 况且 经过特别设置的炮弹 几乎没有一颗 是在刚刚接触水面就爆炸的 夜星小找到的野生动物专家指出 爆炸的最佳深度 武器方面的专家 则是计算出了最佳引爆时机 并进行了相关设置 保证每一颗炮弹 都能在合适的深度引爆 对周边的生物造成最大的伤害 之所以采用火炮覆盖 而不是其他武器 盖因为对怪蛇的情况不够了解 即便是冒着让人中毒的风险下药 谁敢保证这条怪蛇 就一定会中毒呢 还是物理超度最为合理 毕竟只要是探机生物 面对动辄上万交耳的热武器 就不可能有胜算 关于这点夜星小也是请教过专业人士的 像很多以丧尸为主的末世影视作品 什么能在军队面前耀武扬威的丧尸群体 简直就是笑话嘛 除非丧尸压根就不是人类尸体 否则 无论其内部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只要还是探机 就不可能无视人类目前的火力 说到底 还是审批方乐意让普通人 忽略热武器的破坏力 以免在社会层面上 积累太多的反战人士 怪蛇能够活到现在 完全是因为其强悍的物种属性 正所谓打蛇打七寸 这就足以说明 哪怕是普通的蛇类 其生命力的顽强程度 已经超越了绝大多数生物 更不用说变异和进化之后的怪蛇 加之怪蛇又是在水中 这就大大削弱了榴弹炮 一个极其重要的杀伤能力 预制破片杀伤 仅仅只是冲击波 造成的伤害 始终还是停留在脏腑和筋骨肉方面 以怪蛇的生命力 是断然不会轻易而快速死亡的 不过叶星小始终相信 榴弹炮的破坏力 别看现在怪蛇还是活蹦乱跳的 其实他已经死了 只是还没有断气 也不知道是缘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总之 怪蛇在躲避炮弹炮击的过程中 竟然有意无意地 向着来扶号游了过来 每一次爆炸 周灵都感受到了 而越来越接近的爆炸 让他微微皱起了眉头 叶星小不会是想趁机 把老子的船拆了吧 应该不会 所以那就是 想了想 周灵飞快递来到常威号上 先将所有怪蛇 可能进出的地方进行了改造 虽然不能确定 但防范于未然 还是有必要的 紧跟着他返回来扶号 默默地感受着 炮击 好像开始变得稀疏起来 是怪蛇死了吗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要不要去抢个尸 第228章 蛇性狡诈 城中 隐约能听到炮声 155榴弹炮 绝非虚名 至少不会像影视中 什么炮弹在爆炸 英雄们还在飞奔 闹闹 一颗155榴弹落下来 足球场大小范围内 无遮挡的人 当场螺旋升天 钢铁侠都要吐几口血 这是在做什么 曹伯武也没有睡意了 眺望着千岛水库的方向 打仗了吗 不像 啥战斗只有炮声 没有枪声 再说 加州城市腹地 怎么可能轻易发生战争 如果不是战争 那对付什么穷凶极恶的罪犯 需要动用火炮 会不会是降雨啊 有个手下凑热闹 结果被曹伯武狠狠瞪了眼 老子就够特么没文化的了 你特么比老子还蠢 你看看天上 有没有一朵云 人工降雨 从天上洒水 估计落不到地上就蒸发了 仪那不是飞艇吗 大半夜的不睡觉 都什么圈子呢 无人机 快把无人机飞过去看看 曹伯武确实不算太笨 看到天上盘旋的飞艇后立马 想到了一种可能 当曹伯武这边无人机 从窗口飞出去的同时 周灵已经全副武装起来了 白福号和常卫号的声纳 都发出了警报 数据库中未曾记录过的大型生物 正从水下接近 目前距离大概500米 500米看起来好像很远 但要知道 从来福号船头到船尾 都是300多米 圆 不 准确地说 应该是近在咫尺了 一群蠢货 周灵大概猜到了是什么玩意儿 打蛇不死反被试 只不过 为什么是跑来福号这边来了 转念一想 好像也不错 反正周灵已经垂涎三尺了 热身完毕时 怪蛇距离常微后 已经不足200米 周灵想了想 直接意念操纵两艘船上的密集阵火炮 将炮口对准了怪蛇可能经过的地方 或是因为受伤的缘故 又或者 怪蛇始终只是 蛇而不是鱼 始终不太习惯在太深的水下 而且快速游动庞大的身躯 需要足够的氧气来驱动 所以 有始至终 怪蛇 都几乎是在贴近水面的地方游动 它或许是想找块陆地藏身 已经具备了一定智慧的它 感觉到那些爆炸 不是它可以对抗的 所以 找个地方藏起来养伤 才是目前明智之选 前面两座小岛 夹杂着巨大的障碍物 在怪蛇看来 应该就是很不错的藏身之处 所以这不就巧了吗 即便怪蛇 已经在密集阵火力覆盖范围之内 周灵仍旧没有着急开火 它想看看 怪蛇究竟打算做什么 是来报仇呢 还是路过 或许是周灵的运气不错 怪蛇首先选择的是来符号侧面 那座周灵等人 还没有来得及清理枯树的岛屿 相比另外一边的岛屿 这座岛的面积更大 植被更丰富 地势更复杂 去死 如果怪蛇一直在水里快速游动 密集阵未必就能对其造成有效伤害 只能是白白浪费资源 但在岸上就不一样了 尤其是周灵看到怪蛇 在上岸后 那全身上下的黑色灵甲 跟上次所见比起来 不仅整体暗淡无光了许多 肉眼可见的 有大量缺损 灵甲脱落的地方 几乎都是血肉模糊的 换成是人或者别的动物 伤成这样 怕是早都已经躺下了 怪蛇非但没有躺下 游动的速度竟然还不慢 不过再快 也快不过来符号上的密集阵 火红色的弹链连成两道火线 在周灵意念操控下精准地 打击在怪蛇的身躯上 炸开的火光 彻底让周灵根本无法看清楚战果 只能从怪蛇的动作来判断 是否造成了伤害 被接二连三命中的怪蛇 发出一阵阵的惨叫 不住地扭动着身躯 想要躲避伤害 然而被周灵控制的密集阵如臂指使 压根不给怪蛇逃脱的机会 两个弹夹清空 周灵随即再度上膛 暂时没有开炮 只是想看看怪蛇的情况 毕竟他还缠人家身子呢 如果死命的祸祸 到最后都成一贪烂肉了 还吃个啥呢 硝烟和阳尘散去 怪蛇二三十米长的身躯 瘫软在距离水面三十多米的地方 有两处地方 看起来像是快要被打断了 血肉模糊中隐隐能看见白色的骨头 三分之二的身体一直没有动弹 跟电动三轮车差不多大小的脑袋 搭拉在身体中间 好像也是没了动静 周灵想了想 带着唐刀跳上了摩托艇 还是这玩意儿好使 冲上岸 马达声依然没有让怪蛇动弹一下 真死了 周灵站在岸边侧耳倾听 好一阵子都没听到心跳声 即便如此 他也不敢大意 拔出唐刀 慢慢走进怪蛇尾部 丢准一处没有灵甲的位置 就狠狠地砍了下去 夸擦 锋利的刀锋 几乎将整个蛇尾都切了下来 如果不是怪蛇 那比金刚还要坚硬的骨骼挡住的话 这都没动静 周灵松了口气 正好叶星小的通话来了 怪蛇到你那边去了 怎么样 看到没有 看到了 你说 你们打了那么多炮弹 结果还是活蹦乱跳的 幸亏我还有密集战 不然肯定跑了 听周灵这么说 叶星小顿时松了口气 他就是怕怪蛇跑了 动物专家说 蛇是很记仇的 而且一旦吃了亏 下次就不容易上当了 总之是很狡诈的 如果这次不能杀死怪蛇 下次还想要抓住他的行踪就很难了 搞不好迁倒水库周围生活的人 即使不下水 也会被他偷袭 肯定会非常麻烦 此时的叶星小 还全然没有想过 叶异动物的肉是可以吃的 末世前在下国导致巨大灾难的两次疫病 虽然最后确定 跟野生动物没啥关系 但仍旧在下国人心中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野生的玩意儿不能吃 野生的都不能吃 那变异的自然就更不能吃了 所以当周灵说他可以直接处理尸体时 叶星小没有任何怀疑 甚至还对周灵表示了感谢 不用客气 大家都是自己人嘛 这次炮打得很准 下次不要我炒 炒谁 周灵 什么情况 说话啊 此时的周灵 哪里还有闲工夫跟野生小说话 他正在竭尽全力 闪避怪蛇的攻击 虽然下半截身体 都已经动弹不得了 但千足之虫死而不将 黄论是变异的怪蛇 在前后两次遭受时 怪蛇都本能地 尽量保护住了他的脑袋和上半身 刚刚他也是假死 试图蒙蔽周灵 同时也为了能够得到喘息的机会 为此 他甚至进入了假死状态 呼吸心跳都停了 可最后他还是按捺不住本性 尤其是嗅到周灵身体传来的 强烈吸引他的气息时 恨不得一口气将周灵吞下去 第229章 怪物 两个 能够从榴弹炮和密集阵的覆盖 攻击存活的生物 究竟强到何种程度 明明下半身都已经瘫痪 舌头在小范围内的攻击速度 竟然不输周灵 差点一口 就把周灵给吞了 而更让周灵惊讶的是 怪蛇仅剩的那只毒眼里 竟然流露出强烈的仇恨光芒 仇恨? 蛇? 如果不是经历过末世 周灵可能都不敢相信 一条蛇竟然会有 堪比人类的情绪表达 省省吧 周灵闪避着怪蛇的攻击 一面还有闲功夫调侃 他不打算跟怪蛇死磕 看看怪蛇身上的伤口就能知道 只要不给他休息和休养的机会 死亡是必然的 反过来说 周灵一旦发动进攻 就会开始消耗能量 他油箱现在可不是满直 是出突然没有准备 那玩意儿消耗虽然不大 但却是持续性的 哪怕睡觉的时候 都会一直不断地消耗周灵的能量 总之 周灵是打定主意 要跟怪蛇来个持久战 从战术上来说是没问题 但在实际操作中可不容易 周灵坚持了几分钟后 就发现 怪蛇无论是速度还是体力 好像并没有明显的下降 现在的情况 反倒更像是他被怪蛇给缠住了 假设他放弃对怪蛇的挑衅 说不定怪蛇就会迅速溜走 假设怪蛇能够度过这一截的话 更为关键似的怪蛇已经知道来福号的位置了 他会本能的将来福号 当成是周灵的老窝 以动物的本能 或许这辈子他都不会忘记 但凡他觉得自己有能力报仇的时候 就会来找周灵报仇 有千日做贼的 可没有千日防贼的 尤其是像怪蛇这样可怕的变异生物 周灵觉得 但凡他不在 估计其他人就只能依靠来福号来防御 然而来福号真的可以抵御怪蛇的攻击吗 周灵不由地想到 上一次他在强度共生的状态下 却被怪蛇一爪子 差点掏空的精力 但也不能因此就觉得 怪蛇的利爪 足以破坏来福号的甲板 强度共生 虽然赋予了周灵 拥有来福号的属性 但并不代表 两者就是一模一样的 通俗点解释 周灵的皮肤 具备了来福号外壳 甚至甲板的强度和硬度 但来福号的甲板钢板厚度最厚的地方 可能有好几十厘米 可能比周灵的腰围都还要厚实 两者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 同样强度的金属 在不同厚度下 表现出来的抗打击能力差距 自然不同 就好像304不锈钢的硬度很高 然而 当把304不锈钢 挤压成笔纸还要薄的程度时 普通人轻易地就可以将其撕开 上一次 周灵被怪蛇的利爪洞穿 不是不够强 而是不够厚实 真要是让怪蛇用爪子 去挠来福号的甲板 留下痕迹是肯定的 但想要挠出一个足够他进出的大洞 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周灵跟怪蛇缠斗的时候 曹伯武等人的无人机 已经来到了来福号上空 千岛水库虽然大 可只要高度够 俯视下去 也不过就是一个脸盆大小 通过高分辨摄像头 很容易就能发现 什么地方有动静 况且 来福号所在的位置 原本就是曹伯武等人重点关注 无人机里都预装了精纬度的区域 自然很容易发现 怪蛇 操作无人机的 还是刚刚那位 有了上次的经历 在看到怪蛇后 终于没有被吓到魂不守舍了 曹伯武等人 是从显示器上看到摄像头画面的 如果上一次看水下的怪蛇 还不够震撼的话 那么这次看到正在战斗的怪物 曹伯武等人 终于感受到了震撼 原来世界上 还真有几十米长的怪蛇 尤其是当看到怪蛇副部长出来的 跟油桶一样粗细的利爪时 曹伯武忍不住咽了口唾沫 他是异能者进化者不假 但敢跟怪蛇单挑吗 首先心理上他就过不了关 这是本能 很少有人能够突破本能 那个人影 不会就是周灵吧 虽然很不想承认 但曹伯武和其他人都觉得 除了周灵之外 可能也没有第二个人敢跟怪蛇单挑了 哪怕是明显受伤的怪蛇 无人机摄像头拍摄的帧数 明显跟不上怪蛇和周灵的动作 以至于很多画面都出现了一人一蛇的残影 这种夸张的 如同影视片里的特效效果 让房间里的几个人 都不由自主地望向了曹伯武 在他们心中 曾经认为曹伯武是最强的 毕竟一拳就能把熄火的越野车 打得连连倒退 这些操作已经跟影视作品里的超人差不多了吗 那么曹伯武能不能打赢怪蛇 或者说他和周灵究竟哪个更强一些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此时曹伯武彻底明白了这句话的意义 跟身边的那些人一样 他也曾经觉得他很强 在组织里至少现在还是前十的存在 否则也不会让他来加州城了 可是现在曹伯武有些后悔了 留在家里吹空调喝啤酒睡女人 他不香吗 非要凑什么热闹呢 是了 都是那个该死的曹伯婷 诱惑他说什么 只要能完成任务 就可以大大提升曹家在组织里的地位 而曹家地位提升了 自然也不会忘了曹伯武这个有功之臣 到时候 说不定直接就把曹伯武这一脉提升到主脉 甚至有可能让主家的某个嫡系 将曹伯武认下来 直接从旁之变成了嫡系 在曹家 旁之和嫡系待遇截然不同 甚至可以说是天差地别 再看看 组织不是有命令 让我们负责监控吗 我们就再看看吧 曹伯武肯定不想去掺和 至少现在他不想去 开什么玩笑 他都看不清楚 怪蛇和周灵的动作 天大的本事 速度跟不上 去了不是纯纯找死吗 踩了狗屎运成为异能者 又凭着老命锻炼身体 可不是为了去送死的呀 除了曹伯文之外 天上的飞艇 也在监控着周灵跟怪蛇之间的战斗 通过摄像头传回来的画面 叶星小跟王平平都看到是头皮发麻 作为军人 他们当然知道155榴弹炮究竟有多强 竟然都没能把怪蛇给震死 这已经足够惊人了 又被周灵用密集震离了一轮 身体都打烂了一半还活着 这特么究竟是什么怪物 不过当看到周灵竟然可以跟怪蛇缠斗 尤其是只有高针摄像机拍下来慢放 才能看清楚两者动作时 叶星小跟王平平都傻眼了 这是怪物 是 特么的 两个 第230章 人蛇大战 周灵想好光怪蛇的体力 不战而胜 如果没有其他干扰 他或许可以成功 但 叶星小不这么认为 他牢牢记住的是动物专家的叮嘱 绝不能给怪蛇脱身的机会 所以他让王平平准备快艇 打算去帮周灵一次 与此同时 曹伯武向上级汇报后 得到的命令 是让他务必前往千岛水库 一定要把怪蛇的尸体弄到手 哪怕是贪碎肉 也不能放过 曹 带着对组织的不满 曹伯武也只有行动 他甚至都不敢当这几个手下的面骂出声 鬼知道他们当中 有没有组织安排来监视他的 万一让组织知道了 将来的日子可是大大的不妙 与此同时 在靠近下国南方的某个三部管地带 一艘外形诡异的飞艇迅速升空 仅仅几分钟时间 就达到了200多公里的急速 而其飞行的方向便是巴蜀 加州城 末世来临后 世界各国对自身国土的监控 其实都近乎于零 失去了迅速交通的能力 和大范围及时通讯 除非是被天空中掠过的卫星发现 否则边境几乎都是不设防的 照理说在目前的条件下 普通人的活动范围几乎被限制在几十公里之内 边境手根不手意义不大 区区一艘飞艇 又是以极快的速度超低空飞行 同时这玩意儿 飞着也没啥动静 又是夜间 所以下国根本就没有发现 也就更谈不上反应了 千岛水库 周灵耐着性子跟怪蛇游斗着 古人说蛇性最长 其实说的就是 蛇类的生命力在常见生物里 算是最为坚韧的 至于原因 可能与蛇类的生理结构有关 关于被砍下来的蛇头还能咬人 甚至致人重伤死亡的新闻并不显见 邮箱里积攒的能量已经见底 怪蛇的动作仅仅只是 有些许的迟缓 凶悍程度 甚至都没感觉有什么变化 以至于周灵都不得不暂时停止给技术推演能量 毕竟他现在可抽不出时间 进食补充能量 此时周灵心中最想的 莫过于能够找到比食物更好的补充能量方式 然而这方面 他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毕竟重生之前 他压根就没有进入 异能者和进化者的圈层 很多消息根本无从知晓 阶层 在人类社会中仿佛是永恒存在的 甚至在被人类意想出来的 神灵的世界 也逃脱不了阶层的描述 在怪蛇的肆虐下 小半个岛屿都被扫荡了一片狼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倒是满足了周灵清理岛屿的想法 只不过清理得过于干净了些 连带着那些新长出来的植被都被破坏一空 今后想要再长出来 可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去了 爱符号里的其他人 怪蛇战斗 要么就像程压力吴雪一样 站到了甲板上 他俩想的是 万一周灵支持不住的时候 还能帮上忙 吴雪最为担心 已经不止一次问周灵 要不要他动手了 周灵不同意 吴雪才成为异能者 加上进化程度低 释放不了几次负压真空就会被炸干 除非时机成熟或者有什么意外 否则随意对怪蛇施展异能 有可能导致怪蛇暴走 万一怪蛇还有什么杀手锏之类的 周灵营救不及 吴雪可就白白送了性命 他的整体实力肯定是在吴雪之上 但狮子吼 这个异能究竟对怪蛇有没有用 周灵觉得 还不如等怪蛇没啥力气的时候 让程压力直接操上一把大刀 来得大力出奇迹更合适 总之 现在整个来符号的人 就没有一个能帮上忙 大家只能是在心中默默地为周灵加油 哦 周灵除外 在发现周灵跟怪蛇缠斗 怕是很难出结果后 周灵就不知道去哪里忙去了 时间又过了差不多15分钟 怪蛇终于开始出现力竭的征兆 周灵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 只不过 随着怪蛇进攻平率的降低 他现在偶尔能腾出手 来往嘴里塞根巧克力棒 略微填补一下被掏空的身子 周灵 我们来帮你来了 耳中听到王萍萍的声音 周灵脸色微变 单挑怪蛇 虽然风险大 但收益也会相当的丰厚 周灵不觉得 需要军方援手 然而下一刻 他就听到了快艇马达声的轰鸣 怪蛇也仿佛被马达声惊动 猛地一下竖起了身子 干 感觉不对 周灵决定速战速决 唐刀跳斩而出的同时 周灵大喝雪雪 炸他眼睛 好 无雪回应后迅速集中精神 试图将负压真空施加在怪蛇 仅剩的那只眼睛上 照理说像眼睛这样脆弱的器官 一旦暴露在真空中 很容易就会出现无法修复的损毁 就算怪蛇的身体强悍一些 也不至于完全无用 周灵也是这样想的 所以他跃起的角度 几乎是贴着怪蛇的视线边缘 一旦无雪见公怪蛇至少该有短暂的失明 或者是视觉不良 而那个时候 就是周灵的机会 两百米外 王平平领着三艘快艇 船头架着驻地里能拿出来的 火力最为凶悍的机枪 外加几个能用反器材的狙击手 试图用火力给周灵减轻负担 碰 周灵的唐刀 还没有落到怪蛇的身上 一声闷响 就在怪蛇头部炸开 伴随着一盆血肉 无雪的真空负压 应该是后发先制 给了怪蛇沉重的一击 去死吧 唐刀照准伤口落下 周灵可谓是把全身上下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 伴随着一声金铁交鸣之声 也不知是什么材料打造的唐刀 最终略胜一筹 切开了怪蛇破败不堪的灵甲 伸入其身体 直至被骨架所阻 看不看 哪怕是以唐刀的锋锐坚固 和周灵的怪力 仍旧无法切断怪蛇的骨骼 也是 支撑怪蛇的脊柱古少说 也比无血人都还要粗大 其骨质密度 可能比钢铁都还要高 否则根本无法支撑怪蛇沉重的身体 和敏捷的运动 刺耳的嘶鸣声中 怪蛇血肉模糊的脑袋忽然转过来 大嘴张开 一捧带着浓浓腥味的口水 就喷向周灵头脸 蛇毒 怪蛇竟然还会喷射毒液 隐藏得可真够深的 周灵心念电转的同时不敢逗留 飞身后退 只见那些毒液洒落之处 连泥土和石头都被腐蚀的呲呲作响 其毒性可想而知 喷射毒液对怪蛇的影响好像颇大 一击落空后 怪蛇竟然不再试图攻击周灵 而是左右四顾的摆头 仿佛在寻找退路 糟糕 周灵心想 这货又要跑 第231章 属蚯蚓的怪蛇 周灵的预感是正确的 只是他怎么也想不到 怪蛇为了活命会有多品 前面的狂轰滥炸 给怪蛇后半截身体 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如果当时能找到一处安全之所好好疗伤 说不定还有回复的机会 可怪蛇一头撞到周灵这里来 这就当真是毛坑里打灯笼 找死来的 或许是因为 夜风中裹夹着枪支弹药特有的消烟味 又或者只是 单纯地觉得 干不过周灵跟吴雪的合体计 怪蛇 在毒液没有剑术后 便开始疯狂地甩动起他庞大的身躯 让周灵一度以为 怪蛇 是要临死反扑 拖他同归于尽 于是 周灵便想着缓一下 人家都要死了 还不心扑腾几下 可周灵万万没想到 怪蛇使劲甩动身体 并非是为了攻击他 而实在 随着咔嚓一声脆响 怪蛇二三十米长的身体 竟然从伤势最重的三分之二处 活生生地撕裂了 如此玄幻的一幕 不仅把周灵看傻了 甲板上的吴雪和程压力看傻了 就连远处的王萍萍 和通过摄像头 观战的夜星小 曹博无等人看待了 打不过就是自杀 怪蛇路子这么野的吗 周灵皱起眉头 不信 巨大的摩擦声中 周灵仍旧能分辨出 怪蛇那的心跳声 并没有因为蛇神断成两节 就衰弱下去 也没有出现冰死时 那种肋骨式的疯狂乱跳 与此同时 他还能感受到 怪蛇在自断身体后上 半截身体反而变得更加灵活起来 干 没等众人回神过来 拖着半截身体的怪蛇 突然原地跃起 没有尾巴发力 他就用仅剩的一双前爪子 猛蹬地面 加上剩下的身体一并用力 七八米长的身躯 带着断裂出四件的血水升空 随后从另外一个角度 向千岛水库中砸了过去 就是砸 十分粗暴 百分简单 但就是这种粗暴简单的方式 却让周灵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追是可以追 但追到谁里去 看看怪蛇这恐怖的生命力就该知道 一旦下了水 还真不知道谁狩猎谁呢 可如果不追的话 难不成等怪蛇回复过来后 找他报仇 犹豫了那么一秒钟后 周灵牙关猛咬 你们守好家 我去宰了他 小心啊 五血大声叮嘱 那边 王萍萍等人也是傻眼了 都特么断裂了还能跑 蚯蚓精化的吧 看到周灵紧随怪蛇之后跃入水中 王萍萍赶忙抢打精神 让快艇掉头跟上 水下 怪蛇的鲜血 不仅将水体染红 那浓郁的腥味 更是直冲周灵鼻腔 难受 不好闻 但周灵只是吸了一口 就猛地睁开了眼睛 干 失算了 也不怪周灵 毕竟谁会想到 在跟变异怪兽战斗的过程中 一边虐怪兽 一边生死其血肉呢 下次记住 哦 也不对 不是所有变异怪兽的血肉都可以吃 周灵记得众生前就听说过 有饥不择食的进化者 因为吃了不知名的变异兽 而当场暴毙的 还有神经错乱身体变形 最终变得人不人 瘦不瘦 完全只保留了野兽本能的怪物的 总之 变异兽能不能吃很玄学 有经验的异能者进化者 一般都会人手一本变异兽目录 而凡是被记载在目录里的 不能吃的怪兽 基本上就代表一个 甚至是几个异能者进化者的性命 遗憾的是 周灵也没见过那本目录 据说 哪怕是第一版的价格 都要值当时的50个周灵 此处可以S一下 当时的周灵 大概等于20公斤口粮 也是一个成年普通男子的价格 看你往哪跑 水中视线虽然被阻 可是有浓浓的腥味作向导 周灵不觉得 怪蛇能够有脱身的机会 相反 比起缠斗来 周灵反而觉得这样更轻松 他就不幸 那么大的伤口 还能自动愈合 两分钟后 周灵就像抽自己挤耳光 便宜生物 能用常理来衡量吗 又或者说 水对于怪蛇来说 就像是疗伤药 否则断其尾处 怎么就结痂不再流泻了呢 这可不是什么好现象 周灵有些担心 随着时间推移 怪蛇不但不会被削弱 反而会因为伤势痊愈 而变得越来越难缠 到那时候 砰砰砰 怪蛇前方的水面 接二连三地炸开 王平平三艘快艇 终于绕过小岛追上来 训练有素的机枪手 即便是在摇晃的快艇上 仍旧保持着相当的准确度 瞅准怪蛇钻出水面呼吸时 一缩子子弹就打过去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伤了元气 以至于127毫米的机枪子弹 竟然也能将怪蛇头上的灵甲 打得四散飞舞 有些地方 甚至直接暴露触白惨惨的头骨来 可即便是如此 怪蛇也没有回头去报复的意思 反而是跑得更快了 干 以周灵二阶强化的身体 也无法在水里 跟上怪蛇的速度 不得已之下 他也顾不上会不会暴露 把摩托艇给拿出来 冲出了水面 二 那边 快 王萍萍在不远处大声疾呼 其实不用他说 周灵在夜间的势力 甚至比普通夜市仪都要强 岂会看不见水面上 被怪蛇划开的纹波 我一个人去吧 周灵一边急驰 一边大声道 那不行 千岛水库 又不是你一个人的 王萍萍不同意 算了 说话太费劲 周灵也懒得分辨 好言难劝该死鬼 他们要跟就跟吧 又不是排队领鸡蛋 偷懒都不会 还有啥好说的呢 怪蛇在前面跑 后面左边是王萍萍三艘快艇 时不时就有一缩子子弹 打在怪蛇露出水面的脑袋上 或许剑术不大 但多少有点灵敲碎打的效果 右边周灵驾驶着摩托艇 不慌不忙地跟着 有人代劳他 正好抽空补充点能量 来福号甲板上 程亚力突然接到周立发来的语音 让他赶紧去把岛上的 怪蛇身体弄回来 还提醒程亚力 一定要将岛上 和来福号上的蛇血冲洗干净 通常情况下 程亚力也懒得问那么多 末世降临后 周立已经用事实证明了 他的意见正确性有多高 然而程亚力 才刚把半截蛇身弄到甲板上 打算先进行简单分割后 用板车推去洞库时 轰鸣的马达声 在远方出现了 是刚刚军方的快艇又回来了 那不是周灵也回来了 担心儿子的程亚力 刚抬头起来看 耳中就听到吴雪的惊呼 快 妈 快把蛇肉搬进去 来人了 与此同时 来福号也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 迪西 所有人准备 迎战 第232章 偷袭 虚化 曹博武等人 此时乘坐的快艇 是在岸边抢到的 属于庇护所官方使用的快艇 没有军用快艇的机枪 也没有那么大 但宰上曹博武 和他的六个手下是足够的 甚至还有点富裕 站在船头的曹博武 看似凶神恶煞 但其实心里挺紧张的 如果不是无人机 确定周灵追着半截怪蛇 已经远在一两公里之外 曹博武也不敢如此大胆 严格说起来 他就不是冲着周灵去的 而是冲着怪蛇的半截身体 如果说一开始 曹博武还想完成截杀周灵 营救蓝月月的任务 那么 在见识过周灵跟怪蛇的战斗后 他心中只有一个想法 抢肉 反正上面也说了 哪怕就是一摊烂肉弄回去 也算曹博武完成任务 由此可见 上面恐怕也是知道变异生物的凶残 才会将标准放得如此低 在曹博武看来 这个任务 可比原本的任务要简单得多了 哪怕对方有特副号航母可以依靠 哦 还有一艘叫什么之难的工业母船 在曹博武看来 只要不是面对周灵和怪蛇 他还是有一战之力的 此时 快艇上除他之外的六个手下 都是全副武装 身穿漂亮国制造的特种作战服 外加全套漂亮国的枪械武器 甚至就连夜市衣这些 也都是顶级的 不得不说 有钱就是好 像这样一套装备的价格 换个国家 怕是足够武装一个几十人的小队了 都挺好了 一会儿我先给他们一点教训 然后你们负责把船开过去 抢肉 那个男人直接杀了 那个女的先看颜值 眼看距离来符号 已经不足五十米 曹博武甚至都能看清楚 站在甲板上的承压力和吴雪 因为光线和视线的原因 他直接把承压力当成了男人 看到快艇过来 吴雪连忙在对讲机里问周灵 密集阵怎么不开火 这个问题 周灵也很无奈 他告诉吴雪蜜急阵 因为刚刚周灵用意念操控后 没有释放控制 以至于来符号上的计算机网络 无法直接操控 他也试图联系周灵 可能是因为集中精神追杀怪蛇的缘故 周灵那边始终没有回音 我哥那人靠不住 没事 来的应该就是小卡拉米 你跟我妈应该可以搞定 实在不行 还有我呢 说完 周灵瞅了瞅站在一旁的蓝月月 又是冲着你来的吧 蓝月月两眼看着监控摄像头传来的画面 摇头道 人我不认识 但是看他们的装备 左胸那条黄色的手纹你看到了吗 就是Judas的标志 但未必就是冲着我来的 你是精神系异能者 周灵不慌不忙道 而且还是非常特殊的精神系异能者 很宝贵的那种 如果我是Judas组织的高层 不管花多大的代价 都要把你抢回去 是吗 我怎么感觉 你比周灵知道的还多呢 蓝月月眨了眨眼 那个站在船头的 应该是异能者吧 肯定是 Judas不是傻子 普通进化者来再多都不够我哥大的 可是 你真不打算用火炮 为什么要用 周灵迷了眨眼 莫氏啊 我哥把他们都保护得太好了 放心 有我再不会出问题 至少他们不会死 我怎么感觉 你比我还冷血 不然呢 这狗日的莫氏 不够冷血的人根本撑不过五年 两女说话间 外面的快艇已经冲到来符号十来米处 速度刚刚有所减慢 船上的五个进化者就 齐刷刷地抬起枪口 但凡来符号上有人想要使用武器攻击他们 就必然会遭到他们的联手反击 曹博武冷哼一声两脚发力 将快艇踩得往下一沉 他自己却拔地而起三四米 眼看即将下坠时 一条绳索从他手中击视而出 紧紧地缠在了来符号传弦上的一个设备上 随后曹博武在重力作用下坠向传弦 而他双手发力攀爬 仅仅是两个眨眼的功夫 就到了来符号甲板高度 只需要一伸手就能翻上甲板 下一刻 阴影从天而降 曹博武都没弄清楚 砸下来的是啥东西 就赶忙发动了异能 虚化 刹那间 原本实实在在的曹博武 忽然变成了 像影子一样的存在 不过与普通影子不同之处在于 曹博武这个影子是立体的 若是仔细观察 甚至能看清楚武官长相 So 程压力扔下的 是一个平常时候 放在甲板上 用来堆肥的油桶 里面装满了厨余垃圾 分量十足 人要是被这玩意儿砸上一下 估计不死 那也是重伤 然而曹博武 却是连油皮都没有擦破 当油桶从他虚化后 形成的立体影子中经过后 他便结束异能恢复正常 贱人 曹博武一抬头 就看到程压力 探出来查看的脸 两人四目相对 曹博武习惯性的张口就骂 骂谁呢 贱货 程压力大嘴一张 不容思考 就发动了异能 狮子吼 看不见的声波 在程压力异能的推动下 仿佛无形的利刃 瞬间把曹博武的头发削了个七零八落 紧跟着 又在他头脸皮肤上 割出一道道细碎的伤口 如果不是曹博武反应够快 估计筋状体都给他切开了 曹 异能者 曹博武反应倒是挺快的 感觉不对 立马就再次虚化 瞬间变成四有四无的立体黑影 倒是把程压力给吓得一下子 发不出声音来了 可不是吗 人谁忽然看到 活人变成黑影子 可能反应都跟程压力差不多 异能者 无血反倒是比程压力冷静得多 一下子就反应过来 可面对虚影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使用技能 错过机会了 一直盯着监控画面的周立摇摇头 如果他是无血 只需要将负压真空 直接在虚影内部凝聚 下一刻虚影转化为实体 是就好玩了 负压真空在人体内部爆发 即便无血还是一能最初级的阶段 也能造成极大的破坏 甚至直接弄死这个虚影 都有可能 虚化状态 并不影响曹博武的感官 程压力的发愣 给了他从容爬上甲板的机会 与此同时 他的几个手下 也纷纷使用勾抓枪攀住甲板 拼命往上爬 这些无血也急了 然而他并没有释放异能 却是双手在腰后一抹 掏出来两把手枪 那无比娴熟流畅的动作 使得观战的蓝跃跃不由地 打了个寒战 无血竟然随身带着两把手枪 恐怕除了周灵之外 来福号上 就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了 就连周立脸上 都露出了意外的表情 我这个嫂子 又自强的女人 从来都不会是男人的附属品 从小无血接受的教育就告诉他 人不分男女 生理上的性别 只是别人眼中的女 只有思想上的强弱 才是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差别 无血接受了这种思想 且一如始终的坚持 才有了现在的她 枪 不是男人的专属品 在大雪掩埋的汽车城 无血就表现出无以伦比的天赋 后面但凡得空 他都会坚持训练自己 谁让他老公不缺这点子弹呢 用光了 再要就是了 碰 碰碰 刚刚爬上甲板的几个人 还没来得及端起枪口 就遭到了无血 近乎不间断的射击 谁也不知道一个女人 是如何能够做到 让两把手枪 打出近乎自动步枪的效果 单手换弹夹这种绝技 在无血这里 竟然跟吃饭喝水一样简单 手枪子弹的威力 相对于全套漂亮国特种作战服 或许有些不足 可无血在发现这个问题后 便很快调整了她的目标 面部紧薄脚踝 乃至对方的手掌 这些地方是防弹装备难以顾及的区域 只要暴露在她枪口下 那就几乎没有逃脱的可能 曹 曹伯武又虚化了 憋屈得很啊 更憋屈的是 跟她一起攀上来 扶号甲板的五个手下 最幸运的那个 被击中了手掌 掉进了海里 剩下的四个人 不是面部中弹 就是紧薄中枪 一个个浑身是血的倒在甲板上 抽抽的抽抽 隔屁的隔屁 好不容易有个露面的机会 却是连名字都没有 便黯然退场了 最终恐怕还落不下个全尸 快艇上那个已经看傻眼了 手里端着枪 却不知道该不该射击 一方面是 从下往上 很难找到角度 二来也是担心给自己招来或端 砰砰砰 没有目标的五血 连续三枪 打在曹伯武影子的头胸和小腹 如果是个人的话 此时应该死的不能再死了 然而物理攻击 对虚化状态下的曹伯武 好像一点用处都没有 两个臭娘们 老子嫩死你们 虚化并不影响曹伯武说话 毕竟声音只是振动空气的结果 跟有没有实体并无关系 度过最初的紧张后 曹伯武终于冷静下来了 他在寻找机会 虚化不能同时 施加在两个目标上 也就是说 曹伯武把自己虚化之后 就没法利用这个异能 去伤害成压力或者是五血 另外 异能者和进化者 对虚化是有一定抵抗力的 其抵抗程度 跟异能等级和进化度成正比关系 话而言之 在异能等级或者进化程度相近时 曹伯武想用虚化 直接杀死对方 基本上做不到 但可以通过虚化 给对方造成伤害 或者是制造障碍 或者是 藏在一处掩体后的曹伯武 从大腿外侧的裤带里 摸出来几把筷子长短的飞刀 将虚化施加在其中一把飞刀之上后 利用进化者的力量和准确度 将只剩一道黑影的虚化飞刀 射向持枪换弹的五血 虚化后的飞刀不仅更快 也更难判断其准确的诡计 五血虽有出众的枪法天赋 可毕竟没有经过正儿八经的作战训练 面对曹伯武这诡异的进攻方式 顿时有些抓慌 幸而 程压力出手 不 出生了 刚刚被吓了一跳的程压力 在接二连三的枪声中 渐渐找回了本性 正面的说叫飘汗 中性的说 应该叫泼辣 反面总之怒火中烧的程压力 绝对是周灵都不愿意招惹的存在 在前一波网络热语中 有个用来形容部分 甚至是极少部分女性的词语 恐龙 如果带入程压力 尤其是此时的程压力的话 那就是暴龙 啊 仅仅只是短促的一声怒吼 程压力大嘴前方的空气 就隐约出现了文波 至于曹伯武甩向无血的飞刀 难以置信地 散架了 不得不说 异能这东西 就很诡异 如果是实体状态下的飞刀 目前的程压力吼破喉咙 都不可能将其震散 可虚化状态下 这诡异的一幕就出现了 曹伯武都傻眼了 什么情况 虎娘们一声狮吼 能把虚化飞刀给吹化了 那要是冲他来一嗓子 曹 地球太危险 老子还是溜吧 曹伯武刚站起来想跑 无血的子弹 嗖嗖嗖来了 愣是将他逼回掩体后面 与此同时 发现自己亦能可以克制曹伯武的虚化后 程压力恶向胆边生 大不留心地走向曹伯武 曹伯武顿时有点方 虚化不怕子弹 但程压力的声音好像很危险 如果不虚化 无血的子弹又不会放过他 特么的 为什么这里还会有两个异能者 这异能者的密度 岂不是比组织里还高了 还有那虎娘们满脸横肉的宁笑 跟要吃人的母老虎似的 到底谁他们才是反派啊 难过归难过 曹伯武是绝不会束手就擒的 手中飞刀不停投向程压力 隐藏在众多飞刀后面的 则是一把狗狗嗖嗖 哪位小主强烈要求用这个词的 看到这里 自己去评论区打赏金币把的虚化飞刀 啊我 面对飞刀 程压力斯毫不慌 站定后大嘴一张 声音从粗狂迅速拔高 最后像是一根抛向天际的细钢丝 余音喧息不绝 更有人耳根本听不到 却能对物质造成影响的超声波 喷涌而出 没有数字化 谁也不知道 程压力目前的异能等级究竟在什么阶位 但大多数飞刀 就如同撞在一堵无形的墙上 坠落的坠落 掉头的掉头 距离程压力还有四五米就直接爆了 爆了 曹伯武的心态也特么爆了 自打有了异能和进化后 曹伯武就一直觉得 他挺屌的 必须虚化这种异能用对了地方 还是很无敌的 可谁特么能想到 一个声波系异能就能吊打他的虚化呢 曹 等曹伯武回过神 从腰间把手枪掏出来的时候 大长腿的程压力 距离他已经只有不足两米了 枪口才抬起来 程压力伸出手臂 蒲扇似的巴掌挥出 曹伯武连忙后退 却还是晚了一步 只感觉一阵怪力拍在他持枪的手上 愣是让他松了手 光荡 手枪落地 曹伯武连退两步 心中恼怒的同时 眼角余光撇到远处的吴雪 好似正在瞄准 连忙停下脚步 想要借助程压力的身躯 阻挡吴雪的视线 心想对付一个女人 总比面对神枪守好 看到曹伯武不再退避 程压力大嘴一脸 乐了 第234章 彪悍的程压力 程压力在获得异能开始进化后不久 周灵就觉得 他这个老娘狠 很极品 主要是说 程压力的战斗能力 尤其是近身肉搏 简直就是强无敌那种 所以当曹伯武打算借近身肉搏足挡吴雪开枪 同时还可以抽棱子 用异能暗算程压力时 他其实就已经选择了地狱难度 还没等曹伯武靠近 程压力蒲扇大小的巴掌 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抽过来 曹伯武心中盘算倒是好 觉得女人力气再大 也不可能比男人大 所以他想格挡之后 顺势给程压力来个黑虎掏心 再瞬间虚化程压力的胸膛乃至脏腑 最后趁着程压力吃痛 将其前置逼无血投降 问 掃 碰 想象总是美好的 但现实却那么残酷 巨大的冲击 让曹伯武脑瓜子翁翁作响 这时候 他还没有感觉疼 只知道 身体一下子轻飘了起来 耳边听到风声 最后才是半边身子 撞击在坚硬的甲板上 砸得骨头都隐隐作疼 得亏来符号的甲板 都是高强度的特殊合金钢板 足以承载几十吨冲击力的那种 否则这一下搞不好就要变形了 特么的疼痛让曹伯武清醒 清醒又让他感觉到更大的疼痛 额性循环啊 而更恶性的是 那个女人她来了 大不留心地走过来了 一点分量都没有 还男人呢 程压力念叨着 一把掐住曹伯武脖子 单手举起来 然后再狠狠地往甲板砸下去 不远处 原本是打算过来帮忙的黑仔 抬起一只爪子 捂住了眼睛 见到楼大门口 一堆听到警报 准备出来帮忙的人 不是揉眼睛 就是捂嘴巴 特么的平常和蔼可亲的皇太后 原来这么暴力的吗 惹不起 不敢惹 想想前些时候 经常还让皇太后帮忙偷着乐 现在看来 这特么是命打 以后必须要注意 太危险了 光 光 光 这是众人脑子里 给可怜的曹伯武配音呢 他被呈压力一下又一下地砸在甲板上 别说虚化了 精神根本无法集中的 他在第二下的时候 就已经彻底介于昏迷和死亡之间 全身上下的骨头 少说断了有90% 砸下去 就被一坨详似的 跟甲板亲密无间 以至于后面的两三下呈压力 都得在抠的同时 还需要用脚尖铲 一下 才能把曹伯武跟甲板分开 慢慢调整情绪走过来的 吴雪目测了一下曹伯武的情况 低声道妈 差不多了 再砸就死了 啊 还没死吗 我以为已经死了 妈 死了你还咋 程压力搓搓手 略显尴尬道 这不是过瘾吗 到底死了没有 差不多了 再来一下 估计神仙都就不回来了 吴雪略微检查了一下曹伯武的情况道 哦 那就不叫了呗 下边还有个想要开船跑的 程压力话还没说话 黄梦颖就走到吴雪身边 递给他一把反气才狙击枪 小公主让我给你的 好东西 吴雪二话不说 将狙击枪在甲板边缘架起 略微调试后 就瞄准了那艘正在高速驶力的快艇 快艇上 最后的信誉还在庆幸 随后他就听到轰的一声 感觉船身抖了一下 再然后才是熟悉又可怕的枪声 大狙 这是信誉脑子里最后的念头 因为几乎没有停歇的第二发子弹 直接将他脑袋瓜子炸了 快艇上只留下了一个抽搐的无头尸身 抖了几下便扑接了 搞定 吴雪面带微笑地拍了拍枪声 然后精致将大狙给背了起来 完全没有放开的意思 警报解除 警报解除 周莉在对讲机里宣布后 蓝月月忍不住问 说吴雪不是有异能吗 怎么就没看他用过 你想打听什么 我劝你 最好别有什么异心 你以为Judas真的是看中你 动动脑子吧 作为罕见的精神系异能者 你被研究的价值 远远高于你的异能价值 即便研究不出个所以然来 也绝不会 让你这个人形报警器到处乱跑 只有我哥那种傻子 才会让你过得这么舒服 要是我的话 早把你泡在药水里 只需要嘴巴能说话就行了 泡在药水里 蓝月月打了个寒颤 她其实是被周莉娜冰冷的眼神给吓到了 一个在和平盛世里长大的小姑娘 怎么会有如此漠视生命的眼神 难不成是夺赦 对啊 中被夺赦的人 往往有着跟年龄和身体完全不匹配的精神力 所以才能抵抗她的精神冲击 别胡思乱想了 我只是提醒你 做人不要生在福中不知福 老老实实去帮我嫂子吧 这里没你事了 哦 蓝月月为周莉气势所震撼 规规矩矩地走了 当她离开后 独自一人的周莉忽然发出声叹息 随后双手摁住脑袋使劲地按摩起来 仿佛脑瓜子里十分难受 另一边 正在追踪怪蛇的周莉 终于收到了承压力发来的信息 只是将事情经过大概地说了一下 让周莉不用担心 她和吴雪已经把敌人都干掉了 现在来服好周围的鱼儿们 估计正在加餐呢 最后 嗨8提醒周莉一定要小心 那怪蛇看起来就不好惹 不好惹 望着几十米开外 一直没怎么减速 而且已经看不到血痕 只剩一点点激荡纹波的怪蛇 周莉心中不由的苦笑 如果仅仅只是不好惹的野兽 其实也还好 关键是 这玩意儿 它有脑子 上次交锋的时候 周莉就感觉到了 这一次 怪蛇不仅体型变大 动作更快 防御更强 关键是 还学会了断尾求生这种绝技 而且 还有个近乎不死之身 这要是放任期成长下去 搞不好将来就成变成龙一样的生物了 千岛水库 可能就没有来福号的容身之地了 所以 周莉心中暗暗发狠 这次无论如何 都要把怪蛇弄死 王萍萍等人 心里 也是这样想的 只是跟周莉所战的立场有所区别 但大家的目的都一样 周莉跟怪蛇之间的战斗 几乎吸引了所有知道这件事情的人的注意力 结果就是 无论军方还是来福号 都没发现 一艘飞艇 正在高速进入加州城境内直奔千岛水库上空 不得不说 这艘体型科幻又小巧的飞艇 可能是这个时代人类最方便的交通工具了 只不过 它的到来可不是为了世界和平 第235章 克洛斯 马沙 克洛斯马沙 祖籍东南亚某小国 自幼父母双亡 把他养到12岁的爷爷奶奶死于一场武装冲突 然后还没有步枪高的克洛斯就成为其中一方的童子军 那是段克洛斯不堪回首的经历 武装分子利用暴力 甚至是毒品控制着几百个未成年人 这些孩子几乎都出生于贫苦家庭 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的他们 几乎无所畏惧 战场上 他们是最不怕死的赶死队 私下里打架互殴 甚至随意开枪杀人 只是家常便饭 克洛斯记得当初跟他一起进入武装组织的800多个孩子 一年后竟然就只剩100多个 三年后 他离开武装组织的时候 大概只有不到30个 800多到30个 仅仅三年时间 这死亡率然而所谓的联合国 所谓的儿童保护协会 所谓的 之所以如今的克里斯 对任何国家社会 甚至任何人都不带半点感情 就是因为青少年时期的经历 让他对这个世界早已经失去了所有希望 绝望但强壮 训练有素 冷酷无情等掺杂在一起 使得克洛斯成为Judas组织中的佼佼者 在异能和进化 没有正式宣布之前 克洛斯几乎是组织里同龄人当中最强的 不考虑情商的话 如今 35岁的克洛斯 在组织里的地位 已经等同于封疆大力 首长组织在东南亚一国之资源 末世之前 就管理着组织在缅国的好几个经济实体 以及两个实验室 其中一个实验室 做的就是人体实验 表面上看 好像是跟缅国政府和民间资本联合举办 但其实所有最核心宝贵的数据 都只上交给了组织 这次收到组织的命令 要求克洛斯安排人手进入下国 第一目标是某怪蛇 无论死活 第二目标则是一个叫做周灵的下国男人 任务中还特别标准称 周灵是异能者 目前已经拥有一艘漂亮国航母 和一艘岛国工业母船 原本克洛斯已经很少亲自执行任务了 可这次任务不仅需要进入下国 而且还要对付一个下国人 这就很刺激克洛斯 很多下国人或许并不能理解 下国周边那些国家的人 其实有始至终都能感受下国带来的威胁和压力 但凡是有点野心的人 恐怕都会将下国当成一辈子的假想敌 这么说吧 一个强大的下国 是绝对不会受到周边国家的欢迎 毕竟世界资源就那么多 下国越是强大 其有意无意霸占的资源就会越多 所谓共同发展这些根本就是屁话 任何事物包括国家在内 发展的本质就是掠夺 克洛斯恨下国 除了天然的原因之外 也跟组织的洗脑式教育有关 而且这些年 克洛斯管理的那些公司 可没有少坑下国人 什么嘎妖子活取器官之类的事情 简直不要太正常 从心理学来说 克洛斯潜意识里 始终认为强大的下国 迟早会跟他算这笔账 那么想要心安最好的方式 就是让下国变得虚弱不堪 甚至是彻底消失 所以坑害的下国人越多 克洛斯反而就越恨下国 但凡是能够对下国 下国人造成重大伤害的事情 克洛斯都会乐此不疲 长官 我们已经抵达目的上空 已经在坐标点 是吗 怪蛇已经被他们搞定了吗 克洛斯滑动着屏幕 试图看清楚水库的实际情况 通过高清摄像头 可以清晰地看到来符号 甚至就连上面站着的人 都能看得大概 正在搜索中报告长官 下面有两拨人正在追踪什么 我们分析 可能就是怪蛇 画面切过去看看 克洛斯皱起眉头 怪蛇还没有死 究竟是周灵太弱 还是怪蛇太强呢 组织上要求得到怪蛇 是直接下去开墙 还是坐搜渔翁之力 在看到周灵的摩托艇和军方的快艇后 克洛斯忽然又觉得 好像这次任务并不是那么难了 毕竟没看出什么特殊的地方 怪蛇也没有反击之类的 那么或许等一会儿更好 联系上那个叫查理的下国人了吗 暂时没有 长官 废物 克洛斯轻吨出一个鼻音 组织让他到了加州后 就跟曹伯武联系 不过克洛斯并不记得曹伯武的下国名字 只知道叫查理 嗯 查理曹 虽然没有指望查理曹能够帮自己什么 但组织既然让联系克洛斯 就执行命令 至于说联系上之后还能做什么 那就各安天命 反正克洛斯可以做好了准备才来的 李娜搜航母 注意隐蔽 别干蠢事 自傲 但不自大 这是克洛斯活到今天的经验 他现在想的就是等 等到周灵跟怪蛇绝出胜负 就是他出手的时候 不得不说 金明如克洛斯也上了经验主义的档 觉得周灵不在航母内部 或许航母就必然会出现运转不灵的情况 可事实是 克洛斯的飞艇还没有抵达千岛水库 周灵就皱起了眉头 先大声问王萍萍 是不是驻军的飞艇来了 我们的飞艇已经回去了 王萍萍跟夜星小联系后 对周灵道 那 有没有可能是其他地方驻军呢 周灵又问 王萍萍耸耸肩膀 今时不同往日 谁也不敢保证 其他地方驻军 就一定会严格遵守末世之前的那些规定 毕竟人心格度皮 那我就不客气了 他只是看看便罢了 只要有半点不对劲 老子就要把他打下来 虽然周灵人不再来符号 但不代表他就不能遥控 只是没法顺移回去而已 再说 周灵还在呢 区区一艘飞艇 在航母面前真不算什么 喂 他好像变慢了 废话 你以为他是喝汽油的吗 周灵不说还好 他这么一嗓子吼 王萍萍身后的驾驶员忽然开口道 头儿 不好了 啥 我们好像快没油了 嗯 王萍萍扭头回去 满脸不信 不是加满了 还带了两桶吗 都用光了 头 最后一桶刚刚已经加进去了 现在掉头的话 估计刚好过咱们回家 如果继续追的话 操 王萍萍滴滴地骂了一声 随后冲周灵后 问能不能借点汽油 长官你想啥呢 你看我浑身上下 像是带着汽油的样子 不行 你们就先返航吧 回头我载了 怪蛇发视频给你们看 这小子鬼惊鬼惊的 王萍萍知道一些周灵的事情 他才不信周灵拿不出汽油 但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他也不能用枪顶住周灵强曲啊 回去 顺便查查那艘飞艇 第236章 有毒 白福号 周立坐在作战指挥室 通过各种探测手段 追踪着周灵说的那艘飞艇 他其实可以直接用无线电联系飞艇 确定对方身份 然而他却没打算这么干 而是静止打开了航母上的各种防空设备 还控制着尽量不让飞艇发现 哪怕他并不确定空中那艘飞艇 有没有发现的能力 哥也是脑子不够用 用小脑想也能猜到 不可能跟军方扯上关系 该来的总会来 该死的总要死 自言自语中 周立终于完成了对飞艇的锁定 周灵希望的是 只要飞艇不惹事 就不理睬 但周立并不是这样想的 千岛水库是周家人安身立命之本 不仅不准外面的人来 最好加州城本地人也别来 不过周立还是低估了 Judas组织在科技方面的先进性 虽然他已经尽量避免 但在反复锁定的过程中 飞艇上的感应装置 终究还是被触动了 长官 我们被锁定了 嗯 克罗斯猛地站起来 周灵不是不在航母上 不对 他肯定已经跟他们军方合作了 马上把消息传出去 我们的情报有误 另外尝试摆脱锁定 长官 飞艇没法摆脱锁定 发刻 以飞艇的体型和相对速度 一旦遇上现代化对空武器 基本上是没什么闪避能力的 纵然飞艇有一定的掩护手段 可克罗斯心中很明白 只要下面的航母发动攻击 基本上飞艇就是实死无生 跟对方发信号 就说 我们没有恶意 只是经过 发刻 消息发给组织没有 发了 对方发来信号 说 说什么 发刻 你倒是说啊 对方说 十九 发刻 不给活路是吧 准备右耳弹 另外 把我们带的武器全扔下去 三分之一对准航母 三分之一 给我砸向周灵 剩下的 往下面所有陆地上发射 克罗斯从来就不是什么善良之辈 环境造就了他的性格 恶毒早已经深入他的灵魂 即便是飞艇里的其他人 在听到克罗斯的命令后 都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 除了右耳弹之外 这次出来飞艇里 携带最多的武器 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现在克罗斯的命令 竟然是将那些武器统统扔下去 有人已经在想象 那些玩意儿炸开之后 会是怎样一个情形了 然而 没人胆敢反对克罗斯的命令 几秒钟后 飞艇吊舱左右两侧个打开一个弹舱 随后 一枚枚航弹样式的武器 被投放出来 这些武器一离开飞艇后 就自动点火 同时弹开不大的单翼 开始飞向设定的目标 来福号作战指挥势力 周立小脸紧绷 这么多 应该不会太麻烦吧 看到飞艇一颗接着一颗的扔下炸弹 周立反倒松了口气 毕竟就算下国漂亮国 或者大毛雄国 都不至于会这样浪费核弹 那么除了核弹之外 还有什么武器 可以伤害到航母 反正周立不觉得有这种可能性 即便是反舰导弹 他也有信心拦截下来 更何况 他也不会给飞艇继续下弹的机会 准备好的防空导弹 嗖嗖地腾空而起 拖着长长的浓烟飞向天空 不同于喷气式飞机 海麻雀导弹使用的是火箭发动机 自身携带燃料和助燃剂 在飞行过程中 是不需要吸入空气的 也就不用担心 发动机因为空气中大量的威力 而出现故障 所以正常情况下 是必然可以命中克洛斯的飞艇 前提是 飞艇没有任何反制措施 然而 作为JUDAS组织出品 除了已经开始抛射的诱饵弹之外 飞艇上的信号干扰设备 也开始全功率工作 拼尽全力去干扰来袭的四枚海麻雀 十几秒钟后 飞艇周围炸开了四团火焰 在诱饵弹和干扰器的合作下 飞艇勉强存活了下来 与此同时 飞艇扔下的第一颗航弹也炸开了 就在飞艇下放一个岛屿上空 距离地面 至少还有200米高的位置 晴天霹雳般的爆炸声中 无数光点瞬间被分布在 超过一个标准足球场大小的范围内 从渺小到蓬勃 无论是坠入临中地面还是水面 仿佛所有物质都无法阻止它们燃烧自己 引燃一切 白灵弹 克罗斯的飞艇上装载的那30枚航弹 是Judas组织从某个军工企业生产的 市面上甚至都还没有曝光的一种全新的白灵弹 通过特殊配方和材料 这种白灵弹弥补了以往同类型武器的一些缺点 譬如燃烧不够猛烈持久 白灵散布点过于稀疏 无法在短时间内形成密集的火焰灼伤区域等 30枚航弹飞向不同区域 来福号和常威号的上空就有超过6枚白灵弹爆炸 另外还有4枚航弹爆炸的范围 分别覆盖了来福号左右两侧的岛屿 我的庄稼 来福号里看到这一幕的周才军 发出一声不甘的惨叫 有架空层以及坚固的庄稼保护 人在来福号里是不用担心白灵弹的伤害 但甲板架空层上的那些果蔬就倒霉了 基本上每平方米就有超过3至5颗燃烧的白灵颗粒坠落 这些只能依靠彻底隔绝空气的白灵颗粒 轻易地烫穿了种植槽上的遮阳网 肆无忌惮地落在农作物的叶片上金杆上和培养机制上 鱼菜共生的培养机制大多是利食 加上流水的浸泡 白灵颗粒还不至于造成多大的影响 然而农作物就惨了 它们根本承受不住1000多度的高温 即便没有被点燃 也会因此而遭到严重损毁 更可怕的是 这些白灵颗粒无论最后是否彻底燃烧 其残留物对于生物来说都是有毒的 即便周立第一时间阻断了种植槽的水回流于池 但大家辛辛苦苦弄出来的种植槽怕是要完蛋了 所以周才军才会发出绝望的惨叫 一两个月的心血就此付诸东流 任谁都接受不了 相对来说 常威号反而要好得多 只要将暴露在外的易燃物搬走后 就可以不用担心白灵潭的影响 真正麻烦的还是那些岛屿 冬夜里死去的那些植物残骸 在经过反复暴晒后 别说是白灵潭了 一颗没有熄灭的烟头 都有可能造成一场大火 当洋洋洒洒的白灵颗粒 以高密度降落在千岛水库的各个岛屿后 火光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冲天而起 真该死 周立小手飞快地敲打键盘 八枚海麻雀四离弦之箭 向克罗斯的飞艇刺去 第237章 血战怪蛇 白灵弹 航弹爆炸的瞬间 怪蛇 留在水面上的纹波便消失了 动物对于威胁的本能 让他第一时间选择了下潜 周林的反应也很及时 将摩托艇一收人 自然落入水中 随意滑动手臂 便往怪蛇所在的方向 冲出好几米 隐隐约约中 他好像看到了一团硕大的阴影 在逐渐放大 不对 以怪蛇的速度 周林不觉得 他能够在水中占据优势 而那放大的黑影 则说明怪蛇必然是减速 甚至是掉过头来了 狡诈的畜生 必然是判断出来自天空的威胁 可以帮他阻挡另一波 能够给他造成伤害的人 而经过一段时间修复的身体 则给了他信心 想要趁机先解决掉周林 一人一蛇的距离 从原本的几十米 迅速接近到只有十几米 周林面前的水 忽然开始出现异样的纹波 那是怪蛇发出的丝鸣在震荡 如果周林是个普通人 光是这种震荡 可能就会令人头昏脑胀 失去判断力 周林身体强度远超普通人 剑怪蛇掉头过来 周林心中也不慌 默默开启了强度共生 空中爆炸不断 星星点点的火光从天而降 一些岛屿已经开始燃烧 刚刚掉头返航的王平平等人 咬牙切齿地操纵快艇 试图避开白鳞颗粒和航弹的范围 一些生活在附近的灾民 要么已经中招惨豪 要么如热锅上的蚂蚁 开始四散臀半 这一切周林都不关心 因为他知道 来符号肯定扛得住那些爆炸和坠落的白鳞 也相信周立和老妈 能够处理好一切 他要做的只有一件事 干掉眼前这条半截子怪蛇 跟上次相比 怪蛇的爪牙又大了许多 即便已经遭受了诸多伤害 那笔三轮车还大的脑袋上 仅剩毒眼里 仍旧凶光四射 在水下周林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仿佛就是一颗夜明珠 只剩下半截身体 对于怪蛇的速度和灵活度 显然是有不小影响的 也让周林对这一战有了更大的信心 因为在水中的缘故 周林放弃了顺手的堂刀 从来符号的存放空间里 拿出军队里使用的鱼刺 跟民间使用的气压式鱼刺不同 漂亮国卫特种部队准备的这种鱼刺 并不是采用常规压器的方式 其触发方式更接近于枪支 鱼刹的握柄里 可以塞进七颗专门的气压弹 其外形类似子弹 但内部装药 更倾向于产生足够的气体 再通过特殊的储气罐和导管 将鱼刺发射出去 当然 鱼刺仍旧需要发射后手动填装 但无论发射频率还是威力 都不是民间鱼枪可以比拟的 加之采用超硬合金制作的三棱形流体刺头 不仅可以大大减少鱼刺在水中的阻力 保留更大威力更远射程 其锐利而坚硬的性能 更是能在十米内 轻易穿透普通船只的外壳 怪蛇当然没见过这种特殊的武器 没看到 那把曾经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唐刀 外形奇怪的鱼枪并不能引起怪蛇的警惕 再聪明的怪兽 也无法像人类那样制造乃至运用工具 始终还是只能依赖于自身的装备 想要对周灵造成致命伤害 就必须要近身搏杀 当双方只剩最后不到四米时 周灵扣动了扳机 铺 锈 鱼枪一震 导管口喷出一串细碎气泡 三尺长的鱼刺如同一道闪电划过 随后在怪蛇猝不及防下 深深地刺入其紧搏位置 大量的鲜血 从三棱刺头的血槽里喷涌而出 瞬间将周遭的水远成一片烟红 嘶嘶嘶 怪蛇发出惨叫 将烟红的水溢圈圈震荡扩散 早有预料的周灵略微上浮飘向怪蛇上方 已经重新填装的鱼枪再度发射 又一根鱼刺狠狠地扎进怪蛇的脊背 疼得它左右晃动 真如芒在背 如果一定要说可惜的话 还是鱼刺的尺寸相对于怪蛇而言有些偏小 即便能造成伤害 却很难致命 至少三尺这个长度 就无法在怪蛇身上造成完全穿透破坏 顶多只能算是皮肉伤 吃痛的怪蛇变得更加暴躁 以至于好不容易诞生的智慧都被受性所蒙蔽 它忘却了对生的渴望 只剩下跟周灵决死一战的暴虐本能 怪蛇锋利的一双前爪在水中划过 虽然距离周灵还远 可激荡的水波竟然如同锋利的刀子 直接撕开了周灵最外层的作战符 有防弹以保护的胸腹部分还好 手臂的位置则是微微刺疼 想来是受伤了 这他妈是内功啊 周灵没想到怪蛇竟然还有这样的能力 或者说 这就是传说中的力大专飞 最可怕的这种攻击 几乎是无影无形 在被搅浑又染红的水中 很难看清楚来袭的方向 稍不留神就会中招 不过周灵也不闲着 一根接着一根发射鱼刺 拿出一把装填好的鱼枪来继续奋战 几分钟后 周灵和怪蛇周围的百米范围内的水体 都彻底浑浊 泥水跟血水果加在一起 使得能见度几乎没有 如果不是周灵进化后的势力和感知力 可能会因此失去怪蛇的位置 好在已经杀疯的怪蛇 除了死战到底之外 已经没有别的想法 哪怕周灵不着他 他也不会放过周灵 接连打空了三把鱼枪后 周灵感到一阵气短 他毕竟不适于 没法在水里唤气 直冲向水面时 怪蛇竟然也极有默契地停止攻击 大头向上直冲水面 不知道是因为只剩一只眼睛 还是因为暴怒 而失去了足够细致的观察力 怪蛇并没有发现 周灵在快要接近水面时 忽然减慢了速度 也有可能 怪蛇会认为是周灵历劫的缘故 周灵之所以停下来 是因为隔着一米多的湖水 他看到了一团火 一团从天而降的大火 不是白灵颗粒那样星星点点 即便看不清楚 距离周灵也能判断那团火的体积相当之巨大 少说也有上百个平方 而且正在急速下坠 急速下坠就说明 那火团之中必然是有重物的 而且还是容易燃烧的重物 重力加上高温周灵的脑海中 突然有了个想法 双臂一摆 周灵向怪蛇急速靠拢 他的举动引起了怪蛇的警惕 他一面继续上浮 一面低下头来 殊不知 这样正中周灵下怀 来吧 缠住我吧 赤手空拳的周灵张开双臂 在怪蛇扭动的身躯下 显得如此渺小 第238章 绝胜 损失惨重 怪蛇用他只剩半截 但长度仍旧超过十米的身躯 缠向周灵 已经彻底疯狂的怪蛇 完全失去了平时的智慧 此时他只知道 无论如何 都要干掉这个 敢于一而在 再而三挑衅他的两脚兽 非要将其吞进肚子里消化掉 才能略微弥补他遭受的痛苦和折磨 周灵确实没动 但不代表他就会任由怪蛇缠绕 二阶强化的他也不敢去赌 就一定能承受怪蛇的力量 万一有个差错 他就可能粉身碎骨 眼看怪蛇鳞片 斑驳血肉模糊的身躯即将缠绕 周灵忽然出手 原本空无一物的双掌上 多出来几把爪刀 锋利的爪刀如同叉子 凶狠地扎进怪蛇 没有鳞片保护的血肉 让周灵有了发力支点 不等吃藤的怪蛇反应过来 周灵怒吼一声 双脚如同航母的螺旋桨高速摆动 从未曾爆发过的巨大推力 让周灵可以轻松地拖住怪蛇 向水面上冲去 爽力的感觉 让周灵忍不住想要仰天长笑 同时也暗暗责备自己脑子不好使 竟然没有早点想到 利用强度共生带来的力量 反而要借助什么鱼枪 去特么的鱼枪 如果早想到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 直接把鱼刺扔出去 杀伤力肯定都在鱼枪之上 不过现在也不迟 哗啦 怪蛇少说也有几吨重的身躯 在周灵全力发动下 被举出水面 以一个夸张的速度急速上升 看上去像是一坨 周灵并没有跟着怪蛇一起上升 强大的腿部力量 让他仅仅只要脚掌的高频摆动 就能保持在水中站立的姿势 如果被解锁了全新技能 周灵心中无比快意 什么叫做水上飘 他现在就是水上飘 天空中追下来的火团已经够快了 而怪蛇升空的速度却更快 急速上升的怪蛇感受到头顶传来的炙热 然而身在空中的他却根本没有办法移动 在死亡威胁下 怪蛇脑瓜子终于清醒了一些 盲不迭用后半部身体蜷缩起来 将最重要的脑袋藏在下面 试图用这种方式来抵御来自半空中的火团 哄 上百平米 甚至更大的火团 在跟急速上升的怪蛇碰撞后 带着轰鸣四分五裂 站在水面上的周灵终于看清楚了 应该是那艘飞艇的残骸 不用说肯定是被周灵用海麻雀给敲下来了 只能说位置正好 省了周灵一大把力气 可怜的怪蛇 即便想方设法地将脑袋保护起来 可下半部分的身体就倒了大霉 飞艇的吊舱再怎么说 也是各种金属打造而成 重力是能加上高温 以及相对速度造成的能量释放 再如何坚韧的身躯 也经受不起如此摧残 飞艇残骸散架的同时 怪蛇也被撞得只剩下了最后一口气 而这最后一口气 在怪蛇从百多米的高空 就彻底散了 普通 强度共生的时间也刚好结束 没了技能支持的周灵轰然落水 强烈的饥饿感和倦怠 让他不得不漂浮水面 大口大口地吞噬一根又一根巧克力糖棒 其实这种糖棒很劣质 如果普通人像周灵这种吃法 那是必然会出问题 但二阶进化带给周灵的消化能力 只要不是致命毒药 几乎所有的一切都可以被分解为 最纯粹的能量 为身体所用 一面狂吃 一面顺手将烂成一坨 很多地方连骨骼都暴露出来的怪蛇尸体 收入来符号的存放空间 然后周灵才有余力观察周围 这就是蓝月月梦中的景象吗 视线索急之内 所有岛屿几乎都在燃烧 30颗白铃航弹带来的效果实在是震撼 尤其是冬夜之后 几乎每个岛屿上都满是枯树的情况下 即便是区区几颗白铃颗粒 都能将一座小岛彻底引燃 黄论是铺天盖地地落下来 在周灵看来 就好像是整个千岛水库都在燃烧一样 四处都是火光 都是冲天起的黑烟 燃烧消耗掉水面附近的氧气 空气密度的变化 以及受热抬升 使得周围空气快速来补充 又形成了千岛水库 周边的空气强烈对流 得到新鲜氧气补充的大火 借着风势燃烧得更加猛烈 这也是为什么 山火一旦烧起来 之后就很难扑灭的原因 信而来符号是在两座岛屿之间 不用考虑火势蔓延的问题 只要岛上可燃物全部挫骨扬灰后 火自然就会灭了 真正麻烦的 还是千岛水库沿岸 在末世之前这边作为水源地 生态保护得很好 郁郁葱葱的植被 虽然最近被砍伐了些 但留下的仍旧不少 即便一开始 只是紧贴水库的区域烧起来 但随后火势就开始蔓延 甚至就连林烟集团度假村方向 都受到了威胁 王萍萍很幸运地回到了岸边 但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 有一艘快艇在航弹爆炸时 不幸被浪头卷住 没来得及避开 后续坠弱的白鳞颗粒 一个都没活下来 另一艘船相对好些 但也有两名战士 碰到了白鳞颗粒 严重烧伤不说 已经出现零中毒症状 需要马上进行医治 度假村这边的检疫医院是建好了 可医疗人员和药物 都处于一种严重匮乏状态 加上这一波受伤的 可不仅仅只是两名战士 很多居住在爆炸范围内的灾民 再被烧伤也送来医治 使得本就不富裕的庇护所医院 雪上加霜 身为人民子弟兵 王平平看到 已经人满为患 每个医护人员都满到飞骑的景象 实在是喊不出 先救两名士兵的话 最后还是叶兴小暗中下了命令 医院才勉强腾出两张床位 做了些应急处理 反了天了 撕炼 这件事没完 一定要查到底 哪里来的飞艇 到底是谁的人 叶兴小办公室 王平平气得猛拍桌子 她心疼啊 每一名战士 不仅是国家和人民最宝贵的财富 同时也是她的兄弟 比亲兄弟 还亲的骨骼兄弟 没有死在怪蛇嘴里 却被一艘来历不明的飞艇给坑害了 虽然周灵已经解决了那艘飞艇 但王平平哪里会就此作罢 来符号那边发来了一些信息 应该不是咱们国内的 叶兴小摇摇头 她能感受到王平平的愤怒 但即便她是地方驻军司令 也有力所不逮的时候 不是国内的 那么大一艘飞艇他们打不下来 还发现不了 够了 叶兴小把脸一板 你以为边境上是什么情况 这是漠视 行了 与其无能狂怒 不如你现在就去联系周灵 把情况弄清楚 上报吧 第239章 王平平的请求 来符号 虽然船体以及附属设备 并没有在爆炸中遭受什么损失 架空层的钢板 也抗住了爆炸的冲击波 和白灵弹的侵蚀 但架空层上种植的农作物 就有些惨了 周才军初步检查的结果 直接损毁 加上高温伤害 无法修复的 超过了五成 剩下的那些 也不敢保证 就一定都能活下来 更麻烦的是 整个种植槽 需要彻底清洗 去除残留的零和零化物 否则不仅会导致饲养的鱼类死亡 普通人吃了 肯定也会不同程度的中毒 除此之外 倒是没什么 怪舌死了 尸体虽然残缺 但勉强算是 落到了周灵手中 来袭的曹博武 和不明飞艇 最终一个都没跑 然而 这场突如其来的战斗 却暴露出基地战斗方面的 种种问题 在周灵看来 首先是战斗意识不够 不管是曹博武的快艇 还是后面出现的不明飞艇 以目前来符号上的 设备能力来说 都不该近在咫尺了 才被发现 然后就是临战反应 陈锋和赵绍刚是进化者 再加上孙程浩 陈家兄弟三个男人 最后却是让程压力 和吴雪两个女人顶在前面 其他人不仅反应迟钝 还有未战情绪 难道周灵养着他们 就是当苦力用 最后是损管 当不明飞艇出现后 就应该考虑到 对方可能会发动攻击 该掩蔽的掩蔽 该转移的转移 而不是一个个躲在来符号里 等着别人狂轰乱炸 说到这里 周灵又忍不住瞥了眼周立 小丫头这次表现得有些拉胯 别看我 那艘飞艇上的干扰装置 和诱饵相当先进 来符的防空导弹有些落后了 放心 我会解决这个问题的 你还会弄防空导弹 周灵有些不信 我不会 但常威号那边有人会啊 不是所有事都要自己会 你要习惯上位者 只是提出问题 并且让下面的人 去解决问题 懂吗 所以刚刚提了三方面的问题 你们觉得 该如何去解决 陈锋等人不知道说什么 毕竟他们的人生经历中 从不曾跟真正的战争 牵扯过关系 市井间的争强斗狠 跟真正的战争 压根就是两码事 不过最后两人还是表示 经历过这次后 他们学到了不少 下次再发生类似情况 他们知道该怎么做 至于说孙承昊三个普通人 周灵其实并没有指望 他们参与战斗 本质上 他们就是苦力 所以最后 只有孙承昊点头哈腰地表示 下次周灵 让他干什么 他就干什么 哪怕是去冲锋陷阵 向死而生 都没问题 你倒是聪明 周灵指了指孙承昊 低声道 这次会议 蓝月月也参加了 说起来 甲板架空层上的农作物 最终还能有五成活下来 多少跟蓝月月提示有关系 如果不是事先 对一边岛屿的枯树 进行了砍伐和清理 估计烧起来的时候 两边高温夹击下 不仅那些农作物死绝 蓝月月也会有所毁损 即便设备抗住了 船体和甲板的钢材 在长期高温环境中 也会发生性质变化 对蓝月月的影响 还是很大的 所以 这次蓝月月 被允许带着项圈 列席了这场会议 表扬一下无选 这次战斗他消灭的敌人最多 抛开飞艇 周灵这话没毛病 其他人纷纷看向吴雪 倒是让吴雪有些脸红 没什么 那些人笨得很 笨 曹伯武带来的都是进化者 换个环境换个对手 那些人不知道多么 只能说 他们运气确实不好 遇上了从小开挂长大的吴雪 毕竟当医生的 手不稳是不成的 接下来 周灵再次强调了 纪律和职责的问题 末世不同于盛世 严格遵守工作职责 不仅仅是为了混口饱饭 更是与每个人的性命息息相关 在末世里活着 从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说句不好听的话 如果没有来符号和周灵 光是那条怪蛇 基本上就可以清空千岛水库一半的人类 之所以是一半 还是因为动物基本上没有随意杀戮的愿望 他们每一次消耗体能捕猎的内区 绝大多数时候是饥饿 在这点上 其实人要可怕得多 医学证明 至少一半的人 多多少少都有精神状态不稳定 而过于发达的大脑往往会放大精神不稳定状态 从而导致人类做出过激行为 比如平常看起来好好的一个人 只要手握方向盘开车上路 就会变得异怒 甚至会做出一些 他自己事后都不敢想象的事情 也就是人们口中说的 怒怒症 所以在周灵上辈子 即便是下国政府竭力控制 到最后 绝大多数庇护所 不论原本是官方还是私人的 掌权之人都必然是异能者 承担了最大的责任 必须要给予相匹配的地位 甚至是快速地崩塌 在末世十年的时候 一个几万人的基地 往往会有几十个异能者 几百上千个 甚至更多的进化者 原本同样的人 会逐渐分化出不同的层次 就像盛世里决定阶层的是财富和资源 末世里决定一个人社会高度的 就是实力 没有实力 再多的资源 都是给别人准备的架着 有了实力 赤手空拳 也能打出个天下 所以 弱者期盼盛世 强者想要乱 周灵主持的会议刚刚结束 王萍萍的请求通话便进来了 他向周灵打听飞艇的事情 飞艇的残骸在哪里 我可以告诉你 但你得自己去捞 其他的情报目前没有太多 只能告诉你 肯定是Judas组织 嗯 所以 该怎么做是你们的事情 我作为小老百姓 没那个想法 也没有那个能力 虽然曹伯武还在周灵手上 目前正在来福浩医院里 进行深切治疗 但周灵并不打算 现在就把曹伯武交出去 和平时期 Judas组织 对世界各国的渗透 实在是太厉害了 一个人假设有外国背景 想要渗透到另外一个国家的 军政高位很难 但如果仅仅只是 有某个组织的背景 就不一样了 毕竟首掌军权的国家高层 往往不觉得 什么组织能够轻易威胁到 国家的稳定 倒不是说绝对没有 下国就曾经经历过 两次 但最终还是解决了 正因为这种常识 才会让Judas逐渐壮大起来 那 还有件事 你看能不能帮一下 王萍萍像是迟疑了许久 才又开口道 跟他一起追踪怪蛇的两名士兵 因为受伤程度颇为严重 庇护所医院的条件跟不上 已经算是下达了死亡通知书了 我知道航母上是有医院的 虽然小 但功能齐全王萍萍道 第240章 死马当作活马一 可以 啊 你说啥 王萍萍有些不敢相信 他本以为要费很多唇蛇 甚至付出点代价 毕竟 我说 可以 你送过来吧 周灵萍进道 就目前来说 现代化的药品和药剂 基本上是不可再生资源 但凡是手里 有药的人 哪个不是 看得比黄金还要贵重 尤其是一些常见药 消炎药 最近吴雪说他 已经开始研究 现代制药技术 同时也在钻研一些中医的医书 既多不压身 尤其是像吴雪这种 把钻研当成享受的人 来福号有医院 可储备总是有限的 治疗两个 被白龄严重烧伤的病号 可不是少许药物 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好 这个人情我王萍萍记住了 不由的王萍萍不激动 通常来说 一个当兵的人 承认欠个人情 那就真是实打实的人情 不管什么时候找到 都认账的那种 周灵其实并不在意 王萍萍的人情 她真正在意的是 人 哥你总算是有点脑子了 周立知道这件事情后 表示了相当的肯定 有来福号打底 再加上一个常威 基本上物资循环的能力是有的 只要将人数控制 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 就不用担心坐吃山空的问题 那么基地想要发展 就需要另外 一个重要资源 人才 别说孙程浩几个普通人 即便是陈锋赵少刚 这两个进化者 在周立看来 都是不合格的 缺乏最基础的战斗意识训练 通过连续不断的战斗 当然可以训练出 一个人的战斗意思 和战斗技能 但末世不会给太多训练机会 基本上每一次都 只会是不能存当的实战 伤了就是伤了 死了就是死了 所以如果有的选 自然更希望是成品发生进化 而不是一个半成品 或者废品进化了 为什么官方庇护所在末世 很长一段时间里 都始终保持着绝对的领导地位 不就是因为 训练有素的军人 一旦成为异能者 或者进化后 其战斗能力执行力 以及自律能力 都远超常人吗 答应王萍萍 周琳是有私心的 但王萍萍没看出来 或者说她 从来就没有想过 在下国 有人敢打军方的主意 挖军队的墙角 夜星小不同 她是真正的老狐狸 所以王萍萍一说这个事情 夜星小脸上 就微微变了颜色 但也就仅止于此 并没有多说 甚至反而表扬周琳十大局 只不过她说的大局 跟王萍萍听到之后 想得有天壤之别 等这边事情稍微安定点 我们就去南方一趟 王萍萍脸上露出兴奋之色 飞艇的来临 已经弄清楚了 缅国 以下国的情报能力 很快就查了的大概 当然还没有深入到 Judas组织内部的程度 但加上周琳的情报 基本上搞清楚了 飞艇是从缅国 什么地方起飞的 如果下国愿意的话 几颗导弹过去就能平了 甚至于来一场刺激和平 也不是不可以 然而夜星小知道 上面不会这么做 即便如今是末世 但正因为人类都已经 走在断头路上了 下国高层 才绝不会因为自身的一点委屈 就向全人类展开报复 那种思想是不成熟的 抛开国家和民族的界限 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人类 狗屁 周历不屑 对周林道人是咱们治好的 凭什么不归咱们 王萍萍自己都说了 哥他们医院里 是绝对没治了 所以我觉得可以 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你要不方便跟姓王的说 那就我来说 周林皱了皱眉头 让周历去说 肯定不行 开什么玩笑 再聪明 你也只有13岁 这特么不是开国家玩笑 想了想 周林还是直接跟王萍萍沟通起来 好 虽然不甘不愿 但王萍萍最终还是同意了 哪怕感觉有些被趁火打劫 但王萍萍最担忧的 还是周林会不会因为他不同意 就不尽力 到时候受苦的 还不是那两个兵 这就是人为刀鞠 我为鱼肉的悲哀 以至于王萍萍气不过 跑去虐了半个小时的手下 来福号医院里 吴雪检查过两个昏迷不醒的伤员后 秀眉紧锁 伤势很重 严格说起来 吴雪只能算是理论丰富 有点临床经验的医生 在某些方面 可能还不如一个县级医院的主治医师 像白龄严重烧伤这种病患 仅仅依靠他 其实是治疗不了的 好在王萍萍还算贴心 附赠了个这方面的一个医生 副主任职称 据说以前 就是加州城一个部队医院的医生 后来军队改革将医院给集掉了 这位还没有到退休年龄的军医 就不得不提前退休 在家里待不住 便受一家私人医院的邀请 去了加州城一家专门治疗 烧伤烫伤的专科医院做门诊 如今庇护所医院的规模有限 并不是所有活下来的医护人员 都能进去工作 秦敏就是王萍萍在灾民中找到的 曾经也算是中产姐姐的秦敏 在末世后过得却很是凄凉 老公死了 外地工作的女儿渺无音讯 好几次她都想过一死了之 但最后还是没能死得成 五十多岁的秦敏 浑身脏兮兮的 脸上看不到二两肉 眼神里也没啥光了 直到吴雪带她洗漱更衣 又吃了一顿饱饭后 整个人才略微精神了些 很严重啊 初步检查后 秦敏表示她也没有把握 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 救回来的可能有几分 周灵问道 一成不到 庇护所医院的医生 也不是随便下决定的 但凡有超过三成的把握 人家也不会放任 这两个士兵不管 也就是说 基本上可以死马荡成活马医了 秦敏看了眼吴雪 她还搞不清楚 周灵究竟是什么情况 不知道该怎么会说 直到吴雪点头 秦敏才松了口气 摇头到如果有最先进的 空气养父设备 充足的皮肤资源 外加足够的高效抗生素 活下来的几率可以提升三十 然而 即便是来福号 也不能完全达到 秦敏说的条件 譬如那个空气养父设备就没有 另外 高效抗生素 也基本上没有 没有这些东西 就真是死马荡成活马医了 既然是这样 我倒是有个想法 但最好能不征求 他们本人的意见 能让他们短时间醒来不 不难 秦敏跟吴雪都点头 只要一针肾上腺下去 大概率是可以清醒的 但这么折腾一下 后续的治疗 就更难了 第241章 苍南和脊梁引的小幸运 周灵有个想法 上辈子 他虽然不是异能者进化者 但市井里传播的一些消息 他还是知道的 有个传闻是这么说的 可食用的变异生物的血肉 有一定几率 激发普通人 成为进化者 传闻仅止于此 几率具体多大 有没有副作用 都不知道 但既然已经是死马荡成活马医了 试一试 好像也是可以的 一针肾上腺下去 苍南谁的角色自领啊 缓缓睁开眼睛 腾 浑身上下 从外道内的腾 让他想马上重新昏迷过去 哪怕他有钢铁般的抑制 也无法控制内线的自动分泌 然而过于虚弱的身体里 又没有太多的液体可以浪费 每一次呼吸对他来说 都如同地狱的折磨 苍南是吧 我也不瞒你 庇护所和王萍萍 把你送到我这里 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救你了 王萍萍想在我这里 为你争取最后一线生计 谢苍南勉强发出点声音 他清醒的时间有限 吴雪在一旁提醒道 那我长话短说 嗯 我现在可以让你有几率活下去 而且还有可能成为进化者 但风险同样不小 关键是 你活下来 就要为我工作至少十年 你是否同意 好 苍南没啥好犹豫的 站在一个普通人的立场 他已经算是为国家和人民尽力了 接下来的日子 为自己活也没啥好说的 周灵点点头 是以吴雪给苍南一针麻醉剂 然后开始给予大剂量的能量 随后 他先把勤敏给打发了 找了个地方 从怪蛇身上 刮下来一块带肉的蛇皮 存放空间里没有放入共生交通工具的情况下 时间是不流动的 所以拿出的蛇皮 像是刚刚放进去那样 还在躺着血 同样把吴雪撵走后 周灵飞快地将苍南身上 本就所剩无几的遮蔽物 统统去除 然后用血肉模糊的蛇皮 将其完全包裹起来 这才让吴雪进来 连接各种监测设备 有用吗 吴雪倒是不会被眼前血腥的场景所惊吓 只是觉得 周灵这个法子 有些 土 没辙 在学西医的人眼中 咱们老祖宗的一些治病法子 他们就觉得像是跳大神 其实这是一种偏见 中医本就是艳芳医学 从哲学角度来说 既然存在了这么几千年 那就说明是合理的 只是中医不像西医那样 非要将一切分析到极限 有时候知其然就够了 未必非要知其所以然 周灵没吭声 之所以没有直接喂食 是因为苍南的脏腑 此时根本没有消化功能 强行喂下去的效果 可能还不如这样 反正他全身皮肤都是伤口 完全可以直接跟怪蛇的血肉 进行交融 至于说后果怎样 那就听天由命了 普通人只需要用粮食 就能想要多少要多少 周灵不稀罕 好像有点用 心跳开始稳定了 咦 脑电波不正常 不对 老公 脑电波有问题 可能 让子弹飞一会儿 周灵将无血压在凳子上 两人就这么默默地看着 不一会儿 昏迷中的苍南 开始有些动作 像是在抽搐 又像是在抖动 然而厚厚的蛇皮 大大限制了他的动作 看上去就像是 即将要化蝶的勇 此时的苍南 其实已经有意识了 只不过 他的意识 好像也被厚厚的蛇皮 给裹起来 没法直接向外界表达 被拘束于一个 莫名其妙的范围之内 没有时间和空间的佐证 这种感觉很不好 让苍南快要疯了 表现在外 就是脑电波移的 诡异曲线 不过很快 苍南就感受到了 身体的存在 原本灼热巨疼的身体 此时仿佛被包裹在 冰水之中 挺舒服的 让他不由自主地想舒展 可又怎么努力 都舒展不开 再然后 冰水变成了温水 一股股热量 从皮肤钻进身体 又蔓延到脏腑 像是有无数双温润小手 在给脏腑按摩 将那些疼痛一丝丝的撵走 这是苍南最后的意识 哦 他不是死了 而是从昏迷状态到清醒 然后 睡着了 一个被严重烧伤的人 其实是不可能睡得着的 大脑能够进入睡眠状态 其实就是对自身安全的肯定 脑电波的表现是截然不同的 他竟然睡着了 吴雪再也不受控制 猛地跳起来 就想去检查苍南的具体情况 好在最后 周灵拉住了他 等等 既然没危险 就继续输入能量 另外一个 还能撑多久 隔壁病房里 脊梁影受伤的情况 比起苍南要略好些 所以 在注射了肾上线后 清醒的时间也更长 同样话 周灵对脊梁影说了一遍 相比起苍南的毫不犹豫 脊梁影明显考虑的更多 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不做 周灵站起来 一脸冷嘲 怎么 你以为今后这个世界 还是法治社会 你对伤天害理这个词 是怎么定义的 要严格遵守 曾经的法律和道德 我即量引懂 只要他的回答 让周灵不满意 恐怕就没有后续了 勉强咽了一口唾沫 我能不能考虑一分钟 不能 周灵到现在 立刻 马上给我答案 接下来的十年 你要为我工作 是不是我 每次给你下命令 你都要考虑一下 三 二 好 我说 我答应了 即量引最终 还是抗不过对生存的渴望 军队的生活或许会难 但在末世降临后 非战斗检员的情况 却比普通老百姓 要好得多 即量引和苍南 在平常时候 其实并不会感受到 生存的艰难 也就不会像秦敏那样 动不动就想着要去死 记住你说的话 总的来说 即量引的态度 周灵还是满意的 如果两人能够活下来 并且成为进化者 对基地来说都是好事 同样的套路再来一遍 转眼三个小时过去了 等候在医院外面的秦敏 变得焦虑起来 他很怕 怕如果没有价值 他就不能继续享受这里的生活 跟外面比起来 这里就像是曾经的世界 任何一个从外面来的人 心中恐怕都会产生不想走的念头 秦敏自然也不例外 后面的事情交给你了 又过了一个小时 秦敏终于等到周灵出来 好 你放心 我一定竭尽所能照顾他们 嗯 主要是别让他们饿着 另外 他们身上的蛇皮 暂时不要动 不动蛇皮 是因为吴雪发现 蛇皮能够加速苍南和吉良影 两人身上伤口的恢复速度 虽然他也不知道原理 但既然有好处 就先保持着 看来传闻是真的 可惜第242章 正确的选择和错误的理解 苍南和吉良影算是运气不错 又或者是因为周灵误打误撞 用对了方式 换个角度说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机会 首先要全身大面积烧伤冰死 然后正好有新鲜的变异生物 关键这个生物的皮肉 还能将整个人包裹住 最后就是大剂量的能量补充 在无法进行对比实验的情况下 周灵只能默认 这些条件都是缺一不可的 最后 还要等到两人彻底清醒之后 才能确定 他们是否成为进化者 即便是进化者 在将来 也只能算是人类社会圈层的第二节 周灵感到可惜的是 为了打造苍南和吉良影 怪蛇的皮肉用了不少 20多米长的怪蛇 上半截七零八落 只有下半截相对完整 目前来符号存放空间里 剩余的量大概还够用四次 如果能够找到异能猪就好了 到现在为止 周灵依旧弄不明白 异能猪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没有源头的情报 想要获得异能猪 要么就去找Judas组织抢 要么就只能问国家高层 不过目前看来 这两点都在周灵能力之外 八个小时后 苍南和吉良影相继醒来 无血通过一番测试后确定 两人已经步入进化者行列 虽然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 但在怪蛇血肉滋养 和自身修复能力双重帮助下 苍南和吉良影 已经勉强能正常行动了 谢谢老板 看到周灵进来 两人齐刷刷站起来 明明这样的举动 会让他们感觉到疼痛 但多年的训练 却让他们面不改色 光是这种执行力 就让周灵十分满意 也不再觉得 蛇皮是重浪费了 很好 以后咱们就是自己人了 周灵摆摆手 示意两人坐下 现在终于可以详细了解 两人的情况了 苍南今年25 吉良影27 都是未婚 非加州本地人 关键两人还是家中独子 末世来临时 两人也都曾经想过 要不要第一时间返回家乡 苍南是父母不同意 觉得他在军队里 可能会生存得更好 吉良影的情况 就稍稍特殊了些 他本是想观望一下 结果很快通讯中断 到现在为止 两人基本上不清楚家里的情况 行吧 我只能说 将来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们可以去找找 你们家人 到时候 条件允许他们 也可以来咱们基地住 相信你们也知道 目前咱们的基地就是 作为王萍萍身边的嫡系 只要不是原则性 需要保密的 都没有瞒着他们 周灵作用一艘航母 一艘工业母舰的事情 对苍南和吉良影 根本不是秘密 所以他们 也不会怀疑周灵的话 其实在加州驻军内部 关于周灵 和这两艘船的讨论声很多 有人觉得周灵自私 但也有人觉得 周灵可能才是将来 真正值得投靠的人 只不过 身为军人这些念头 也就只是想想而已 但如果将来某些事情发生后 那么有些想法 可能就会变成真的了 如果仅仅是用于居住的话 来福号轻轻松松 安排个万把人 常威号安排个两万人 根本不是问题 那么 在过几年 加州城能够剩下多少人呢 乐观点不会超过三十万 悲观点这个数字 可能要缩短十倍 话而言之 如果是最糟糕的情况出现 那么 光是周灵现在这个基地 就能让全加州城 所有活着的人住进来 这当然是假设 且不说会不会糟糕到那种程度 周灵会同意让所有人都住进来 显然是不可能的 人多力量大这个词汇 在末世降临后 已经彻底失去了意义 人被彻底分成 有用和没用两大类 有用的人将会活下去 没用的人命运 或许连牲口都不如 毕竟来福号的养殖仓礼 就如今就饲养着各种各样的牲口家禽 也没见多养一个人的 毕竟牲口养肥了 还能用来吃 没用的人养肥了能干啥 吃吗 还真有这么干的 但周灵觉得他肯定吃不下 他身边的人应该也吃不下 陈锋 少刚 你们带苍蓝和脊梁营 好好转转来福号 开放的地方都可以去 以后你们就是战友了 记住 要好好向他们学习战斗技能 训练场里面的枪支弹药随便用 苍蓝 脊梁营 你们两个不要藏私 他俩要是技能不过关 真正战斗的时候 倒霉的可能是你们 四个人齐齐点头 都默示这么久了 活着的人多少都有些觉悟 没觉悟的人也活不到现在 来福号医院里 现在还躺着一个人 全身骨头都被程压力 给摔成十八块的曹伯伍 他从躺进来到现在 就没吃过东西 人虽然清醒了 但却被一直饿着 加上监控摄像头的 二十四小时监控 曹伯伍只能这么硬撑着 直到周灵忙完打开门进来 Judas的人叫什么名字 周灵不紧不慢地问道 曹伯伍 嗯 周灵猛地抬头 曹伯伍 是啊 怎么 呵 倒是巧了 你跟曹伯廷是什么关系 你认识我哥 不是 我堂哥 曹伯廷是我堂哥 曹伯伍一时忍不住兴奋起来 难道说 这是一场误会 周灵其实是自己人 周灵再度发出一声冷笑 其实我不认识曹伯廷 不过 我认识曹伯伍 那是我本家大堂哥 伯伍哥是我们曹家的嫡系 你们关系好 好 好得很啊 周灵笑了 这次他是发自内心的高兴 曹伯廷还没有找到 结果却来了对一个曹伯伍 真好 接下来要不是好好审审 当真对不起老天爷给的缘分啊 既然你认识大堂哥 那咱们就是自己人了 先给我一点吃的吧 快饿死了 对了 你是怎么得罪组织的 23号高价值目标 则则 要是末世前啊 光是你人头 就值一个亿了 大毛熊总统排名才17呢 周哥 你是真牛逼 是吗 周灵点头 我还真了不起 吃东西肯定是不行的 我先给你点水喝吧 如果曹伯伍没有自爆家门 周灵肯定不会在意他的死活 就是Judas组织的一个异能者嘛 死活并没有多大的关系 但现在曹伯伍可不能随随便便死了 此人有用 有大用 然而曹伯伍的异能是个大麻烦 虚化 正常的物质 都无法将其约束住 说句不好听的话 正常状态下的曹伯伍想走 周灵都不知道怎么来 找周立问问 第243章 乱世出英豪 不难 不难 你的意思是 字面意思 只要知道虚化的本质 就可以采取针对性的处置 哦 你不知道老娘的异能 可以克制曹伯伍的虚化 还有这种事情 周灵想想还真是 程亚历事后还炫耀来的 结果他却忽略了 只不过程亚历的异能 可以克制虚化 总不能为了约束曹伯伍 就把他拴在程亚历的裤腰带上吧 所以说 就你这个脑子 也就只适合当的打手 我去常威号 自从常威号布置好之后 周立基本上一半的时间 都在常威号那边 也没几天的功夫 他的岛国语就突飞猛进 最近他还在培养那些岛国科学家 学习下国化 还给他们制定了学习计划 到时候 谁要是不达标 已经死了六个了 都是不听周立命令的 谁让他外形 就是个13岁的小女孩呢 总有人以为他好红好骗好欺负 相比之下 周立才是真正的冷酷无情 现在那边的科研人员 还有180多个 几乎每个人看到周立时 都会不由自主地低头弯腰 就像是小白兔遇上了大灰狼 飞蛾碰见了癞蛤蟆 庇护所 王平平得知 苍蓝和脊梁瘾已经就回来 但是他们 自愿退五围加入周林的基地后 心中还是有些难受 这个周林也是 连现役军人的主意都打 只能说事到坏了 什么妖魔鬼怪都有 司令 你说 我有没有机会 变得跟周林一样强 如果可以的话 我一定要狠狠地教训教训他 太目中无人了 有啊 我这里刚好收到一份文件 要不你缺一趟手多 文件 首都 王平平有些不敢相信 这种接不眼 这样的条件 去一趟首都得消耗多少资源 这些资源 又能养活多少老百姓啊 不得不说 王平平这个人的道德 还是很朴素的 虽然有一些迂腐 但总体来说 是符合下国几千年以来的传统美德的 如果下国的高层 都像王平平这样 那也未必是件好事 但如果太多人 都像万鹏的大舅公自幽 那样现实 可能老百姓就别说幸福不幸福了 活下去都很难 就比如 最近公自幽一例要求的 派人前往岛国 收集实验材料的计划 在经过几番争论后 最终还是得以实施 万鹏作为收集行动的总负责人 官嫌竟然还平白无故地提升了半截 甚至第一批实验材料 都被他给弄回来了 一共20个 上报的是便衣猴子 可真正送到公自幽负责的实验室的 一只猴子都没有 你好歹才是抓几只啊 钱灵山的猴子冒充总不是个事 要是万一被发现了 就会很麻烦 大舅 猴子比人难抓多了 我又不是没试过 还损失了几个手下 如果不是这个 我还能再生半截呢 再说了 咱们国内又没人亲眼见过那些猴子 谁敢说钱灵山的猴子 就不是便衣猴子呢 万鹏说得好像没错 但公自幽就觉得 事情不算完美 我不管 三天后执行第二次 你一定要抓到猴子 大舅 除非你给我异能者 净化者感觉也不是那么好使 万鹏这话倒不是说谎 北海道的便衣猴子可不好对付 当初岛国人的特种部队 无论训练还是装备 都不比万鹏他们差 人数也不比他们少 结果最后损失还不是惨重 野兽跟人类最大的区别 就在对生命的无所畏惧 横的怕愣的 愣的怕不要命的呀 我再想想 你以为异能者是大白菜呀 最近高层 拿出来的两颗异能猪 都没有找到主人 不过已经向全国通传了 人也开始陆陆续续来了 说不定三天后 就会有异能者诞生 关于异能猪挑剔的事情 龚自幽并没有跟万鹏戏说 哪怕像他这样的人 从来都没有把国家 两个字放在心上 可现在国家掌握着异能猪 龚自幽怎么都不敢 明目张胆地跟国家对着干 顶天了就是像今天一样 给周财君徒吐槽 龚自幽不置可否 如果说以前他心中总想着 万鹏能够通过两家合力 一步步走上国家高层的话 随着事态演化 现在他心中已经有了其他想法 何不取而代之 乱世出英雄 以万家和龚家的实力 加上不是没有成功的可能 当臣子哪有当皇帝爽呢 虽然他公自幽 应该没有掌控天下的能力 但如果当皇帝的是自己人 那公家未来的日子 就会好过得多 只可西公自幽的历史知识 不够渊博 忘了历史上那些造反的人 除了极少数的成功者之外 大多数的下场都惨得很 尤其是近代 下国正儿八经的军人 还有上百万 更不用说各种各样的 后备兵力的补充 两家合力 就真的可以跟高层掰腕子 很难 至少现在还很难 所以公自幽现在最希望的 就是多弄出几个异能者 愿意效忠公家和万家的异能者 进化者 抛开性格不谈 公自幽的业务能力 是没问题的 眼光也同样没有问题 他的判断也很准确 随着末世进程的持续 下国的官方秩序 最终也没能挺到最后 一些基地 虽然名义上 还承认国家的统治地位 但政令不通 对于这种基地国家 也没什么好的解决法子 除非使用暴力解决一部分 再通过血淋淋的事实 震慑一部分 然而那个时候的 国家高层手里掌握的资源 其实已经不多了 即便是维持最后几个核心机构 和庇护所的运转 都捉襟见肘 哪里还有能力去讨伐这个讨伐那个 国家层面的想法 跟地方割据势力不同 更多的时候 还得着眼于民族乃至人类的繁衍 和科技文明的传承 该牺牲的就只能牺牲 该放弃的也就只有放弃了 公自幽代表的公家和万鹏 他爹代表的万家 如果真能够携手整合资源 打造一个漠视庇护所 并不是问题 当然这个地方 绝不能选在首都 进了都不行 即便万鹏 现在都已经是上校了 但在公自幽那一辈人眼中 他仍旧是个孩子 很多事情都没有告诉他 年轻人嘛 执行就好了 你先去忙吧 出发之前给你消息 对了 最近别出去鬼魂 城里可能有些不太平 不太平 大舅 啥意思 不是军管的吗 还能出事 军管是管人 我说了是人的原因 第244章 曹博武妈了 冬夜结束后 世界并没有像所有人 期望的那样 慢慢变好 高温暴雨 加上频繁地震 还有一些火山爆发 让全球环境 始终处于一种 极其恶劣的状态 加州城算是个风水宝地 因为大山多水系的缘故 虽然体感温度闷热 但日照并没有强烈到 无法忍受的那种程度 不像有些地方 别说地表水 深井都已经打到300米深了 还不能保证 每一眼都能出水 没有电 或许不会危及生命安全 但如果水不能保证 再加上40度以上的气温 人类的生存 就会变得异常艰难 死亡率会大大增高 夏国西北部 就属于这种情况 即便有国家 倾尽全力的支持 最终很多地方 仍旧出现了老百姓 连续断水的情况 再看不到降温的希望 又找不到新的水源的情况下 一些老百姓 开始自寻出路 因为生活条件 而大规模搬迁的境况 上一次发生 差不多是80多年前 所以说 事事难料 夏国从废墟上建立起来后 老百姓本以为 可以代代过上好日子 结果却是天不从人愿 集体迁徙 从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 尤其是现在这种 高热缺水的恶劣环境 常常是走着走着 就有人永远地倒下 他的家人亲朋 甚至都没有多余的功夫 将其掩埋 毕竟大部队是不等人的 一批两批迁徙的人 也就还好 大自然总有点 自我恢复的能力 但如果迁徙的人数量 达到一定规模 其经过的地方 就会出现赤地千里 这样可怕的景象 对于迁徙队伍 经过的地方来说 这又是另外一场灾难 另外 当地人跟迁徙队伍之间 天然的对立关系 也会导致双方出现摩擦 官方当然不愿意 老百姓迁徙 问题是 实在没有水 运水根本是 杯水车薪的情况下 总不能眼睁睁 看着鼠地内的老百姓 一个接一个 被活活可死吧 高层看到报上来的数据 都感觉十分头疼 一方面 这些被迫迁徙的老百姓 在承受着难以承受的痛苦 确实很可怜 另一方面 他们又在跟所经之处的 原住民带去巨大的灾难 除非能够找到一个 很好的去处 引导这些人安顿下来 否则可能会出现 滚雪球的结果 甚至于有人已经想到 当这颗迁徙难民的雪球 滚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有可能什么都阻挡不住 这颗雪球了 想想下国历史上 很多改朝换代 不就是从这样的雪球开始的吗 最后有人提出 巴蜀或许是不错的安置地 地理环境决定 巴蜀在这几千年来 都是极度移居的 或许可以成为 这颗雪球的缓冲 当然 决定是一回事 能不能实施 又是另外一回事 周琳还不知道 难民迁徙这个事情 刚刚周莉给了他一件短袖 造型有些拉风 特殊的结构 决定了穿上这件短袖的人 无法将双手背到后面 而想要解开这件马甲 就必须要从背后去操作 理论上来说 曹伯武只要穿上去 就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脱下来 衣服里 一共有八个超声波释放设备 功率不大 却足够干扰曹伯武的异能 如果他强行虚化 结果就烹冲一次 电可续航超过48小时 状态直接由来符号的主脑监控 但凡有任何异常主脑 就会将警报发送给指定的人 牛逼 周琳反复研究之后觉得 这又是他不能理解的黑科技 好吧 超声波发声器 以及锂电池各种电子元件 到网络器件 好像都不是什么新鲜货色 可为什么到了周莉手中 就能组合成如此匪夷所思的玩意儿 可能就连Judas组织 都没有想过 曹伯武的异能 还有这样的短板 这是什么 傻子也能看出 短袖的不对劲 尤其是周琳 还要求他贴身穿上 周莉说 这样效果最好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昨天周琳走后不久 曹伯武才慢慢醒悟过来 谁说 两个认识的人 就一定是朋友呢 不是说 最了解你的人 往往是你的敌人吗 从周琳 以及其他人的态度 曹伯武觉得 应该是仇人而不是熟人 所以仇人能安什么好心 穿上去 不会直接被电死吧 穿吧 不然你现在就去死 周琳也懒得装了 摊牌了 你没得选 曹伯武不想死 所以他脱了又穿了 妈妈苏苏的感觉 不明显 但又很难过 还记得被我老娘 废掉的虚化飞刀吗 你最好是不要尝试 不然后果自负 这个东西 可以限制我的异能 如果说刚刚曹伯武 还有其他想法的话 现在他是真的有点骂了 不知道是周琳的话 还是那些超声波探头 总之由内之外的妈了 且不说将来的情况会怎样 光光是这种 针对性研发的能力 就让曹伯武不由的怀疑 周琳背后占的 是不是国家 毕竟如此强悍的能力 好像也就只有国家 才能做到吧 好了 你现在可以跟我走了 我有些问题要问你 虽然这里也不是不可以问 但周琳实在是不想打扫卫生 还是去外面吧 陈峰等人 正在忙着修复 架空层上的果树院子 每个种植槽都需要拆下来彻底清洗 里面的机制 则是要送进垃圾焚化炉中进行焚烧 热量还能用发电呢 来符号虽然是核动力不假 但周琳说 现在想要未来符号更换动力核心 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 即便技术上可以了 去哪里找符合条件的核燃料 所以 该节约的还是要节约 能开圆的 还是要开圆 如今两边的小岛 都被烧得光秃秃的 周琳建议在小岛上 铺设大量的太阳能发电板 至少白天的空调耗能是完全能够解决的 还有多余的电能可以用在其他地方 另外就是超算 这东西有一台算一台 都是耗能大户 这也是为什么 常微号需要两座比来符号功率 还要大的核反应堆的原因 相对于50年才需要更换核心的来符号 常微号一次携带的核燃料 仅仅只是支撑30年 而且还不能满功率运转 好在30年已经是个不断的时间 人类能不能撑过20年都不好说 假设有一天身边人都死光了 周灵是绝不会独活的 来吧 跟我聊聊曹博廷和曹博文的事情 我很好奇 是不是整个曹家都加入了Judas 啊 曹博武挠了挠头皮 好吧 因为超声波短袖的缘故 挠头皮都是件十分费劲的事 其实 不完全是第245章 被吞掉的渔船 曹家的权势和财富 远在蜀都苏家之上 如果说苏家的影响力范围 主要覆盖巴蜀之内 那么 曹家的影响力 主要就是绅士这个下国最早开放的城市周边 以及警铃绅士的那个弹丸之地 也正是因为 那个弹丸之地 曾经流落在英国怀中 以至于几乎就等于是 西方安插在下国家里的细作 Judas组织混杂其中 便顺理成章 像曹家这样的地头蛇 怎么可能放过 严格说起来 曹家底蕴并不算深厚 甚至不如苏家在新下国诞生前 就已经是巴蜀鼎鼎有名的实体商人 曹家的祖上 其实是跟郑苗红的贫穷人口 新下国诞生后 曹家老爷子 还在天天以海产品冲击 地道的渔民一家 仅仅只是因为 打鱼技术不错 外家脑瓜子灵活 天生情商 高会察言观色 时不时将鱼货卖给那时候 经济已经特别发达的弹丸之地 慢慢家中才有了些积蓄 出于一种老农思想 曹老爷子的收益 并没有用来花天酒地 而是积攒起来 偷偷在弹丸之地买了传稿运输 甚至后来 更是让一部分家族子弟偷渡过去 花钱买了个身份 姚绅移变成了英国人 等到春风吹来绅士变天时 曹老爷子已经是当地的乡干部 手里掌握着大把大把的土地 紧跟着大件绅士 曹老爷子目光敏锐地判断出了 绅士房地产市场的财富密码 依靠拆迁和不断买入房产 出租不动产 使得家族财富如雪球搬成几何速度扩张 加上口岸开放带来的便利性 不仅使得家族作用成千上万的物业 在弹丸之地 更是抢占了运输地产物业交通 各个产业的前三位置 在三年口罩之前 曹家的资产究竟有多少可能 谁都说不清楚 总之肯定是超过那些排行榜上的名人的 排行榜吗 别说曹家看不上 就连苏家都看不上 把自家财富摆在太阳下让 所有人眼红 这种傻事 也就只有控制力达不够的人才会做 真正达到一定境界的下国家族 奉行的永远都是低调中庸这四个字 警惕的都是 枪打出头鸟 这个人间真理 人心总是贪婪的 曹家无论财富和地位 都达到一定高度后 就开始寻求突破 还是那句话 再多的财富 如果没有武力作为保证 那就是 为别人传的嫁衣 逐渐明白这个道理的曹家人 开始在黑白两个方面不断下注 曹家子弟有些走上官图 有些踏入江湖 譬如曹伯武就是那种生下来 就注定踏入江湖的娃 从小接受的教育和培养 也是江湖上那一套 倒不是 说混江湖就一定要打打杀杀 至少在末世降临之前 大家都认为 江湖其实就是底层稿前的浑水潭 江湖人出的每一拳 挨的每一刀 国家都是利益二字 当年我爹在弹丸之地 还是有些名头的 搞娱乐的人都知道 我曹少的名字 后来跟着组织去了一趟欧洲 等等 你说去了哪里 周灵打断曹伯武道 欧洲啊 Judas不是在漂亮国 周灵惯性思维 一直以为跟下国作对的人 就应该在漂亮国 但是曹伯武刚刚打破了这个惯性 Judas组织竟然在欧洲也有 还是说 其实欧洲才是Judas的大本营 其实 周灵的这两个理解 都略微有些偏差了 就曹伯武所知 Judas组织的发源地 肯定是在欧洲的 毕竟几百年前 漂亮国还是一片 未曾被欧洲人踏足的伊甸园 即便是在最初强占美洲的时候 Judas仍旧不太在意 组织高层都觉得 那破地方 只适合用来作为原材料产地 世界文明在欧洲 需要控制的也只有欧洲 直到美洲开始发展起来 Judas组织的一部分成员 在那里生登发芽后 组织才开始在美洲拓展业务 然而重视度仍旧不够 发展可谓是缓慢 如果当初Judas组织足够重视的话 或许历史都会发生变化 比如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Judas如果在漂亮国的势力 再强大一些 有些事情就会截然不同 也正是因为第三帝国首领 做的那些事情 使得Judas组织不得不将一半的底蕴 转移到了漂亮国 从而开始了对漂亮国的全盘渗透 所以 曹伯伍去的是欧洲 英国 在英国一个古老的庄园里 曹伯伍接触到了异能珠 如果不是异能珠的特殊属性 如果不是因为曹家其他人 在组织里的地位 以曹伯伍的情况 是不可能有机会前往欧洲的 只能说曹伯伍就是一个信任 接触第一颗异能珠 就成功地激发出了异能 然而 Judas组织显然不是那种武力至上 至少现在还不是 所以 曹伯伍的地位仍旧没啥变化 最后被组织安排 回了弹丸之地 随后便是末世降临 弹丸之地的环境 根本无法对抗天灾强大的威力 像曹家这些有能力的 很快就举家搬迁 去了隔壁绅士 绅士 听到这里 周灵终于明白了 上辈子 他最初不就是在绅士吗 后来绅士 因为人口数量问题承受不起了 才开始跟着大部队迁徙 后来夏国也开始分崩离析 政令不通 变异者割据 曹伯伍顺势而起 掌控了一个锦灵绅士的庇护所 再后来 是的 我这次就是从绅士出发的 现在绅士的情况如何 在绅士没待几年 但周灵还是有几个朋友 甚至还有好几个大学同学都在绅士 当初周灵混得不如意 基本上也没什么往来 同宿舍的兄弟 原本感情也是挺好的 如果没有上辈子十年的末世经历 周灵可能还会在末世降临前 拖他们一把 只能说 上辈子那十年 已经把周灵折磨得彻底失去了信任感 除了家里人 他已经很难对别人产生信任感 骨子里也变得更加冷漠了 不行 曹伯伍继续道 绅士储备的物资 根本不够上千万人消耗两个月 事实上 在第一个月的下半月 就已经有人开始往外走 曹家能够支撑到现在 那是因为家大业大 且习惯性的留后路 即便如此 曹家也在考虑搬迁的事情 不仅仅是因为温度高日照强烈 更可怕的是一些传闻 什么传闻 曹伯伍想了想 才回答到你相信海底有怪物吗 哦 周灵挑了挑眉头 说说看 原来 冬夜结束后 不久绅士 就组织了几次出海打鱼 靠海吃海嘛 不出去就是饿死 出去还有点希望 最初还是有所收获的 不少人因为海产品而续命 其实大家都知道 如今海里面充斥着 岛国核电站的废水污染 可被辐射早死 和现在就饿死 大家还是知道该怎么选择的 作为绅士的大户 曹家虽然还有资源 但也不会放过机会 最多的时候 每天有超过十艘曹家的渔船出海 然而这样的好日子 还没持续一个月 出世了 最开始是渔民中在船 说是最近鱼 或是一天比一天少 不过这么多船集中出海捕捞 少也是正常的 然而 很快就有渔民 从打捞起来的渔货中 发现了从未曾见过的古怪生物 虽说即便是老渔民 也未必敢说认识80%以上的海货 但也不至于一网上的小伴 都是相貌古怪攻击性极强 生命力堪比小强的怪物呀 而且 不时有渔民在处理这些东西时受伤 还有人因此发烧 生病 卧床不起 渐渐的 出海就成为一件比较危险的事 原本只要一袋大米 就可以请到老手后面也请不到了 渔船不得不提高代价 才能招够人手 在后来的某一天 有出海的渔船再也没有回来 在渔民之中造成轰动 最初大家以为是船只机械故障 又或者是遇上了特殊的海矿 然而第二天 第三天都有出海的渔船没回来 一时间人心惶惶 船主给再多钱也没愿意出海 就这么消停了几天后 终于还是有人忍不住肚子 呃 铤而走险出海了 结果出海的船 竟然平安回来了 让人感觉 前几天的事情 仿佛就是一场梦 并不真实 船主又开始胆大起来 十几艘船出去 不仅安全回来了 而且都是满满的收获 顿时让那些不敢出海的渔船 累凶顿足 恨自己胆小怕事 然后他们又一起出去了是吧 听到这里 周灵忍住冷哼道 如出一辙呀 果然世界少了 谁都会正常运转 他周灵不在绅士 并没有改变 绅士在末世后发生的那些事情 基本上除了曹家之外 曹伯武说的那些事情 周灵知道 只不过上辈子离开绅士后的生活过于糟心 以至于末世初期 在绅士生活的那段时间 最终留给周灵的深刻记忆 也就是 他跟爱兵之间的那些狗屁倒造的事情 现在经过曹伯武这么提醒 他脑海中的记忆就被激活了 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 好像是几十艘鱼船出去 结果只回来了一艘 而且 船上只剩下两个人 被人抬上岸后 精神状况都极度不正常 经过心理医生调整后 才说了的大概 遇上怪兽了 比鲸鱼还要大得多 一口就能吞掉一艘渔船的怪兽 其中一个渔民是这么说的 另外一个 则是口口声声说 见到的不是怪兽 是龙 是真正的龙王爷 那些出海的渔船 因为捕猎了龙子龙孙 所以都被龙王爷吃了 他们能够活着回来 是因为他把祖上传下来的海石 敬献给了龙王爷 我们曹家的 渔船对发现第246章 海鼻涕 大海永远都是神秘的 除非有一天 人类科技发展到全新的层次 或许才能将大海彻底搞明白 但至少到末世降临之前办不到 关于大海里出现比鲸鱼还大的怪兽 甚至是龙形的生物 曹家并不觉得惊讶 毕竟末世降临之前类似的事情 又不是没有发生过 真正引起曹家警觉 并且最终决定举家搬迁的 是曹家渔船反馈回来的另外一个消息 反馈这个消息的渔船 并没有返回港口 或者说 当他们汇报这个信息的时候 就已经注定回不来了 那是一种放在海里很渺小的东西 渔民说 只有人胳膊大小 有些像马黄 又有些像鼻涕虫一样的东西 他们隐藏在海面下 颜色跟海水浑然一体 等到发现的时候 已经迟了 曹伯武说 这种东西 不仅可以吸附在船体上爬上甲板 其身体的坚韧程度 甚至可以缠住渔船的螺旋桨 一只步行就一群 前扑后继之下 渔船很快就失去动力 随波逐流 不同于民间那些渔船 曹家渔船上不仅有卫星通讯 而且还给渔船配备了武装人员 主要是怕有人打劫胜利果实 正因为有这些配置 所以曹家才能收到第一手的消息 渔船最后的信息 是说那些像鼻涕虫一样的玩意儿 不仅吃人 基本上能吃的东西都不放过 发信息的那个人 当时已经爬到了桅杆上面 而整艘渔船 已经差不多快要被啃成骨架了 信息到这里就中断了 反正渔船没有回来 整个船队都没有回来 曹伯武说的这个消息 周灵上辈子都没有听说过 显然是被控制在了一定的范围之内 即便是周灵 也听得毛骨悚然 浑身的鸡皮疙瘩 或许是因为大多数人 本身就对鼻涕虫之类的生物 十分的隔应吧 像周灵就是 他宁愿跟怪蛇打个有来有回 也不想看见一群那种玩意儿 所以你们家族担心 以后海里会全是这种怪物 组织里也提过 说是前段时间 漂亮国的核潜艇 被不明生物攻击这个事 你知道吧 曹伯武倒是一下子想起来了 眼前这位就是让岛国舰队覆灭 漂亮国舰队被打残 就连马龙中将和航母 都被下国扣押的 半个始作勇者啊 知道 周灵点点头 当时他也怀疑 漂亮国的核潜艇 是不是被那种庞然大物给干掉了 现在看来 也可能不一定是庞然大物 那种像那米虫一样 啥都吃的怪物更可怕 真要是在海里遇上 恐怕来扶号 这样的大船都顶不住 想到这里 周灵心中不由的一阵后怕 幸亏前往岛国那次没遇上 否则哦 最大的损失 可能就是常威号 实在不行 他还可以不断地更换交通工具脱身 譬如说 像SSC 应该就不用担心那海鼻涕 就要小心了 曹伯武肚子里存活有限 在周灵的威逼力右下 很快就倒了个金光 因为有上一世的记忆作为对照 周灵倒是也不怕曹伯武撒谎 曹伯婷和曹伯文现在在哪里 周灵最后问道 前些时候 堂哥还在绅士 现在我就不知道了 大堂哥在哪里 我是真不知道 本家那边对这些都是保密的 就是怕出现出现什么曹伯武没说 但周灵可以理解 不就是怕下面的人知道太多 万一被敌对方抓住了 搞不好就是全家端的下场 不愧是绅士的大家族 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 也就是末世里各种现代化高科技设备 都不好使 否则曹伯武身上 指不定还有什么定位装置 甚至是窃听装置 你能联系上吗 我只能联系堂哥 曹伯武老老实实道 作为曹家的旁知 曹伯武对家族的忠诚度 其实也高不到哪里去 人的本性向来如此 儿童时期若是没有经历过一些苦难 也就感受不到 如同空气般不可或缺 又难以觉察的 家庭的庇护 感受不到恩情 也就无从谈及报恩 这也是 很多孩子长大后 容易被外界影响 却对父母长辈的话 置若网闻的原因之一 不过即便是旁知子弟 一些最基本的条件都是有的 譬如说 目前十分宝贵的 卫星电话私人号码 曹伯婷就有 周灵是吧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组织已经将你的排位 提升到了19号 排除已经被组织处理掉的 21号目标 你进不了整整三名 电话那头的曹伯文 并没有因为堂弟 被周灵抓住就紧张 反倒是警告起周灵来 甚至话里话外 有点让周灵去投靠他的意思 怕不是个傻子吧 周灵忍不住问曹伯武 他堂哥 是不是也是异能者 不是 曹伯武摇头 异能猪这玩意儿 真是很挑剔的 错非如此 他也得不到前往英国测试的机会 你就不怕我弄死曹伯武 啪 曹伯婷冷笑道 他今天不死 明天也可能会死 也可能是明年 人嘛 迟早都要死的 曹家不缺他这样的废物 曹伯武在一旁耸耸肩膀表示无奈 显然他早就猜到了曹伯婷的态度 就在周灵考虑 要不要结束通话时 曹伯婷忽然话锋一转 提到蓝月月 把我的女人还给我 我就向组织求情 把你从名单上撤了 嗯 把自己从名单上撤下来 周灵觉得曹伯婷在吹牛 但是他没证据 更让周灵生气的是 曹伯婷这分明就是 把他当傻子吗 曹家在Judas里 如果有这种影响力 曹伯武也就不会被派来送死了 没错 在周灵看来 Judas就是派曹伯武来送死的 或者说是来试探的 真正的杀招 还是后来那艘飞艇 不然 为什么飞艇上 还会准备30枚白灵弹 严格说起来 如果不是因为受到威胁 30颗白灵弹 绝对可以把来符号锤的吸烂 不是说摧毁 但至少失去五成以上的性能 譬如说甲板上的设施 剑导楼等一切暴露在甲板保护外的设备 甚至是一些探测设备 都有可能遭到破坏 就算周灵跟来符号是共生关系 他也没有能力修复 像各种雷达数据发送设备等等精密仪器 基本上来说 来符号就废了 大概以后就是个没法动弹的钢铁壳子 对于只有共生技能的周灵来说 一身本事差不多也就废了大半了 你想要蓝约约 第247章 晒太阳的机会 果然 再臭的螺丝粉 也有爱不释手的人 曹伯廷多了大半个圈子 连堂地都可以不管不顾 却放不下一台公交车 蓝约约啊 确实还是挺不错的 你他们说什么 姓周的你 给我小心点 别以为有搜航母就了不起 我告诉你 对付航母的手段多的是 懒得听曹伯廷叫唤 周灵挂了电话转头过来 看到曹伯武那张讨好到了脸 不对吧 你好歹也是个异能者 就算你家里不重视 Judas就这么富裕 一个异能者说扔就扔啊 那是因为曹伯武犹豫了一下 我说了的话 能不能饶我一命 饶你一命 周灵想了想 点头道 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真的 曹伯武眼前一亮 Judas在漂亮国 已经开始批量制造进化者了 异能株 融合产生的异能不可控 组织觉得 还不如各方面能力 大大增强的进化者 而且单纯的进化者 对食物的需求 要远低于我们这样的异能者 所以 所以 异能者就没什么价值 你们组织倒是挺聪明的 周灵可不会告诉曹伯武 异能者的价值 需要升到高阶之后 才会真正体现出来 至少他自身就是如此 而像蓝月月那种精神系异能 更是如此 等等 曹伯廷刚刚是不是在演戏 脑子里闪过一道亮光 周灵终于知道 为什么他刚刚觉得 曹伯廷在对待蓝月月的态度上 有些漏 完全不像是那种 大家族培养出来的子弟 大概率是在演 幸好周灵虽然没看破 却本能的没有上当 想明白之后 周灵越看越觉得曹伯武该死 这种家族子弟成长的环境 就决定他们身上 几乎不会有善良忠诚等品质 从父辈身上 他们学到的 只有城府虚伪和善变 像这样的人 其实比蓝月月那种女人更危险 更没有价值 你要推我去哪里 曹伯武总觉得 周灵眼神有些不对劲 但又说不出理由 他身上的伤势还没有痊愈 主要是食物跟不上 否则以异能净化者的身体素质 不至于恢复得如此缓慢 出去晒晒太阳 现在是下午一点过 正是一天最热的时候 就连陈锋等人这个时间段 基本上都需要停工休息 就更不用说孙成浩等普通人 空气温度四十多度 稍不留神 就可能遭个热射病 运气不好 连个抢救的就都没有 感受着门外那 让人睁不开眼的日照 曹伯武连连道 不 我不想出去晒太阳 周灵你说过 要给我一个机会的 你说过饶我一命的 我只说过 给你一个机会 外面就是你的机会 什么意思 感觉周灵没有半点 要停下来的样子 曹伯武是真慌了 下一刻 炙热的阳光照射在皮肤上 曹伯武忍不住 倒抽一口凉气 那挣扎的样子 让周围看热闹的 孙成浩等人都笑了 老板 这货也是异能者 我们都不怕的阳光 他怎么就痛苦成这个B样 你们笑什么 他可是温室里的花朵 能跟你们一样 别觉得自己牛逼 这种牛逼只能说明 你曾经是个穷逼 知道不 大多数时候 周灵并不会摆出 一张上位者的脸 没必要 至少现在没必要 等到将来异能猪 大批量出现后 说不定孙成浩几个人当中 就有能够融合一能猪的 不想平白无故 给自己制造敌人 要么就把他们扼杀 在萌芽状态 要么就尽量做到 对视不对人 虽说即便对视不对人 也可能会让人怀恨在心 但总比四处树敌的好 周灵自然是不怕 这点阳光的 毕竟他也是 从穷屌司走过来的 只不过从皮肤上 传来的刺藤告诉他 现在的阳光强度 已经跟他记忆中差不多了 算算时间 神牛国那边 可能会开始有动静了 要不要提前跟叶芯小说一声 如果能够把神牛国 跟下国交界的地方封锁好 或许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 下国就不会死那么多人了 热热 周灵 我快要热死了 这才几分钟 再说你的机会 还没有开始呢 周灵回过神来 抬头望了望天空 亮的刺眼 这种时候 敢于知识太阳的 才是真正的勇士 反正周灵不会做 这么傻逼的事情 他看到过 有傻逼这样干 最后的结果 自然就是死了 不是说 看了一眼太阳就会死 而是那傻逼眼睛瞎了 一个瞎子 在漠视里有价值吗 肯定是没有的 所以第二天 周灵就看见那人 躺在路边 浑身上下 连件胡伦的衣服都没有 甚至两条大腿 都只剩下了 干干净净的骨头 肉去哪里了 当时的周灵没想到 后来的周灵不愿去想 或者很多地方 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已经有人忍不住了吧 甚至现在都有可能 晒晒吧 帮你消毒呢 周灵将轮椅 放在毫无遮挡的甲板上 被曝晒到 可以直接铁板烧的钢板 从下方制口 上面则是流火式的日头 曹伯武原本看上去 白白嫩嫩的皮肤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发黄 发黑 甚至连头发丝都开始打卷 发烧位置 逐渐变黄 被火撩似的 啊 啊 每隔几秒 曹伯武就会发出一声惨叫 不知道是被轮椅的金属部分 烫到什么地方 此时 如果他还不能感受到 周灵对他的杀意 那就真是个蠢货了 曹你全家 姓周的你 不得好死 你说的没错 我已经不得好死过一次了 所以这次我不打算 再给别人机会 哦 你看我还给了你一次机会 只要你能坚持到太阳下山 我就饶你不死 很快的 也就是四五个小时的事情 你应该能够坚持吧 坚持不了 那就是你能力不行 不要怨我 姓周的 我跟你拼了 曹伯武当然知道他坚持不了 这不纯纯的废话吗 谁他妈坚持得了 石头人暴晒这么一个下午 都要裂成沙子 何况他还是血肉之躯 虚话 原本曹伯武并不想去赌 赌身上这件超声波短袖 对他的杀伤力 可现在 他是真没得选了 不赌就是死 则则 当曹伯武发动异能的同时 周灵出现在了周灵身边 兄妹俩并肩站在大门的阴影下 看着曹伯武垂死挣扎 爆 下一刻 周灵口中吐出一个字来 第248章 曹伯武炸了 轰 轰 轰 没有火光 也没有爆炸的烟尘 周灵差异地 转向周灵你特别言出法随啊 说爆就真的爆了 谁能想到 曹伯武这么想不开呢 明知道结果还非要去尝试 不过话说回来 但凡有一线生机 估计没谁愿意 在下午两点的阳光下暴晒 连曹伯武这种异能进化者 都承受不起 遑论普通人了 曹伯武也是想拼一下 毕竟超声波短袖 是不是有那么厉害 他也不知道 万一呢 事实证明 周灵做的东西挺靠谱 曹伯武这么一个大活人 现在就成了甲板上的一滩 说肉泥有点晚了 毕竟甲板七八十度是有的 加上太阳光的直射 曹伯武又爆得比较彻底 基本上像是装满水的气球 炸开的效果一样 估计清理起来会有些头疼 不知道会不会把甲板给腐蚀了 没事我先走了 等一下 我跟你聊聊海鼻涕的事情 鼻涕 你可真够恶心的 不是鼻涕 是海里一种像鼻涕虫的玩意儿 我有些担心 毕竟的玩意儿是生活在水里 鬼晓得 会不会有朝一日进化道 能够适应淡水 要是万一 咱们总不能把常威和来福 都放到陆地上吧 听周灵这么说 周立总算是有了点耐心 开始听周灵讲述 孙程浩等人也围了上来 周灵倒是无所谓 他们早点知道 也好 有个心理准备 毕竟世道只会越来越难 你说的那个叫做海阔鱼 哦 应该说叫做变种海阔鱼 一般来说 因为渗透鸭的缘故 很难适应淡水 只不过也不是没有可能 对付起来并不难 老妈就是他们的克星 又是程亚力 周灵觉得 程亚力现在才是主角 甭管神马玩意儿出场 都能被程亚力克制的死死的 你以为呢 像你的异能 其实很废物的 嫂子都比你强 她 她就一个 怎么就比我强了 周灵硬生生 没把无血的异能说出来 只是不服气 周灵对她的蔑视 跟你解释 只是浪费我的时间 正好 关于你想要的那些科技资料 这边已经有一些了 你跟我来 F号从航母向空天母舰 演进的技术资料 说起这个 周灵自然欢喜 依靠异能自行推演的速度 实在是感人 这都多少天了 连舞都没有 如果按照这个进度 即便中途 不出任何岔子 每个年估计也未必能成 更何况 技术推演是一回事 有了技术之后 能不能改造成功 又是另外一回事 只能说 共生技能赋予了周灵 随心所欲改造的手段 却并不能方案资源和能量 这些都需要周灵自己去努力 之所以这么快 还得利于小岛子 常微的数据库里 有很多特殊材料的记录 基本上 我现在已经利用超算 设计出空天母舰的 动力涡扇数据了 这些资料 你拿去看吧 没错 就是看 技术推演 不需要周灵把资料弄懂 但也不能代替周灵 直接扫描资料 究竟有没有用 还得通过周灵自己输入后 技术推演才能进行确定 看了看文档的页码 周灵咽了口唾沫 700多页啊 他要看到什么时候 就算可以不求甚解 但确实一个字 都不能跳过去 否则录入就可能不够完整 最终导致技术推演 不认可这份技术资料 嗯 这只是个目录 你以为从航母到空母 就那么简单 别以为看了部电影 就能一葫芦画瓢 科学从来没有一丝马虎 再说到时候 我们全家都要住在里面 咋地 你是准备让我们 天天背着个降落伞 虽然周灵说的有些好笑 但道理却一点都没错 行 我会抽时间看的 咬咬牙 周灵忽然觉得 其实现在这样挺好 反正怪蛇死了 朱广涵也死了 甚至就连跨境而来的飞艇 也被干掉了 接下来千岛水库 应该能够安生一段时间吧 让技能慢慢推演 也不是不阔意 你说 你咋就这么容易满足呢 十方程还记得不 十方程啊 周灵肯定忘不了 那可是末世降临后 人类第一个被变异生物 所摧毁的城市 关键是 最后分析出来的过程 是如此恐怖 不过周立提十方程 是啥意思 难不成 要他去干掉 可能存在的鼠王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人在地下 是干不过那些变异老鼠的 除非直接使用 大规模杀伤武器等等 如果一定要这样说的话 好像他周灵 不就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了吗 我这两天 正在利用常威号上的设备 对老式悬疑飞机进行改进 差不多快要有成果了 周立的话 又让周灵满脸茫然 所以他每天在干啥 度假吗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还有两三天 就可以制造出来 嗯 常威号确实有用 至少想造点 啥都比较方便 说起这个 周灵就觉得有些委屈 共生意能最大的不足 就是 只能控制交通工具本身 而附属在交通工具上的那些 周灵是无法直接用一面 来进行操控的 就比如说 常威号里的那些 超精密机床等设备 统统都不能算作常威号的本身 周灵自然也就玩不转了 但对周灵来说 却是一点难度都没有 有时候周灵都怀疑 他这个妹妹 压根就不是人 是个智能机器人 增程式电驱动 油耗低血航远 关键是全封闭电机 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 只要你不飞到太空 或者是水底下 加满一箱油 可以持续飞行超过8小时 时速400公里 经济巡航状态 再重不超过1000公斤的情况下 够了吧 单从数据来看是不错 可周灵还是不明白 周灵究竟想要 他去石方城干啥 寻宝啊 周灵无奈地拍拍脑袋 石方城里 肯定有什么东西 在吸引那些变异老鼠 要知道 即便是发生了变异 生物的本能仍旧存在 老鼠未光 害怕巨大的声响 如果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是不可能拼尽全力 将一座城市的人杀光的 所以我觉得 行了 行了 我不是很同意这个计划 意义不大 意义不大 周灵反截道 所以你还是觉得 依靠食物进行能量补充 很方便很好玩 还能正好满足你的口舌之欲 等等 你说什么 补充能量 你怀疑 石方城有可以补充 变异进化者能量的东西 周灵抱起双手不屑道 但凡你有点脑子就该知道 怀疑我的判断 绝对是你最大的错误 第249章 周灵的真相 石方城的鼠辈 究竟是个什么情况 上辈子周灵到死的时候 也仅仅只是听了一些传闻 不确切甚至都不能保证真实性 所以 周灵的话 他无从反驳 然而 有个更为现实的问题 石方城 是在末世降临后才出现的 别说那个时候 就算是现在 周灵也确定不了具体位置 只晓得大致是在灵上 等等 你不是说 你不知道石方城吗 周灵一拍脑门 差点被这丫头蒙混过关了 这次无论如何都要弄清楚 他究竟是怎么回事 前面北海道研究所 就是周灵的准确信息 然后这次又是石方城 如果周灵不说清楚 周灵绝不听他的 本来是不知道啊 是你提醒了我 只见周灵重重吐了口气 脸上的神情变得 即便一直以来 周灵都有点过于早熟的倾向 但不知为何 此时的他 给周灵感觉就是 真的很成熟 幼稚的面庞 稚嫩的五官 和只有宝金风霜的成年人才有的表情 混合在一起 让周灵首先想到的 就是两个字 夺赦 既然连末世和重生 这样玄奇的事情都发生了 再来个夺赦 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吧 你在想什么 周灵撩了撩耳边的病发 害怕 我不是你妹妹 你周灵很想说 你看起来怎么都不像 我确实是周灵 也没有重生 石方城对你来说很重要 对我们家来说也很重要 原本我是不打算说的 消耗太大 可如果我不说实话 可能你不会再相信我了 对吧 没错 周灵点头 说吧 你究竟是谁 我是周灵 但我既没有重生 也没有撒谎 是 我一开始其实想过不理你 甚至是找个理由弄死你 如果你不是重生 又有了异能 关键是表现出 如此重视爸妈和我 你可能早死了 啥 周灵咽了口唾沫 他还真不怀疑 周灵有那个能力 哪怕周灵只是个孩子 可在他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给他致命一击 以周灵的智商和执行力 简直不要太轻松 甚至警方都找不到任何证据 如果还有警方的话 在我这个世界里 你就是个人渣 嗯 好在你已经死了 大概吧 不然你也不会重生回去了 对不对 爸妈也死了 就我还活着 现在是末世十二年 等等 现在是 你的意思是说 你现在 是在末世十二年 我特么裂开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周灵感觉脑子有些不够用 不过他很快想起一部电影 牵扯到时间和超维度的科幻电影 可那是科幻电影啊 这特么好吧 他的经历跟电影 好像也没啥区别 这次积攒的能量 快用完了周灵说话 突然变得急促起来 异能 我的异能 就是能够跨越维度 跟曾经的我对话 初级的时候 我只能影响你那个世界的我 所以你才会觉得 你面前的我 言行有些怪怪的 不过 等我升到终极的时候 就可以跟他直接在脑子里对话了 所以你就觉得 小周灵变正常了些 至于说现在 你已经升到高级了 哪有那么容易 你以为像你们现在这样 吃不完的食物 哦 食物其实不是最好的能量来源 十方程有好东西 地址我已经给他了 你靠近后就能感觉到 没能量了 我可能需要休息 一段时间 再见了 重生的哥哥 等等小夕 话音落口 周灵两眼一翻 就静止晕了过去 小脸惨白惨白的 一看就是营养不良的样子 如果不是周灵反应快 小丫头今天非要摔个重的不成 将轻飘飘的小丫头 放到沙发上 周灵陷入了沉思 有穿越维度的异能吗 她不知道 但众生算不算一种维度穿越 假设后 假设她在原本的世界临死时的一刻 意识或者说 思维穿越了维度 重新降临在这个身体上 看起来像是新生 可维度本身就不一定是对称的 那么表现在时间上 她在原本那个维度的意识 或许仅仅只是临死前的几秒钟 而因为时间流速的不对称 所以 足够在这个维度世界里 经历很长一段时间 如果这种假设成立 那么她的重生 或许随时都有可能结束 一旦那个维度的她 彻底死亡意识消失 重生也就结束了 在意识可以穿透维度的这个前提下 周立的话就可以信任了 尤其是她通过这个世界的小周立 提及的一些事情 没有经历过末世的人 应该是不可能知道的 但既然承认 如此玄妙的异能 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周立 在说谎呢 周灵不敢确定 不过十方城里 应该是有好东西的 而且跟异能者和进化者需要的能量 有很大关系 蜀巢是在末世后真实出现过 所以现在 就只能等周立醒来 问出十方城的具体位置 然后过去看看 是自己一个人去还是 一个人去有一个人去的好处 带着人去也有带着人去的意义 等到周灵最终决定 还是一个人去好时 沙发上的周立 缓缓睁开了眼睛 老哥 我老妖 周立撇嘴一笑 快四十了吧 不老 什么四十 哼 男人四十一朵花 小姑娘懂什么 地址呢 决定了 不去行吗 你养我呀 呵呵 那我宁愿养黑仔 周立又是撇嘴一笑 这才将十方城的地址 说给周灵听了 原来十方城就是那个地方啊 行了 我去准备准备 明天就出发 家里的事 家里的事 当然是交给妈妈和嫂子 我还是个孩子 好想睡觉 周立打了个哈欠 竟然扔下周灵便走了 家里的事情确实不熟 别看周才军平时不怎么抛头露面 但它就是成压力的背景 基本上基地里方方面面的事情 都是周才军在负责组织落实 上到黄梦颖他老娘 下到年龄最小的坤哥 就没有一个敢不听周才军的 别说周灵这关还不好过 真要是敢在周才军面前 玩什么阴凤阳违 光一个成压力 就能让人吃不了兜着走 关于前往十方城这件事情 晚饭的时候 在饭桌上周灵提了出来 如今黄梦颖母女俩 大多数时候也不来蹭饭了 毕竟来福号基地已经出具规模 身为公司老总的黄梦颖 也自然懂得 身为员工要跟老板拉开距离 不然其他人会怎么看 第250章 飞行器到手 十方城现在并不存在 或者说 它现在是另外一个名字 十方 十方城有着相当古老的历史 周灵没去过 但这并不妨碍 他先查阅一些资料 从现在的地理环境来看 冬夜结束后的雪融水 对十方的影响或许不会太大 所以 城里扛过冬夜的那些居民 数量应该不少 关键还是那个周灵说的 只要周灵靠近了 就会有感觉是什么意思 所以 异能者或者进化者 其实还有个寻物的隐藏能力 只要靠近能量物质 就可以有所感觉 奇怪 又不奇怪 如果将能量物质理解成实物 那么寻找实物 就算是生物本能 这没什么好奇怪的 本能是很难用 现代科学医学去解释的一种东西 但如果不把它当成科学研究对象 仅仅从哲学去理解 便会觉得很简单了 虽然周灵既不会现代医学 也不会劳十字的哲学 但他会偷懒学啊 不能理解就别理解 还是那句不会哲学的人 经常会用的话存在集合里 出发还要两天时间 周灵专门给周灵打造的飞行器 已经快要完成了 期间 周灵也问过高达的事情 对此周灵表示 别想了 他个人是比较反对小岛子的思路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80年前对下国做的那些事情 遭到了冥冥中的反噬 毕竟咬主人的狗 不是疯了 就是傻了 以至于小岛子在之后几十年时间里 无论怎么发展 总给人一种脑子抽抽的感觉 就拿小岛子在工业方面贼牛逼的锁锁公司来说 很多锁粉都说锁锁产品是信仰 然而认真分析其产品定位就会发现 高科技高技术 高质量啥都不缺的锁锁产品 就特么人性化方面差一大截 要么就是在异用性方面缺一块木板 总之给人感觉就像是个两米半高的瘸子 仿人形机甲或者机器人 在实用主义的周灵看来 本就是脱了裤子放屁 多事 不管近身肉搏 还是作为武器平台 人形应该都是最差 也是最难的选择 作为武器平台 六条腿的昆虫形态 应该是在满足通过性的前提下 最为稳固的选择 如果是为了满足近身肉搏 或者是机动形态 不管是四条腿的猎豹 还是两条腿的鸵鸟 都比人跑得快 所以周灵的意思是 不能顺着小刀子的思路 什么情怀什么美观 一切为了活命 为了实用 为了应对末世恶劣的环境 和各种各样的挑战 必须要推到重来 不是说整体技术方面的推到重来 而是思路 要什么滑而不实的高达 泰坦形态它不香吗 没有弱点明显的脑袋 驾驶员可以隐藏在轴心的任何位置 需要层层防护 从而导致密度极大的驾驶舱 可以随意调整高度 以配合机甲的重心需求 同样是两条腿 反关节的结构不仅简单 且更容易爆发出顺势加速 机动性更强 算法也更为简单 只需要反关节膝盖位置的电击性能 强反应速度快 就足以保证 身体在任何情况下的平稳 巨大的脚丫子 既能辅助身体保持平衡 又能减轻沉重的机甲 对地面的压强 从而让机甲能够适应更多的地面环境 除了重量稍大之外 简直是百利而无一害 接近空气动力学外形的主体 一方面可以降低高速运动时的空气阻力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 改变子弹炮弹对主体的清澈能力 起到保护作用 多关节双臂 不仅可以完成人类手臂的各种形态 巨大的可动范围 能够保证机甲在任何姿态下 都能稳定射击 直接将轻武器跟双臂混合 大大简化制造难度的同时 也增加了生存能力 保证激烈的战斗中 武器不会脱手 可我还是想要个高达 实在不行的话 太空堡垒里那种变形战机也行 你想的太多了 周立翻了翻白眼道 喷气式发动机技术 我没空去研究 或许将来其他人会生产出 适应目前大气环境的喷气式发动机 反正我不会去弄那种落后的东西 喷气式发动机已经落后了吗 不应该啊 末世前 夏国还在大力研究 而且四处引进技术呢 怎么在周立这里 就成了毫无价值的玩意儿 来福号里 还有多少燃油你想过没有 咱们有来福号作为平台 如果再加上一个常威号 盲目追求飞机的续航能力 有什么用 战斗的目的是持久吗 等等 持久不好吗 所以 那是你们男人的错觉 咱们夏国的武学大师 曾经对薄杀有过最精准的描述 不招不架 就是一下 能不能理解这句话 周林耸耸肩膀 表示小意思 好吧 现代科技文明 在末世里难以延续的最大的问题 是资源的开采 所以一切要从节约的角度出发 高空战机将来的用途 其实并不多 大多数场景下 只适合远距离投放 采用电能推动 反而比其他方式更适合 毕竟加油站不常有 但太阳天天都会出来 算了 不多说了 总之你想要的那些 不一定适合太中二了 都末世了 请你成熟点 又被喷了 好在周林已经习惯了 只要有的完就行 吃县城的人 没必要整天跟厨子 讨论菜是怎么做出来的 至于说菜的味道不合适 都漠视了 能填饱肚皮不就够了 转眼两天时间过去 周立那边传来消息 飞行器早好了 让周林去常威号那边接收 作为双体工业母船的常威号 中后部连在一起的平台 其实非常宽敞 在经过简单的改装后 巨大的平整甲板 完全可以起降 任何可以垂直起降的飞行器 譬如来福号里的F35C 就肯定没问题 周林抵达常威号后 看到周立站在一台大蜘蛛 什么大蜘蛛 这是多轴高速 悬翼飞行器 操控简单 速度快 满电续航可达500公里 嗯 因为设计时速可以达到500公里 续航时间一小时 为了减重放弃了外壳 反正你的身体也不需要 充电的问题怎么解决 你脑子里都是江湖吗 别人不好解决 你还不好解决 怎么你的空间里摆晒啊 还是说充好电的锂电池 放在空间里会炸了 啊 好吧 周林确实无言以对 是他自己忘记这茬了 我试试 不然 让你来提意见呢 去吧 傻瓜是操作 你要是还弄不懂 那就 哇 16个高速悬翼同时启动 如同骑摩托士 坐在飞行器上的周林 缓缓推动操纵感 便感觉飞行器 慢慢离开了地面 这种感觉 第251章 十方 十方 从导航上看 加州城跟十方城 距离500多公里 不过这是高速公路的里程 然而周林驾驶飞行器 走的是最短距离 280公里 理论上充满电 就可以飞个来回 更何况 空间里还有充满电的 备用电池好几十块 周林准备的 别看没事就对周林 其实在小丫头的记忆中 周林始终是重要的 毕竟这个世界的周林 并没有抛弃父母和他 至于说 那个周林的影响 肯定有 但并不是一切 只能说 周立的性子天生如此 或者高智商人群的性格特征吧 周林没让飞行气飞的太高 不是恐高 毕竟这玩意儿 也没有什么机构给个保证 也没有保险公司来买单 要是有个万一一百米以内 周林觉得他应该摔不死 再高一点就难说了 当然 他也不是没有准备 什么泡沫垫子降落伞都妥妥的 依据情况的不同 随时可以拿出来应急 不能说周林怕死 有时候人真不是单纯为自己活着不是吗 天还没亮的时候周林就出发了 白天太阳太独 反正卫星导航又不受白天黑夜的影响 早点出发 还能避免飞行器过于暴露 毕竟凌晨时分 往往是绝大多数人睡眠最熟的时候 断网断电 加上没有服务器 末世后 修仙党也自动解散了 熬通宵的人往往都是迫不得已 速度升起来 后风很大 就连周林都不得不将头盔放下来 不然想要看清楚 下面眼睛还真受不了 在低空掠过 地面的景色看上去 让人心中拔凉 路上经过的市镇 无论大小 都有种一片狼藉荒凉破败的感觉 上一次大地震 对人类建筑的破坏是严重的 尤其是那些相对老旧的城镇 但凡没有集装简历墙 或者质量不过关的房子 很多都坍塌了 想当年下国还是盛世 巴蜀那场地震造成的破坏十多年 都没能完全修复 黄论是现在 市镇建筑物里很少有光 周林反倒是看见许多露天的火堆 只不过如今这天气 即便是深夜地面温度也很难降到25度以下 如果没有充足的饮用水 在城镇中生活其实是非常艰难的 山野里也好不到哪里去 总不能顿顿都是树皮野菜吧 人类野外生存能力 在经过这几千年的进化后 已经越来越弱 大多数人近乎于零了 除非是在过上几年 即便是周林这种 四肢不清五谷不分的废宅 只要活下来的最后 都被环境逼着修炼成了野外生存大师 别说常见的树皮草根了 哪怕就是大多数变异植物 周林都基本上能分辨出 那些能吃那些不能吃 任何收获都需要付出代价 而周林当时付出的代价 一想到这个周林 就忍不住会联想到曹伯文 为了收集相关的资料和数据 曹伯文用食物引诱庇护所里的普通人 去当神农 用身体和生命去检测那些变异兽 变异生物是可以食用的 哪些又是对人有毒的 不幸的是 周林被迫参加过 幸运的是在经历过三次吐血 十几次呕吐窜息 以及五次昏迷后 周林竟然幸运的还活着 但不是每个人都有他这种运气 有是吃变异兽肉 当场就炸了的 有被变异植物 吃了的 还有没死 但吃成了傻子的 还有成为寄生变异生物 活培养敏的 总之一句话 末世里的普通人 在异能者进化者 以及权贵们的眼中 根本就不是同类 除了生育繁衍下一代之外 基本上就是个数字 消耗品 没没想到这些周林 就会感觉特别难受 哪怕他这一世应该不会 或者肯定不会重蹈覆辙 滴滴滴 导航在提醒 已经抵达目标上空 周林收拾起心绪向下望去 无论行政级别 还是人口数量 都不如加州城的一座小城市 呈现在他眼底 三面都是大山 只有东西两条公路 十方城到现在为止 都还没有通高铁 难怪这个省的经济排名 始终未列末尾 不能怪这里的人不够勤劳 实在是环境决定了 那些大山 既是战争时期最好的屏障 同样也是发展经济的阻碍 毕竟想要在这样的环境下 打造足够的交通网络 所需要的资金 是极为恐怖的 哪怕被称为基建狂魔的下国 都要三思而后行 趁着太阳还没升起 周林避开灯火密集区域 缓缓降落在 距离十方城最近的一处山脚下 在天上看 这边是一片漆黑 零零星星的建筑物 大多数破败不堪 人类所谓的文明 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功下 根本不堪一击 更换电池后 将飞行器收起来 周林也不知道 接下来是该进城呢 还是现在附近转转 毕竟十方城并不完全 是在十方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鬼晓得 两者的重叠度究竟有多大 从空间里放出来一辆改装过的猛禽 发动后 沿着本旧狭窄 又被漠视摧残过的村村通水泥路 也就是猛禽这种 专门未飞铺装路面设计的汽车 才能安全行走 不用担心磕磕碰碰 大概维持在15公里时速 窗外的景色 哪有什么景色 冬夜里枯萎的植被好不容易缓过来 又因为暴晒高温和缺水 而枯萎死去 放眼望去 基本上都是石头 甚至有些石头 都因为高温和暴晒裂开了 头顶上也不安全 看到洒落在路上那些滚石 周林不得不把耳朵竖起来 以防被从天而降的大石头 压成肉酱 走走停停 有些地方甚至需要周林把车收起来 徒步攀爬过去 才能继续前进 直到太阳都升起老高了 周林才算是站在了十方的城区范围 令他失望的是并没有什么收获 除了主观感受之外 一无所获 所以究竟是在城里 还是别的地方 如果不是怕引起注意 也许最快的方式 是驾驶飞行器超低空飞略 那样兴许能够更快找到线索 可周林实在是不敢保证 万一十方这边还有驻军呢 万一把他当成来袭的敌人 直接发射个火箭弹什么的 即便不死 闹得灰头土脸的将来 他怎么见人 慢一点就慢一点吧 全当是出来旅游了 虽然这里并没有什么好看的 资料里显示 末世之前 十方这座城市里 生活着大概二十万人 也不知道 现在还有多少火口 城中悉数的灯火 说明应该是有人的 周林打算再走走看看 如果实在找不到线索 就去找人打听 而此时的漂亮国伊甸园深处 上百名外形精壮 眼神锐利的男人 正排成整齐华裔的队伍 在接受密西波兰特 以及另外几个人的检阅 这是我的最新成果 我称他们为 二型进化者 第252章 老诗人 二型进化者 是密西波兰特 跟他的团队 最近一段时间的杰作 跟成功率低下 各方面提升不大的 早期进化者相比 二型进化者 更符合漂亮国文化中的 超级英雄 光是站在那里 外形和气场 就已经非常吸引人的眼球 那壮硕的身材 高高焚起的肌肉 同龄般的眼珠子 周林看到肯定会 大呼好牛的儿郎 静态展示后 自然少不了动态展示 什么徒手碎混凝土撇钢筋 胸口碎大石之类的 轮番上阵 让漂亮国那些人连呼厉害 一个个挥舞着 他们的资源 要给密西波兰特投资 还有直接就问 这样的保镖 多少资源一个 能不能保证绝对的忠诚 那是必须的 密西波兰特笑容可拘 虽然他可以直接抢 但总归不如用 一些废品去换资源 没错 展示出来的这些进化者 在波兰特看来 其实都是废品 尤其是 当他知道周林的详细情报后 在波兰特看来 周林那样 才是他心中的标准 其余的都是废品 所以 原本还比较看重的 这批进化者 波兰特打算放弃 哪怕有人反复跟他说 异能诸融合不可控 大概率都是白费力气 还不如重点培养进化者 将一个进化者招呼到跟前 使其背对众人 波兰特指着进化者后脑勺上 一块蓝色的金属片 纯钛结晶植入 你们买到的每一个进化者 都必须植入这种晶片 一旦违背了植入的要求 这块金属片 就能让他们痛不欲生 这个设计的灵感 来自于下国的一部神话 所以我将这块太金片 称为金箍 而你们掌握的 则是锦箍咒 掌声响起 权贵们最怕的是什么 当然是下面的人不受控制 波兰特的金箍和锦箍咒 无疑解决了 他们心中的痛点 剩下的事情 就不需要波兰特亲自招呼了 助手们可以胜任 回到自己办公室 两个身穿西装的人 正在等着他 很高兴看到你们 坐吧 我要的东西都带来了吗 波兰特的先生 你要的东西都在这里 不过 放心 波兰特举起手 以上帝的名义 你们和你们的家人 可以选择任何一个庇护所 我这个伊甸园也可以 不管哪里都是最高标准 最高配额 我保证 比总统过得还要舒服 两个男人相互点头 然后从沙发下 拿出来一个黑色皮箱 输入密码打开 里面是一个写着 NASA字样的太和金箱子 有两个钥匙孔 两个男人各持一把钥匙 同时插入锁孔 才将箱子打开 然而里面竟然还有个银色的金属瓶子 东西都在里面了 密西波兰特 拿起小臂大小的金属瓶 拧开盖子往外一拉 连着金属盖子的是长长的多格支架 六纵二十横 每一格里面都放着一颗 异能珠 这已经是全部了 没有再多了 先生 很好 将支架塞回去盖好 密西波兰特奔下了桌面上的按钮 几秒钟后 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助手走进来 在波兰特眼神试一下 带着两西装男离开了办公室 人 我需要大量的人 健康 听话 物资紧缺的那种 男女都可以 好的先生 对讲机那边传来一个虔诚的声音 对密西波兰特虔诚并不夸张 但凡是漂亮国稿科学研究的人 如今就没有几个不知道波兰特 不崇拜波兰特的 毕竟人类社会已经很久没有出现 像波兰特这样的全才了 上一个的名字叫做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十方 周灵歪头打量着面前的男人 看上去应该超过五十岁了吧 末世里面像往往比实际年龄老 眉目间有很浓的 嗯 淳朴 应该是淳朴吧 周灵不敢完全确定 毕竟他亲眼看着这个老男人 用一把铁铲 怕死了另外一个男人 就在刚才 尸体都还没冷呢 你都看到了 是 是他逼我的 他凭什么扣我半斤粮食 我已经很认真的干活了 凭什么 凭什么他每天看着我们干活 就可以拿到三斤粮食 我们累死累活才两斤 一家人啊 我孙子才三岁 他一张嘴 就要扣我半斤 你尽管说 周灵不慌不忙 也不担心老男人手里 时不时挥舞的铁铲 笑咪咪的 你 你不是官方庇护所的人 不可能啊 当然不是 怎么 你们十方城的庇护所 官方人员还有标志不成 不 不是 但官方的人都穿得比较干净 干净 周灵贴了眼地上的尸体 感觉被冒犯了 怎么称呼 张 张从山 历早张 张从山接过烟雀没有抽 而是小心翼翼的 用一张植果好放进贴身的口袋 随后叹了口气 我知道 杀人犯法了 你能不能让我先回一趟家 不不不 你误会了 周灵白首 我对你杀不杀人 其实一点兴趣都没有 只要你不吃人就行 吃人 那怎么行呢 人是不能吃人的 否则跟畜生有什么分别 张从山连连白首 仿佛听到了极可怕的事情 周灵眯了眯眼睛 嗯 你说的对 本地人 张从山点了点头 这样 你跟我说说 最近十方城 有没有什么比较奇怪的事情发生 然后我送你十斤粮食如何 十斤 是细粮吗 当然 白米白面你可以选 看张从山已经上钩 周灵索性加大诱饵 果不其然 张从山咽了一口唾沫 点头道 好好 这里好像不方便说话 要不我们换个地方 去我车上如何 你还有车 张从山的眼神一下子亮起来 末世里有车一族可不是寻常人 基本上等于末世前能够开大牢做红旗的档次了 看到猛禽后 张从山反而没那么激动了 或许他眼中的猛禽就是个农用车 跟那些看起来就很豪华的叫车越野车没得比 上去吧 周灵拉开车门让张从山先进入车厢 随后他看了看左右确定没什么异常钻进车里 反手将门窗都锁死 说吧 我听着呢 周灵点上烟道 东山 最近他们在传说东山那边只要到了晚上就会有古怪的声音 张从山一面打量着车里的陈设 一面说道 而且以前三面山里都能碰到动物 现在只有去东山才能打到猎物 但 但什么 第253章 冥冥中的诱惑 死了人 张从山压低声音 仿佛刚刚杀人的不是他 又像是怕冥冥之中什么存在听到了 会威胁到他的生命 然而周灵很不喜欢这种故作的神秘 有话好好说 真当猛琴的车皮是A4纸吗 还是当他耳朵是摆设 去东山打猎的人 死了好些个 现在庇护所都找不到人 愿意去东山打猎了 东山 顾名思义是在十方城东面 而此时周灵所在的位置是西面 中间隔着一个十方城 难怪他什么都没有感觉到 粮食在哪里 张从山说完后 四处打量车厢 可周灵怎么会在车厢里放粮食 再说了他 压根就没有打算给张从山粮食 因为张从山在说谎 东山的消息可能是真的 也可能是假的 但张从山杀人是真的 理由是假的 因为刚刚周灵注意到 那个死人受伤的位置 是后脑勺 尤其只有一个伤口 作为过来人周灵一看 就能大概还原现场 甚至他都能想象出 当时张从山是个什么样的表情 下车吧 下车给我吗 好的 张从山还没反应过来 毕竟猛琴是皮卡 粮食在车斗里也是很正常的 咦 粮食呢 张从山往车头里探视了一眼 看到车斗里空荡荡 眼神顿时变得不一样了 然而下一刻 他又缩起了脖子 你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我只是没想到 这么早就开始了 怎么 你们十方程的存粮都吃完了吗 什么 什么开始了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不给粮食就算了 你 你把刀拿开 张从山还想门混过关 然而周灵却已经没有啰嗦的行思 握刀的手微微发力 风味的匕首在张从山紧薄拉开一道口子 不等张从山反应过来 周灵左手拧住他的脑袋 巨大的力量根本不是张从山能抗衡的 即便他已经用尽全力挣扎了 鲜血被喷到远离猛禽的方向 空气中弥散着浓浓的腥味 吃过人肉的人 眼珠子会变红 吃得越多就越红 周灵仿佛是在自言自语 又仿佛是在告诉张从山 为什么要杀了他 如果说周灵心中还有底线的话 那么吃人绝对是其中之一 至于说吃人是不是一定眼珠子会变红 或许是真或许是假 真正让周灵确定张从山吃人的 还是刚刚他提到吃人 识张从山一些细节的反应 跟周灵上辈子见过的那些 暗中吃人肉的人一模一样 只能说演技这东西 没有经过培训 真不是随便哪个人都有的 哥哥哥哥 随着血被放干 张从山也逐渐失去意识 只有身体还在做最后的抽搐 将已经开始降温的尸体扔到一边 周灵随意检查了下 被张从山杀死的人 确定没什么线索后便转身上车 东山只是本地人的称呼 叫什么其实不重要 周灵只需要对着东边开就行了 穿城而过 路边阴影中可以隐约看到人影的晃动 这会儿太阳已经老高了 气温暴涨到40度 猛禽的空调都快转爆了 车内温度也只能降到28度 有人在太阳照射不到的地方向猛禽招手 可周灵却没有半点刹车的意思 他又不是杀人狂 何必下去减少人口基数呢 不管石方城里人吃人的现象有多严重 那是官方操心的事情 除非像张从山那样撞到周灵面前 甚至还想打周灵的主意 石方城不大 猛禽强大的通过能力 加上改装后的防穿次轮胎 保证周灵在多次转换路线后终于横穿了整个城市 前面就是东山了 这是 刚刚看见东山针殿目的刹那 周灵就感觉到有点不对劲 心慌吗 或者说是一种迫切感 好像山里有什么东西在强烈地吸引着他 虽然武官告诉他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就在山上 第六感告诉周灵 冥冥之中让他心动心慌的东西 确实就在东山里 可前面已经没有路了 即便是猛禽也不可能从羊肠小道上通过 周灵想了想 先把猛禽给收进空间 然后拿出武器把自己装备起来 哪怕是二阶进化者 但凡能够使用热武器的时候 周灵都不会多消耗 哪怕半点能量 顺着近山的羊肠小道 没走几步 周灵就停了下来 路上 零散的森森白骨 从形状和大小来看 应该是人类的 关键骨头上一丝肉都没有 干净的像是被狗啃过似的 接下来周灵就确定了他的判断 因为他看到啃骨头的狗 不 准确地说是 长得有些像二哈的 狼 一头 两头 三头 光看到的就有三头 而从远处那些枯树林中传出的 稀稀苏苏的声音 无疑是在提醒周灵小心点 普通人或许只有等着嘎的份 可惜这群狼遇上的是周灵 也不知道是不是变异的一面嘟囔 周灵一面缓缓抽出了糖刀 其实 用枪可能会简单点 但枪声却可能会引来人 也可能会吓跑这些狼 目前周灵的属性是 共生 高级192 3410 0000 目前已共生交通工具 来福大型水面交通工具 陆小峰中型地面交通工具 常威超大型水面交通工具 可共生交通工具数量1 存放空间24 附属技能一强度 共生19分钟24小时 附属技能二空间利用 附属技能三技术推演 来福号空天母舰 推演度501 进化度 二级019 1967 210000 单从进化度理解 它现在的身体综合素质 达到了普通人的38倍 在跟无学反复测试的数据映照后 周灵后得出了一个 关于进化度的近似计算公式 大概就是 皆时每一点进化度 相当于一倍 而二级10每01进化度 相当于两倍 这里的倍数是加成 而不是叠加 周灵目前是二级019 那就是38倍 综合素质跟力量速度等具体属性的关系 比较复杂 不完全是正比关系 所以 综合素质38倍 并不是说周灵的力量速度 都能达到正常人38倍 具体的计算方式 周灵弄不出来 只能大概地理解为 力量加速度 加神经反应速度 再加身体强度 和恢复能力 一起是正常人的38倍 而其中前三者 是可以相对精确地测试出结果 后面两者却很难精准判断 不管对付一群野狼足够了 尤其是周灵手里还有刀 当一刀一个砍翻了三头狼之后 周灵确定 这些野狼都没有变异 而林子里的野狼 也确定了周灵是惹不起的人 听到嘻嘻嘟嘟的声音远离 周灵也没有追杀的兴趣 冥冥中的诱惑 更大了 第254章 差点被踩死的周灵 前有狼 后有 狼 周灵已经撵走了 来符号存放空间里 多了三具狼尸 但周灵真没想到 在石方这种地方 会碰见一只虎 或者说 看起来像是一只虎 之所以说看起来像 是因为这只虎的额头上 并不是一个王字 当然 这还不是最大的区别 最大的区别在于 虎的毛色 看起来很眼熟 灰蓝灰蓝的 如果将它从两米多 缩小到大概一米多的话 或许大家 就会比较熟悉了 一米多时 它的名字 大概叫做烟熏吧 不是主人家起的名字 而是毛色的名字 所以 被一只体型比人大的 烟熏色的免鹰猫 拦住去路 是种什么感觉 当免鹰猫还是猫的时候 被称为是猫中巨人 大骨骼品种的 甚至能长到一米多长 还不算尾巴 体重超过二十斤以上 据说 二十斤是人类 可以安全喂养的 猫科动物的上限 可以想象 免鹰猫如果没有 相对亲人和温柔的性格 不说正面攻击 偷袭搞死主人 应该还是阔矣的 而眼前的这只烟熏色免鹰 少说也有一两百斤吧 身上的长毛油光水滑 微微张开的嘴里露出 比周灵手指还要长得獠牙 温柔的巨人 呵呵 没看过童话故事吗 再温柔的巨人 也是吃人的 很显然 周灵的闯入 让烟熏免鹰有些不爽 但他的眼神又有些兴奋 猫嘛 从东北金剑层 到沙漠小黑角 都对玩弄这个词 乐此不疲的 他们都喜欢会动的猎物 反抗愈激烈 他们就愈开心 看着蠢蠢欲动的烟熏免鹰 周灵心中忽然生出一个念头 有钱有闲 猫狗双全 周灵觉得他现在应该算是 人生赢家了吧 有钱有闲 也差不多做到了吧 家里只有黑仔 好像有些孤零零的 昆哥不能算 他跟黑仔根本玩不到一起 毕竟再聪明的昆哥 在黑仔眼中 也只是一份 还没有下锅的食物而已 但如果把这只烟熏弄回去 就不一样了 到时候 黑仔的地位 可能就要重新排列一下了 至于说怎么弄回去 嗯 周灵还在想 烟熏显然不知道 他在缠周灵身子的同时 周灵也在缠他身子 之所以迟迟没有发动进攻 是因为敏锐的直觉告诉他 眼前这个两脚兽有些危险 又或者是因为 从周灵身上散发出的 微弱的 狼的味道 就是生活在附近的那群野狼 通常来说 大型猫科动物跟狼 是不可能生活在同一片区域的 要么就是狼群撵走大猫 要么就是大猫撵走狼群 但在东山这里 每一直有 智慧的肉食动物都知道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再说了 经常都有两脚兽来送快递 他们也不担心会饿倒 可为什么是狼血的味道 燕熊有些怀疑 所以 他只向周灵走了两步便停下来 比小孩拳头 还大的眼珠子 上下左右地打量着 喵喵喵 来啊 周灵试图用招呼小猫咪的方式 跟燕熊打招呼 结果可能是被无视了 毕竟正经猫 谁特么会喵喵叫呢 然而下一刻 当周灵发现招呼不管用时 便立马换了招数 几秒钟后 燕熊抽了抽鼻子 两眼死死盯着周灵 眼神却变得越来越 喵喵喵 喵喵呜呜 阿妈呜 什么 正经猫咪不这样叫 正忙着疯狂啃猫粮的烟熏冷笑 有这么好吃的猫粮 谁还当正经的猫咪啊 当只舔猫不好吗 猫不就是天天舔 时时舔 才能保证浑身上下的毛发干净漂亮 油光水滑 然后让两脚受舒服的撸吗 大小 大小有什么关系 只要猫粮够 野兽便宠兽 别说什么免疫没有猫阁 又不是没有家养的东北经建层 还不是贝鲁的舒舒服服的 有两脚兽免费充足有美味的食物 谁还乐意冰天雪地里 走了一路又一路 慢慢吃 则则 你看你 多久没吃过猫粮了 别急 还有小鱼竿 鸡冻竿 东安纯马德 我以前怎么不知道宠物吃这么好 我特么都没有吃过这些 看着从空间里掏出来的一系列宠物零食 好吧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这应该是当初程亚力按照周莉的要求囤积的 不过那时候 家里可没有养猫啊 所以周莉究竟是写着玩的 还是她看见了今天 再一想 好像也不对 上辈子这个时候 周灵也没有收留过任何宠物 毕竟上辈子这个时候 她特么的就是一只宠物 意外的是 烟熏对什么小鱼肝肌肚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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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兴趣 仿佛不是很大 浅尝折止 主要还是炫猫粮 大概是因为周灵直接用个大脚盆子倒了一袋 十公斤的那种 阿妈 又香又脆 还不用费劲嚼 关键是 有小时候的味道 烟熏根本不管肚子的感受 只是埋头苦干 看着快要见底的不锈钢大脚盆子 周灵忽然感觉她也饿了 那就一起吧 再拿出一袋猫粮 又拿出一袋猫粮 还是一袋猫粮 此时周灵的举动 就像是某种渣男 在女孩子的评论区留言 小姐姐今天的裙子很好看 就不知道我家哪台法拉利的颜色 会更配啊 炫妇 炫果果的炫富 可是烟熏就吃这一套啊 那一袋袋猫粮 简直就跟他的命一样 一个虎扑就上去了 然后 自然是扑了个空的 跟我走 关我家的姓 猫粮管保 不跟我走 不听我的话 嘿 我家母上插一张虎皮褥子 老虎是老底座穿兽 你可不是 阿拉阿妩 猫粮不见了 怒火中烧的烟熏 有点要发飙的意思 至于周灵说的那些话 他是喵啊 怎么可能听得懂梁教授的语言 他想到了周灵的眼神 是藏不住的 然而 当他的右前找第二根指甲 距离周灵喉咙 还有0.01公分的时候 他停下来了 那一堆猫粮 竟然又出现了 可恶的梁教授 还用手拍了拍 啪啪作响 真的 再然后 周灵打了个响指 小山洋的猫粮 就只剩下一袋了 出现 消失 出现 消失 几次之后 烟熏明白了 眼前这个梁教授 有很多很多猫粮 关键是 他可以决定 拿不出拿出来 给不给他吃 所以 喵呜喵呜 收起爪子 用软乎乎的脚掌 交替踩在周灵的腿上 烟熏觉得梁教授 肯定很舒服吧 记忆中 当年他就是这么 踩他妈妈的 只要踩得多 就能吃得饱 草 起开 老子要被你踩死了 第255章 烤猪翅膀 有时候 人跟宠物 是可以心灵相通的才怪 没有猫粮试试 以后你就叫丑鬼吧 周灵随意起了个名字 毕竟在他看来 烟熏的毛色 确实有些丑丑的 跟寻常小猫咪 完全不一样嘛 没错 周灵说的 就是那种在下国常见的 什么大距离花三花 奶牛正经的猫咪 哪有这种黑不黑蓝不蓝的事 所以就是丑 啊 烟熏连续不住摇头 如果不是看在猫粮的份上 一口吞了你啊 那就叫却黑 不对 你这也不是黑啊 跟钻过烟囱似的 那就叫烟熏吧 嘿 我咋就想起腊肉了呢 喵无烟熏终于点头表示同意 周灵愣了愣 感情你是喜欢腊肉啊 回头问问母上 同意的话就给你吃两口 不然你就只有吃猫粮的份 有粮便是娘 烟熏也不介意 周灵当他的蝉使官 跟着周灵继续往山上走 只不过走着走着烟熏 就开始紧张了 猛兽都有自己的地盘 烟熏也不例外 看到烟熏的反应 周灵就知道 这是换地盘了 别尿啊 回头胖臭 我要揍你的 一句话阻止了 准备翘腿的烟熏 没错 公猫尿地盘的动作 跟黑仔其实很像 这里住的是啥玩意儿 嘶 不用说了 周灵感觉 他来东山找个宝贝 愣是向进了动物园 狼群杀过 大猫收过了 现在刷一只 长着鸡翅膀的猪算什么鬼 关键这只猪身上的鸡翅胖 还没有毛 白生生的 跟它身上的皮肤倒是配套 可那张猪脸一看 就是属野猪的 獠牙少说有一米长 烟熏背上的长毛都竖了起来 伏地身体 张嘴发出威胁的吼叫 哇呜哇呜的 真是跟猫一模一样 猪的体型很大 体重至少是烟熏的四五倍 关键是 背上的一对鸡翅膀 是怎么长出来的 好吧 周灵觉得 他想的有点多了 变异生物吗 如果能从人类的科学角度去解释 那还叫什么变异生物 并不是所有变异生物都可增 比如 烟熏就很好啊 或许区别在于 烟熏原本就是人类饲养的宠物 在他记忆中 两角兽就可以分成两类 一类是可以吃的 另一类是可以吃的 很显然 鸡翅猪不仅对人类不友好 对其他动物也不怎么友好 那滴滴答答的垂涎 就足以说明一切 所以说啊 猪就是猪 眼神不好使啊 周灵并不慌张 直觉告诉他 鸡翅猪并不强 或许比前面 遇见的野狼要强一些 但应该 也不是他的对手 直到他拔出糖刀 抢先出手 一刀砍在鸡翅猪的背上 好家伙 血红血红的印子 愣是没破防 这么坚韧 这泥马 如果不是周灵反应快 他现在已经被鸡翅猪 挑在獠牙上了 一米长的玩意儿 捅不出两个透明窟窿 那都是对不起他的长度 别看鸡翅猪是猪 其实动作一点都不慢 第一下没能顶到周灵 冲过去了 马上刹车掉头 周灵都才刚刚落地呢 鸡翅猪就已经跑出残影了 干 感觉到身后的威胁 周灵也是瞬间启动 同样一路留下残影 人转到鸡翅猪侧面 手里已经换了的家伙 罗文刺 好吧 其实就是周灵当初 要求打造的 用高品质罗文钢 硬生生打磨出来的 一米多长 小号火腿肠粗细的家伙 这东西造价低廉 但用来捅刺 却再合适不过了 关键是 根本不用担心有什么折损 基本上要多少有多少 不吃 双手握持下 罗文刺终于破了鸡翅猪的白皮 也让周灵心中松了口气 就说嘛 即便是五年后的变异生物 也不至于像有些里写的那样 什么刀枪不入 除非是那种带灵甲的 那才是真的难缠 毕竟灵片的生物结构 跟毛皮是截然不同的 抵抗能力自然也就不同 吃疼的鸡翅猪嘴里 发出淒厉的叫声 动作却变得愈发声猛起来 周灵没来得及 把罗文刺拔出来 就差点被鸡翅猪撞到 一冲 二撞 三牙条 这便是野猪们常用的三板斧 严勋 别光看着 搞它 堪堪避开后 周灵又掏出一根螺旋刺 然而已经吃过一次亏的鸡翅猪 明显警惕多了 凭借敏捷的动作 愣是始终保持跟周灵面对面的姿态 这便让周灵少了动手的机会 严勋竟然在看戏 这就让周灵感觉 猫粮有些打水漂的意思 这种时候 不是该主动出手 干掉野猪 然后讨小鱼竿 哦 大概只有蠢蠢的狗 才会那样干吧 譬如黑仔 稍微聪明点的狗 都会判断形势 比如编木 好在烟熏比起一般的猫来 还是多了点灵性的 所以 在鸡翅猪跟周灵对峙的时候 烟熏终于还是出手了 灰蓝色的一道流光 从鸡翅猪屁股后面 嗖的一下飞了过去 周灵看得额头上 冷汗直冒干 这个速度 如果不是一开始就猫粮跟烟熏讲和了 怕是最后倒霉的 会是它哟 跟不上 猫不愧是常见动物中 受到丝毫影响 甚至给人感觉还更快了 周灵反应不过来 鸡翅猪同样反应不过来 当他感觉后腿之间凉嗖嗖的时候 烟熏已经蹲坐在刚刚位置的对角线上 十来米远 举起的右前掌上 还有一坨 超大号的铃铛 肉铃铛 鸡翅猪的铃铛 不过此时烟熏的眼神 根本没看鸡翅猪 哪怕已经开始 感觉到巨疼的鸡翅猪 用逐渐冲血变红的猪眼 瞪着烟熏 开始跑土 烟熏看的是周灵 那眼神竟然充满了细血 仿佛在说 看到鞍爪子上的东西没 看清楚点哟 以后要是猫粮跟不上 小心你的铃铛 干 周灵确实感觉某部位凉嗖嗖 好在鸡翅猪已经改变了目标 卖着鼓鼓躺血的身体 就向烟熏冲过去 可惜 世界上能够在敏捷方面逼拼猫的动物 实在是太少了 黄润烟熏 还开启了灵智 他完全没有普通猫咪常见的射恐症 反而在鸡翅猪的来回冲撞中 闲听信步 而且始终抬着右掌 时不时还会在鸡翅猪喘气的时候 晃晃上面的大黑铃铛 估摸着鸡翅猪已经快要疯了 这不纯纯的杀猪猪心吗 猪猪心好疼 好疼啊 嗨嗨 就说 咱们能不能不玩了 周灵指了指 因为体能消耗和流血过多 行动能力已经明显衰退的鸡翅猪 你就不想试试 烤这么大的鸡翅胖 喵嗚 燕熏一听烤鸡翅膀 神情顿时发生了变化 在看鸡翅猪时 如果再看一盘烤肉 第256章 落袋为安 所以 块头大从来都不是战斗力高低的绝对指标 鸡翅猪的块头比燕熏大得多 然而天下武功微快不破 鸡翅猪竭尽全力的反应速度 在燕熏看来可能都是慢动作 当燕熏全力进攻时 周灵也就只有眼神勉强能跟上 真要是让他下场去跟燕熏单挑 所以周灵在考虑 把燕熏带回去 究竟是不是个好主意 黑仔能不能值得住燕熏 通常来说 战斗已经结束了 鸡翅猪粗大的脖子上 白白的皮肉 如同刚刚被淋吃过 密密麻麻的伤口中 也不知道是哪一下 被燕熏给命中了大血管 猪血扑哧扑哧地往外飙着 让周灵不由地舔了舔嘴唇 毛血旺 香 辣 可惜了 鸡翅猪的血周灵 还真不敢吃 毕竟是变异生物 鬼小得吃了会变成啥样 看燕熏的样子 他刚连爪子上的猪血 都有点嫌弃 竟然不用舌头舔 而是直接在地上磨蹭 嘎吱嘎吱地 像是在搓脚 我来我来 通常来说 变异生物吃变异生物 是不会有问题的 所以 即便自己不一定能吃 周灵还是本着节约精神 把断了气的鸡翅猪 收进了空间 等回去之后再处理 诱惑的感觉比刚才更强烈的 周灵说的那东西 应该不会太远 看了看四周的环境 枯萎的密林当中 有一条不知道 是不是鸡翅猪 烫出来的小路 人走势 肯定没问题的 燕熏啊 咱们能不能约法三章啊 回头你要是跟我回家 可不能随便攻击其他生物 毕竟它们都有可能给你猫粮 再说你这么可爱 总是凶巴巴的 会损失很多猫粮点 苗屋 燕熏颇有些不理解地 瞥了眼周灵 话太多 我又不是两脚兽 鬼小的你在说啥 只有猫粮 两个字是听懂了的 本着点头不吃亏的经验 燕熏点了点大脑袋 哦 那行 这上面还有没有妖怪 不是 变异怪兽 燕熏停下来想了想 随后摇头 很奇怪 外面一圈的变异兽不守 但真正接近中心区域的时候 别说变异兽了 就连普通的小动物 都没有看到一只 甚至连昆虫鸣叫的声音 都没有 是隐藏着什么危机吗 周灵感受了一下 好像没什么不对 然而燕熏却停下来 表示不愿意继续前进了 还有大概一百米的距离 就是东山的山顶 一小块大概几百平方米的平地 站在周灵这个位置 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那块平地上光秃秃的 除了中心位置的一块大石头之外 竟然什么都没有 没有植被 没有动物留下的痕迹 甚至地上连一根草都没有 通常来说 山顶就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形 除非是有什么特殊的原因 比如说 环境有毒 或者是强烈的辐射 想到这里 周灵赶忙掏出来一个钙戈技术仪 这玩意儿 就是专门用来测试辐射的 如果听到它大声叫唤 那么立马掉头闪人 肯定没错 然而 无论怎么测试 技术仪并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表明 要么这里根本没有辐射 要么就算有什么辐射 也不在人类科学理解的范围之内 行吧 你在这里等着 我过去看看 心中的冲动是越来越强烈 哪怕明知道可能会有危险 周灵还是抑制不住要过去 一步 两步 三步 刚刚走出植被的范围 一股无形的冲击就直接穿透了周灵的身体 这么说 只是一种感觉 至少周灵可以确定 他现在还是完好无损的 除了 能量 不同于从食物中获取能量的那种感觉 更像是直接对身体进行充能 瞬间就将周灵前面消耗掉的能量都补足了 就像是 闪冲 如果电动车能有这个技术 估计也就煤燃油车什么事了周灵的意识略为跑偏 随后又被他拉了回来 他细细感受着那透体而来的能量 最终将目标锁定在平地中央的大石头上 越往石头方向走 就越感觉能量的强度在增加 就好像一个磁场 大石头就是磁疾 周灵也不知道 这样去形容究竟对不对 反正他现在能量充沛的想要大吼几声 如果当初血战怪蛇的时候 能有这样的能量支持 搞不好手撕怪蛇他都是可以的 然而当周灵轻轻触摸到大石头上时 却没有任何特别的感觉 根本就是一块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石头 如果有学这方面专业的人在场 便能知道这就是一块普普通通的花钢岩 不对 好像是在 闭上眼睛感受了一下 周灵终于发现 能量并不是从大石头里面泄露出来的 而是在大石头下面 好吗 原来是被大石头压住了 怪不得 看来得先把这块石头斑开围着石头走了一圈 周灵发现他这想法可能有些天真了 哪怕他有常人38倍的综合素质 也不代表他能用双手 把少数上百吨的大石头给掀起来 有可能像冰山一样 能看到的只是其体积的十分之一 甚至更少 只能上工具了 这也是人比动物最强的地方 液体爆破机 听起来很高大上 其实就是液压原理 操作虽然有些繁琐 但好在能够无声无息地达到周灵想要的目的 半小时后 暴露在地表上的大石头裂成了几块 虽然还是挺重的 但一身怪力的周灵已经可以将其一一推开 石头裂开后 周灵感觉到能量的浓度更大了 幸好 这块花钢岩不是冰山 没几下 周灵就挖到了相对柔软的泥土 之所以说相对 是因为被石头压了这么久 泥土都有些石化的感觉 但石化不等于石头 以周灵的力量和手里的钢签 足以轻易破开 越是往下挖 周灵就越是感觉有一道无形 但对他来说 有质量的能量喷泉逐渐壮大 以至于消耗的 还赶不上补充回来的 净化度的经验值 竟然在缓缓增加 咔咔 铁铲的尖端撞击到坚硬之物 发出一声脆响 周灵的心也跟着咯噔一下 这是挖到了 喵喵 正当周灵准备蹲下去 小心挖掘的时候 站在空地外的烟熏 忽然冲着山下的方向 大声叫唤起来 什么情况 周灵皱起眉头想了想 最后决定先挖 不管下面究竟是什么 先烙带为安 第257章 到手 96 大石头 硬土 软土 像是包洋葱一样 醉铁铲传来的触感和声音 告诉周灵 这次应该是挖到了 与此同时 烟熏突然对着来路 发出威胁的低沉咆哮 仿佛在提醒周灵 是有什么东西在接近 而且是连烟熏都感到有压力的 周灵没有多想 只是跳入坑里 并且换了一把更小的铲子 长柄大铁铲在这个直径深度 都差不多一米的坑里 实在是施展不开 咔咔咔咔 用小铲子试着确定一个范围后 周灵飞快地挖掘起来 挖了差不多七八公分下去 一个圆形的黑色边缘就显露出来 与此同时 周灵感觉到能量的浓郁程度 又提升了百分之十 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一面挖 周灵一面想 呵呵 在外面 烟熏的咆哮声变得更加密集 甚至都能听出一丝惬意 又仿佛是在提醒周灵抓紧时间 给我出来 紧迫感让周灵放弃小心翼翼的挖掘 直接开启强度共生 巨大的力量传遍全身 它仿佛一下子化身为超级挖掘机 食指插入泥土中微微发力 大坑中央突出的那一块区域 就缓缓抬升起来 呼 喘出一口粗气 周灵惊讶地发现 以往开启强度共生时 那种能量飞快消耗的感觉 此时竟然完全没有了 身体里有着用不完的力量 准确地说 不是身体里 而是从手中怀抱的那块包裹着泥土 分量却十分轻盈的东西当中 传递给了碳能量 像是看不见的辐射 只能通过五感之外去体会 来不及抹去外层包裹的泥土 周灵禁止将这块直径差不多六十公分 厚度也差不多的东西 扔进常微号的存放空间里 随后直接腾空跃向了烟熏所在的方向 啊我 打起来了 准确地说是 烟熏正在被逼的左突右闪 如果不是它够快 此时肯定已经吃了大亏 因为它此时面对的 是一只五彩斑斓的 虎 不是大猫 而是虎 很显然 这只虎在体型上占据优势 差不多有东北金剑层那么大 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这只虎它并不是东北金剑层 而是一只下南虎 关于下南虎网络上 曾经还流传过一些梗 所以周灵才一眼 将其认了出来 通常来说 下南虎跟东北金剑层相比 体型会小很多 大概就是 不偶站在免鸣猫身边的那种比例 可眼前这只明显是发福了 看得出它有时候 甚至自己都不适应体型变大 带来的那种影响 原本无比敏捷的动作 是有些走样了 所以 这才给了燕熏机会 猫科动物吗 狭路相逢 已经不是勇者胜了 大多数概率都是比量级的 轻量级打不过中量级 中量级又打不过重量级 就如同在强壮的豹子 碰上熊士的结局 要么是落荒而逃 要么是成为宵夜 燕熏能够撞起胆子 跟这头下南虎 打个有来有回 这只能说明 是他身体里的宠物属性 在激励着他 不过 当他看到周灵过来后 立马搜的一下 就从周灵身边窜了回去 躲了起来 嗯 这才是家毛属性 好 下南虎冲着周灵 发出一声咆哮 真真是震动山林 这家伙刚刚可是敲咪咪的 可见也是有点脑子的 只不过在周灵看来 脑子不算太多 真好 强度共生的时间还早 周灵决定 尝试下中的快乐之一 身为男人 如果不能凭拳头 干翻一头野生精健层 那还算是男人吗 嗯 在此周灵忽略了技能 带给他的 远远超出常人的力量 哄 就连周灵都没想到 他仅仅是全力出拳 竟然直接打爆了空气 猛烈的音爆声 不仅吓得下南虎一愣 掉头就跑 就连周灵自己都愣住了 干 好疼 巨大的 不属于自己的力量 带给周灵的 不仅仅是杀伤力 还有对其身体的破坏 右臂的关节肯定伤了 韧带也差不多 好在此时他身体 还处于能量极度充盈的状态 像这样的伤势 很快就恢复了七七八八 反正那头长得像 东北金剑层的下南虎 已经溜之大吉了 周灵也就不急走 坐在挖出来的大坑里 很神奇 明明坑里的能量源头 已经被周灵收在空间之中 但就如同是被磁化的钢铁 就算拿走磁铁之后 磁性也能保持一段时间 当然这个保持指的是 没有人能够将磁性 从其身上吸走的话 而此时周灵正在做的 就是吸走那些能量 跟他一起干这种事情的 还有烟熏 这家伙显然也知道 能量对他有好处 在坑底全成一团闭上眼睛 犹如老僧入定 看得周灵一愣 等等 这可是科幻世界 不是仙霞世界啊 你特描的 不是打算 一会儿要说人话了吧 几分钟后 周灵感觉到周围的能量密度 下跌到一个 难以直接吸收的浓度 如果还想继续吸收的话 估计就需要真吃土了 又不是蚯蚓 算了算了 用脚尖点了点烟熏 随后就看到烟熏 缓缓睁开猫眼 冲着周灵打了个大大的 哈欠 好吧 这货并不是在修炼 而是睡着了 据说动物受伤 或者是剧烈活动后 都会选择睡眠的方式 来修复身体 补充体力 尤其是猫这种动物 走了 强忍着内心的好奇 周灵拿出飞行器 将满眼惊恐的烟熏 强行摁在怀里 然后发动 很显然 周灵加上烟熏的体重 已经达到了飞行器的极限值 以至于勉强摇晃着飞起来后 操控器上的电量指示 就如同工资到账第二天的钱包 蹭蹭蹭往下掉 原本可以坚持半个小时的续航 直接被压缩到了十分钟 如果不是周灵带的电池够多 能不能飞回去 都是问题 然而周灵并不知道 就在他和烟熏驾驶着飞行器离开不久 深坑里的泥土 就开始翻动起来 仿佛那个本不是固体 而是一口被煮沸的泥浆水 在不停地被搅动着 最后就连泥坑周围土壤 都开始搅动起来 也就是几分钟不到 曾经平整的山顶再也不见了 变成了一个奇奇怪怪的样子 即便是去而复返的下南虎 好像都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 站在远处瞪大了他的虎眼 仿佛沉思了两分钟 便飞快地离去了 下南虎离开后 仿佛被什么东西从下面给顶起来了 第258章 那个周丽 十方城中不是没有人看见周灵的飞行器 只不过看见了又如何 难不成周灵还会理睬他们 又或者他们还能用火箭炮 把周灵给打下来 不可能的 除非是军方动手 可军方也没有那个反应时间啊 只是很多人看见飞行器从东山那边飞出来 不免又开始怀疑 是不是东山又安全了 结果就是当真有很多人去了东山 而且发现 东山里那些吃人的猛兽 好像不见了 狼群也离开了 其实东山里可不只是一头鸡翅猪 和一群狼 曾经还有很多凶猛的玩意儿 至少对于普通人类来说 是极其凶猛的 谁也不知道 周灵走了之后 他们发生了什么事 总之就是不见了踪影 更让人感觉到意外的 是没过多久 也就是几天时间 东山上又有人失踪了 以前是还能发现一些残骸 或者是亲眼目睹 有怪兽把人给扑倒 咬死 叼走或者直接给撕碎了 总之就是还有个出处 而失踪就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而且有时候是某个人落单 仅仅几分钟时间就不见了 再后来更夸张的是 三个人一块失踪 一个人都没回来 虽然怪兽不见后的东山植被 好像丰富了许多 可供人类采食的种类 也都丰富了起来 但随着失踪在东山里的人越来越多 但去东山里采集食物的人 也渐渐没有了 再往后那些都是后话了 周灵一路上换了好几次电池 总算是平平稳稳回了家 不得不说 猫这种动物 就是比人更容易受欢迎 尤其是女人的欢迎 哪怕强如成压力一四周立 也都对燕熏爱不释手 同时也表达出 他们对周灵取名的不满 好端端的一只猫 为什么要叫人家这么个怪名字 不过 当周灵让他们来起名的时候 一个个又哑活了 本来嘛 起名这种事情 从来都是见仁见智的 非要说谁比谁高明 也没有必要 毕竟名字它就是个代号 燕熏的到来 最开心的 可能要数黑仔了 周灵本以为 这一狗一猫碰上 肯定会打起来 事实证明 那是普通的猫狗 黑仔跟燕熏 分明就是可以沟通的 他们不仅可以用语言 进行交流 而且眼神也可以 尤其是看到黑仔 几个小眼神下 就让燕熏跟着它去了 它存放狗粮的房间 周灵忍不住大声到位 你们都是公的 别搞事啊 听到这话 黑仔伸出一只前肘 搭在燕熏的脖子上 回头望了周灵一眼 那眼神仿佛在说 异性只是为了繁衍 同性才是真爱 干 狗都这么服的吗 却发现周灵竟然在 把玩一串猫毛 还不时放到鼻子下闻闻 喜猫这么上瘾的 可周灵的性子 应该不会吧 周灵觉着奇怪 便上前揉了揉周灵的脑袋 做啥子弄子陶醉的 喜欢就让燕熏陪着你 不 周灵缓缓睁开眼睛 眼底闪过一道光 我知道燕熏是什么了 啊 它不是一只猫吗 它曾经是一只猫 但将来是算了 既然它已经被你带回来 那些事情 也就不可能发生了 又是脑子里出现的那些信息 周灵忍不住问道 末世12年的周灵 可以在能量充裕的情况下 直接向现在的周灵传递信息 甚至是直接跟现在的周灵进行交流 这点周灵是知道的 正因为知道 而且那些信息 都会驻留在她的脑海之中 所以 她才会变得这么怪怪的 而周灵也问过周灵 这种情况出现的时间 竟然跟周灵重生的时间 十分吻合 也就是说 在周灵重生之前 小周灵压根就接收不到 末世12年那个周灵的信息 周灵觉得 会不会是她重生时的某种变化 在两个世界之间 打开了一条通道 只不过这条通道 只有量子形态才可以通过 所以她的灵魂回来了 而末世12年的周灵人还活着 就只能借助她的异能传递信息 当然 周灵跟小周灵大周灵 都不会觉得 大周灵死掉之后 就一定会穿越重生 即便可以 大周灵也不会同意 因为不管在她那个世界 活着有多么的痛苦 只要知道 她的存在 可以起到为父母指引方向的作用 她就会一直咬牙坚持下去 直到她实在是坚持不下去的那天 因为在末世12年的周灵的记忆中 父母都是为了让她可以活下去 而送命的 在周灵当爱兵舔狗 而没有回家的那个末世中 最先死去的人 不是周才军 而是程亚力 当末世降临后 周才军利用他所掌握的知识 和养殖场这边的资源 让一家三口平平稳稳地 度过了漫长的冬夜 直到雪荣后暴雨开始 养殖场被淹 一家人才转移到了一艘大船上 而这艘船 竟然是周才军在冬夜期间 跟程亚力一起打造的 因为他预料过内涝的出现 可惜好景不长 周才军再怎么聪明 也没办法弄出热武器来 很快他们的大船 就被那些人发现了 在人群的围攻下 挥舞着两柄钢刀的程亚力 终究是寡不敌众 而在他拼死掩护下 周才军跟周力 才利用一艘小船脱身 仅仅只是 携带了少数物资的妇女两人 不得不离开了城区 到更远的一处山上落脚 在那段时间里 周力最佩服的 就是周才军渊博的知识 尤其是对加州城周边环境的熟悉程度 向他们最后选择生存的山区 不仅有相对充足的食物 而且周才还将一处温泉 引入了他们生活的山洞之中 70多度的温泉水 足够保证他们的日常生活 甚至可以用来主食食物 而不需要额外生活 唯一可惜的就是 温泉水是不能饮用的 必须要去外面寻找水源 就这样 妇女俩撑了三年 三年时间里 周才军从来不提周灵和程亚力 反倒是周力会在梦中思念两位亲人 而泪失衣裳 不过末世里生存三年 对一个孩子来说 比盛世里生活13年 还要经历得多 所以三年后 周力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姑娘 那时候的周力跟周才军并不知道 加州城已经彻底变天了 一群上山的人 终于发现了 妇女两人藏身之所 为了掩护周力脱身 周才军在跟几十人熬战后 不幸身亡 躲在远处的周力 是眼睁睁看着那群人 把周才军的尸体抬回去的 他们有说有笑 仿佛抬的不是一个人的尸体 而是刚刚打到的 新鲜的猎物 从那天开始 周力就对人这个种类 彻底失去了信心 除了第259章 勾肩搭背两兄弟 十方城外得到的东西 究竟是什么玩意儿 周灵不是异能者 无从得知 然而 当他的意识 进入到常威号的存放空间时 王德发 准确地说 是周灵的意识 集中到常威号的存放空间时 便发现整个空间 整个比常威号还要大的空间里 都被能量给充满了 甚至于周灵心意移动 便能直接将空间里充斥的能量 汲取到身体里 满了满了 要爆了要爆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周灵总觉得 他要是继续从常威号 存放空间里汲取能量 真会把身体给撑爆 第一个被能量撑爆的 异能者 那才是真的倒笑了 如果说那块怪石头 放在空间里 会释放出能量 将空间充满 只是常规操作的话 那么能够直接从空间里 汲取能量 补充自身 那对周灵来说 简直就是锦上添花 不 雪中送炭 也就是说 从现在开始 周灵已经不再需要食物 这种低端的 补充能量的方式 倒不是说 他就完全不需要吃东西 毕竟对于一个人来说 进食本身就是一种享受的过程 主要是因为身体需要 然后大脑会对这类行为 释放出多巴胺等激素 从而令人感到愉悦 享受食物 和为了补充能量而疯狂进食 这根本就是两回事 带给人的感受 也是截然不同的 巧克力糖棒炫起来的滋味 很舒服 不 周灵其实早就已经吃得想吐了 只不过他知道 如果一件做起来很难受 但确实有好处的话 那么最好的方式 不是去抵触 而是反复地欺骗自己 让自己喜欢做这件事情 就好像很多网络携手一样 每天敲打几万字 不难受吗 当然很难受啊 不敲心不行 那当然是不行的 所以就只能对着镜子 说我就是喜欢写 只要有人看 我就还能写 写让我快乐 手指头肿了 腰椎蛇了重要吗 不重要 更新才重要 那块石头 此时就安静地 躺在存放空间里 仍旧是那副裹满泥巴的样子 如果不是周灵 可以直接感受到 其释放出来的能量辐射 说不定 他也只会将其当成 一块普通的石头 周灵会不会知道 上辈子 周灵没有踏入过 异能者净化者的行列 所以很多信息 他是根本不知道的 通俗点说 就是真正有效的信息 只会在高层流动 韭菜们有什么资格知道 月时 你可以叫他月时 周灵很随意地 回答了周灵的疑惑 毕竟石方城 就是他强烈要求周灵去的 所以早就有所预料 并不意外 不过周灵还是说 他也只是推测的 毕竟在末世十年后 石方城早就已经不存在了 就连后来人类建立的石方城 也都不见了 而原因 就是哪里 曾经发生过 惨绝人寰的鼠潮 难以计数的变异老鼠 即便普通人 都可以轻易消灭十来只 但如果一万人 遇上百万只 甚至千万只 变异老鼠的时候呢 量变引起质变 没有人可以面对 数千万甚至上亿的老鼠 而无动于衷 更没有人可以 在这种数量级的鼠潮下 逃出生天 变异者不行 净化者更不行 我也不行 周灵总觉得 他是很特殊的 实在不行 他还能把常微 或者是来浮放出来 火箭弹都打不穿的钢板 总不能被老鼠 用爪牙给破坏了吧 你以为呢 一天两天 你或许还能坚持 时间长了呢 周灵冷笑道 为了阻隔老鼠进入船内 门窗紧闭 就算它们破坏不了门窗 你总要换气的吧 换气口 要是被它们堵住了怎么办 憋死吗 它们要是用同类的尸体 填满你的换气通道 你猜猜 后面会发生什么事 再说了 你以为这些东西 就只有爪牙厉害 那你就太天真了 我不怕老实告诉你 那些便衣老鼠的尿液 就连毫母的特种钢板 都耐不住腐蚀 一只两只一次两次 当然没问题 但如果是数千万上一只老鼠 持续不断地 在一个地方撒尿呢 它们有这么聪明 周灵不敢相信 然而周力只是指了指 正在沙发上看电视的烟熏 这小家伙一个猫 就占据了差不多 整个三人沙发 周灵想敢都不行 程亚力会拿拖鞋抽它 说它没有爱心 连沙发都要跟猫咪抢 神策们的猫咪 两三米长的猫咪 周灵觉得它 还是高估了家里人的心态 都漠视了 还养猫 什么家庭啊 当然是漠视里 最幸福的家庭啊 因为我有个好儿子 好吧 不得不说 程亚力还是会说话的 不一会儿 黑仔进来了 正眯着眼睛 被程亚力露的烟熏 猛地站起来 差点没把程亚力给吓到 这一狗一猫 像是在商量什么 随后还一起 偷偷瞥了眼周灵 便肩并肩向外走去 如果不看尾巴的长度 黑仔跟烟熏 还真是很接近 只不过 因为黑仔是短毛 油光水滑的皮毛下 同样黑油油的皮肤 清晰可见 皮肤下那肌肉的线条 看起来就很有力量 相比之下 烟熏就是个毛球 一把薅下去 根本摸不到皮肤那种 周灵估计 要是把烟熏的毛给剔了 体型至少得小上一半 他也曾经担心 这样厚实的皮毛 会不会把烟熏给热死 但周才军告诉周灵说 动物现在的模样 原本就是为了 适应环境而形成的 相对于人类来说 动物在适应性方面的进化 要快得多 猫科动物的长毛 不仅不会让它们觉得难受 更是它们的保护身和信仰 不管是生理方面 还是心理方面 都离不开那一身皮毛 毛孩子之所以叫做毛孩子 就是有毛才行 没毛的那是孩子 除非是已经患上皮肤病 否则绝不建议给毛孩子剔毛 尤其是剔光光那种 会导致一些毛孩子 直接在同类面前射死 长期以往 毛孩子的心理就会扭曲了 诶 怎么就不理妈妈了呀 程雅丽看着黑仔和燕熏结伴离开 心中颇为失落 不过 周灵从他俩离开的路线 多少猜到了这两货的想法 燕熏刚来 对整个来符号的布局 不是很了解 黑仔就是单纯的 想要充当一下向导 一方面是让燕熏知道 什么地方是他们可以去的 什么地方是他们不能去的 首先甲板好 甲板架空层 都是他们的地盘 没错 就是他们的地盘 不过现在太热 还是晚点再上去 先去看看饲养舱吧 那里简直就是空气中 都飘荡着富裕的气息 第260章 月时 周灵说 月时的用途很广泛 但即便是在末世12年 月时也是十分稀罕的东西 从名字就能知道 月时 月时自然要跟月亮扯上关系 因为已经揭破的缘故 周灵也就不再遮遮掩掩 而是明确告诉 周灵异能珠就是从月球来的 而之所以末世5年之后 异能者数量暴涨 就是因为一个深空来刻跟月球 发生了剧烈的碰撞 然后就有海量的月球物质 掉落到地球上了 进入大气层的时候 不会烧毁吗 你还是有点脑子的 但不多 肯定会烧毁一部分 但足够大的时候总能留下的 况且 异能珠根本烧不掉 倒是很多月时被烧掉了 到后来 人们只是零零碎碎地找到一些 不但小 而且数量很少 像你从石方城弄到的那块 你以为一窝老鼠 是怎么繁殖到数千万 而且还都变异了的 所以 我也可以批量制造变异生物 哥 你就不要为难 你的脑细胞了好吧 批量制造变异生物有什么用 要我能像你一样 当然是拼命提升自己啊 你知道 在末是十二年月时的价值吗 周灵摇头 他确实不知道 他连月时都不知道 因为在坠入地球的过程中 四分五裂的缘故 坠落在地球上的月时 大小不一 后来 人们将找到的月时 进行了划分和精致的打磨 分类 按体积来设定了相对应的价格 月时粉末 基本上就算是赠品 但一一颗月时粉末 就相当于一吨粮食 带给异能者的能量总和 所以 其兑换价格 就是一吨标准粮食 在末式里 对于普通人而言 已经是天价了 但在异能者之间 这算是基本等价物 毕竟不是 谁都有空间异能 可以随身携带大量的物资 而完整的月时 或者是月时粉末 粮食可以兑换到月时粉末 买至完整的月时 所以 即便是不再需要大量食物 异能者仍旧对食物 有巨大的需求 另外 对于一些普通异能者来说 昂贵的月时 并不是可以随意消耗的东西 只有在战斗中 为了活命才会使用 平常时候维持生命 仍旧是以食物为主 比月时粉末更高一级的 是一厘米见方的月时 其体积为一厘方厘米 重量则是标准的时刻 因为月时跟其他物质 是无法相容的 所以 在确定是月时后 就可以直接称重进行兑换 而食克月时 可以兑换30克粉末 之所以存在1比3的差价 是因为月时还有个特性 月大 其能量 回复属性就越强 能量回复属性 啥意思 字面意思 周历继续导 月时粉末 只能单纯地直接吞服 或者吸收掉 其本身已经不可逆转 或者说逆转的速度 远远超过了人类 所观察的时间范围 而食克标准的月时 如果不汲取其中的能量 相对来说 大概每个月 就可以回复1%的能量值 假设其等于10吨标准粮食 那也就是说 对于异能者来说 100克标准月时 就可以保证他 每个月有10吨标准粮食的能量 可以吸收 当然 能够拥有一百克标准月时的异能者 在异能者中 已经算是小有名气那种 至少在食物资源方面是不缺的 更大一些的月时价值更大 因为月时恢复能量的效率 跟其体积是成正比的 体积为1立方厘米的月时 每个月可以恢复1%的能量 而体积1立方分米的月时 每个月可以恢复15%的能量 其效率是标准月时的15倍 至于说更大的月时 也没有人放出其恢复能量的效率 常微号存放空间里 那块石头有多大 周灵记得当时 他大概量了一下 直径60公分 高度50公分的一个大致圆柱体 如果按照这个形状来计算 那么大概相当于是140立方分米的样子 也就是14万立方厘米 按照月时粉末的标准 都可以兑换14万吨粮食 大概相当于三个安平线国家粮库的粮食 可正常人谁会把完整的月时磨成粉末呢 如果按照标准月时1比3的差值 那就是 接近10个国家粮库50万吨 如果再按照大小月时的兑换比例 一层层换算下去 岂不是要千万吨量级的粮食 才能换到这样一块月时 你以为呢 老鼠根本就不懂月时这东西的珍贵之处 它们只会一块块咬下来 然后吞掉 虽然第一批会很强装个 但随着月时的消耗 能量回复会越来越慢 到最后就没有了 失去了月时能量的老鼠 才会进攻人类 那这块月时 又是怎么到十方程 如果是以前就存在的 为什么又没有引起老鼠的注意呢 我又不是十万个为什么 如果我什么都弄清楚了 那我不是就能结束 末世了 周历翻了翻白眼 也许跟时间有关吧 据说在末世降临之前 漂亮国下国和毛雄国 从月球弄回来的异能珠 跟普通石头一模一样 无论如何测试 就是一颗外形圆润 无法破坏的石头 好吧 既然周历这么说了 周灵也懒得在刨根问底 但从你的形容来看 月时放在你的空间里 能量的进出 都只能以你为通道 如果你 只是从月时中汲取能量 那就是坐吃山空 周灵明白了 可把月时拿出来 放在来福号里 一面释放能量 一边吸收能量 会不会引发十方程的效果 周灵倒是不怕 家里面饲养的动物变异 毕竟刚刚变异的动物 强不到哪里去 要是不能诞生 亦能不听话 他不介意增加一些特殊的食材 真正的问题 还是千岛水库 即便不是末世 像千岛水库这种 又有活水源头 蓄水几十年的庞大水系 鬼晓得 里面究竟隐藏着 什么样的玩意儿 但凡是地球上 一个像样的湖泊 都有这样那样的传说 什么水怪之类的 无风不齐浪 传说必然也是有根源的 如果让千岛水库里的 某种生物 或者是生物群体 在月时的影响下变异了 最终导致来福号的损坏 甚至是伤及人命 那算不算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其实 这种能量的辐射 是可以限制的 周历一句话 顿时让周灵感觉 麻烦少了一半 然而 技术上行的通步代表 就可以随随便便弄出来 需要一种材料 一种稀土材料 这种材料 以前下国经常用来 跟漂亮国谈判的 第261章 龙博 月时 其实并不是等到末世之后 才发现的 只不过跟异能猪一样 在末世降临之前 这些石头仿佛被某种特殊的原因给锁定了 表面上看 就是一块普普通通的石头 即便是踩在脚下 也不会觉得好奇 甚至于有好事者 从某些人类的建筑中 发现了月时存在的痕迹 都被弄成混凝土了 当真是可惜的很 当年能够登陆月球的国家 包括没有载人 但利用自动化机械 采集过月球表面杀石的国家 其实多少都是收集到了月时的 而且末世降临后 这些被收集到的月时 就发生了变化 因为异能猪的关系 如今但凡是跟月亮有关的 都被列入了重点保护和研究的对象当中 可以说 不管是周灵现在所处的时代 还是它上辈子同样的时间段 对于已经开始研究 异能猪和月时的国家势力来说 其实都不是什么秘密 而研究出稀土元素中的 普栽跟普通钢铁 按照一定比例进行融合后 制作而成的材料 最高可以隔绝掉99%的能量渗透 在末世之前 想要弄到这种 普元素就不容易 需要国家层层审批才行 更不用说现在了 除非是找到国家专门用来存储这些稀土元素 最好是冶炼好的稀土元素的仓库 没有 我已经查过了 基本上都在北方 那个叫做包守的地方 周灵摇了摇头 利用飞行器倒是可以飞过去 但稀土元素仓库这些 除非是业内人士 否则根本找不到 总不能逢人就打听吧 搞不好直接就被当地驻军给抓了 好吧 想要抓住周灵不容易 但如果 让周灵为了稀土元素 去跟当地驻军打一仗 估计他也是不愿意的 所以 想要的话 目前只有一个法子 换 跟国家换 通过夜星小 是可以联系国家的 经过周灵这么一说 周灵才又想起一件事情来 他还有个仓库没去打开呢 行吧 暂时也不用 把月时拿出来 实在不行 我算是求求你了 行行好别想着把月时分割拿出来用 我估计你很难找到第二块这么大的了 所以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千万不要分割它 其实 就算周灵不说 周灵也不会做那种傻事 月时这玩意儿 就像钻石一样 大哥的价值 根本不是细碎的可以抵的 除非当真是脑子有坑 才会胡乱分割 反正短时间内成压力等人 也不会缺乏粮食 或许没有直接汲取月时能量来得快 但勉强也够用了 等将来找到了谱 制作出不泄露能量的空间来 到时候 再让成压力等人进去汲取能量就是了 周灵打算 接下来先联系下夜星小那边 让他意外的是 夜星小竟然病了 怎么会突然就病倒了 很严重吗 不知道 突然就昏迷不醒了 两天了 医生还在检查 目前没有结果 王萍萍嘴角都起疗泡了 别看他平常杂杂呼呼的 其实还真理不开夜星小这根主心骨 更不用说现在加州城的情况 夜星小真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的 指不定王萍萍还镇不住场子 有句话 王萍萍没好意思说出口 他倒是希望能把夜星小 送到来福号上检查一下 毕竟来福号上的医院 可以说是漂亮国最先进的那个档次 即便不是最顶尖的 但肯定也比现在庇护所里那个临时医院强 毕竟是从头到尾 都没有遭受过任何冲击和破坏的 完整的医院 可以 势急从全 更何况周灵本就有事 想要夜星小帮忙 如果夜星小死了 以王萍萍的级别和资历 即便坐上夜星小的位置 也未必能够跟上面搭上话 那样周灵想要稀土元素 就不知道拖到什么时候去了 目前来福号上的医生 其实就只有吴雪和秦敏 但秦敏是烧伤方面的专家并不对口 吴雪的资质再好 经验始终还是欠缺了不少 考虑到夜星小的重要性 周灵又让几个庇护所的医生 跟着一块上了船 真不错 检查开始后 周灵跟王萍萍继续留在医院 就没啥意义了 其他地方周灵也不想让王萍萍转悠 便带着他来到舰长室休息 这玩意就是牛变 唉 别看咱们家军被试厉害了 但差距还是存在的 王萍萍颇为遗憾地摇摇头 现在这些意义不大 将来这些玩意儿 能拍上用场的时候不多了 周灵顺势说道 他当然不会告诉王萍萍 即便全世界的航母都没有用 来福号肯定是不同的 目前 来福号的技术推演已经跃升到12 自从得到月时之后 周灵就找到了月时目前最适合的地方 技术推演这个耗能大户 原本周灵以为只要能量随便用 进度就能疯涨 结果事实证明 凡事都有上限 就跟他的身体一样 目前看来 技术推演的上限就是 每天增加01的样子 偶尔会有波动 估计是单纯的能量推演 上限是01 但是其他方式可以继续叠加进度 比如说周灵的一些细分研究项目 毕竟来福号的合反应堆 不用白不用 共计一台超算满功率运行 还是可以的 如果再加上常威号那边的超算和科研人员 反正周灵说他是把任务给分下去了 因为高达项目已经被他全面暂停了 改为了龙博计划 龙博出自列子书 据说曾经有一个巨人国度 被称为龙博国 这个龙博国人巨大无比 他们踩在大海里 水面也只是最多没过脚面 后来是因为龙博人掉走陀赴仙山的巨傲 导致仙山无故失踪 结果天地大怒 便将龙博人逐渐变小 然而 即便是到了神农时期 龙博人依旧有几十丈高下 寿命高达一万八千载 如果高达算是岛国人现代神话 泰坦是西方人的古代神话 那么龙博就是下国人的传统神话 但周厉说龙博未必就一定是神话 有没有一种可能 龙博其实就是一种外制装甲 不管龙博是不是外制装甲 反正周灵是挺喜欢这个计划名称的 而且 龙博只带的 原本就是一群人 甚至一个国家 将来如果有条件的话 周灵也希望自己能够率领的是一群 身穿龙博系列机甲的战士 而不是仅仅只是一个人 孤零零的对抗漠视 龙博计划除了周灵和周厉之外 就只有那群被禁锢在常威号上的 岛国研究人员知道 然而在周灵的掌控下 他们是绝无可能向外界泄露一个字的 第262章 他要死了 你们想跟上的 尽管来 周灵原本正在跟王萍萍 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 忽然周灵停了下来 随后脸色骤变 瞪向王萍萍 毫无所觉的王萍萍 压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看着满脸怒容的周灵问怎么了 怎么了 我好心帮你救人 你他妈周灵忽然不说话 而是怪异地望着王萍萍 那眼神让王萍萍心中慌得一痞 忙不迭道你倒是说 说 老子不想说了 你给老子站在这 哪都不准去 你软禁我 软禁 周灵将手里的茶杯 往空中一抛 随即手里多出一把枪 两人之间 原本有一米多的间隔距离 然而枪口 却竟直顶在了王萍萍的太阳穴上 你特么疯了 这是巴雷特 你也知道 周灵冷冷一笑 将枪收回来 扛在肩膀上 你不是想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走啊 怒火中烧的王萍萍 自然是要跟上的 他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医院里 谭敏脸色惨白 靠墙站着 吴雪则是阴沉着脸 站在谭敏前面一步 在两人对面 则是王萍萍带来的几个医生 其中一个看起来四十多岁 戴金边眼镜的男人 叫袁纳川 名字起得挺大气 上半辈子 也确实是有点水平的那种人 官至加州某医院院长 能开专家门诊那种 当然 自从当上院长后 业务水平非但没有上升 反而因为日夜应酬 而渐渐下滑 不过他都已经是院长了 能让他亲自出马的病人 实在是少之又少 再说了 他看不来 还不能安排个有本事的来看吗 只不过 因为他的院长的身份 所以上上下下都会奉承着 以至于不了解内情的人 还真就是把他当成一号专家 末世后 庇护所需要专业人员 袁纳川无论职务 还是专业名声 好像都对口 结果 就混了个庇护所临时医院院长的职务 这次夜心小突然昏迷不醒 送到来符号检查 袁纳川作为院长 专家自然也是来了的 因为业务不熟 加上来符号上的设备仪器 从里到外 从硬件到软件 都是漂亮国的文字 袁纳川别说操作 看都不怎么看得明白 所以就有些无所事事 别的医生都在忙着利用仪器 给夜心小检查 唯独袁纳川一个人 在医院里转悠起来 正所谓闲是生非 没有事干的袁纳川忽然觉得 来符号这个地方 比起外面的庇护所 简直不要好太多了 这样一个好地方 怎么能够让周家人独霸呢 对于异能者净化者这些东西 袁纳川是搞不明白的 常年积累下来的习惯性思维 让他觉得 只要有官方的身份 他就可以想做什么做什么 所以 那边夜心小的检查 还没有结束呢 袁纳川就找到了吴雪 提出想要 将来符号上这个医院 并入庇护所医疗体系 他可以承诺 给吴雪一个副院长的身份 负责加州庇护所医院 来服基地分院的日常工作 而院长必须是他 而且他还提出要 吴雪在来符号上 给他安排一套 至少100平米以上的住宅 好让他把老婆孩子 接过来住宿 另外 医院里还要有他的办公室 日常消耗来符号这边 也需要给他准备一份 当吴雪问袁纳川 有什么资格指手画脚的时候 袁纳川顿时就火大了 就凭你一个 还没有毕业的小丫头 竟然敢反驳一个院长的意思 要知道 末世之间在袁纳川手下工作的 别说医学本科硕士 博士 博士后 都是一排排的 哪怕就是某些方面的专家来了 也要看他袁纳川的脸色 一起吃饭的时候 谁敢不敬一杯酒的 难不成默示了这些 就不好使了 别忘了 这天下还是性下的 面对暴怒的袁纳川 以前曾经跟袁纳川 打过交道的秦敏 连忙站出来 想要缓和一下气氛 殊不知看到秦敏出面 袁纳川心中更是气恼 他可不觉得 秦敏是什么专家 大拿 区区一个副主任医师 敬酒他 不屑举杯的小人物 怎么可能在他袁院长面前 指手画脚呢 当下 没等秦敏把话说完 袁纳川就黑着脸 直接将他推到了墙角 三人之间发生的冲突 引起了保护夜心晓的 那些士兵的注意 相对来说 这些士兵更熟悉袁纳川些 毕竟这些两天里 都是袁纳川带着人跑前跑后 先入为主的看法 使得他们自然而然 站在袁纳川一边 面对四个全副武装的士兵 谭敏当场就吓得不敢说话 手脚发软 袁纳川看见有武力支持 自然更加嚣张 说什么夜司令 如果有什么问题 那就是来福号医院的问题 是吴雪和秦敏 在其中做手脚 为了夜司令的安全 他建议 先把吴雪和秦敏抓起来 然后再把周灵也控制了 最好就是把整个来福号 都置于官方的控制之下 当然 医院的院长必须是他 只有他主持工作 才能挽救夜心晓的性命 不得不说 袁纳川这一番话 还是很值得那些士兵相信的 只不过 他们能够跟着王平平 一起登上来福号 多少也知道周灵的事情 如果袁纳川能够拿出 足够的证据证明 夜心晓的生命 确实受到了来福号众人的威胁 这些忠心耿耿的士兵 哪怕是豁出性命 也要跟来福号这边拼到底 但现在不是还检查着吗 夜司令的情况 跟来之前比起来 好像也没什么不同啊 觉察到问题所在的袁纳川 立马指出 这些战士太天真了 有没有问题他这个院长 专家还能看不出来 如果不抓紧时间的话 夜司令就真就不回来了 听到这里 不知实情的士兵们 终于下定了决心 好在他们还没有傻到 直接对吴雪和秦敏动用武器 而是逼着两人通知周灵 请周灵这个来福号真正的主人 出面解决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 刚刚周灵差点没有 直接打了王平平 但最终还是带着王平平 走过来的原因 而在两人走过来的这段时间里 袁纳川竟然两次试图怂恿士兵 直接开枪射杀吴雪 他还不知道 此时就算周灵不动手 吴雪已经在心中 给他画上了中指符 我不管你是谁 也不管你背后代表着谁 也不在乎你有多大的用处 但你动手打了秦医生 还想让他们拿枪对付我 吴雪摇了摇头 眼神扫过一旁的几个战士 他要死了 你们谁也别动 不然就跟他一起死 第263章 总有人盼着末世来临的 小彪子 你特么威胁谁呢 我要死 今天这艘船里所有人死亡 我特么都死不了 信不信今天你死第一个 你马上就要死了 小彪子 别以为你男人厉害 那要看看谁比之道不 叶司令重要还是你男人重要 啊 为了叶司令的性命 我们这儿的 每个人都不怕死 你威胁谁呢 大家伙说是不是 不要以为 这里是你男人的地盘 你嚣张 普天之下 莫非王徒懂不懂 什么医学说事 你的导师是谁 敢不敢说出来 只要是巴蜀的几所学校 我一通电话 就能开除你 袁纳川的言论 真正是让吴雪开眼界了 作为家学渊源 至少在求学路上 吴雪是没有遭受过任何挫折的 然而看袁纳川的样子 他总觉得 这种事情 应该是真实发生过的 刹那间 吴雪真有些感谢末世降临了 或许那些曾经在 袁纳川手下吃过亏的人 那些期盼着 像袁纳川这种欺压人的畜生 早点去死的人 对于末世的降临是 欢欣鼓舞的吧 甚至于吴雪想到 末世降临会不会就是因为 像袁纳川这样的人 实在是太多了 人类因为自身设计的体制 造成了太多太多的不公平 就连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 所以干脆来一次大洗牌 不管怎么说 吴雪此时是感激末世的 因为在和平盛世里 袁纳川大概率是能够得偿所望的 而他却什么都做不成 毕竟他能考虑到后果 理智会阻止他 难怪末世之前 吴雪在网络上 经常能看到这么一句话 你要感谢 现在是个法治社会 如果不是法治社会 又如何 想必很多人都能听懂 这句话的言下之意 而今 怕是很多人期盼的事到来了 袁纳川还在那边叫嚣 就连跟他一起来的其他几个医生 几个真正的医生 都觉得有些不对了 再没脑子的人都能看得出 来福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跟加州庇护所 其实是平级的 不然送夜星小过来检查治疗 还需要先跟这边商量 可能也就只有脑子思想 都已经僵化的袁纳川才会觉得 人家来福号 一定会给地方政府 庇护所面子 吵什么呢 王平平虽然是跟在周林身后过来的 但大老远 看见袁纳川上蹿下跳的样子 他就知道 实情多半跟这个小老头有关 如果不是因为夜星小生病 王平平可不认识袁纳川 但袁纳川看见王平平 就跟看到打手似的 一指吴雪 就是他 他想害死夜司令 你马上下令把他抓起来 还有这条船上的所有人 他们都逃不开干系 王平平瞅了眼面无表情的吴雪 心想 袁纳川 我干你娘啊 特么的脑子进水了吗 再来福号上指责吴雪 周林的老婆 别说他王平平了 就算是夜星小 也不敢下达 对来福号发动进攻的命令 开什么玩笑啊 一艘航母的战斗力 如果全部激发出来 那是地方普通驻军可以抵挡的 再说了 周林可以能够正面硬钢怪蛇的人 怪物中怪物 群殴不行 单条也不行 你特么 指着要干周林的老婆 那不是纯纯找死吗 再说了 袁纳川说的话 王平平是一个字都不信 吴雪要夜星小的命 他脑子有坑吗 以王平平的正伤 可能想不通袁纳川究竟想要干啥 但他可以肯定 袁纳川是在胡说八道 闭嘴 再吵 把你扔下去 我 我是院长 你这样跟我说话 你究竟还是不是夜司令的部下 难道你想谋朝篡位 原本正在跟吴雪小声说话的周林 听到谋朝篡位这个词 实在是忍不住笑了 他刚刚想让那些士兵开枪打我 吴雪倒是没有因为周林出现 就一脸娇嘀嘀的样子 说话时表情很平静 但眼底那恨意 却怎么都藏不住 嗯 我知道了 这不是来了吗 安慰了吴雪 周林转向王平平 你怎么说 那个 他好歹 也是夜司令指定的院长王平平 还想挽回一下 毕竟他是军人 如果眼睁睁看着周林杀人 然而王平平的话音还没有落口 一旁的袁纳川 突然双手捂住猴头挣扎起来 没几下人就倒了下去 一张老脸胀红 口鼻张开 像是想要大口大口喘气 却偏偏又无法呼吸的样子 啊 院长这是心脏病犯了吧 有个机灵的医生赶忙到 边说 他还一边装模作样的 在袁纳川身上摸索 像是要找救星丸之内的 不用 是我老不动手了 因为他该死 周林看着地上垂死挣扎的袁纳川 我不管他过去是什么人 也不管他有什么身份 在我的地盘就要听我的 不然他就是下场 因为王平平没有吭声 旁边的四个战士 脸色固然凝重 但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差不多两分钟后 袁纳川口鼻里 躺出一块块凝结的紫黑色血块 死了 无血试用异能 直接破坏了他的气管 利用负压真空 在气管部分 直接造成开放式低温冻结伤口 阻止了气息的流通 因为冷冻的时间不长 所以 后面才会有被冻结的血液 顺着口鼻流淌出来的情形 只不过那时候 袁纳川的气管 已经彻底破坏 根本无法保证他的呼吸 那么的 王平平在心中暗骂了一声 却只能装着看不见了 如果不是因为夜心小生死未卜 好吧 他确实不敢做啥 正如周灵说的那样 这里是来符号 是周灵的地盘 你们还站在这里干啥 去看看司令的情况 把一声都打发走后 王平平这才干巴巴的冲吴血笑道 弟妹啊 实在是抱歉 其实我也不认识这老家伙 死就死了 每天死的人都不少 也不是个东西 没事 王长官来做客 我们还是欢迎的 毕竟我们还在 阑山小区的时候 王长官就经常来做客了 哎 想想啊 当时认识的那些人 好像就剩下王长官了 虽然吴血说的是事实 但王平平就觉得 浑身汗毛倒数 甚人的很 别啊 王平平白手 道只要你们不背叛国家 我肯定跟你们站一边 放心 但凡有一线机会 我们都会尽力配合医生 抢救夜司令 哎 这不是查不出问题来吗 雪雪 你觉得夜司令是怎么回事 其实 刚刚杀了一个人 可现在的吴血 已经可以平静地接受了 他聊了聊有些凌乱的病法 我觉得夜司令他不是生病王 而是第264章 月色 笼罩的能量场 夜心晓 可能是融合异能珠的过程中 出现了意外 病房里 除了躺在病床上的夜心晓之外 就只有周灵 吴血 和王平平 就连秦敏 都没有资格知道这件事情 司令他融合异能珠 王平平还是不敢相信 哪里来的异能珠 上次还说 准备让王平平去首都接受测试 怎么一下子就 不过这些现在都不是重点 关键是 夜心晓怎么才能醒来 我或许有个法子 只不过周灵想到了月时 有没有一种可能 夜心晓虽然融合了异能珠 但是因为身体过于老迈 无法对抗融合时的变化 导致体内能量不足而昏迷的 末世以后 夜心晓并没有因为身份就搞特殊化 基本上是一线战士们吃什么 他就吃什么 甚至比普通战士 吃的都还少 这点从他日渐干瘪的军装 就可以看出来的 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精神 在支撑着夜心晓 让他可以 拖着如此虚弱的身躯 每天完成大量的工作 在他的高度 或许不需要每天 从事大量的体力劳作 但没日没夜的脑力劳动 消耗的能量 其实也不少 毕竟大脑 才是人体能耗最高的器官 没有之一 缺乏足够的补充 人体为了给大脑功能 自然就会分解身体里的组织 所以 真正想要随便吃 又想保持身材的小仙女们 其实每天可以多用用脑子 无法补充能量的情况下 夜心晓自然也就无法醒过来了 反过来说 只要有足够的能量 那么夜心晓 或许就能不治而遇 月时 周灵是有的 但他不太敢随便拿出来 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但最终 周灵还是决定试一试 王萍萍原本是有些担心的 可眼下的情况 好像除了死马当作活马医之外 已经没有别的法子了 所以当周灵 把他跟一群医生 从来福号拈走的时候 他也只能保持沉默 为了安全起见 周灵还是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 在来福号最为中心位置的甲板上 把月时给放了出来 当月时出现的一刹那 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周灵感觉好像千岛水库 一下子变得风平浪静 就连那些古躁的虫儿 好像都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无形 但对周灵来说 有致的能量辐射 充斥着月时为圆星的空间 由强盗若隆 罩着数百米的范围 原本在甲板架空层上 蹲覆着的坤哥 猛地睁开了眼睛 随后迈着悄无声息的步伐 往月时靠拢 在距离月时一百米的地方 终于停下来 惬意地闭上眼睛 脑袋向着月时的方向 一动不动地假媚起来 原本就在甲板角落里睡觉的黑仔 也是撒着花 就冲向月时 但最后还是没敢跑到周灵身边 而是在五十米左右 轻哼一声就全在了地上 燕熏不知道什么时候 迈着轻盈的步伐 向月时靠拢 在经过黑仔时 还顺势用爪子挠了一下黑仔的尾巴 然后又继续前进 直到于月时还有三十米时才停下 缓缓趴伏下去 甚至于甲板架空层上的那些植物 或多或少 都有向着月时方向生长的趋势 只不过相对于动物的表现来说 植物的生长毕竟要慢许多 而在甲板以下 养殖舱里同样出现了这种变化 那些原本只是普通的家禽家畜 一只纸都从睡梦中醒来 往月时方向凑拢 相比之下 程亚利无雪和蓝月月 是所有人当中 最先感受到月时能量的 他们或许不知道那是月时的能量波动 但他们能够感受到 一股强烈的吸引 驱使他们起床 寻找着诱惑的源头 随后醒过来的是 陈芬赵绍刚 苍南吉良尹 只有周才君黄梦尹孙成后 那样的普通人才能继续熟睡 只不过就连他们都会因为 月时能量的影响 睡得特别舒服 身体里的一些东西 也在慢慢地发生变化 来福号附近的水下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涌来了一群群的水生生物 鱼鳖虾泻各种常见不常见的 大的甚至有七八米长 小的可能肉眼都未必能看清楚 往常这些生物彼此之间会相互吞食 但此时都保持着绝对的和平 远处 有鸟在煽动翅膀 只不过因为平常时候 在甲板上活动的烟熏和黑仔 甚至那只已经有半人高的昆哥 都给附近的鸟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所以它们 不敢轻易落到来福号上 只能在天空中盘旋 却也是保持着绝对的沉默 不发出一声鸣叫 对于周灵来说 共生交通工具上没有新鲜事 即便它无感都关闭了 仍旧可以感知到 发生在来福号上的动静 不过这些都不是重点 关键还是被它放在 月室旁的夜星小 在能量的冲刷下 虽然还没有醒来 但整个人的气色 已经在发生变化 原本苍白的面孔上 多了一层红光 甚至周灵感觉夜星小的病号服 都没有那么干瘪了 整个人像是冲气似的 慢慢鼓涨起来 其实对于月室能量的感应 周灵才是最清晰的 当他闭上眼睛后 甚至可以看 见以月室为原型的 一个巨大的能量场 在这个能量场 由高到低的覆盖范围内 每个生物都如同一个红色的点 正在缓缓地融入 蓝色的能量场中 这是一种非常诡异的感知 周灵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来形容 总之 既不属于无感范围 也不是共生带来的那种感知 仿佛根本就是另外一种体系 一种人类从未曾解读过的感知体系 事实上 这种感知体系 就是异能者和进化者才具备的 但并不是外界施予给他们的 而是人类本身就具备 只是在进化过程中 因为长期无应用 逐步退化 或者是隐藏起来的一种能力 更为神奇的是 进化到今天的人类 其实已经出现了分化 有些人的这些能力 因为祖上进化过于彻底 这种特殊的能力 已经完全丧失了 所以这一类人在末世降临后 既不能跟异能朱融合 也无法通过自身努力 变成进化者 反而是那些祖上进化 不够彻底的 保留了这种能力 只是平常时候感受不到的人 才能跟异能朱融合 或者是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 成为进化者 夜星小无疑就是符合条件的人 所以他才能融合异能朱 正如周琳揣测的那样 夜星小所表现出来的昏迷 其实是身体无法承受消耗 被迫进入低电量模式 甚至于在这几天时间里 夜星小的意识都是清醒的 他甚至还能感受到 外界的一些信息 就比如周琳说的那些话 他都听到了第265章 长生不老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要是末世前 你这个治疗少说要丢百万 不然我可不干 盘西坐在月室旁的周琳 看着一动不动的 夜星小开口道 若是旁人看到 肯定会以为周琳是在胡言乱语 可他还真不是 因为他刚说完 夜星小就缓缓睁开了眼睛 重重地吐出一口气 仿佛是在重新适应 回归现实的感觉 成为异能者有什么用 周琳笑着问道 废物 夜星小摇了摇头 他脸上的神情不似作为 而且以他的性格来说 也不至于会欺骗刚刚废了 大力气救他的周琳 收了 周琳意念一动 月时凭空消失 随即 来符号方圆几百米内 一切好像恢复了正常 坤哥 不满地发出一声提名 荆棘独立闭上眼睛 燕迅一个转身 在黑仔脑门上踩了一脚 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摆出个防御姿势 仿佛刚刚不是他撩拨了黑仔 而是黑仔撩拨了他 黑仔眯着眼 魂不在烟熏的挑衅 甩着比成年人胳膊 还猝的尾巴 走到周琳身边 堪比十二公斤滚筒洗衣机 大小的脑袋 搭拉在交叉的 一双前爪子上 两颗碗口大小的狗眼 定定瞅着夜心小 他这样看着我 会让我感觉自己 像是一坨米田供 夜心小在周琳面前 倒是没有任何包袱 仿佛跟周琳是老朋友 黑仔望了一声 不知道他是想表达 夜心小说的对呢 还是不赞成夜心小的说法 刷 灰蒙蒙的残影 出现在黑仔背上 像很多猫咪 都喜欢跳到自家大狗背上那样 只不过烟熏的体重 还是让黑仔翻了个白眼 口中乌乌叶叶 仿佛再说该减肥了 结果就被烟熏 给抽了一巴掌 打在脑门上 好在犬类都是铁头 黑仔的肯定笔铁 还要坚硬三分 也就无所谓了 继续趴着 来福号船身下面的水中 生物们正在散去 不时有速度慢的 被天敌一口咬住 嚼吧嚼吧 或者是胡伦地吞了下去 七八米长短的大家伙们 尾巴一甩 就能在水面上掀起一股漩涡 只可惜 这一幕除了监控之外 没有任何人留意 程亚里吴雪和蓝月月 也分头回了自己的房间 陈峰四人则是揉了揉眼睛 搞不清楚 刚刚走到这里 究竟是有意识的 还是一场梦游 酣睡的人仍旧在酣睡 只不过 如果给他们接上脑电脑检测仪 就会发现 他们的睡眠质量 已经大大下降 达到正常人水平 叶峰又有了 带来了25度的温暖 端粒体修复 我也不知道 这个异能有什么用 我感觉自己 好像年轻了些 虽然经常被周丽看作傻子 但端粒体这个名词 周灵还是知道的 很多研究生命科学的人 将其称为长寿的开关 据说 如果可以完美解决 人体细胞端粒体的限制 那么人类永保青春 长生不死 或许是真有可能变成现实的 所以 叶星小竟然不满足 是因为不知道 端粒体修复 周灵略微解释了一下 然而叶星小 却仍旧摇头 没用啊 你都说了 只是从星辰代谢的角度 解决老和死 嗯 死肯定 还是要死的 顶多就是老得慢一些 如果是末世之前吧 可能会觉得满意 毕竟能多领几十年退休工资 那也是好的 可现在吗 是啊 叶星小说的好像也没错 毕竟端粒体 只能保证身体能够正常运转 但面对外力的破坏 就无能为力了 即便没有任何意外 没有足够的食物 不计该死还得死 只不过想叶星小 这个级别的军队领导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 只要自己思想上不出问题 预示不冲到第一线 加上一定的运气 大概率是可以一直生存下去的 至少不至于会被饿死 不过正因为叶星小是军人 所以他才对来之不易的异能 竟然是长生不老 而感到沮丧 毕竟真正的军人追求的 宁愿是马格果师 也不是缠绵病榻 然而有些事情 真是不以人力为转移的 融合异能株 从来都是不可控的 现在不可控 将来同样不可控 更为关键的是 融合异能株出现的异能 就周琳所知 大部分都不是那种攻击性特别强的 或者说 原本就不是用于攻击或者破坏 而是人为改变了运用方式 回去吗 我让王萍萍来接你 当然要回去 航母虽然好 但毕竟不是自家的 叶星小左右看了看 颇为感慨 来符号到现在为止 仍旧是全世界最先进的航母 哪怕现在被周琳改造得有些 面目全非的样子 但作为军人 叶星小 还是能够感受到 来符号发自骨子里的那种威慑力 可以说 过去几十年 下国的军人 都对这种威慑力 恨得咬牙切齿 直到下国的航母 接二连三下水 才有所好转 如果不是因为末世 叶星小杂锅卖铁 都要让周琳答应 把来符卖给国家 好让国家 从根本上超越漂亮国这根 穷兵独五米 有半毛钱关系 只是军人们 与生俱来的好盛心罢了 听说叶星小醒了 王平平跑得贼快 周琳当然不会挽留 他甚至连留两人 吃顿饭的意思都没有 对了 那个袁纳川 都要下船了 叶星小忽然开口 谁 周琳揣着明白装糊涂 哦 没什么 这次谢谢了 欠你一个人情 叶星小倒是个明白人 不过他都开口了 周琳立马打折随棍上 别欠啊 这年头谁敢保证 回头还能有还的机会 要不现在就还了吧 还真是不客气 叶星小都乐了 拍拍七情上脸的王平平 那行 你说 稀土 不 纯度99以上的那种 不要多了 五公斤行不行 五公斤 不 叶星小想过各种可能 唯独没有想过 周琳竟然想要稀土元素 不是没有 叶星小相信 国家储备仓库里 肯定是有的 关键是 如今连炼点钢铁都费劲 就更不用说稀土元素了 五公斤这种数量虽然不多 但放在稀土元素中 就不一样了 要不我先问问 行 周琳也没指望 叶星小马上就能拿出来 其实五公斤也少了点 如果国家愿意的话 我也可以拿东西 或者是技术来换 说到技术 叶星小就有兴趣了 忍不住问跟哪方面有关 当然是 第266章 搞笑的神牛国 叶星小对周琳能够拿出来的技术 很感兴趣 虽然漠视了 但国家体制到目前为止 仍然是完整的 各项重要的科研 非但没有停滞 各方面的投入 反而大大增加了 如果说 抛开漠视对普通人的影响不谈 那么在所有赚钱的行业当中 可能文娱明星是最先死掉的一批 没辙 本就是娱乐大众的东西 如今大众都活不下去了 谁还有心思娱乐呢 漠视中 一个人想要活下去 需要的是一技之长 而不是一技之长 为了对抗天灾人祸 国家几乎是毫无保留的将资源投入到科研当中 科研人员的待遇和地位自然就飞速增长 周琳作用来福号和常威号 恰好这两艘船代表的正是漂亮国和岛国工业化信息化技术的结晶 好在漂亮国的航母 现在国家手里已经有一艘了 美其名曰扣押的 但其实早就不知道 用各种仪器设备拆了得透 看起来完整 实际上所有的秘密 基本上都已经被下国科学家们掌握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如果下国需要是完全可以复刻出一艘来福号航母 只是有没有这个必要罢了 毕竟大国总是要点颜面的 真弄一艘复刻版的出来 那多没面子 如今的下国早已经不是当初的无下阿蒙 所以来福号国家或许不太垂涎 可常威号就不一样了 它不仅是岛国工业现代化的结晶 其本身还有强大的制造能力 内部装配的生产线 基本上涵盖了大部分现代化工业产品 除了一些必须要在极致条件下 才能生产的物品除外 如果周灵能够把常威号拿出来 只能说夜星小想多了 周灵把常威号上的一些相关技术上 交给国家已经是人至义尽了 如果当初不是周灵先下手 按照大周立的说法 最终常威号也逃不脱被毛雄国核武击沉的命运 说起来周灵的行为实际上是阻止了末世之后 人类第一次使用核武 也算是为世界做出了重大贡献 当然 岛国人是不会这么认为的 毕竟除了高达以及整个研究机构之外 他们还损失了一支由三艘转航母组成的超级特混舰队 无论军事还是工业都遭受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更不用说 最近两天岛国利用漂亮国的卫星 拍摄到下国的舰队 竟然在北海道登陆了 对此 岛国不仅言辞抗议 还要求下国政府对此做出解释 为什么没有经过他国同意 就擅自进入他国领土 不是说下国从来都是讲规矩的吗 叶欣小一面说 一面摆出当时下国外交人员不屑一顾的表情 针对岛国人发来的抗议视频 哦 是这样的 请问岛国政府是在什么地方拍摄这段视频呢 我都看见你背后的那座山了 是黑洲吧 好的 那么如果岛国政府此时所在的黑洲是国土的话 那么北海道 哦 对不起 我们已经将其命名为北流球了 这是一块下国探险舰队刚刚才发现的无主之地 请岛国政府正式事实 不要混淆视听 另外 如果你们要强调北流球是岛国的领土 那么请问 你们现在身处的地方是怎么获得的 如果你们能够解释清楚的话 或许我们还可以聊聊 挺有意思的 周灵笑道 有意思的 还在后面呢 叶欣小笑着说 后来岛国还真又发来了视频 说黑洲的土地是他们购买的 他们甚至还拿出了发票 结果下国这边的回应就更有意思了 直接拍摄了一段舰队的视频 各种航母 战舰之类的 然后告诉岛国政府 说 金钱和武力在夺取土地上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只是选择的方式不同 下国现在喜欢选择后者 下国的这段视频 在国际上无疑引发了轩然大波 以漂亮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表示 不仅要谴责下国 而且还要从各方面制裁下国 面对国际上的谴责 下国政府也懒得装了 直接放话说 现在下国的人口还有点多 如果那些国家觉得土地太多 管理不过来 下国愿意无偿人口和技术支持 尽量争取在未来50年内 让下国人遍不到世界上每一个移居 但人口密度却达不到下国大城市标准的地方 下国这话一出 神牛国顿时高兴起来 说他们非常赞成下国政府的这个提议 毕竟他们神牛国也是人口大国 也能为全世界人类的延续做出类似的重大牺牲 然而神牛国代表的话还没有说完呢 下国政府的代表就指着神牛国代表笑了 你知道我们的代表笑什么吗 不知道 笑他们不自量力 没有投送能力 周灵道 错了 叶星小乐和道 也不知道是神牛国代表 压根没有去了解过 还是说他脑子不好使 末世之前他们的确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 但光光是第一波的冬夜 神牛国就有超过三亿的下等种性死亡 三亿啊 现在已经无从得知死亡人口的准确数量 但我们估计不会少于五亿 人口数量都锐减三分之一了 神牛国代表 还好意思说他们是世界人口第一 这话就连漂亮国的代表都没法洗 这样吗 那可能用不了多久 他们的人口还要下跌三分之一周灵并没有效 神情反而有些低沉 他不是个喜欢伤秋悲春的人 但作为一个人 他还是能够感受到同类在天灾人祸面前的脆弱 暴热暴雨的天气 让超级细菌和超级病毒有了郁郁的温床 大量变异的小动物 或许暂时还不会对人类造成致命的威胁 却是病毒和病菌最好的前期宿主 漠视血热最后的研究结果证明 这种病毒在演化初期 就是通过恒河猴迭代的 直到它们彻底适应人类的细胞之后 才开始从恒河猴身上转移到人类的身上 或许有些神话故事并不是胡编乱造 只是后人没有搞懂其想要表达的真实意思 譬如西游记 对于病毒和病菌来说 人类就像是唐僧一样 不管是挑战猴哥还是八戒 最终的目标仍旧是人类 是有什么坏事吗 周灵 为了国家和人民 你可不要隐瞒我 叶星小也看出来了 周灵这表情可不是什么好事 配合上他刚刚那句话 几亿人的生死绝非小事 黄论神牛国跟下国 还接壤第267章 新的灾难 来了 病毒 周灵想了想 虽然有可能会暴露点什么 但是没关系 推在周灵身上好了 像那样不尊重哥哥的妹妹 不用来背锅 实在是太可惜了 周灵我谢谢你 但不能谢谢你全家 病毒 什么样的病毒 能够让神牛国上一人死亡 叶星小还一脸不相信的样子 其实周灵以前就已经提过了 但叶星小始终不以为意 毕竟在大多数人看来 传染病也有其特性的 并不是那么容易 导致大量人头死亡 可惜 有这种想法的人 真是好了窗疤忘了痛 即便是抛开病毒致死性不谈 光光是对医疗资源的压力和挤兑 就已经足够引发 一个正常社会的动荡 想想下国两次全国大议 更不用说 目前这种濒临分崩离析的境况 更何况 谁说疫病就不能杀死上千万人口的 中世纪的欧洲 一场流感一场鼠疫 弄死的人 甚至比两次世界大战都还要多 总之 接下来要跟神牛国划清界限 实在不行的话 我建议在边境上扔几颗核子武器 利用高辐射来阻止神牛国的人偷渡 同时也能杀死一部分病毒 不得不说 周灵这个想法很疯狂 也很清奇 就连夜星小都听傻了 你 你说的不会就是那种传说中的丧尸病毒吧 王萍萍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开口问道 丧尸有什么可怕的 凯夫拉加上咱们国家的陶瓷版 什么丧尸的牙扣有那么好 可这种病毒 你得上气瓶 全封闭防护服 否则都有被传染的可能 周灵白手道 这个消息应该够了吧 十公斤谱 越快越好 行吧 夜星小站起来 这两天他经历的也是够够的 生理上的能量或者是充裕了 但心力交瘁月时都没法帮他补充 其实 这次是一个意外 离开来福号后 夜星小才对王萍萍解释 也不知道 上面究竟是什么打算 竟然通过机密渠道 给每个师级部门送了一颗异能珠 当时夜星小是想让王萍萍试试的 他觉得自己年老体衰了 绝无可能得到异能珠的认可 毕竟上面都说了 年富力强的融合可能性最高 所以也就是打开拿出来看一看 结果一看 就 回头我再试试帮你要一刻 司令 这个东西看缘分的 我真不强求 再说了 如果不是周灵有法子 这次 你可就真是危险了 对此 夜星小也不反对 所以他才答应去帮周灵说相 看看能不能弄来十公斤谱 不过周灵要谱究竟是要干啥 这个问题 就连国家高层都不太搞得明白 咨询了很多这方面的专家 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不可能运用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方面 所以 上面才算是答应下来 而且让夜星小告诉周灵 关于超级病毒的事情 高层已经列入最近考虑的优先议题当中 会以最快速度做出反应的 就在这些过程当中 神牛国母亲和刘玉一处无人区 一群正在嬉戏的横河猴子 忽然一只接着一只的僵直 这些僵直的猴子 如同木头似的 摔到地上 落入水中 摔倒在地上的猴子 很快就被附近的食肉动物 或者是杂食动物给吞噬了 即便有些残渣 最终也落入了蚂蚁之类的生物嘴里 但是那些落入横河中 随波逐流而下的猴子 被水里的生物撕扯之后 碎屑几乎充斥了整个水域 如果此时 拿出一架倍数足够的显微镜 取一滴河水进行观察 就会发现 里面充斥着一种淡红色 如同盛放的菊花式的病毒 这种病毒之所以会呈现出菊花状 是因为它们自身反复缠绕全区 只有在接触到别的生物时 才会一下子弹开 将尖锐的头部扎入生物细胞之中 等到全身都进入细胞后 就会开始攻击细胞核 只需要两分钟时间 它们就能取而代之 而此时 整个细胞已经变成了淡淡的红色 其形状也从原本的椭圆形 变成了如同腰子般的形状 被控制的细胞 下一步就会攻击其他正常细胞 并且释放出更多的病毒 对正常细胞进行感染 不仅速度惊人 更可怕的是 这种病毒 还会针对被攻击细胞的情况 进行自我调整 仿佛就像有智慧似的 三天后 神牛国母亲和刘玉 某个平民聚居点 有个刚刚喝了水的中年男子 忽然开始猛烈地咳嗽 咳出来的痰液 从一开始的白色到灰绿色 再到粉红色 在旁人看来 他像是要把自己的心肺 都给咳出来似的 然而就在有人试图 给他拿点水时 这人却突然不再咳嗽 而是缓缓抬起头来 用一双赤红色的眼睛 毫无表情地 看向端水的人 你这是 哇 中年男人一张嘴 喷出粉红色的水雾 直接将端水那人 淋了劈头盖脸 随后不等众人反应过来 生病的中年男人 如同失去理智般冲出临时帐篷 逢人就抓 脑 吐口水 喷唾液 虽说不像影视作品中的丧尸那样吃人 但如此疯癫的表现 也让聚居典礼人人自危 只是因为缺乏足够的卫生常识 加上水资源的紧张 所以很多 只是被喷了口水的人 并没有引起重视 混乱的世道 使得谁也不知道 最先发病的那个人去了哪里 是死是活 就连他的家人 都没有心思去找他 毕竟谁都没有多余的力气 然而三天后 这个聚居典 出现了第二个相似的病人 紧跟着是第三个 第四个 当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人 都出现类似症状时 事情开始不受控制起来 一些见机早的人 在大量爆发之前 已经离开了聚居典 他们有些人去了别的聚居典 有些人 则是倒在了寻找 其他聚居典的路上 或是因为饥饿 或是因为热射病 又或者是 然而 他们当中不少人的尸体 最终却落入了同类的口中 一些早就饥肠碌碌的人 甚至等不及被彻底煮熟 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捞起来 往嘴里色 甚至可以看到 有红色血水 从那不断咀嚼的 唇角的流淌下来 毫无疑问 即便是猪肉这样吃了 都有可能传染寄生虫 更不用说末世里 进化出来的超级病毒 病毒 开始通过种种途径 在神牛国境内扩散开 然而 除了受到周灵提醒的 下国高层之外 神牛国周边的国家 包括神牛国高层 都还没有觉察到 这场可能会波及 全人类的灾难 268章 月食屋 共生 高级2142-3100-000 目前已共生交通工具 来福大型水面交通工具 陆小峰中型地面交通工具 常威超大型水面交通工具 可共生交通工具数量1 存放空间24 附属技能1强度 共生22分钟24小时 附属技能2空间利用 附属技能3技术推演 来福号空天母舰 推演度815 进化度2技02222345100-000 转眼时间过去了半个月 三天前 叶欣小让周灵去拿了10公斤谱 然后周立就拿着谱去了常威号 刚刚给周灵发消息 说已经成功地弄出来 超过1000平方米的谱合金 可以阻隔月时能量辐射穿透的那种 10公斤谱才能弄出1000平方米 算起来这种合金也是挺不容易的 只不过 真的可以阻隔月时的能量辐射 不能说百分之百 但百分之九十九是没问题 毕竟你弄个房间出来 也不可能一点缝隙都没有 能量这东西 可是无孔不入的 周立说的也挺有道理 世界上本就不存在十全十美的事情 再说 能够阻隔百分之九十九 已经很不错了 不过此时的周灵和周立 还是低估了月时真正的威力 为了保密 周灵在常威号上 将厚度为五毫米的普合金刚板 按照需求切割成型 直接收入空间后 带回它再来符号里选定的位置 再进行焊接 最后制成了一个边长 差不多十二米的立方体 然后在其中用普通材料 分割成立体九宫格 之所以这样 周灵是希望身边的异能者 都有机会享受到月时能量 带来的加成效果 一方面可以降低对食物的需求 另一方面 也能加快异能等级的提升 月时就摆放在 立体九宫格的中心位置 然后上下左右环三米 多建方的房间二十八个 即便是一人一个 也能一次进入二十八个人 房间与房间之间 有门可以隔开 这样进出 也可以互不干扰 加上周灵对来符号的绝对掌控 想来应该是万无一失了 即便如此 周灵仍就是等到晚上 才把月时给拿出来 果不其然 普合金当真大大的 阻隔了月时能量的外衣 至少甲板上的坤哥 就毫无反应 周灵通过自己感知确定 差不多要走到月时屋 二十米以内 才会感觉到能量的存在 但这个时候的能量密度 基本上就是 比他自己体内的能量密度 稍微高那么一点点 真正要达到 可以汲取的浓度 基本上 需要紧紧贴在金属板上才行 而周灵以外的异能者 像承压力和无血 他们对月时能量的感受能力 明显更弱一些 而且周灵发现 他们甚至不能主动汲取 周围环境中的能量 更像是一种布朗运能 能量自行从高浓度区域 往他们身体这种低浓度区域扩散 所以 这种差异 究竟是异能等级造成的 还是重生导致的 周灵不敢肯定 也不打算去刨根问底 总之证明 普合金确实能够阻隔能量 即便是把月时放在外面 也不会导致意外 这就够了 月时屋 无论从哪里 都无法进入存放月时的核心区域 周灵将其所在的区域 用高强度材料直接封死了 反正需要的时候 他可以直接将整个月时屋收走 如果有必要的话 他也可以直接 从里面把月时掏出来 这样做是最安全不过的 有了月时屋 对于来福号上的异能者进化者 和变异兽来说 就等于是 有了一个充电站 而且长时间待在月时屋里 还能激发异能继续提升 只不过周灵警告大家 每天待在里面的时间 最好不要超过六小时 否则过于强大的能量辐射 可能会对身体 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无学在进去过几次后 也同意周灵的观点 在他看来 月时的能量辐射 就是一种人类未知的高能射线 他不是搞物理学的 所以无法解释这种射线的来源 但作为医学家 他确定 人体在这种高能射线的作用下 肯定会发生细胞级的损伤 即便是进化者 那也是需要脱离 这种射线的环境下进行修复 所以 周灵说的六个小时 是比较合理的时间 周灵并不怀疑无学的专业判断 他只是觉得奇怪 为什么小块的月时乃至粉末 甚至可以直接食用 他这个大块的月时 别说直接吃了 连接触的时间都要限制 对此 周灵也没有给出什么有用的解释 只说 这些都是末世后的异能者 用鲜血乃至生命换来的经验 周灵最好不要异想天开 好言难劝该死的鬼 除了船上的异能者 和进化者变异兽之外 周灵还安排普通人 也进入食物代一代 说不定可以通过月时能量的刺激 成为一名进化者 儿子 你上次不是说 那个夜司令 是从上面弄来了一颗异能株 不仅有了异能 而且还是长生不老那种 嗯 不过不是长生不老 是好吧 你就当他是长生不老吧 但我保证 他的肉绝不是唐僧肉 妈你可千万不要有什么奇奇怪怪的想法 咱们至少都有个底线妈 你打我做啥 打你做啥 你脑子里都想什么玩意儿 老娘是那种人 我是想说 咱们现在好像也什么都不缺 要不你问问夜司令 能不能换一颗异能猪来 万一你把瞎猫碰上死耗子呢 现在全家就他还是个普通人 一个大老爷们 想起来挺可怜的 找国家高层换一颗异能猪 周灵还真没有想过 毕竟下国登陆月球的次数 其实并不多 从月球带回来的物资 也没有当年的漂亮国多 总不能都是当时看起来 毫不起眼的异能猪吧 即便有个几百上千克的 放在国家层面 那其实还是少得可怜 你不问问 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妈 这个我是真开不了口 再说了 咱们家都已经三个异能者了 再加上周厉和黑仔 烟熏 差不多也够了吧 老娘 真想一把掌 打死你个不孝子啊 这是够不够的问题吗 这是你爸会不会抑郁的问题 不行 这个事情 你必须要想法子 我再去找周厉 这还子整天 就知道玩电脑 如果周厉知道 程亚历把超算当成电脑 把他每天的工作 形容成玩电脑 真不知道会做何感想 可以说 周厉此时正在做的事情 已经超过了世界上 百分之九十的科研机构 毕竟他有大周厉 从十二年后 发送回来的一些信息 正确的方向和关键的数据 往往能够让他的研究 事半功倍 第269章 冷血动物的天堂 最近一段时间 世界各地的最高温度 好像有些下降 但相对正常温度而言 仍旧高得可怕 如果不是有历史记载的话 可能北半球 很多地方的人都会忘了 还有半个多月 就该是西方人的圣诞节了 往年这个时候 很多高维度地方 早就已经白雪挨挨 相对而言 南半球的气温 就变得更加可怕 尤其是南半球最大的岛国大洋国 即便有着足够茂盛的植被覆盖 其地表空气温度 也达到了极其可怕的60度 对于这个世界上 95%以上的生物来说 这种温度都是非常可怕的 或许是因为植被和光照 极其充裕的原因 一些冷血动物和昆虫类 正在经历一次巨大的变化 曾经有动物学家认为 爬行类动物的生理结构 决定其体型 往往是受到环境的影响 就比如说蛇类 同一种类型的蛇 如果在不同的环境中 体型往往会出现巨大的差异 但从身体结构来说 99%的蛇类 其实都是一样的 那么 为什么会有几厘米长的芒蛇 也有十多米长的芒蛇呢 动物学家认为 主要还是生活的 区域环境所决定的 作为冷血动物 除开遗传因子之外 影响其生长发育的两大因素 无非是温度和食物 恰好 末世降临后 大洋国的温度飙升 但凡是度过早期 极寒冬夜的爬行类生物 都迎来了属于它们的春天 作为人少地广的代表 大洋国政府 在末世开始后不久 便彻底失去了 两大城市之外的控制力 就连它们自己都承认 只要走出这两个城市 那么任何人的安全 都得不到保证 当然 也不是说 整个大洋州 除了这两个城市之外 就不再有活的人了 实际上 作为崇尚自由的国家 民众们往往习惯于 政府怎么说我怎么反着来 至于最后的结果 嘿 那就看命 总之在没有人类干扰的情况下 大洋州的动物们肆意生长 其中一些动物 不仅数量暴增 其体型更是达到了 触目惊心的程度 前几天 大洋国政府就收到了 一通卫星求救电话 打电话的人说他们 在曾经也算是 人口密度比较大的成交 原本一家人生活的还挺好 男更女之的那种 加上他们早有准备的 太阳能发电系统等设施 如果没有疾病外敌 基本上可以一直活下去这样子 然而 最近每天晚上 他们都会听到院子 外面有巨大的响动 白天去看 就会发现 地上出现了深深的碾压痕迹 就像是那种超大的轮胎滚过一样 稍微小一点的灌木丛 都被彻底压死了 这让他们感觉很害怕 希望政府能够派出军队去营救一下 显然这家人的愿望 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大洋国政府 如果还能派出军队 去营救普通人 到现在 大洋国政府手中 真正掌握的军队数量 已经不足五万了 五万 下国正常时期 一个地级式的驻军 加上其他武装队伍的数量 可能都不止这个数 对于大洋国政府来说 这五万军队 只能勉强维持两个城市的秩序 别说是派出去救人 但凡一场感冒下来 请假的士兵多了 都能让大洋国总统业不能寐 那家人连续几天都在打电话 每次说的情况 都有所变化 最后一次电话打过来 听得出那家人 已经十分惊恐了 因为他们终于看到了 每天晚上是什么东西 在院子外徘徊 鳄鱼 一条或者两三条 长度超过至少十五米的鳄鱼 它只是用脑袋轻轻一碰 就直接撞开了 它们用作防御的铁门 七米多长的尾巴一个横扫 就破坏它们 辛辛苦苦种植的作物 最关键的是 那鳄鱼明显就是冲着它们家来的 它想要吃掉它们 最后 电话断了 接线员能够清晰地听到 骨骼被碾碎的声音 以及人类死亡之前的乌烟 据说这通电话录音 被发送给了世界各国领导 至于说那家人 到最后 没人记得它们的名字 超过十五米长的鳄鱼 如果是在和平时期 必然是个伟大的发现 搞不好半个地球的动物学家 都会齐聚大洋国 甚至因此而 召开一次又一次的峰会 以至于带动整个大洋国的经济 可在这末世里 这个消息带给所有人的 都是毛骨悚然 其实不只是大洋国 很多国家和地区 都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物种 其中大部分是 普通物种出现的巨大化 也有些是以前从未曾见过的 或者是末世之后 变异的连他妈妈 都不认识的那种 消息传到了千岛水库 叶兴晓又想到了 被周灵干掉的怪蛇 吃了 是啊 周灵点头道 你看我家不是养着那么多动物吗 尤其是黑仔 他可是个大卫王 黑仔表示很委屈 他连骨头都没舔过一次 凭什么就说是他吃了 那就太可惜了 上面说 怪蛇有很大的研究价值 你提我劝劝上面 最好不要去研究 变异动物周灵陈生道 为什么 因为从末世降临的那天开始 我们跟动物植物 已经走在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上 如果说 以前我们还能从动物身上 学到点什么 那么从末世开始 我们唯一 能够从变异生物身上学到的 就是战斗 不是你死 就是我王的战斗 不要试图 从变异生物身上 寻求人类进化的突破道路 那样只会误入歧途 之所以如此郑重地提醒叶星小 就是因为 国内曾经出现过一个机构 那是在末世第七年 那个组织公开宣布 他们可以通过 向人体植入变异动物的组织 从而让人走上进化者 甚至是异能者的道路 当时不少人相信了 那个机构的话 进行了移植融合手术 有些确实成功了 也表现出一些 与众不同的能力 甚至感觉上 像是拥有了异能似的 引起了轰动 然而好景不长 很多移植了变异兽组织的人 在过了半年之后 就开始出问题 要么是移植组织 连带着附近的身体组织 腐烂脱落 致死性高达八成 另一种 就是移植的人性格大变 甚至出现许多 野兽才有的行为 最终因为伤人被杀 或者是逃离了人类社会 不知所踪 最后那个组织 也被愤怒的人们 彻底摧毁了 因为没有条件 上辈子周灵想要移植 也没有那个实力 倒是逃过了一劫 想想后来 人们传说的那些惨状 周灵觉得 有必要提醒一下国家高层 希望这一世 不要再出现那种 惨绝人寰的事情 还有个最主要的原因 现在想起来 周灵怀疑 那个机构背后 有可能就是Judas组织 第270章 周立的暗中行动 周灵已经有好些天 没有离开过来符号了 但人不离开 不代表就对外界的变化 一无所知 末世刚开始就出现的 末日联盟论坛 至今仍旧在运行着 周灵和吴雪等人 偶尔也会上去逛逛 至于说周立 这丫头大概在论坛里 花了不少功夫 如今的级别 已经是大神 段位 不仅权限很高 而且信誉度也是极好的 周灵就很奇怪 也没看见周立 往外弄什么物资 毕竟加州这个地方 太过于腹地了 基本上不可能有 对外交流的可能性 所以 在你眼中信息和技术 就不是可以交易的东西了 周立一面说一面摇头 你不会以为 什么消息 都是他给我发送过来的吧 你知道每一个字节 通过量子波动穿越维度 需要耗费多少能量吗 哦 你怎么可能知道呢 所以我这是在对牛弹琴对吧 我就问了一句好吧 就当我没说 这段时间 周灵没事 就在月十五里锻炼 想要尽早跨入 三阶进化者的行列 虽说他觉得 不应该存在 比他更早的 异能者和进化者 但相对于国家和组织来说 他毕竟是 势单力薄的一方 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实力 就无法在将来 掌握到足够的话语权 甚至都不一定能够保住 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正是经历过末世 周灵才更知道 广机梁缓成王这句话的重要性 最近几天 锻炼已经出现了瓶颈 他原本是想找周立看看 能不能把上次国家奖励 给他的那个秘密仓库给找出来 如果合适的话 就去跑一趟 对于那封迷信上的坐标点 老实说 周灵其实搞不懂 哪怕是输入卫星导航 以民用导航的精度来说 还真就未必 不过现在嘛 他已经决定 还是靠自己的能力 嗯 再加上烟熏 之所以带烟熏 而不是黑仔 是因为体型相当的情况下 猫科动物的战斗力 要比犬科强大得多 猎豹和大灰狼体型重量 都差不多吧 如果让两者单挑的话 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一开始烟熏是拒绝的 从他呲牙咧嘴的样子 就知道 他不想离开来符号 外面那么热 关键是 还没有月食屋 没错 自从月食屋建起来后 烟熏大部分时间 不是在月食屋里睡觉 就是在月食屋睡觉 别看他好像很懒 但跟刚来的时候相比 不仅体型大了一圈 皮毛更加油光水滑 关键是 就连相貌看起来都威猛了许多 如果说 已是像极了一只小狮子的话 那么现在的烟熏 从体型到战斗力 可能已经是完全不输一头狮子 熊狮 这方面 黑仔甚至都不够 给烟熏提携的 要知道 刚来的时候 基本上是黑仔走前面 烟熏走后面 现在是烟熏走前面 黑仔则是十足狗腿子的模样 在左右后晃荡 尤其是遇上周家以外的人 黑仔总是要吼上几声 仿佛在告诉别人看到没 我大哥 以后别招惹我 不然我大哥揍你 在外人面前 相貌威严不苟言笑的烟熏 其实很清楚 周家每个人的家庭地位 别看他凶巴巴的样子 只要程压力哼一声 他立马就可以变成阴阴怪 用小爪子捶你胸口那种 以至于无论别人怎么说 程压力都觉得 烟熏就是一只可爱的小猫咪 拿前两天 这货钻尽养职仓九尺肉铃的享受 最后是被周才军 拎着棍子撵出来的 如果不是钻道成压力背后 假装乖宝宝 周灵少说 也要打断这货一条腿 不去 那以后月食屋 你就不要进去了 这个事情 我妈来了都没得商量 你可要想清楚了 黑仔天天去睡月食屋 你却连边都靠不上 十天半月后 则则 No 烟熏狗腿的 用脑袋蹭了蹭周灵的大腿 没辙 脑袋太大 不是我逼你去的吧 啊 烟熏摇头 很好 走 上船 已经很久没有拿出来 使用过的SSC 发动起来 咆哮而去 就在周灵刚刚离开不久 换了身衣上的周立 带着蓝月月 放下了一条快艇 我哥出门去了 就她那个智商 估计今天晚上都回来不了 正好你陪我去办点事 如今蓝月月 也算是习惯了 来福号上的生活 其实 她从来就不是一个 野心勃勃的女人 只是因为 有这么一身皮囊 最终被社会 打磨成了曾经的模样 如果说精神戏异能 曾经让她 有过一些幻想 那么周灵一家人 简直就是 她的梦想终结者 尤其是周立 这个小恶魔 即便是没有脖子上项圈 她也有种 发自内心的畏惧感 杀人吗 不要整天就打打杀杀 有些事情 我哥是想不到的 只能辛苦 我来帮她查缺不漏了 我也是没办法 这些东西都搬上船吧 皇帝不插恶兵 让人办事 总要给点好处的 周立准备的东西可不少 如果蓝月月不是进化者 一时半会儿 还真就搬不完 从食物到日常用品 差不多都有几百斤了 如果按照现在的市场价格来算 大概相当于末世 前一个中产家庭的全部财富 如此一笔财富 让夜心小拿出来 估计都会觉得心疼 而周立却是眼皮子 都不眨一下 娴熟地操纵着快艇 一直到千岛湖岸边 停下来后周立直接跳上岸 大声道 出来吧 如果不知道真相 可能感觉像是一群小朋友 在捉迷藏 月月不是妈妈 就是姐姐 半分钟后 周遭的灌木丛中 冒出来一个又一个身影 大小剑 好久不见了 戴着沾帽 嘴里叼着草莖的少行 轻轻摆手 那些人影又重新消失 在灌木丛中 仿佛从未曾出现过一样 这是我在加州城里 能找到的全部了 大小剑 你觉得满意不 还行吧 周立面无表情 物资给你带来了 好好训练他们 时机成熟的时候 我会想法子 弄到一些异能猪 只不计还有他 他 少行虽然惊讶于蓝月月的美色 但心中却不敢有丝毫邪念 只是飞快地瞥了眼 就挪开眼神 地眉顺眼 道大小姐放心 您交代的事情 我一定办好 我也看出来 要不就给你点甜头 有没有胆子试试啊 第271章 土拨鼠一样的人 人 从来都是一种很矛盾的生物 不是说性别上的毛和盾 而是性格上的 虽然性格从来都不是人类所独有 但从来不会有什么动物的性格 会像人类这样 直接影响到其一生的命运 乃至一个家庭 一个公司 一个社会 甚至是一个民族的命运 少行的性格 无疑就是胆大包天的那种 只不过 他过于胆大的性格 却没有获得与之相匹配的学识 否则 他就不是个物业经理 要么是投行里的疯子 要么就是某个领域的王者 每每想到自己小时候 为了做那些勇敢的事情 而错失的学习机会 少行也会后悔 然而 很多男人的成长经历 都是如此 怨不得谁 或许这个世界 从来就不需要那么多疯子 王者 反倒是更需要勇敢的傻子 胆怯的聪明人 平凡的木头人 如果没有打破一切重来的机会 那么这些基石 一般存在的人 或许足足备备 都在重复着同样的道路 当周立问少行 有没有胆量时 少行就知道 他等待已久的机会 已经来了 所谓机会 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自从周家 从阑山搬走后 从零零碎碎中 得到的消息 让少行逐渐明白了 他应该怎么做 他不再去幻想 自己是主角 窘迫的现实 让他醒悟过来 尤其是在见识过 周立匪夷所思的遇见 能力后 少行终于知道 人跟人是有差距的 如果不能成为领袖 想要安身立命 就只能用性命去赌一把 成为站在领袖身边的人 相比之下 少行感觉 周立更像领袖 冷漠冷静冷酷 即便只有十多岁 但睿智如一个老人 灵力的眼光 从来就不会停留在 任何无用的人和世上 这些特征 完全符合少行 对领袖的认识 我愿意 前程如在教堂 少行面上 洋溢出向往和坚毅 眼神充满感激 周立点点头 随后指着蓝月月小声道 她会帮助你 成为一名进化者 过程会有些痛苦 如果撑不过去 你可能就不存在了 话 有些巧妙 蓝月月使用精神异能 激发进化 最失败也不会死 只不过可能会 失去自我意识 所以周立说 不存在了也没错 只是少行自己认为是死亡 可谁不会死呢 尤其是在这个 黑载日的末世里 三人来到一个偏僻角落 这里随便弄出多大动静 都不会吵到活人 是个不错的地方 蓝月月让少行坐下 她站在对面 一米五的距离 随后发动了异能 可能已经没有 多少人记得灵敏了 那条蓝月月身边 最忠诚的 可怜的舔狗 她有幸成为了进化者 然后身不由己的 死了 激发一个人成为进化者 对于蓝月月来说 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但加上周立就不一样了 在来之前 周立就跟蓝月月 说了一些技巧 譬如对什么样性格的人 施加怎样的精神影响 才更容易成功 当然灵敏只是机缘巧合 并不是每个人 都可以成为进化者 而如何判断 一个人是否有成为 进化者的前置 其实周立也不是很清楚 她只是知道大概的方向 譬如身体状况 年龄性格乃至遗传 就当是开个盲盒吧 反正死了 她也不会觉得可惜 之所以要等到今天才开始 不就是为了通过 少行收拢更多的人吗 除了血脉亲人之外 没有什么人是不可取代的 至少在周立这里是如此 一个少行没有站起来 还有几十几百几千个 少行在后面排着队 激发的过程是痛苦的 纵然少行觉得她意志坚定 事实证明 她觉得 只是她觉得 真正能够对抗痛苦的勇士 从来都不是表面上的强者 像那些被命运扼住咽喉的 柔弱女子 没有经历过的人 根本无法想象 她们是如何艰难与痛楚 看着双手抱头 在泥地上打滚的少行 蓝月月微不可查地摇了摇头 不如灵敏啊 是 毕竟灵敏又不是人 她那么单纯的嘛 牢骚太多一段长 这话本就是对人性最好的总结 心念百结死的快吗 几分钟后 蓝月月娇喘着 脸色苍白 大汗淋漓 很辛苦 至少要一只烤鸡 外加一份牛排才能弥补 十分之一吧 不过也就是想想 最终周立顶多奖励她一个电动玩具 信不辱命 至少蓝月月感觉如此 成功地把少行变成了 一只腻猴子 土拨鼠 看起来很像 好在缓过气后 少行猛地站了起来 涂满眼泪汗水 和沉溺乌乌的脸上 都是狂喜 脑袋里的痛楚退去 之后她感觉到了力量 流淌在身体里的 随时可以挥洒出去的力量 先吃东西 如何判断一个人是进化者 还是普通人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吃饭 进化者的饭量 一开始就能达到普通人三倍 到后面是越来越猛 就连蓝月月这个不修体能的女人 敞开吃的话 食人份根本不是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 周厉一定要让周灵去石方城 走一趟的原因 末世里 即便人类找到了一些 可以持续耕种的方式 甚至冒着重大损失 去捕杀变异兽 食物仍旧远远达不到充足的程度 其中一个很大原因就是 异能者和进化者消耗太多 或许有人会觉得 只要不是天崩地裂 人类就可以延续科技文明 然而事实证明 当所有普通人 都在为填饱肚子而奋斗的时候 谁有心思去研究什么科技文明 高层或许能吃饱 可惜那时候的高层 基本都是异能者和进化者了 而他们最大的威胁 就是科技文明 谁会傻的 去给自己创造敌人呢 凭借自身能力 就可以驾驭一切的时候 为什么要给被驾驭的人 制造可以威胁到 自己生命安全的武器 脑子不好使吗 正所谓圣人出仓生死 有边界的世界资源 终归是有限的 无论是长生不死的圣人 或者是碾压繁琐的家族 他们唯一会做的事情 就是牢牢地掌握住资源 将99%的资源 都用在自己身上 剩下的1%再分成100份 拿出50份来赏赐 50份来随机 别说什么追随者 在真正的统治者看来 赞成和反对的 其实都是追随者 只有方式的不同 没有本质的区别 没有认真研究过哲学的人 可能难以理解这点 然而 哲学揭示的 原本就是社会运行的本质 有人才有社会 所以说 社会人 其实并不是什么贬义词 基本上每个人都是社会人 脱离社会而存在的 那还是人吗 多谢大小姐成全 你猴子一样的少行 四模四样地 向着周立丹西跪下 他不是在求婚 是求生 第272章 战皇 明皇对号入座 大小姐 他姓战 丹明皇 救了我好几次 自己成了进化者 少行也不吝啬给身边人一个机会 战皇谁的角色 自己临走跟少行的时间不长 也就大半个月 但却凭借忠厚老实 已经能打能杀 一跃成为少行身边的头号马仔 没错 周立并不打算将少行这批人 往正规军方向培养 正所谓乱世出英豪 正规军里基本上只有英雄 而没有英豪 雄定义的是性别 豪定义的是本性 两者截然不同 作为一个普通人 看起来差不多三十出头的战皇 差不多有两个周立高 顶多差个脑袋 以至于他在周立面前只能蹲下来说话 如果他把周立扛起来的话 应该只需要半个肩膀就够了 沧桑有黑的面庞 厚厚的嘴唇 略显呆板的动作 无疑不再证明 他是个多么老实本分的人 但真正认识他的才知道 这家伙是属熊猫的 憨厚老师只是伪装 一旦爆发起来 战斗力属实可怕 其实战斗力爆表 至少他们亲眼见过战皇一条时 不仅不落下风 还轻轻松松拿了三个人头 真人头 所以 末世里哪有什么憨厚老实 憨厚老实的 会杀人如杀鸡 都是假象罢了 好在周立也不在意 是不是老实人 要老实人干什么 被欺负吗 战皇 是的 大小剑 差点就做地上的战皇 略显尴尬地揉了揉脑门 仿佛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知道了 不用羡慕你们老大的待遇 你也可以的 知道吗 是 大小剑 食物那些不用担心 少行 尤其是你 饿了就敞开吃 不够再跟我说 但是你们两个记住 少行进化者身份 不要轻易暴露 蓝月月 你给他们设一道静止 静止 还没有缓过来的蓝月月脸上露出苦涩 要等一会儿才行 周立虽然没说什么 但眼神中无疑透露出废物 二字 这让蓝月月狠狠地咀嚼起牛肉肝 嗯 真香 平时可没有这种待遇 只有跟着周立出来办事时 她才能吃饱 精神系异能者 大多都有蓝月月这种情况 他们甚至比其他异能者 更容易出现饥饿 更容易受到能量不足的影响 在末世后期 有研究人员认为 精神系异能的根源 应该是在大脑 而大脑又是人体最大的耗能器官 但凡需要大脑参与的活动 都会消耗更多的能源 而精神系异能 基本上都是大脑在参与 这就导致精神系异能者 施放异能的时间更短 需要的能量更高 假设给蓝月月 这样的精神系异能者 一颗巨大的月时 只要蓝月月的异能等级足够高 或许就是一种无敌的存在 除非对方能够突破 精神系异能者制造的能量场 或者是完全抵抗其精神冲击 所以 精神系异能者 就如同网络游戏里的法师 高攻低体质 脆皮外加快枪手 差不多等了15分钟蓝月月 才勉强给战皇和绍航下了个静止 听起来好像多高级的感觉 静止 其实跟催眠差不多 但凡两人想要 将这件事情说出去 就会受到蓝月月 在他们潜意识里设定的条件所阻止 陷入失与昏迷 甚至是更加严重的生理反应之中 今天就这样吧 哦 战皇这种体型 可能没有合适的作战服 我下次再带点来 对了 以后我也未必每次都来 到时候我会告诉你的 周立做事干净利落 一方面性格使然 另一方面也是不愿意浪费时间 有食物和周立装备 如今在千岛水库周围散落的聚居点 绍航统绿的黑炎求生组 已经颇有名气 全职的包括战皇这批人 差不多有接近50人 兼职的多达500人 绍航要做的就是亲自指挥全职人员 并且为他们食物和装备 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从头到尾 绍航都没有想过他要亲自去 参加那些动辄拼命的行动 即便当初徐志远去跟朱广涵拼命时 绍航都只是远远看着 绝不会轻易把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 他有这种想法 也是人之常情 尤其是在战皇出现后 今天周立给他们送来的物资中 有很大一部分 正是绍航感觉欠缺的武器 大部分是手枪 漂亮国士兵使用的制式手枪八把 子弹2000发 手雷30个 别看数量好像不多 在下国内地 一个民间组织能够弄到如此数量的武器 再小地方也能算是牛逼了 反正再多也不能跟政府和军队抗衡 光是民间组织之间的冲突 打死个人枪法好的话 也用不到两颗子弹 正所谓树倒狐孙散 想要解决一个民间组织 很多时候 只需要解决领导者就够了 走 回住地区 有了这些家伙 今晚你们就去把城北帮端了 记住 那些女人统统给老子带回来 有用 城北帮 一个由曾经的混子们组成的小型末世帮派 人数不少 但战斗力其实就那样 之前跟少行之间 其实并没有冲突 谁让少行看上了人家 帮助身边的女人呢 不得不说 巴蜀这地方就是美女多 这都末世了 仍旧能看到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女人 她们当中大多数只是为了卖个高价 但也有些是背后的男人有实力 至于说城北帮的帮主 究竟有多少女人 嗯 老婆死了 据说人家最风光的时候 一天晚上可以换几个 换几个 少行只要一想到这点 就会感觉腰子隐隐作痛 人家帮主 可能死于腰酸甚亏 但少行觉得他一动是被仗死的 自从爱兵死后 他就一直没有 是放过自己 控制不足自己下半身的男人 是不会有出息的 少刚时常这样安慰他自己 然后还有一句话叫做 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 都站着个默默支持他的女人 这两种说法 明显就是矛盾的嘛 拿下城北帮对少行的黑炎求生组 还是有很大好处的 城北帮活动的范围 其实跟城北没有一毛钱关系 其总部准确的位置 是在千岛水库以北的 十几个自发行程的 普通民众的交易和居住区域 帮主钟离陀默示之前 做的就是工地的泥沙 和混凝土生意 最风光的时候 半个加州城的工地 都是他在供货 不缺钱 加上特殊的生意 使得钟离陀从幻阳打手 一步步走上了社会人大佬的路 还别说 钟离陀到现在都不觉得 有什么好后悔的 如果一定要说后悔 那就是后悔迷有早点 把兄弟们聚起来打天下 放任错过了末世 最早成立组织的机会 至于说黑炎求生组 在钟离陀看来 就是个笑话 物业经理能有什么水平 给他的几百人的公司 他都管不好 第273章 小山仓库守备队 这都离开加州了吧 这么远的吗 周灵带着懒洋洋的烟熏 走在一处山林中 两公里之外 SSC就跑不动了 不是没有燃料 而是环境实在是不合适 强行前进 有可能会导致 SSC的群边受损 维修起来会很麻烦 之前周立也警告过周灵 千万不要试图用飞行器 搞不好那个战备 仓库周围会有防空体系 在没有确定之前 贸然驾驶飞行器靠近 最大的可能就是 被地对空武器击落 或许死不了 但白白损失了飞行器 那可是周立亲自动手制造的 比较有纪念价值 至于说汽车之类的交通工具 就更没法用了 除非是开坦克考虑到那东西的油耗 以及目前手里面的燃油总量 周灵觉得徒步也是可以的 反正也不是太远 最多还有几十公里 几十公里 得亏燕熏看不懂导航 否则他肯定会跳起跟周灵拼命 这么热的天几十公里山路 哪是一只猫能够承受的 看看他的爪爪 可怜的爪爪都变成粉红色了 怎么连个老简都没有 当真是不给面子 周灵还在前面走着 燕熏抬头看了看明晃晃的日头 黑色的瞳孔都已经缩成了一条 几乎看不见竖线 还在拼命缩 即便如此 他仍旧觉得阳光刺眼 还是低头走路吧 一心想要找到仓库的周灵并没有发现 他现在所处的位置 距离下国和神牛国的边境 其实已经不远了 直线距离还不到一百公里 很显然 国家作为报酬 或者奖励给他的这个仓库 原本的用处 应该就是用来防备神牛国的 六十年前 双方可是交过手 哦 准确地说是神牛国被狠狠地揍了一顿 然后老是差不多五十年 末世前几年 神牛国大概是好了窗疤忘了疼 又开始在边境上东搞西搞惹事 下国为了保经济 并没有什么强烈的表示 但未雨绸缪 这个词 却是深深镌刻在下国高层心中 所以一些当年修建的战备仓库 又重新启用 大量的物资被秘密送来 已被不时之需 周灵寻找的战备仓库 正确地进入方向 其实是从巴蜀的林省 需要从一条国道旁的密林中横穿数公里 然后就会看见一条足够主战坦克行驶的道路 道路两侧 还有专门种植的高大植被作为演映 防止被天上的卫星拍摄到了 沿着这条专门修建的道路 前进差不多十公里 就能抵达仓库所在的小山 事实上 这个仓库的代号就是小山仓库 只是前面有一串代码 毕竟在下国的记载中 类似崇明的几率实在是太高了 崇明其实没什么坏处 反而容易导致窃密一方的糊涂 此小山仓库非比小山仓库 一看统计记录 好吗 光神牛国边境就有十几二十个小山仓库 这谁看谁不迷惑啊 为什么说 下国子帝兵是最可爱的人 因为即便是在这么一个地图上看不到 导航上找不到 甚至连车都不能直接开到的 用巴蜀方言来说叫做阿世不生区的地方 始终驻扎着一只小小的队伍 排挤单位 他们的使命就是保护XXXX号小山仓库的安全 直到他们退伍离开队伍 或者是这个仓库被启用的那一刻 这里的士兵在整个服役期间 以及服役后 都不能透露跟仓库有关的任何信息 否则就是泄露国家机密 当他们在执行期间 他们的家人朋友都无法联系他们 只能通过军队中的特殊机构进行转接 鸡毛蒜皮的事情根本不会通知他们 只有类似于亲人重病 即将过世 或是已经过世这样的消息 才会传递 纵然是在和平盛世 他们过的都是苦行僧一般的日子 末世来临后 负责对接他们补给的军队 自身都难保 哪里还能保证对他们的后勤攻击 以至于在两个多月的冬夜期间 50名战士有超过30人殉职 被就地埋葬在仓库附近的山林之中 别说墓碑 就连一个土堆都不能留下 唯有旁边的大树上 会隐蔽地刻下他们的名字和日期 末世快半年了 小山仓库守备队 目前的负责人是一班班长 25岁的于浩轩 看名字就知道 这位班长应该是出生在什么时代 嗯 下国人给孩子起名 往往都有强烈的年代色彩 和地域特点 毫无疑问 于浩轩有个不错的家庭环境 但他却没有成为一些人口中垮掉的那代 事实上 他是在大学期间应征入伍的 原本想着服役完成后 继续回学校学习 使得自己有个完整的人生 四年的军武生活 不仅改变了他很多想法 也让他发自内心地 爱上了这种简单又充实的生活 新兵集训结束后 他通过了层层审核 才被分配到小山仓库 刚来时 他也苦恼过 甚至后悔过 当时的政委里面处出关 新于浩轩这位小战士 经常找他谈心 给他鼓励 带领他慢慢适应小山仓库这边的生活 半年后 于浩轩以优异的考核成绩 光荣地被留在了小山仓库 成为守备队的正式成员 接下来的三年时间 于浩轩又在政委里面的帮助下 一步步成长 不仅训练出一身过硬的军事素质 也初步掌握了一定的领导技能 最终经过推选成为副班长 一年后 转正成为班长 于浩轩倒是没有想过 继续往上走 因为他打算 服役满五年就回去读书 不是一定要在军队里 才是为国效命 只要心中装着祖国 不管在什么岗位 都可以继续为国家做贡献 然而谁也没想到的 末世竟然来了 在暗无天日的漫长冬夜里 最先倒下的人是政委里面 然后是队长 副队长 下国基层部队的领导 真正做到了吃苦在前 享乐在后 身先士卒 因为道路阻隔等等原因 上级最终要求小山仓库守备队 按照战事管理条例逐级领导 最后 守备队队长的重担 就落到了于浩轩的身上 如果不是因为天气环境的变化 或许于浩轩也会像李明 队长 副队长那样 为了照顾守备队里的年轻同志 而苛刻自己 最终 气温高一点 对于山林中生活的人来说 其实问题不大 只要有清洁充足的水源 和足够的食物 小山仓库里 是有相当数量的单兵口粮的 李明等人 其实也不是饿死的 而是因为低温导致的各种病患 缺乏有效治疗 又不能及时送往医院就医 才牺牲的 于浩轩也不知道 他能撑到什么时候 直到前些天上级 传来一个绝命命令 第274章 人祸来了 应该就是这里了 周灵将摩托车收起来 顺手将一瓶水扔给烟熏 可怜的老妈 嗓子眼都要冒烟了 原本粉红色的爪垫 也变成了皮毛的颜色 抬起来一问他 自己都要欲 想叨了一个人的眼神 是藏不住的 但却可以被一代小鱼干改变 生活水涨船高 现在烟熏已经不太在意嘎嘣脆 肌肉味的猫凉了 小鱼干鞍唇干更香 但是跟月食比起来 啥也不是 能不能叨了周灵 关键还是在于 有没有月食 一边嚼着烟熏 一面朝前面熬捂了两声 已经对他叫声 有所理解的周灵便知道 那边有人 国家给他的密信礼 并没有提到守备部队 只是给了他一句口令 为了不至于引起误会 周灵朝着小山仓库所在的方向 大声地说出了口令 两分钟后 手电筒光芒扫过来 几条人影紧随着光柱 出现在周灵视线当中 你就是 来接收仓库的人 于昊轩两眼上下打量周灵 他感觉有些年轻了 而且在周灵身上 也看不到半点军人的气息 究竟是什么情况 会让国家 把如此重要的一个仓库 交给一个 这不是军队里的年轻人 如果口令没错的话 那就没错了 走吧 带我进去看看 周灵倒不是很在意于昊轩 似是被与普通人的战斗力 只要不是用火力覆盖 周灵自信 没有什么可以威胁到他 更何况 他还带着密信 那东西 可是民间没法复制的 是最好的证明 于昊轩坚持看过了密信 这才让人前面带路 他则是跟周灵走了个并肩 时不时打亮一眼 嘴巴吃个不停的烟熏 这豹子挺大的 咬人不 他是猫 周灵纠正道 啊 于昊轩仿佛想起来什么 是因为变异吗 我们前几天 打了十几只土狗大小的山耗子 嗯 周灵猛地停下脚步 多少 十几只 怎么了 你们是在什么方向 发现这些耗子的 经过十方程后 周灵对耗子特别敏感 仿佛认定了 只要有变异耗子的地方 就代表大概率存在月时 其实他这个逻辑本质上 还真没问题 因为月时落到地上后 会随着时日演化 而陷入地下 再没有被人类挖出来之前 能够接触到的 也就是蛇虫鼠蚁 这类生活在地下的生物 而喜欢到处打动的老鼠 凭借庞大的数量 和宽泛的存活范围 也确实更容易挖到月时 就在我们仓库外面 那片儿原本就有山耗子 平常我们用来练习枪法 冬夜那两个月 我们都以为冻死光了 谁知道不仅活下来 还长滋润了 不是外来的山耗子 周灵便觉得 没有必要四处乱逛了 还是先去仓库看看 作为针对神牛国的战备仓库 里面存放的 自然是符合这边 环境条件的武器和资源 其中 光是各种口径的自行高炮 就有150门 只不过 这些不是给周灵的 毕竟给他也不好使 秘性中表示给周灵的 主要是包括 搬用机枪在内的各种轻武器 单兵使用武器 一些火箭炮 相关的弹药 和一半的油料 单兵口粮 和战场应急药物 光是清点这些物资 就用了于浩轩 十几个人一整天的时间 周灵实在是看不过去 从空间里 掏出来大量的新鲜果蔬 给大家吃 倒是把手背对的战士们 乐坏了 所以 这就是你的异能对吧 于浩轩羡慕的小声问道 算是吧 不然我怎么把 那么多物资带走呢 还有两台猛事 你可别丢点少了 不会不会 该是你的都是你的 对了 现在外面的情况如何 周灵摇摇头 很糟糕 想家了 怎么不想 于浩轩叹气 他上次跟家里直接联系 还是一年前 如今怕事 别想了 那样能开心些 周灵拍了拍于浩轩的肩膀 他是发自内心 尊重和佩服于浩轩这样的人 于浩轩深吸一口气 如同自我开解般强笑道 没错 不想了 你先去休息吧 剩下的物资 我们会连夜清点出来 最迟明天中午交给你 周灵点了点头 又从空间里 掏出来一整箱的香烟 没什么好表示的 这些你们应该用得上 哟 这个可是好东西 省着点够几个月了 枯燥的生活里 一根香烟 往往能够给人最大的吉味 如那句老话所说 吸进去的誓烟 吐出来的是寂寞 严勋不懂 他只知道 周灵睡觉时 他要负责守夜 谁敢擅自靠近那酒 还真有不怕死的 黑暗中 严勋猛地抬头 一双 有着满月般瞳孔的眼睛 散发出蓝汪汪的光芒 可把来人吓了一跳 连忙站定 周同志 周同志在吗 队长让我来通知你一声 出事了 快去接收物资 周灵打开帐篷 出什么事了 人 有人往我们这边来了 有人发现小山仓库了 那不是很正常的吗 大不了就是把食物分一分 血脉同胞总不能眼睁睁 看着他们饿死吧 然而通报的小战士 跟着告诉周灵 方圆百公里之内 根本就没有国人居住 而且 于浩轩派出去侦查的人 传回来消息 说那些人 无论穿着打扮 还是外貌 更像是神牛国的人 等等 哪里人 神牛国 隔壁那个沙壁国家 小战士愤愤不平 嘴里难免带上了一些国粹 在他看来 这都漠视了 神牛国竟然还想着找下国麻烦 当真是讨厌至极 该骂 该死 可周灵却不是这样想的 他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感 不会这要巧吧 神牛国 漠视出血热 逃难队伍 上辈子周灵听到的消息 漠视出血热这个疫病 就是被逃难的神牛国人 从下国西南方向 冲破了边境带进来的 因为消息闭色的缘故 周灵并不清楚 当时神牛国究竟有多少疫情难民 又是什么时候 从什么地方进入下国的 现在看来 很有可能就是从小山仓库 南方的边境陷进来的 而且 数量一定不少 否则也不至于发现 小山仓库这么秘密的地方 你马上去通知于浩轩 将仓库里的生化服全部拿出来 每个人穿一套准备一套 马上 哪怕现在还不能确定 但周灵不敢赌 也赌不起 小战士有些猛逼 但长期的训练 让他下意识地立正 是 看着小战士飞快地跑开 周灵心中仍旧不踏实 如果是大批神牛国难民 进入下国境内 他早就已经打过招呼了 下国为什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第275章 拿什么机枪 上炮 105口径 小山仓库 看似在重山峻林之中 但作为有5000年战争历史的下国 最近些年 科技方面或许落后 然而要论战略布局 那是其他国家开跑车都追不上的 在距小山仓库 不到50公里的地方 就有一支驻军 这支驻军的任务 就是作为看守神牛国边境线的支援部队 一线哨所执行的队伍退下来 就会首先在这个驻地进行休整 前往边境执行的队伍 也是先在这个驻地里整备 适应后再出发 除此之外 这个驻地 还有应援小山仓库守备队的职能 周灵并不知道 这个驻地的存在 他只知道 如果上辈子那些神牛国难民 就是从小山仓库这里进入下国 从而让末世出血热 在下国流行开的话 那么仅仅依靠他们十几个人 怕是很难抵挡得住 为了活命 已经彻底疯狂的难民潮 上一世他听说 这批进入下国的难民潮数量 高达几百万 或者是上千万 别看神牛国死了不少人 末世之前的世界人口第一大国 可不是开玩笑 而且 神牛国的地理环境 也决定普通难民 能够逃亡的方向 下国无疑是最优解 仓库大门外 于浩轩正在安排布置 听到小战士的传话很疑惑 又不是出现了生化 或者是和子战争 怎么就需要防化服了 既然是周同志强调 那就照办吧 这种天气 穿上密不透风的防化服 肯定是不舒坦的 于浩轩也不是因为周灵的身份 或者能力 就对此盲从 他完全是站在为战士们 负责的立场上 才下的决定 但是远在差不多一公里之外的 进行侦查活动的两名战士 却没法穿上防化服了 本以为只是一次 简单的侦查任务 然而 当他们看清楚夜色眼影下 那浩浩荡荡的难民潮时 脑子差点当场就当机了 怎么会有这么多神牛国人 他们是怎么入境的 这可不是几百几千人 而是数都数不清的人 边境少恰再怎么疏忽大意 也不该几天时间 都没有人关注吧 要知道 训练有素的几万精锐士兵 要通过一个地方 徒步的情况 都能走成绵延数公里的长阵 黄论是难民 这么庞大的队伍边防哨所 怎么可能发现不了 想明白其中官翘的战士 连忙用对讲机 向于浩轩汇报 边境哨所肯定出问题了 要么就是 被这些难民 翘无声息地端掉了 要么就是 不 下国的士兵 不可能轻易做出 叛变国家的行为 守备队所有人都宁愿相信 边防哨所的军人都牺牲了 怎么样了 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后 周灵也赶来跟于浩轩等人会合了 即便异能者对病毒 和疾病的抵抗力 比普通人要强 但周灵仍旧老老实实 穿上了防护服 难受一点 总比承担风险好 要知道 默示出血热的病毒 是可以通过空气传播的 鬼晓得那些四处乱窜的神牛国人 有没有把附近这一片都给包围了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说不定 一阵从远方吹来的夜风 就有可能让这里 所有没防护的人感染上 哦 烟熏不会 默示出血热 只对灵长类动物有效 而且终极形态 只感染人类 周同志 事情可能有些 我们的侦察兵 刚刚传回来消息 数量太多了 他们能看到的 已经上万了 他们没有穿防护服吗 周灵首先想到的 还是这个问题 于浩轩摇摇头 应该没问题吧 应该 周灵冷笑道 如果我告诉你 这种病毒的宿主 在街头打个喷嚏 只要风向对了 可以传染一条街的人 你还会不会这么轻松 病毒 所以周同志 你担心的是 那些神牛国人 会带来病毒吗 他们是脏了点 但 你什么都不知道 对讲机呢 给我 在周灵那要吃人的眼神逼势下 于浩轩最终 还是拿出了对讲机 你们仔细看看 那些人当中有没有走路 像是木头人 拖拖踏踏 尤其是脸上 或者其他暴露的皮肤上 可以看到大片大片 新红色斑点的 刚开始 两个侦察兵还有些猛 在于浩轩强调之后 他们才认真起来 得亏他们是专业的 哪怕夜色 也阻挡不了他们锐利的眼神 几分钟后 一个侦察兵低声回报 说的确看到了 刚刚周灵形容的那种人 而且 正在靠近仓库的这群人当中 数量还不少 我不管你们信不信 现在你们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但你们不能返回仓库 如果你们是真的战士 就马上远离那些神牛国人 也不要去经过他们走过的地方 最好找一个上风向 以最快的速度离开 找一个安全地方藏起来 如果七天之后 你们还有能力 就直接往内地走 记住 一定要远离那些神牛国人 到过的地方 有 有这么严重 年龄较小的侦察士兵 是真被吓到了 他不怕死 但周灵所强调的那些 让接受过相关培训的他 感觉不妙 非常的不妙 另一个老兵 则是要沉着得多 拿过对讲机 收到 我们会按照你说的去做 你们也要保证 如果他们的目标是仓库 你们守不住的 老鱼 老鱼你在吗 别忘了咱们的约定 我在 老秦你放心 如果我能活着回去 一定去找伯父伯母 不只是他们 还有其他兄弟们的家人 好 老鱼 后会有期 再见 老秦 当对讲机里传来沙沙声时 周灵已经能看到 远处隐隐约约的火光 那应该是神牛国难民们 携带的简陋火把 然而 究竟是谁告诉他们 这边有物资仓库的 还是说 这一切都只是个巧合 刚刚传话的小战士 隔着防护服 问声问气道队长 咱们要不要拉几门火炮出来 火炮 你疯了吗 那些都是平民啊 军队的教育 让于浩轩一时半会儿 还没回过神 他的回答 也让周灵皱起了眉头 看不清楚形势 平民 又不是赤手空拳 嗷嗷逮捕的下国人 乃来的什么平民 未经许可 擅自闯入下国境内 那就是入侵者 身为军人 面对入侵者的时候 该怎么做不知道吗 或许是感受到周灵的态度 于浩轩也终于反应过来了 猛一跺脚道 去 先把机枪给我架上 告诉所有人 我们的使命 就是守备仓库 除非我们都死了 否则不允许任何人靠近仓库 等等 拿机枪做什么 周灵阻挡到 仓库里不是有炮吗 弄点小口径的出来 我看105口径的高频两用就不错 第276章 血战 以多摇死相 105高频两用炮 好使 但重量可不轻 好在有周灵 此时他也顾不上会不会暴露什么 去山府的仓库里转一圈出来 沿着防御线大手连连挥动 一门又一门火炮凭空出现 捎带着 还有一箱箱的炮弹 整齐地码放在旁边 都会用吧 会的 于浩轩代替已经傻眼的战士回答道 周灵点点头 看似轻松的动作背后 却是已经冷汗津津 为什么要拖大不戴上月食 周灵现在有些后悔 但后悔已经毫无意义 只能趁着没人注意的时候 躲在烟熏身后狼吞虎咽 直到那边于浩轩等人 完成了准备工作 此时神牛国难明朝的前锋 距离仓库 已经只有不到500米的距离 以周灵的眼力 完全可以看清楚 前排那些人呆滞的表情 和疯狂的眼神 开炮 于浩轩咬牙下令 五门105榴弹炮 同时发出一次开火 炮口喷出的焰火 在夜色下 拉出老长的黄红色残影 在视网膜上久久驻流 不肯散去 轰轰轰 巨大的爆炸声 在神牛国人潮中炸开 高爆弹爆炸时 仅仅是激荡的冲击波 就足以让方圆百米内无遮挡的人 瞬间死亡 更不用说那些四散开的预知破片 最远的 差点要飞到仓库这边的炮兵阵地了 向后延伸 我没喊停自由发射 于浩轩不愧是下国最精锐的士兵 在理清楚思绪后心中 再无任何愧疚或犹豫 犯我国徒者死 管你是平民还是军人 更何况 通过周林的分析 这些难民巢绝不是随随便便 就出现在下国境内的 搞不好 他们已经破坏了不知道多少少所 杀死了多少于浩轩的战友 一旦下定决心 于浩轩的每一个命令 都是为最大限度杀伤对方而下达的 别说一堆难民了 就算是训练有素的军队遇上 想要攻破小山仓库 也要脱一层皮 人类脆弱的身体 在自己创造和生产的热武器面前 没有丝毫抵抗力 炮弹爆炸范围内的人 如果纸片般被撕裂先飞 或者直接燃烧 空气中 很快便弥散出混杂火药味的新风 在被爆炸气浪所影响 而变得毫无章法的夜风推动下 竟然扩散到炮兵阵地这边来了 看到面罩上出现的一层红黑色痕迹 周林十分庆幸 所有人都穿上了防化服 然而 危机并没有因为大量神牛国人的死亡而解除 一些正常人可能畏惧死亡 选择后退 但国家其中的一些感染者 却因为失去了思考能力 完全盲目地向着仓库方向前进着 更让周林等人感到担心的是 难民潮的宽度在不断拓展 因为小山仓库这里前进受阻 后面的难民 如同被堤坝暂时阻拦的洪水 开始自然而然地向两侧延伸 然后继续前进 挡不住 周林和于昊轩等人都知道 单凭他们十来个人挤门火炮 或许能杀死几千人几万人 但只要这些人不畏惧死亡 那么最终还是挡不住的 毕竟五门火炮 根本不可能守得住三百六十度来犯之敌 更何况 其中还有大量的感染者 你们先打扎 周林咽了口唾沫 通过卫星电话联系上了叶星小 我干 你们是把我的警告 当成耳边疯了是吧 都说要守住边境线 守住边境线 现在我周围至少有几十万神牛国的难民 其中还有大量的感染者 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 什么情况 严守边境的命令早就下了 怎么可能你现在在哪里 我马上问问 不管上面的态度如何 叶星小是绝对相信周林的 他这条老命 可以说都是周林给的 现在周林那边遇上大问题了 叶星小起会不急 几个电话后 叶星小的脸也黑了下来 不仅是距离小山仓库的旅籍驻地 出现了问题无法联系 还有好几个团籍驻地 也是同样的情况 从地图上看 这些驻地都是 直接跟神牛国接壤的那些哨所的 后勤支援驻地 绝不可能是难民干的 同属一个军区 叶星小是相信那些 同僚们的战斗素养 他们或许可能输 也有可能战死 但绝不至于在战斗发生后 一点消息都传不出来 要么就是神牛国在这些地方 实施了全凭断阻塞 可如果是这么大规模 大面积的干扰 下国电子战部门不可能不知道 更何况 神牛国的电子信息技术 不是瞧不起他们 还真做不到 将下国边境线上那些哨所的通讯 完全阻断 叶星小的报告层层上报 很快就传到了最高领导层的耳朵里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可以说 但凡是有牵连的人 都觉得心中沉甸甸的 重大失误 极其严重的错误 紧急召开的会议上 下国领袖拍案而起 关于周灵上报的末世出血热 最高层基本都是相信的 相关的方案也制定了 也下发了 边防也汇报了 相应的制度也执行了 为什么还会出如此巨大的篓子 一个小山仓库不算什么 十几个士兵 其实也不算什么 甚至哪怕周灵就此陷在里面了 站在国家的高度来说 也不算什么 关键是 下国现存的几亿人民 将会因为边防军的失职 而陷入巨大的危机当中 情报部门 昨天整理出来的情报中 还列举了神牛国目前的惨状 一座座城市上空 竟是焚烧尸体的黑烟 母亲河边城排成排的尸体 被投入其中 漂浮在河面上的尸体 甚至直接阻塞了一些 河道拐弯的地方 以至于随着局部升高的水位 倒灌净零食的聚集典礼 然后引发新一轮的疫情传播 甚至是新的病毒疫情 短短几个星期 大数据显示 神牛国感染者已经超过十分之一 两周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五十 也就是说 漠视出热血 已经在神牛国导致超过三千万人死亡 七八千万人感染额 而这个数字还在疯狂增长之中 如果让这样的病毒流传到下国 后果会是怎样 相关专家也做出过估计 超算也模拟过 结果只能用惨绝人寰来形容 正因为如此 边防出现的问题 才让高层如此震怒 这简直就是拿下国的老百姓和国运来开玩笑 不管是谁 不管是什么职务 查 只要查出问题的 一律不得姑息 我甚至建议 可以恢复一部分酷刑 否则对不起那些死去的老百姓 下国领袖的震怒发言 为后续行动确定了基调 只不过 这些对于周灵 于浩轩 和小山仓库来说 都太遥远了 天色蒙蒙亮的时候 小山仓库 已经被难民朝彻底包围 即便周灵 能拿出来再多武器 连续奋战了一个通宵的战士们 也没剩下几分力气了 第277章 被迫退入仓库 小山仓库被神牛国人包围 南方边境被全面突破 若不是漠视 先不说这样的事情能不能发生 即便是发生了 以下国漠视前的兵力投放能力 和军队素养 那真是一个小时内 集结两个小时到位 三个小时就能开始收复失地 然而小山仓库 虽然第一时间向上级汇报了情况 结果熬战了六个小时 仍旧等不来援兵 于昊轩身心俱疲 看着越来越多的难民 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退进仓库吧 周灵用嘶哑的嗓音说道 他其实也很累了 尤其是精神上的 连续不断地利用空间搬运物资 即便食物方面有保证 精神上也接受不了 况且 这样持续战斗 本身就很耗费人的精神 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周灵甚至没有时间去弄清楚 周围究竟有多少神牛国的人 或者说 这个包围圈究竟有多厚 小山仓库 本身是在深深的山腹之中 外面只有个出入口 按照下国的习惯 这个出入口 是绝对能够抵抗 近距离河报的牢固程度 别说这些近乎赤手空拳的人 就算是搞一支工程队来 也未必能在短时间内破坏大门 所以 周灵才会这么提议 不是于昊轩脑子不好使 主要是他一直以来的使命感 就让他压根没有想过 要退守到仓库里 连仓库大门都守不住 还好意思叫做守备部队吗 更何况 一旦进入仓库大门 基本上就真是被堵死在里面了 万一上级派来援军 想要搞个里应外合都很难 然而 实际上 现在于昊轩和剩下的战士 也没有多余的力气 去里应外合 连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走路都打哆嗦 时间紧迫 摇摇晃晃的难民 距离阵地 只剩下不到百米距离 得亏这些人 也没什么精神 也没有百米冲锋的精神 基本上都是晃晃悠悠的 才给了周灵这边足够的时间 说服于昊轩放弃阵地 所有人进入仓库 厚重的大门 在备用电源的驱动下 打开了一条缝隙 所有人带着强烈的布干 和疲倦进入仓库 周灵是最后一个进去的 他顺便将刚刚从附近 收入空间里的大量土石 倾泻在了大门附近 倒不是想要用这些土石 把大门堵死 仅仅只是 为了制造一个极为狭小的工作面 如此一来 那些难民破坏大门的时候 就很难大手大脚 无法从整个面上展开破坏工作 其效率就会变得极其低下 除非他们先把这些土石搬走 问题是搬运这些土石可不简单 没有工具 也没有异能的情况下 怕是要个一两天的功夫才行 周灵这也算是因地制宜了 等到进入仓库后 周灵又提醒于昊轩等人 先去生化消毒室 进行全面消毒 将使用过的生化伏密封号 然后二次消毒 然后才能进入仓库的公共空间 原本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 可谁也没想到 在消毒的过程中 有位叫做宁希的小同志 不仅身上的生化浮游 严重破损 而且她本人身上还有伤口 而她却根本不知道 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 如此激烈又持久的战斗 宁希对此没有印象很正常 当看到于昊轩等人慎重的脸色 小战士都快要急哭了 队长 你们别这样 赶紧给我找个房间 单独隔离啊 可不能把你们给害了 小西 于昊轩有些哽咽 如果说宁希是牺牲在战场上 或许大家不会那么悲伤 毕竟那是战士的宿命 然而眼前的这种未知 才是作为煎熬的 没有人知道 宁希是否已经被感染 同时也就没人敢保证自己 一定不会被感染 先隔离吧 周灵轻叹 她能体会于昊轩这种感受 只要末世没有结束 这种事情就会频繁发生 直到活着的人麻木为止 再过的几年 无论感情多么丰富的人 都不会因为类似的事情有所触动 除非真正是心中极为重要的人 否则顶多就是滴下一颗眼泪 而其中大半还是因为 吐死湖杯 淳亡齿寒的缘故 好在经过反复确认 除了宁希之外的11个人 包括于昊轩在内 都没有问题 当大家经过半个小时的消毒程序 进入仓库公共空间时 整个小山仓库 被神牛国难民彻底占据了 纵然是难民 其内部也会在长时间的筛选中 自然而然出现一些领导人物 此时就有一群领导人物 在研究小山仓库的大门 他们当中 不乏有对下国了解的人 判断出 这里应该是一处针对神牛国的 战备物资仓库 里面肯定有相当数量的食物 关键是 还有他们十分欠缺的武器 其实他们当中 有一些人是有武器的 只不过小山仓库守备 对这边不按常理出牌 上来直接就是榴弹炮洗的 傻子才会让 好不容易到手的武器 去跟炮弹硬钢 现在嘛 大家伙 当时都把武器给拿出来了 但更多的原因 还是为了防备同行 同行是冤家嘛 僧多周手 一个战备仓库物资再多 也肯定不够几百万人吃 虽然这条路线上 没有百万那么多 只要消息传出去 分分钟就会有难民 从几公里 甚至几十公里外扑过来 要开门 一个中年神牛国男子 摸着他的小胡子道 是要开门 必须开门 所以 摩托车呢 嗯 摩托车 开门跟摩托车有什么关系 没有摩托车 我们神牛国 还会做什么 我们军队的精华 不就是摩托车 你是不是刷下 国视频软件刷傻了 我们军队的精华 是摩托车 那是左轮手枪 也不是 哦 我知道了 快 去看看有没有在 保莱坞上班的 让他们来开门 蠢蛋 你有没有脑子 保莱坞有个屁用 那还不如我们国家的政客 他们吐口水 都可以开门 现场着实有些混乱 这些神牛国人 说话仓库里也能听见 只不过完全听不懂 周灵可没有学过出声说话 更何况是外国的牛语 好在如今的翻译软件 已经很强大了 不联网的情况 也能进行翻译 至少大致意思 他是听懂了 所以这些神牛国的人 都是长胳背的鲨鱼 还是横河水 罢了 神牛国人是什么德行 世人都懂 跟南棒子人 就是一双火宝 世界大家庭里的卧龙凤厨 南地北盖 眼下周灵真正该考虑的 是接下来怎么办 第278章 China China 高达 周灵相信 国家不可能不管 纵然是漠视 但凡有能力的国家 依旧不会允许 主权受到侵犯 只不过目前的条件 高层必然应当将 阻挡神牛国难民流动 作为首要任务 否则 一旦让病毒流传开 后果就会极其严重 至于说 边防驻军和哨所出现的问题 以及小山仓库 相比之下 就要微墨太多了 高层是否知道 周灵在小山仓库 并不会改变事态的轻重缓急 所以 周灵认为 坐等候员怕事很难 必须要开展自救 周同志 别叫我同志了 听起来怪怪的 周灵白手打断 有气无力的余浩轩 我比你大点 叫我周哥也是可以的 周哥你不用担心 那些人肯定进不来 咱们仓库的大门 就算用炮轰 也不容易轰破 结实着呢 是吗 周灵心想 这只是 你不知道 一群恶疯了的人 会做出什么疯狂的事情 只要告诉他们 这里有吃的 他们用手指抠够 能抠出个通道来 千万不要用你 正常社会里的人 去衡量末世里的人 能做出来的事情 但凡是那样做的人 往往骨头渣子 都不会剩下 吃点东西 先休息吧 周灵刚 安抚完了余浩轩 通讯器就响了起来 叶司令 有事吗 你在那个小山仓库 边境那个 叶星小显的既惊讶 又急促 是 真的在啊 我刚刚收到上面的消息 目前的情况是 神牛国有超过 八百万以上的难民 穿过了国境线 边防驻军和哨所 究竟什么情况 还不得而知 上面希望你能够 帮助小山仓库 如果实在守不住 上面同意 你将小山仓库里的物资 都带走 但前提是 一定要护住 小山仓库守备队的人 二 你们是在开玩笑吧 周灵其实想过 实在不行 他也可以冲出去 然后直接利用飞行器离开 仓库里的电池是充足的 待他和烟熏离开 肯定不是问题 但余浩轩他们救 小山仓库虽然大 但周灵的来福浩 和常微浩 两个存放空间也不小 全部装完 当然不是问题 但如果要周灵 务必保住于浩轩等人的性命 还要带他们安全离开 真当他是超人啊 就算是超人 面对数百万 恶疯了的难民 其中还有大量致命的感染者 那也是无能为力的 其实上面也不是逼你 只是知道你能力大 希望你能够尽力 对于守备 对个人来说 他们都是每个家庭的顶梁柱 对于国家和全人类来说 他们都是宝贵的种子 所以 行了 行了 既然你都说尽力 那我就试试吧 顺便跟你说一声 他们当中 已经有人可能被感染了 目前正在隔离中 夜星小那边沉默了片刻 没有快速测定的方法吗 我又不是研究这个的 周灵道 三天吧 如果被传染的话 三天之内就会出现一些特征 三天没有出现他 就有一半活命的机会 那你们能坚持三天吗 三天其实也是周灵 对仓库几层大门最大的估计 毕竟门外就是一群疯子 上百万的疯子 结束了与夜星小的通话后不久 于浩轩也收到了上级的信息 大致内容跟夜星小说的差不多 唯一的区别就在于 上级直接解除了他们的身份 让他们以自由之身选择 今后是否要跟着周灵 之所以会有如此奇怪的命令 上级部门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正如夜星小说的那样 站在国家和人类的立场上 于浩轩这批人 只要活着就是最大的贡献 是什么身份反而不重要了 不得不说 于浩轩的上级 无疑是很通透的那种 即便是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 于浩轩他们做的也够了 已经尽到了他们作为军人的义务 人应该为国家贡献 但不应该一直为国家贡献 不能因为他是个好人 就一直利用 不能因为是个老实人 就一直欺负 如果不能给他们幸福 那就该放手 让他们自己去选择 接到命令 于浩轩有些茫然 末世前 他曾经设想过 离开队伍后的生活 什么样的都想过 唯独没有想过末世 周哥 你能带我们安全离开吗 思索了好一阵子后 于浩轩总算慢慢摆正了位置 应该我现在只能说尽力 这个周灵 是真没有办法保证 他甚至连带着 众人离开的方法 都没有想好 硬冲 陆小峰肯定不行 哪怕是最豪华的房车 又经过改造 但毕竟只是一台车 除非 小山仓库没有坦克 只有几台军用越野车 猛士 通常情况可以应对 但面对人山人海的时候 周灵真没有信心 杀出一条血路来 其实有一条路 完全可以解决 目前小山仓库 乃至边境的困境 何无洗地吗 反正小山仓库的大门能抗住 核爆三天后 穿上防化服 躲在猛士车里 冲出辐射区 肯定不是问题 至于说 核爆会对周边环境 造成怎样的影响 呵呵 反正周灵是不在意的 然而 高层肯定不会同意这种计划 一方面 现在的战略级核导弹 适用一枚少一枚 鬼晓得将来时局会怎样变化 万一遇上国家级的力量入侵时 没有足够的核武 怎么保护自己 再说了 这边人口再怎么洗手 总有存活下来的吧 直接变成牺牲品 最后还要考虑国际上的影响 攻打岛国舰队 扣押漂亮国航母 那都是军队的事情 跟平民无关 而用核弹洗地 仅仅只是为了解决麻烦 和消除隐患 恐怕别说外国人了 国内的很多圣母 都会口诛笔伐 口诛笔伐也就罢了 关键还是担心 这种舆论在民众中 形成不好的思潮 在漠视这种环境中 彻底对国家失去信心 正所谓人心散了 队伍就没法带了 不管最后采取哪种方式 都要等到三天之后 因为小战士宁熙还被隔离着 周灵不能冒险 带着他一起离开 想来于浩轩等人 也不会同意 将宁熙一个人扔在这里 那就等三天吧 为了避免家里人担心 周灵并没有将眼前的实际情况 给周才军和程压力说 可这些事情 却瞒不过周力 没有提周灵面临的困境 周力反而像是唠家常一样 对周灵道 龙博项目已经有些眉目了 啥意思啊 字面意思 常微号就是个宝 我看过了 建造一两台试验机的材料还是有的 实在不行 我就拆了那台高达 第279章 全军覆灭的节奏 龙博计划 目前是周力的重点工作之一 周灵曾经问过 为什么如此看重龙博 对此周力解释说 这是那个周力留下的 最为重要的一个安排 其最重要的意义 就在于 龙博不仅可以让 异能者进化者变得更强 还能赋予普通人崛起的能力 即便到末世12年 异能者和进化者 仍旧只是少数 曾经人们所期待的全民进化 并没有真正实现 反倒是异能者进化者 渐渐变成了 超越普通人类的存在 高高在上的神灵 或许那个 周力心中有个世界大同的伟大梦想 好像但凡是智商超凡入胜的人类 总会有些在普通人看来 不切实际的期望 而人类真正的进步 往往就是沿着这些不切实际的期望 所开拓出来的方向 一步步地迈进 除了转移给小周力的这些想法之外 末世12年的周力之所以务必重视龙博计划 还有个原因 就是用途 除了几个别异能者之外 即便是进化者 也不具备离开地球生活的能力 也就是在太空或者其他星球活下去的能力 然而周力觉得 人类离开地球只是迟早的事情 从末世后发生的种种灾难表现出 地球明显是在排斥着人类的存在 如果有朝一日 人类穷尽能力 也无法继续在地球上生活时 那么踏入星空 寻找新的落脚点 就是必然的趋势 大周力所在的世界 因为种种原因 这个目标基本上是无法做到了 除非全人类团结起来 所有异能者进化者 所有残存的国家组织 抛弃往日的恩怨陆利合作 或许还有几个百分点的可能性 但在周灵身处的这个维度 大周力觉得 还是很有希望的 至少周灵的异能 在大周力看来 就是踏入星空最好的异能 没有之一 只要能够帮助周灵 一步步成长起来 或许在将来的有一天 他就真的可以成为 人类真正踏入星空的先驱者 有了他作为榜样 其他人类也许就会放弃成见 踏上真正的人类进化之路 从这个角度来讲 又或者地球意志 对人类的种种折腾 其实就像是父母对待子女一样 没有被抛出过鸟巢的小鹰 是永远无法张开翅膀 拥抱蓝天 所谓的漠视 也不过就是地球意志 在逼迫人类走出舒适区 只不过 其使用的方式对于人类 尤其是个体来说 过于残酷和残忍 而且也忽略了个体差异 带给人类的变数 难怪在很多宗教里 都将贪婪列为人类的原罪 或许从人类的基因中降 这一条给抽掉的话 世界早就已经截然不同了 时间在等待中 飞快地溜走 正如周灵说的那样 不要用常理去衡量一群疯子 尤其是恶疯了的疯子 小山仓库的第一道防御门 仅仅坚持了不到一天 就被打开了 那些神牛国的难民们 每人一根打磨锋锐的钢签 硬生生将大门周围的山体给挖开 使得大门失去支撑 轰然倒下 如果不是神牛国人 经常性的脑子进水 没有反复研究挖掘的方向和程度 以至于几百吨重的大门 向内部倒下 大大延迟了他们继续破门的效率 或许后面两层大门 还不够撑到第三天 早上八点 仓库里虽然看不到阳光 但生物中依旧存在 周灵睁开眼睛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观察宁溪 小战士可能是因为累了 并没有起来 周灵在隔离房外 看到了处立在那里 你看小战的情况于浩轩满脸稀迹 眼神中尽是渴望 可能 在宁溪的脸上 和暴露在外的胳膊 手背上 并没有看到明显的红色斑痕 但这还不够 周灵把人叫醒 让他脱衣裳 好在大家都是男人 又是军人 确实没啥害羞的 几分钟后 周灵长长地吐了口气 可以了 但你还是要待在隔离室里 毕竟我也不敢百分之百保证 只能说你运气应该不错 还有就是 周灵话还没有说完 身后忽然传来一声惊呼 紧跟着就是众物倒地的声音 胡伦怎么了 怎么会晕倒的 没休息好吗 于浩轩忙着指挥大家 把晕倒的战士胡伦 扶到行军床上 站在一旁的周灵 却皱起了眉头 如果刚刚没有看错的话 所有人都退开 马上去消毒室洗消 周灵第一时间 摸出生化房具扣在脸上 随即大声喊道 于浩轩等人 大多没有反应过来 只有隔离室里的宁溪 一脸惊恐 指着胡伦连连跺脚 他好像是想起了什么 但在隔离室里说话的声音 基本传不出来 以周灵的耳力 也就只听到了换衣服什么的 完全不清晰 他可能被传染了 此时周灵真的很想骂娘 明明反复强调过病毒的危险性 也反复说了 一旦出现可能感染的情况 必须说出来 该隔离就隔离 绝不能有侥幸心理 为什么就会有人不听 胡伦还是个老兵 如果他明知道 有被感染的可能 却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隐瞒真相 那就太可恶了 看着手忙脚乱 换上防护服的于浩轩等人 再看看隔离室里 满脸悲切的明晰 周灵忽然觉得 说不定这小子 才是最大的赢家 这两套衣服给你 消杀完了你再来拿 干 周哥 你你们不会有事吧 不好说 那边 于浩轩等人 正在检查胡伦的情况 当脱去胡伦的上衣后 可以清晰地看到 一处处红色斑痕 指甲盖大小 四散分布 像是长在胡伦身上的 一张张鬼脸 周灵只是瞥了一眼就知道 没错了 漠视出血热 传染性极强 杀伤力极大 没有特效药 自我痊愈的可能性 没人知道 异能者和进化者 能不能免疫这种病毒 因为上一世出血热流行的时候 并没有异能者和进化者存在 或者说没有公布过 自然也就无从参照 或许这种病毒 根本就无视个体差异 只要是人 就有几率被感染 在仓库这个完全封闭的环境里 被感染的可能性 几乎是百分之百 也就是说 除了隔离室里的宁西 和已经确定感染的胡伦之外 包括周灵在内 没有一个人敢说是安全的 完蛋了 周灵想到 第280章 意外的感染者 胡伦醒了 面对一个个穿着生化服的铜袍 他愧疚地低下了头 胡伦 你先去另外一个隔离室吧 于浩轩摇了摇头 他原本有很多话想说 但跟胡伦的眼神对上后 都化作一声叹息 我 我真的被感染了 所以 你就是知道对吧 周灵走过来 隔着头盔俯视着胡伦 你是跟他们都有仇 血海深仇吗 没 没有啊 怎么会胡伦笑得比苦海难看 道 没有 如果真没有话的 为什么要隐瞒你 暴露过的事情 宁西都说了 你隐瞒真相的结果 就是现在所有人都有可能被传染 是 我只是个外人 可他们呢 他们跟你可是朝夕相处的战友 你们彼此认识最长的 都有五六年了吧 天天一起吃一起住 一起训练 怎么 你是怕自己黄泉路上太孤单 所以准备带上哥几个一起 那你好歹 也问问他们的意见 同不同意啊 我没有 胡伦猛地站起来 挥舞着手臂道 我没有 我真没有 我 我只是觉得暴露了一会儿 不可能那么巧 不可能 对 是你在骗我们对不对 这 这种红斑太正常不过了 我们夏天被虫子咬了也长 都差不多 根本没有什么病毒 队长 他是在骗我们 骗我们的 胡伦越说越激动 眼看着食指 就要抓到于浩轩的防护服了 周灵抬腿一脚 就飞踹了过去 滚 倒飞到墙角的胡伦 发出一声惨叫 此时守备队员们才惊觉 原来周灵的身手这么好 一脚踹倒人不稀罕 但能够被胡伦 这样一个重百多斤 一米七八的汉子 直接踹飞出去 这还是人能干的事 队长 他 他打我 胡伦爬起来 脆出嘴里的唾沫 指着周灵 还想继续吵闹 于浩轩忍不住大吼 够了 胡伦 你 你给我进去 进去 如果胡伦影响到的 仅仅只是他徐浩轩 或许他还没有那么生气 可除了他之外 还有包括周灵在内的九个人 都有可能因为胡伦 而被传染上这个超级病毒 这已经不是道德品质的问题 而是对军人这个身份的玷污 凭什么 啊 凭什么 被于浩轩这么一吼 胡伦也终于爆发了 他唾沫横飞 口鼻里还有一丝丝的血痕 喷溅出来的唾沫星子 清晰可见 凭什么就我要承受被传染的风险 你们就可以安安全全地回家 不是说 大家一起同生共死吗 不是兄弟吗 那俩啊 一起来啊 姓余的 你命好 大学生 来了没几年就开始提干 现在还当上了队长 这次要是活着回去 肯定又要升官了吧 你不是经常说 当官的 就该身先士卒吗 来 你把防护服脱了 脱了 我就任你当领导 脱了我就给你投票 以后我给你投一辈子的票 敢不敢 不敢了吧 放屁 虚伪 你们都是一群虚伪之人 还有你们 平常熟一口一个个 怎么 现在不叫了 因为我被传染了 什么兄弟情深 都特么是放屁 因为周琳的威慑 胡伦倒是不敢再往于浩轩等人方向凑 但他的情绪异常激动 以至于身上的红斑颜色 变得越来越鲜艳 仿佛是因此而受到了什么刺激 以至于病毒的分裂更新 都加速了似的 于浩轩等人不知道该怎么说 胡伦被确诊感染了 但他们却提不起安慰他的心情 只是因为 他们现在有没有被感染 还是个未知数 没话说了吧 都被我说中了吧 我算是看透你们 如果 胡伦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顶在额头上的枪口 给憋了回去 你 周哥 不 闭嘴吧 我可没那么好的皮性 你 行 你开枪啊 反正照你说的 我是没有活路了 那你开枪啊 别忘了我的身份 到现在 我依然是下国的现役军人 你开枪射杀现役军人 要承担什么罪名 你知道吗 啊 怕了吧 你收枪做什么 来啊 胆小鬼 你有本事放开我 放开 周灵的确把枪收起来了 倒不是敢不敢开枪 而是如果用枪结果 肯定会血肉横飞 对于感染了末世出血热的人来说 这样并不好 搞不好会污染整个仓库 那才真是一颗老鼠屎 坏了一锅汤 所以 周灵把枪收起来 直接上前 一把掐住了狐轮的咽喉 耳朵里立马就清净了 周哥 怎么 你要为他求情 想想你自己 再想想他们几个 如果他是无辜的 那你们岂不是更无辜 我为什么不对宁希动手 就因为宁希他是男人 他值得我尊重 但他不行 我不管他过去是什么身份 当我决定留下来的那一刻开始 你们就已经不再是军人了 胡浩轩你不会还没有告诉他们吧 周哥 我 于浩轩确实有点侥幸心理 作为一个正常人 正常情况下 必然会更相信国家 而不是周灵这样一个个人 在诸多探寻的眼神下 于浩轩一咬牙 点头道 是 上面是这样命令的 但不是也说了 要给他们选择权吗 没问题 你们愿意跟我吗 可能会生的可能性 应该更大一些 如果你们不愿意的话就算了 最好你们 所有人都不同意 那样我就可以 周灵刚说到这里 就感觉不对劲 低头一看 原来是胡伦正在试图 用手抠开他的防护服 果然 有些人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 总以为别人就该让着他 欠着他 蠢货 脸上闪过一丝轻蔑 周灵甚至没有太用尽 就直接捏碎了胡伦的颈骨 不是咽喉 而是整个 他手掌握住的部分的骨头 强大的力量挤压下 胡伦的蹊跷里头 躺出血来 不过还没等这些血落到地上 周灵就已经一把将胡伦的尸体 塞进了一条果实袋 可以完全密封的果实袋 无疑是切断传染的最好方式 于浩轩眼中多少还是有些不忍 别过头去 不再看已经咽气的胡伦 谁有意见 将果实带风好后 周灵起身 眼神从于浩轩等人脸上一一扫过 还有什么问题 你们可以回头再问 现在 我们该走了 走 外面 周灵懒得解释 而是拎着油桶 去给仓库里的舞台东风猛试加油 他可不想因为煤油而被堵上 更不愿意为了这些身外之物 而送了他的小命 再不走 就真走不了了 周灵将车钥匙扔给于浩轩 和另外二个人 除开已经能死掉的胡伦 周灵打算三个人一台车 冲出去 第281章 海太岁 离开小山仓库之前 还有一件事 收取物资 周灵再次为他的失误 而深感后悔 没有月时的补充 想要收完整个仓库的物资 简直就是一种折磨 好在这种折磨是有收益的 除了渐渐充实的来福号 和常微号存放空间之外 周灵的艺能经验值 也会逐步提升 到了高级之后 经验增长确实是越来越慢了 但总是会涨的 周灵不知道 周灵也不知道 艺能在突破原有的层次后 究竟会出现怎样的变化 末世12年的周灵 仍旧没有听说过 有哪个艺能者能突破的 甚至于 如果不是周灵说起 周灵甚至都不清楚 艺能还有初中高三个层级 或许所有的艺能者当中 就只有周灵 因为重生的关系 能看到数字化的艺能和进化度 本以为半天 就可以搞定的事情 结果周灵忙了整整一天 小山仓库的物资总量 并不比来符号 或者是常微耗手 而且零零碎碎的 也没法一蹴而就 再说 眼下这种情况 周灵也不敢任由能量耗尽 甚至是亏空身体去强行收取 只能收一会儿 吃一会儿再歇一会儿 耽搁的时间自然就长了 然而 这里最难受的人 还不是他 胡伦虽然死了 尸体也被装进密封袋 进行无害化处理 但与浩轩等人 却踏实不起来 他们无法确定 有没有被病毒感染 又有谁都可能被感染了 为了自己 也是为了其他人 他们只能 将自己封闭在防护府里 忐忑地等待结局 也不知道变异兽 会不是感染应该不会 八 反正没听说过 眼看着只剩最后一个 房间的物资了 周灵打算喘口气 先把能量补充好了 才一气呵成 他看到烟熏打着哈欠 趴在不远的地方 一双猫眼 却是死死盯着 最后那个房间的阻隔门 烟熏 烟熏 嘿 你个傻猫 嗯 烟熏猛地回头 比婴儿拳头 还要大的眼珠子 瞪向周灵 仿佛在说 你再叫一个试试 信不信试试就试试 好吧 这只是周灵的揣测 事实上 烟熏很快就站起来 迈着轻快的步伐 走到隔断门前 抬起爪子挠门 停 寡蹭的声音 让周灵浑身冒出鸡皮疙瘩 这种折磨二阶进化者 都扛不住 简直比蓝月月的 精神冲击都恐怖 难道 看见烟熏虽然停下来 但仍旧用迫切 想要进去的眼神 看着自己 周灵心中一动 立马放弃了继续恢复 拿出于浩轩给的钥匙 打开了沉重的隔断门 干 大海的气息扑面来没错 就是鱼人码头的那种气息 还是大夏天 太阳升起来后的那种 怪不得香薰表现的那样幸福 果然是狗改不了吃屎 喵 别误会 烟熏并不是听到了周灵的心声 他只是单纯地在询问周灵 能不能进去 去吧 周灵挥挥手 他并没有打算 将这个仓库里的物资收起来 如果里面都是海货 而且还是蜜蜂不怎么好的海货的话 问题是 一个军方的战备仓库蜜蜂工作 能如此敷衍 香薰已经溜进去了 没等周灵打定主意 是否要进去时 仓库就传出动静来 但 又怎么了 周灵凭住气息往仓库里冲 虽然可以不呼吸 但仍旧觉得辣眼睛 灯光有些昏暗 更不可思议的 是凌乱 各种包装箱纸箱木箱 仿佛被遭了贼势的四处散落 一些纸箱已经明显破损了 不知道曾经躺出来过什么液体又挥发了 以至于在地面上留下来深浅不一的痕迹 像是长期放置过垃圾箱的区域 一排排储物架 遮蔽了周灵的视线 但灵敏的听力 让他仿佛看到 烟熏正在这间仓库最里面的位子 跳跃扑动着 老鼠吗 不应该啊 这种等级的仓库强体 根本不会留下老鼠出入的机会 而且从大门进来 到处都有诱捕老鼠的设施 于浩轩他们肯定也会经常检查 以下国士兵们在这方面的素养 理应是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来的 直到周灵亲眼看见 湘熏正在玩的东西 或许那东西 就不能说是什么东西 而是一坨大垃圾 毁动的垃圾 阵阵恶臭 从其花花绿绿的身体散发出来 然而湘熏却好像特别喜欢那种味道 不停地在这堆占据了五六个平方 最高点大概有七八十公分 不停缓慢移动躲避的玩意儿身上跳来跳去 时不时还会甩头咬下一小口 然后便兴奋地摇头晃脑 跟喝嗨了似的 这特么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怎么冒出来的 如果周灵见识和学识储备足够的话 眼前这一坨东西 或许会让他联想到一种很特别的生物 太岁 世界上关于太岁的报道很多 尤其是在网络时代 基本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相关的新闻冒出来 然而直到现在为止 人类对于太岁这种生物的研究 依然是不完整的 有专家认为 太岁就是一种年菌和真菌的复合生物 这种说法 或许可以解释太岁的一部分特性 但年菌和真菌 为什么能够表现出相对统一的 动物性的应激反应 难道说 当足够多的年菌和真菌生活在一起之后 就具备了最基本的动物智慧了 单台主机算力不够的情况下 通过网络 将联网的主机算力加在一起 就可以充当超算了 然而 如果要说太岁是一种动物 好像也不对 因为不管是无脊椎动物 还是脊椎动物 就没有一种 能够像太岁这样水无常形 不仅身体组织可以随意变形 还能随便切割 只要不被剁小到一定程度 太岁都能表现出其生命力 最后一点 就是很多人形容的 这玩意儿 就算是放在水缸里什么都不胃 也能长 而且长得还不慢 但从这点来说 恐怕只有植物才有可能 或者 人类压根就不该用来定义 动植物的标准 去定义太岁这种东西 更何况 并不是每次发现的太岁 都有同样的特征 此时正在被烟熏 不停捉弄的玩意儿 其实也只是符合一部分 太岁的定义 黏乎乎可以变形的身体 移动后的表面上 会留下一层粘液 对外界刺激 有一定程度的反应 周灵不懂太岁 但他在仔细观察后发现 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 竟然是各种各样的干货 破案了 在仓库里翻箱倒柜的 应该就是这个家伙了 可他究竟是怎么进来的 又是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大的 第282章 杀出重围 不知道 于浩轩看见海货太岁时 也惊讶得半天没说出话来 通常情况下 他们并不会打开密封的隔断门 对每个仓库进行日常检查 一方面没必要 二来也是杜绝某些不必要的麻烦 隔着防化服 都能感受到于浩轩的惊讶 不似作为 倒也是在周灵此前的预料之中 从烟熏的反应来看 这玩意儿 对变异兽 肯定是有好处的 周灵想了想 便找出来一个足够大的桶子 然后将海货太岁缠起来 塞进大桶子里 这个大桶 原本是用来装储水的 五吨的体积差不多 竟然被海货太岁给填满了 只不过周灵试了试 并没有真正五吨水那么重 说明海货太岁的比例 应该是比纯净水要低一些的 这也很正常 大多数被发现的太岁 基本都是漂浮在水面上的 这样一个蓄水桶 在盖好后 尺寸正好能塞进一辆 专门改装过的皮卡车箱里 当初周灵改造这辆皮卡的时候 原本目的就是用来运输水 或者是油料的 只是没想到 今天竟然派上用场了 海货太岁被收起来之后 烟熏一下子没了兴趣 一头钻进皮卡车里不出来了 都准备好了吧 如果说于浩轩 原本本突围而出 没有信心的话 在看到周灵 往皮卡车顶棚上 架设机关枪后 他心中又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 限制六管加特林发挥的 只有弹链的长度 然而 这里可是战备仓库啊 只要人坚持得住 于浩轩觉得 加特林的火蛇 就不会有停下的时候 其实 用加特林来打一群 手无寸铁的人 跟用105榴弹炮也差不多 区别只是 最后细碎的程度不同 而不是生与死 改造皮卡打头 周灵负责开车 火枪手宁西和黄成红 后补层豪 随后第一辆猛士于浩轩开车 两个人负责射击和补位 然后是第三辆第四辆 当仓库们缓缓升起时 外面的难民们 纷纷坐鸟受散 只有远处那些领袖们 纷纷眯起了眼睛 我就说 他们顶不住吧 里面的物资 可要按刚刚说好的分 杰米 要加 艾米 要加 要什么加 这里不能久留 万一下国反应过来 我们就只有被杀的命迭唱了 都什么时候 还唱鸡米鸡米 那是什么东西 周灵当初改造皮卡车时 就一个目的牢不可摧 除了车身车窗的加固之外 就连车轮都进行了相应的更换 用上了缺气保用胎 也就是所谓民间防弹轮胎 另外 最重要的禁排气通道 也进行了适应性调整 大大增加了涉水深度 一米左右 完全没有问题 此时正值日头最毒辣的下午两点 纵然有密密麻麻的林木 但因为冬夜的缘故 都是光刷刷的 根本无法遮阴 那些的难民 本就是有气无力的 当皮卡车冲出来的时候 有些甚至连及时躲避的念头 都还没反应过来 就已经被武装到牙齿 57排辆的皮卡车 直接撞飞 或是卷入车底 真是连基米都来不及喊 便去见了师婆 如果师婆愿意接受他们的话 皮卡车沉重的身躯 带着巨大的惯性 压根不会因为区区几个人 就有丝毫颤抖 在周灵的掌控下 仍旧四平八稳地往前冲着 终于有人反应过来了 提起武器开始射击 然而 无论车身的防御 还是下国产的防弹玻璃质量 都是杠杠底 普通子弹敲打上来 也就跟冰雹的效果差不多 别说击穿 角度稍微差点就 只有个划痕 根本不够 让周灵多看一眼 跟着皮卡后面的猛士 同样是针对山地设计改造的 不仅速度不差 就连抗作和动力 都是一等一的 这些年下国造车技术 其实没得说 尤其是一线军用品 那真是没得说 毕竟出了漏子 是要千夫所指的 谁也不敢在这上面做文章 之所以于浩轩等人 一开始没想过 采用这种方式突围 主要还是因为 在他们心中 仍旧把神牛国的难民 视作同类 周灵则不会 别看他平时 好像四平八稳的样子 其实骨子里 没多少人情味 除了家人之外 也就血脉的原因 对国家和民族 还有点念想 其余的他都可以无视 不过外面的难民数量 实在是太多了 层层叠叠包围之下 皮卡都没法保持速度 这个时候 周灵命令宁熙 开火 一年才二十出头的宁熙 握着加特林的枪 把脸上却露出了犹豫 你他妈是杀臂吗 没杀过人 想想边防上那些 驻地和哨所 跟你穿一样 军装的人 他们不会都叛变了吧 如果没有叛变的话 你觉得 是谁杀死了他们 特么的不幸 就给老子滚蛋 满地的血肉 开始让车轮出现打滑 即便是强力四驱 也无法保证 皮卡车的稳定性 越来越多的人潮涌过来 如同电影里的丧尸 无畏生死 他们很清楚地知道 生命还剩下多少 即便车队里的物资 不会太多 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拖一个上路不亏 拖两个就近转 车里面的 可是下果然 宁熙被骂得一咬牙 低声骂了一句国骂后 摆动枪口 狠狠地扣下了扳机 五 又跟枪管转动起来 密集的枪声 像是师婆的吟唱 带着电光火石 接引一个又一个他的臣民 加特林这东西 用来对付探机生命 简直就是个bug 哪怕强如周林遇上 都只能是绕道走 硬扛的结果只有 谁他妈那么傻 除了神牛国这些蠢货 用加特林打这些人 比起打游戏都还简单 扫过去 那就是镰刀割麦子 一排排地倒下 不倒地直接裂开 只要精神承受得起那种冲击 看上去就会无比地过瘾 可能宁熙的年龄还是小了些 才两分钟时间 眼睛就红了 得亏他身边的黄成红 发现不对劲 赶忙将他扯开 握住枪把子 曾豪则是一个耳巴子 抽在宁熙脸上 这才止住了小战士 即将崩溃的情绪 也不能怪宁熙软弱 毕竟正常人都无法接受 眼前犹弱修罗场式的一幕 那些残肢断壁 那些乌血脑浆 即便皮卡车有空气过滤系统 仍旧抵挡不住浓浓的血腥味 一股骨钻进来 熏得人胆战心惊 收割他们都开枪了 咱们也不能掉链子 都给我开枪 第二辆车里 于浩轩咬牙切齿地下了命连 紧跟着是第三辆 第四辆 车队变成了喷射火舌的虫子 撕裂着破步般的难民 缓慢但坚定地向远方延伸 换人 几分钟后 周灵大吼道 第二百八十三章 仓库里的恶魔 黄成红跟曾豪 其实还撑得住 是周灵不满意加特林的效率 越是往外走 他就越感觉到人 反而是越来越多 仅仅依靠加特林机枪的杀伤力 已经不足以支撑 在这人潮人海中 为车队打开一条通道 然而 皮卡车上面并没有很多的武器 毕竟 这只是一台名用车 而不是军队使用的装甲车坦克 小山仓库里 就没有装甲车或坦克 如果有的话 或许事情就好办了 好在还有周灵 改装皮卡车 只有一门加特林 是因为车身结构 以及各方面的属性决定 只适合承载一门加特林 但人不一样 比如火神炮 一种运用了加特林结构 但使用炮弹的大家伙 这玩意儿 最初设计出来是安装在飞机上面用的 后来才运用到其他地方 因为射速的缘故 在飞机里的火神炮往往不会使用弹链 而是专门设计的弹舱通道 对火神炮进行弓弹 很难拿出来单独使用 周灵之所以能够拿出来 并不是拆了F-18上的 而是来扶号仓库里的备用品 所以 当初抢搜航母 当真是非常英明的决定 至少在武器 攻击这方面 周灵基本上是不用担心的 更不用说这次的丰收 当宁熙等人看到周灵用双臂扛起一门火神炮的时候 眼神都直了 曾豪如果不是在开车 估计也会跟黄成红一样 目瞪口呆 看好路 稳住方向 周灵冲着曾豪一声大吼 然后便扣动了电门 火神炮可没有扳机 毕竟驾驶员够不着 当震耳欲聋的炮声响起时 阻挡在车队前方的人群 顿时出现了一条看不到镜头 飘荡着血雾和惨豪声的通道 开车的曾豪 可能是三个人中感觉最强的 毕竟他需要一直看着前方 还得稳住因为后座力 而不停左右 跳动的车身 57声发动机 竭尽全力轰鸣 也只能是勉强保持皮卡车的速度 为了不让自己被逼疯 他只能声嘶力竭地一路大吼 因为强迫睁大眼睛 以至于眼角的皮肤的蹦裂开 在脸上显现出两道争鸣的血痕 人与人不同 即便同样是小山仓库的守备战士 在面对犹如炼狱般的现实时 即便只是神牛国人的炼狱 车队里每个人的想法 其实都不尽相同 有人会紧张之后变得兴奋 也有人的心会渐渐麻木 更有人望着在皮卡上 探出半个身子 抱着火神炮 如同一尊神灵般 发出物理审判的周灵背影 陷入沉思 但不管心里面打的什么算盘 谁也不会傻到 此时此刻说周灵的不是 毕竟那些 在火神炮下哀嚎的神牛国人 可不是在意下国人的想法 在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磨难后 估计但凡落单的下国人 都会被愤怒和恐惧到极点的神牛国 撕得粉碎 然后和血一起塞进嘴里咀嚼 敲骨吸水 也解不了恨 缺乏重型武器的神牛国人 终究还是认输了 血肉之躯 或许可以抵挡子弹 但面对不要前世的炮弹 除了爱好之外 还能有什么用吗 挡不住就挡不住吧 反正仓库的大门已经敞开了 进去抢物资 它不香吗 当然 接下来发现 整个仓库里竟然只有一些 已经臭不可闻的海产品后 那些领头人几乎都疯了 除了怒骂下国人穷之外 只能重新上路 但终归有一些已经走不动 或者疫病发作的人 哪怕煽动仓库里 连耗子都没有一只 却还是选择住下来 或者说 就将这里当成了他们最终的归宿 好歹算是死得其所 至少不用在死之前 还要接受无休无止的爆热折磨 躺在相对阴凉的煽动里 慢慢等待死亡的来临 也不是是一种人生境界的提升吧 大概有超过几万人决定留下来 或者是不得不留下来 以至于原本宽敞的仓库 根本没有足够的位置 到最后那间臭鱼烂虾的仓库 都躺满了人 因为环境太过于糟糕 所以被迫选择这里的 往往是最接近死亡的那一种 当最后几个能走动的人离开后 这间仓库里 就再没有半点亮光 原本用来宫殿的 然后都被周灵给抽光了 怎么可能便宜这些神牛国人呢 黑暗中 有将死者在叹息 有痛苦者在呻吟 也有人已经默默停止了呼吸 或是吊着最后一口气在抽搐 不见五指的环境下 一团团浓淡不同的黑影 仿佛幻化成从冥界来的死神 他们凝笑着挥动镰刀 轻松惬意地收割着死者的灵魂 那嗖嗖的声音 好像就是刀刃破空的动静 而那稀稀疏疏的 应该是被收割的灵魂在哭泣吧 总之 即便有些古怪的动静 还活着的人也不以为然 不想也没有能力去弄个明白 就这样 几天之后 房间里再也没有活人 哪怕是其他房间里的人偶尔想起 都会因为散发出来的恶臭逼退 又过去几天 因为恶臭实在是太过于强烈 也不知道是谁将仓库的大门给关死 反正里面也没有活人了 就当是没有活人吧 直到下国军队 重新掌控这一片后 原本执行任务的军队 是没有打算来清理小山仓库的 毕竟物资都被周林拿走了 上级也不想再为一个废弃的仓库多费精力 如果不是因为留在仓库里 和周围的神牛国人胡乱折腾 甚至想要放火烧山 驱赶小动物出来 供他们冲击 那么那间臭鱼烂虾的仓库 或许也就永远不会开启 如果永远不开启那间仓库 也就不会释放出那只可怕的恶魔 不过这都是后来发生的事情 严格说起来 即便没有周林 这只隐藏在最里面 那间仓里的恶魔迟早也会被释放出来 只不过那时候倒霉的人 大概率就是于昊轩等人了 如果那个时候 他们还活着的话 刚刚冲出包围圈的周林 长出了一口气 看着空无一人的前方 除了倦怠之外 就只有心疼了 为了杀出重围 究竟消耗了多少弹药 他都已经算不清了 反正来符号空间里 光是空掉的弹药箱 就快堆成一座小山了 亏得有四门被用火神炮换着使用 才没有出现 炮管过热导致的故障 但即便如此 其中有两门的炮管都需要更换 回去后怕是要交给陈锋 和陈家兄弟 维护保养上一阵了 周林都不敢告诉程亚里真相 前面山上 找个被阳的地方 安顿下来吧 周林一声轻叹 第三辆车和第四辆车上 都有人出现了感染症状 必须隔离起来 他自己能不能回去 都是个未知数 怪呼伦 也怪自己 第284章 赛勒涅的眼泪 距离千岛水库 大概30公里 外的一处山头被阳处 多了几顶帐篷 这个位置太阳晒不到 周林利用陆小峰上的 单独发电机带动空调 足够让三间帐篷在白天气温高时 不至于把人热死 尤其是那几个已经表现出症状的战士 虽然他们已经注定是命不久矣 但周林也不能无缘无故就把人给打了 胡伦只是个意外 自己找死 今天是离开小山仓库的第三天 陆小峰里 周林正在通过来符号的通讯网络 周立关于病毒的事情 突出重围后不久 周林便通知了家里人 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里 绝不允许任何人接进来符号 来符号上的人也不能离开 谁要是不遵守这个规定 要么永远滚蛋 要么死 通常来说 由周立和超算共同掌握的三道防线 应该是安全的 周林担心的是 万一加州城附近出现疫情 那么孤立在千岛水库里的来符号 有可能成为某些人心中最后的希望 那些人根本不会在意 会不会给来符号带去危险 只会拼命地想要登上这艘最后的方舟 属于周林和周家人的方舟 真要是出现那种情况 周林和周立 或许能够毫无愧疚地 举起死神镰刀 周家其他人就不好说了 不管平时程压力表现得有多冷酷 无血又是多么的冷静 当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 甚至其中还有熟人朋友 甚至亲戚的时候 他们是否真的能够扣动扳机 常威号上的一些防御改造 已经完成了 目前可以做到水平面360度 垂直面180度 无死角防御 就是火力有些不足 基本上都是用普通机枪改造的 缺少重火力 我在小山仓库 倒是弄到了一批车载机枪 用来对付人 肯定是足够了 小传也不是问题 周灵道 废话 那你倒是给我送回来算了 暂时先这样吧 还要四天 差不多 周灵道 病毒的潜伏期 最长就是七天 也就是说 从接触感染源开始计算 最长七天时间 就一定会发作 而在全面发作之前 身体上其实是会出现一些特征 其中最明显 也最容易判断的 就是莫名其妙的红色斑痕 像嘲弄表情的红色斑痕 即便是从接触胡人的 最后一天算起 在这个临时营地待够七天 也足够了 周灵不知道 是因为异能者不会被感染 还是他的运气足够好 至少到现在为止 他没有任何不对劲的地方 大概率来说是安全的 另外一个应该绝对安全的人 是宁熙 所以他单独住一个帐篷 于昊轩等 一直没有症状出现的 住一个帐篷 已经出现症状的四名战士 住另外一间帐篷 正当周灵 还想问问龙博计划的进度时 通过陆小峰号的监控摄像头 看到身穿防护服的于昊轩 正在走过来 虽然到现在为止 但周灵依旧不敢大意 甚至都不会打开车窗 只是通过对讲机 叫住了于昊轩 周哥 小琴他可呢 小琴是几个人当中 年龄第二小的 君灵还不到三年 周灵记得 他相貌很稚嫩 五官看起来 还有点像高中生 确定吗 周灵揉了揉额脚 如果小琴再确定的话 那么现在还没有出现症状的 就只有于昊轩 黄城红层毫宁熙 不知道是不是老天爷的安排 除了于昊轩之外 其他三个人来时 都在周灵车上 已经很清楚了 于昊轩虎目里蕴含的泪光 隔着面罩和摄像头 都清清楚楚的 男儿有泪不清谈 只是味道伤心处 周灵能够理解于昊轩 此时的心情 只是他的心 早已经跟大润发 嗯 除了家人之外 其他人基本上 很难让他胜出同情心了 要怪就怪这该死的末世吧 明知道于昊轩看不见 周灵还是无意识地挥挥手 等他情绪稳定就隔壁吧 周哥 你这么神通广大 就没有其他办法了 办法 神牛国死了多少人 你知道吗 远的不说 就咱们出来的时候 看见那些人 我告诉你 至少死气成 于昊轩垂下头 好 我去跟小青说 等等 周灵叫住于昊轩 通过车窗扔出去 一大箱包装好的食物 虽然都是自热锅饭之类的 但在现在已经是 十分难得的好东西了 其中甚至还有一件饮料 和一条香烟 等到于昊轩垂头丧气地 抱着箱子离开后 周灵安静地坐了很久 然后才拿起通讯器 给吴雪发消息 老婆 想你了 几分钟后 吴雪回到我也想你 老公 聊几句家常后 吴雪告诉了他一个惊人的消息 他跟他爸妈又联系上了 吴雪父母都是那种 真正热衷于专业技术的人才 所以在欧洲的日子 并不算难过 前段时间只是因为 有个科研实验 需要他们断绝对外联系 实际上 那边的负责人 并不反对类似 吴雪父母这样的人 寻找亲朋好友 甚至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庇护所还会协助科研人员 把人弄进庇护所 当然 前提是条件允许 你猜他们在研究什么 什么 我估计 他们是怕通讯被监控 所以说得很隐晦 但我还是听懂了 进化者 欧洲那边也开始研究 如何激活进化者了 而且 他们也发现了月食 只不过名字不同 他们称其为月经 又叫塞了你的眼泪 好吧 周灵差点被逗笑了 不过 应该是翻译的问题 不过 欧洲人凡事总往浪漫上靠的毛病 看样子 连末世都没法改变 什么塞了你的眼泪 是生怕别人不知道 他们找到的月食很小吗 倒也是 欧洲有没有能力登月 即便有几块号称 是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岩石 那也都是当年漂亮国颂的 又能有多大 不过 吴雪告诉周灵 欧洲现在对这个信息保护得很好 连漂亮国都没说 就他们还谈什么保密啊 周灵 对此嗤之以鼻 算了 那都不重要 知道爸妈过得不错 就行了 等条件具备了 咱们就去接他们 那要是欧洲那边不同 同意呢 不同意 到时候还能由他们 周灵这话看起来挺有气势 然而现在 也只能算是口嗨 几千公里呢 真要去不是不行 但消耗的时间 必定是个天文数字 车外一声枪响 让周灵不得不结束了 跟吴雪的闲聊 第285章 尘归尘土归土 枪响 让周灵第一时间去抓防护服 在这个地方 可不能大意了 然而还没有下车 于昊轩就用对讲机告诉周灵 是一个不堪折磨的战士 开枪自杀了 病毒虽然没有真正发作 但跟已经被判处死刑 等待执行一样的滋味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的 或许是一时冲动 又或者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扣动扳机 是一件简单的事 有时候自杀不是勇气 活下去才是 要不把他们的武器 都收了 两个小时后 于昊轩来到陆小峰号 前问周灵 可周灵并不同意这么做 每个人都有做出选择的权利 但下一个战士的武器 那是对他们最大的侮辱 于昊轩不是想不到 他只是 不想看到下一个 小山坡上 滚滚黑烟冲天而起 那是一个人 留在这个世界的最终痕迹 末世里就算保留骨灰 也没什么用啊 于昊轩他们 连自己的家人都联系不上 更不用说别人的 没有了 这便是末世 接下来的两天 气氛一直很沉重 就在周灵 以为可以平稳过渡 这最后两天时 半夜里 他被暗中设置在小山坡上的 红外线围栏 和摄像头报警惊醒 有人 穿戴防护服的同时 周灵打开监控 本以为是不是误入的人 然而 当他看清楚 那个人影的外形后 脸上顿时出现犹豫之色 是一名被感染的战士 虽然红外叶势下 看不清楚穿戴 可走路的姿势 还有方向可以判断 很显然 他应该是承受不住 隔离帐篷里的氛围 打算独自离开 又或者 他是不愿意在战友们的面前 表现出他的软弱 所以准备 找个没人的地方 再偷偷的 然而 无论他的选择是哪一种 不会马上随之死亡 如果尸体没有及时进行无害化处理 只要还有生化反应病毒 就能一直活着 这点是非常恐怖的 周灵悄悄跟了上去 在他看来 前面那个人 已经不是战士 而是逃兵 住下来时 就宣布过纪律 不遵守纪律 而且无视自身 可能给加州城人民 带来危险的行为 放在军人身上 等同于叛国了 所以 周灵并没有打算出声 他只是默默地摸出了一把枪 带消音器的枪 两人所处的位置 已经够远了 周灵停下来 抬手瞄准 扣动扳机 扑扑扑 后呢 后呢 还是后呢 三颗子弹前扑后继 几乎瞬间 将那名战士的脑袋 爆破了大半个 相信他一定死得很突然 甚至都不会感到痛苦 而这是周灵 唯一能做的事情 收拾尸体 点火焚烧 周灵并不打算 将这个事情 告诉于昊轩等人 即便第二天 于昊轩在跟他的交谈中 基本上已经猜到了 隔离时间到 周灵松了口气 剩下的人基本上算安全了 真正的问题 还是隔离帐篷里的三名战士 确证 其中一个已经开始发作 剩下两个 包括小秦在内 并发死亡的可能性 高达99 周灵再怎么自大 也不会将人带回来符号 那是傻子裁蛋的事情 最后还是三名战士 他们自己做出了决定 与其继续承受折磨 不如早点上路 执行的人 只能是于昊轩 三声枪响后 于昊轩整个人都快要虚脱了 周灵面不改色 这才奶到奶啊 现在的日子 只能算是末世的前奏 人类真正的悲剧 才刚刚拉开序幕 等到实不存一的时候 别说杀死战友 亲人父母 甚至是妻儿的 比比皆是 五个人重新上路 整个营地活动区域 被堆上枯木 浇上汽油焚烧 熊熊烈火中 于昊轩仿佛看见五张面孔 冉冉飘向天气 有在校的 也有怒气横生的 队长 都过去了 咱们跟着周哥 应该不会再倒霉了 宁熙拍着于昊轩的肩膀 都叫周哥了 还叫什么队长 也好 从此大家 做个自由人 彼此都是兄弟 于昊轩的情绪来得快 去得也快 如果一定要说 他对生活还有什么希望 那就只有父母了 希望他们安然无恙地 生活在那个庇护所里 哪怕明知这个希望 是如此渺茫 即便经过了观察期的考验 包括周灵自己 都仍然是在全身消毒 更换新的防护服后 静止去了来福号的 生化隔离室 这里的条件 自然比帐篷好多了 而且隔着玻璃 还能看见家人 吃穿不愁 还不冷不热 还要一个七天 程压力眼睛红得 跟桃子似的 哪怕他竭力否认说 没有哭 相比之下 吴雪只是眼眶微微发红 周才君略显苍老 周力好像长高了 也长胖了 你不会被感染的 所以你自我隔离 都是脱了裤子放屁 别人都走了之后 周力才知道 他就没听说过 异能者会生病 谁知道呢 毕竟异病发生的时候 异能者都还没出现呢 那只是你以为的 没有出现 周灵撇嘴 他自然更坚定地相信 大周力传递来的信息 毕竟周灵可是有前科的人 说说最近的情况 周灵道 在这差不多半个月时间里 加州城表面上 是没什么变化 暗地里却是波澜诡诀 曾经一度在民间势力中 称王称霸的钟离陀死了 死在他自己的豪宅里 据说当时他身边 还有十多个保镖打手 结果都死了 加上钟离陀身边的女人 家里的保姆等等 隆共有接近40个人死亡 事发时并没有闹出太大的动静 只是有几声微弱的枪响 枪响之后 大概两三个小时 钟离陀的豪宅地安静了下来 尸体则是第二天被人发现的 官方对此很是震怒 然而却没有找到 什么有用的线索 本着谁最有利便 最有可能的原则 很多人开始怀疑 一个名叫黑炎求生组的帮会 帮会 这种性质的组织 漠视之前是绝对不允许出现的 这是下国的规矩 哪怕就是学校里的孩子 搞类似的事情 被老师知道了 都会被叫去三番五次的谈话 不行就请家长吧 可现在没人管了 也管不了了 都活不下去了 还不允许下面的人抱团取暖 有些事情 官方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如果做得太过余了 官方毕竟还是爸爸 面对官方人员的质询 黑炎求生组副组长 绍航同志表现得十分冷静 一个字 死不承认 当官方的人 准备对绍航上点手段时 第286章 阴影下的交易 从官方庇护所出来时 绍航面带微笑 走在他身边的 是王萍萍 身穿军装的王萍萍 脸色有些阴沉 他原本是不想来的 可夜心晓得命令 不管王萍萍此时 心里怎么想 在那些围观吃瓜群众的眼中 绍航此时就被打上了 官方的标签 满意了 赶紧滚吧 王萍萍站定 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声音道 握个手吧 滚 王萍萍重重挥手 仿佛少航再不走 他就打人了 平常时期不行 乱是重点吗 哈哈一笑 少航此时脸上的表情 有多欠揍就多欠揍 王萍萍看得只咬牙 却又无可奈何 他知道 从现在开始黑炎求生组 便不可能再压制了 或许用不了多久 加州城这边 就会出现故事中 所谓的白天官方说了算 晚上我少航说了算 少航倒是没想得那么夸张 当战皇等人迎上来时 他心中想的 只是赶紧给周莉发个消息 在里面的时候 虽然少航相信周莉会出面 但多少还是有些紧张 一来不知道周莉是不是会出面 二来不知道周莉的面子 究竟有多大 不过现在 他已经确定跟对人了 末世 算个球 走 喝两杯去 少航的话引起一阵欢呼 末世里还能喝几杯 那绝对是人上人的日子 哪怕就是夜星小 也有差不多半个月没喝到酒了 但此时他却在喝酒 末世前骨架 被炒到天上去的牌子 确实好喝 不过那时候 夜星小只要点头 天天都有得喝 至于说末世之后 大白天的你 竟然喝酒 王萍萍近来看到这一幕 简直不敢相信 主要的原因不是酒 而是夜星小的状态 二 难道是因为命令他放了少航 所以 刚刚收到消息 神牛国越境的那些难民 已经被撵出去了 夜星小仰头又是一杯 砸了砸嘴 仿佛意犹未尽 但王萍萍却能看出 他精神状态很不好 那不是好事吗 确实是好事 但我们有五千人 被留在了那边 死了五千人 王萍萍不敢相信 连忙把烟点上 神牛国那些废物也配 夜星小不屑 随后又叹气 需要隔离 有人被感染了 就连医疗队 都有些好些人 需要隔离观察 估计这些都是内部消息 关键是 还不确定 我们境内有没有其他小股神 牛国难民 或者是被感染的人 夜星小告诉王萍萍的 是眼前的情况 究竟有多么糟糕 进入这世纪以来 下国遭遇的两次 重大全国疫情 那是举国之力 不惜代价才应对下来 作为军方中层的夜星小 比普通老百姓知道的更多 更清楚当时的情况 已经危机到什么程度 可以说 稍不留神 就是国家动荡 境外势力阴谋得逞 每一步都是 走在钢丝上 下国最终扛下来了 可这一次呢 所以那些神牛国难民 就该死 王萍萍愤愤道 你真这么认为 夜星小古怪地 瞅了一眼 言由未尽 那是 如果我去 肯定拿机枪 都吐吐了 机枪拿有机关炮 好使算了 不说这个了 那个叫绍航的放了 别一副受气媳妇的样子 明天开两艘船 去这个地方 把东西运回来 什么东西 王萍萍开着坐标问道 新鲜的果说 你说咱们 怎么就种不出来这么多呢 人家不仅够吃 还能用来交易 周琳他爹 好像是个农业专家 看看人家这个专家 跟以前网上的那些专家 这叫不叫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死里你老人家 倒是一直这么跟得上潮流吗 新鲜果树真是好东西 拉回来怎么分配 不对一半 其他的都分出去吧 这么热的天 没有冰箱留不住 以后还可以交易 所以这就是放任 黑炎求生组的原因 王萍萍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哪怕是有稳定的果树来源 仍旧无法改变 他对社会渣子的看法 内心里 他更不认同 叶兴小的这种妥协 你这人啊 就是太直了 得亏是跟着我 不然你连个官 可能当当不上 叶兴小继续喝着酒 一瓶快见底了 这么说吧 我跟周家是在合作 你不觉得仅仅依靠我们 根本就控制不住 加州城吗 再说了 如果疫情真的来了 一些外地人要进来 没法确定 他们是否感染的时候 你是打算让你的兵用 枪口对准他们呢 还是你亲自去 这有些行业 自古以来就从未曾消失过 不是因为生命力顽强 而是统治者需要 你啊 还要多看看书 打磨打磨你的性子 不然以后我怎么放心 把这摊子是交给你 我也没想过 要接你的烂摊子 王萍萍其实已经被说服了 但面子抹不开 拎着快要见底的瓶子溜了 一罪解千仇 不 酒入愁长 愁更愁 叶兴小身居高位 其实比谁都难过 尤其是他还要整体一副 成竹在胸的样子 可谁考虑过他也有家人 他的儿子还没有半点消息 他难道就不担心 沉不沉得住气 只是表面上的差距 如何真正在内心中保持镇定 分化压力 才是成功者和失败者最大的区别 来福号甲板架空层上的果树 之所以能够生长得那么快 那么好 是因为周才君在周立的提示下 将一些怪蛇的血肉研磨后 加入到了鱼菜共生的池水中 效果可以说是惊人的 不仅饲养的鱼食量暴涨 生长迅速 植物的生长速度 才真实让人不敢相信 只不过 这样养出来的鱼周立 是禁止普通人食用的 包括它在内 也就是说 只有成压力无血尘峰 赵绍刚及两瘾 苍南蓝月月 可以吃到新鲜的鱼肉 其他人顶多就是吃点果蔬 道理其实很简单 植物并不会因为变异生物的血肉 发生变异 但动物会 吃过怪蛇血肉的鱼类 多少会有些变化 因为浓度和时间关系 或许发现不了 但如果让普通人吃下去 后果可能会很严重 所有人当中 最高兴的 或许就是周才军了 他已经在策划下一步 在饲养的家禽 和牲口的饲料里 添加怪蛇的成分 如果不是 周立强烈反对 说不定他已经干了 这就是怪蛇肉 少了几十公斤的原因 谈不上心疼 但周琳总觉得没必要 相比起那些果蔬什么的 还不如让异能者 和进化者直接服用 效果来得更明显些 如果一定要说开心的是 隔离室里到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人出现感染症状 还有两天就可以刑满释放了 周琳现在唯一希望的 就是能平稳过度 不过这种平稳必然是短暂的 疫情的开始 代表末世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第287章 漂亮国的旗帜 从神牛国开始的疫情 到目前为止 已经导致上一人死亡 焚烧尸体的原料 都严重短缺了 以至于河水断流 或扑湿荒野 很多人口聚居去外 简直如同炼狱一般 此时 神牛国的高层 终于是扛不住了 向下国高层请求协助 而就在昨天 他们还在谴责下国 说有超过500万神牛国的国民 在下国境内失踪 生死未卜 神牛国国民 在下国境内失踪 这听起来就是个笑话 可真正理解这句话的 没有一个能笑出来 失踪代表着什么 下国境内 再看下国高层对此的回应 竟然是不知道 不负责 不解决 好渣 杀得让其他国家心中发寒 所以 当初下国周边 那些小国家 以及西方国家的担忧都没错 龙中就是龙 哪怕他笑得再和善 肚子饿了 也是要吃人的 越是强壮的龙 吃的就越多 如果没有拖着全世界一起陪葬的决心 那么就坚决不要去招惹现在的下国 500万算什么 知道神牛国尿性的人都懂 500万是神牛国的人 那至少还有几百万 甚至更多的下等种性生物跟着 所以下国高层这次 究竟消耗了多少弹药 肥了多少平方公里的土地 除非下国公布数据 否则这些将会是人类历史上永远的谜团 但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不管暗流如何涌动 神牛国那些人也不太敢组织成大部队偷渡边境 除非不 没有什么除非 即便是他们全副武装下场 也不会有丝毫不同 这点不用怀疑 和平年代 面对神牛国的请求 下国可能会一丝一丝 现在吗 下国政府直接公布了边境驻军事意图 甚至发布了一段巡逻的视频 视频中 下国士兵身上的装备 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以前还是处于实验室和验证阶段的外职装甲 和传说中的电磁枪 竟然成了士兵们的标配 近乎全封闭的作战符 以及背后暴露出来的散热片 说明自带了恒温系统 简单但实用的外职装甲 可以大大降低战士在行动中的体能消耗 加上恒温系统 足以最大限度的保证 在这种气候下 不至于出现非战斗检员 视频一公开 顿时让诸多国家惊呼 下国摊牌了 不装了 也就只有漂亮国政府 对视频不予置评 密西波兰特 在接受政府高层咨询时表示 视频中那些装备 其实漂亮国军方早就有了 只是觉得 投资过于巨大 对付除开毛熊和下国之外的小卡拉米 完全没有必要配备 在漂亮国这样的国家 当一套装备的价格 远远超过一名士兵生命的价格时 那么这样的装备 就毫无意义了 同时 波兰特也表示 别把视频太当真 即便下国倾尽全力 也不可能做到全军普及 别说现在了 即便是 放在和平盛世 下国最为鼎盛的那个年代 仍然无法承受 或者说 不止下国无法承认 漂亮国都承受不起 所以 视频就是下国放出来恐吓的 就如同当年的星球大战计划一样 如果谁当真 那么结果 就是谁输了 星球大战对抗赛最后的输家是谁 历史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了世人 黄论现今的末世 异能者和超级战士已经出现端倪 再将大把大把的资源 砸在科技武装方面 好像有些南辕北辙了 最后 密西波兰特又有极为诱惑的语调 告诉漂亮国这些高层人员 他们现在只是手里掌握的资源强 个体战斗力都是弱机 如果有个机会 让他们自身也成为人类中的强者 要不要 脑子瓦特了才不要 都说在下国 月入两千以下的才关心国际大势 资产上亿的都在想长生不老 漂亮国又何尝例外呢 如果真有一个长生不老的机会 国家算什么 民族是什么 没有什么不可以背叛的 漂亮国高层放心了 或者说 他们被密西波兰特 埋下了新的希望 成为异能者 至少也要成为进化者 第二批定制 进化者大部分成了这些高层的看家护院 就目前的表现 他们是很满意的 如果密西波兰特的技术再有所提升 成功率增加到一定程度 这些大佬们 肯定是不会反对 在无法融合异能珠的情况下 尝试成为进化者 今天的最后一个议题 是神牛国的疫病 然而 在密西波兰特 看来这竟然是一件好事 理论上来说 疫情是很难传递到漂亮国的 毕竟现在跨洲际的交通路线 基本上断绝了 自从核潜艇在海上失踪后 各国基本上停止了所有的海上交通 有些国家 甚至把宝贵的船只都拖到岸上 生怕某天早上起来船就不见了 没有了海上交通 陆路断绝 仅剩的空中交通工具 目前也就只有飞艇和螺旋桨飞机 没错 自从小岛子们把螺旋桨飞机重新弄出来 而且证明确实好时候 凡是有能力的国家都在重启着老古董的生产线 飞是能飞了 但续航能力以及空地指引又成了大问题 没有足够的机场和导航 恶劣的大气环境大大影响了这种飞机的使用范围 总之 民间想要用到飞艇和螺旋桨飞机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说 除非是某国政府行为 否则孤悬海外的漂亮国相对是很安全的 但也不是绝对 毕竟众所周知 漂亮国还有一块靠近北极的国土 就跟欧洲很接近 而从神牛国到欧洲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严防死守 或许上帝这次选择站在我们这边 诸位可以试想一下 如果除了我们本土之外 全世界都被疫病所感染 最终死得实不存一 等到疫病过去 我们又有足够的兵力投送能力的时候 波兰特的话还没说完 一些高层已经兴奋起来了 是啊 那将是何等的美妙 不费一兵一卒就能占领全世界 将漂亮国的旗帜插到任何想要插的土地上 上帝保佑漂亮国 可是我不认为 夏国和大毛熊会坐以待毙 如果他们愿意的话 完全可以利用各种方式 将病毒投送到我们国土上来 去年的气球事件 你们不会忘了吧 用气球携带足够多的病原体燃后 顺着大气环流 抵达我们头顶上 我想 即便是几百万颗气球 对夏国来说都很简单 看到那些政客们 开始因为这段发言担忧 议论纷纷时 密西波兰特唇角 泛起了一抹微笑 很好 非常好 他想要的目的 就快要达到了 第288章 支援 最让夏国政府担心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就在周灵等人 确认无感染的一周后 几乎凡是能够 收听到广播的夏国人都知道 目前有一种非常可怕的疫病 已经从神牛国 传播到夏国南边的省份 疫情这两个字 瞬间牵动了诸多国人的内心 毕竟此时活着的人 基本上都经历过 至少一次疫情时代 记忆犹新 只不过 现在已经没有可攻见盘侠们呼风唤雨的互联网 所以 表面上的生活 好像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只有真正能够决定他人命运的人才知道 夏国从上到下 其实都已经动员起来 巴蜀省府军区接到的命令 是不惜一切代价 阻止病毒进入巴蜀省 所有兵力都要动员起来 只要不是关系重大的民生事物 都可以暂缓 随后 叶兴晓便收到了来自省上的命令 直接将巴蜀省的一段省界 划给了叶兴晓 要求他必须在三天之内安排兵力到位 在防御病毒入省这件事情上 是绝不能有人情可讲的 谁要是没有按照命令之心出了披露 可能不光是摘乌纱帽这么简单 所以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周灵在通讯器里问王萍萍 司令担心 有人可能会暗中破坏大局 为了保证战斗力 我们需要你支援一些人手 支援人手 周灵很想问 凭什么 他身边的周立一把将通讯器抓了过去 半小时后给你回答 不是 岳祖带袍了 这家到底是我说了算 还是你说了算 当然是妈说了算 但这件事情妈已经说了 你要听我的 周立皱了皱鼻翼 刚刚王萍萍的话他听明白了 叶兴晓那只老狐狸 打什么主意他也明白了 可人家现在拿出来的是阳谋 周立唯一能做的 就是从中谋取更大的利益 譬如说让黑炎求生族改个名字 名正言顺的游暗转名 民间组织 维护正义与和平 我说周立啊 你不是脑子发热了吧 少行那种人你也用 有些事情 周立都是瞒着周林做的 不过今天这情况 如果不说个清楚明白 估计兄妹两个要闹崩 周立并不在意暴露什么 他原本就没想过要 一直瞒着周林 人类的磨难 只会一波接着一波 一波更比一波猛烈 在大周立 那个时间维度里 疫情后 地球上的国家 直接从熬过冬夜的107个 变成了63个 南邦国更是哭着求着 要求下国收容 举国上下一致同意 成为下国的一个省 当然 下国没答应 在南邦国以举国之力上贡后 下国高层 只是承诺 在南邦国有灭国可能时 下国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接受他们的难民 没错 只是接受难民而已 如果要说 最天灾来临后 最硬气的国家 可能就是北邦了 在这个神奇的国度里 竟然做到了 灾难面前 没有发生任何动荡 甚至波及全球的疫病 有史至中都 没有传入国内 这些都是后话 周林在听了周立的安排后 真不知道该说什么 黑岩求生组的存在 可以是作为来符号双周基地最外层 也是最基层的防御圈 有绍航等核心人物在民间活动 当达到一定渗透度的时候 不论官方还是外界的细微变化 基本上都能及时传到周立这里 供他分析和找到应对方式 不管什么时候 技术都不是决定性的 人 才是制胜的法宝 区区十几个人 不能保证基地不失 从绍航的组织到 进入来符号防御圈 这就是我给他们的希望和晋升之路 看不到上升空间 就会让下层劳动者 彻底失去奋斗的内在动力 现在你明白了没有 周林很无语 他从头到尾 都没有反对暗中掌控加州城的策略 仅仅只是对周立 瞒着他做了这些事情 尤其是让绍航担任组织头目这件事情 觉得不爽 他那个人很自私 狡诈 怎么你就不自私 不狡诈了 哦 狡诈你确实不算 所以我才不辞辛劳 每天忙得脚步沾地 还要帮你做这些事情 又被对了 周林有些哑口无言 不是 现在的问题不是绍航 也不是黑炎求生组 而是王萍萍需要的支援 给他们啊 周立抱手 除了你 我妈 嫂子和蓝月月之外 都可以派出去 还有那几个刚来的兵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他们这些天也休息得差不多了 我看他们一个个都胖了 陈锋不能去 周林想了想 决定把陈锋留下来 他还想要个信得过的维修工 帮他维修改造汽车呢 常威号上 其实也有这方面的专家 但周林骨子里 还是不信小刀子 那也差不多可以凑个十人小队了 他们如果不同意黑炎求生小组 更名为加州百姓互助社 那咱们就袖手旁观好了 百姓互助社 好吗 周立起名的水平着实高 一看这名字 就比那老十字的求生组 震惊多了 甚至听起来 多少有些半官方的味儿了 到底行不行啊 通讯刚刚接通 王萍萍焦躁的声音就响了起来 吉良尹 苍南和赵绍刚三名进化者 等四名刚刚退役回来的老兵 听到前面两个名字 王萍萍心中 其实挺不是滋味 那可是她的兵啊 结果现在 反而还要成周林的人情 但是 周林把黑炎求生组改名的事情说了 王萍萍一口便答应下来 她还没想明白 为什么一个民间组织改个名字 还需要官方同意 直到叶欣小解释后 她才知道 吃了无知的亏 可是都答应了 出尔反尔的事情 王萍萍也做不出来 只能是在心头 给周林寄了个小九九 对于周林的安排 赵少刚等人 倒是没啥意见 末世嘛 活着就已经是一种 幸运了 至于吉良引他们几个军人 那就更没得说 脱下军装 仍然是国家的兵 需要的时候 他们都可以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 再说了 这次的任务 可是保护巴蜀省不失 加州城不失 你们既然已经离开部队 那么装备方面 还是用我们自己的吧 周林将众人带到来福号的 其中一个军械仓库 让他们每个人自行挑选 一句话 出去以后 你们代表的 我们来福号双周基地 无论如何 都不能丢了基地的脸 不然就别回来了 第289章 好谁的羊毛 抗议 周林其实能做得很少 有时候 作为国家的一份子 管好自己 其实就是对国家最大的帮助 古人说穷则独善其身 便是这个意思 陈锋等人离开后 来福号突然感觉清静了不少 连带着像黄梦影蓝月月 等人需要做的事情 也多了起来 就连吴雪 都要去甲板架空层上 帮忙干活 不然那些种植草的打理 就有些跟不上了 而周立的主要工作 还是以来福号的技术推演 和龙博计划为主 毕竟这两样 直接关系到 今后基地的战斗力水平 异能者和进化者固然强 但也不是强无敌那种 有能量 这个短板在 除非能像周林这样 得到一颗超大跃时 续航力近乎无限 否则面对人海战术 谁来都要些菜 反过来说 龙博计划一旦成功 就意味着基地的异能者和进化者 只需要将能量用在刀刃上 而不是白白浪费在 可以用科技力量替代的事情上 至于说来 福号的技术推演 则意义更为重大 一艘能够在天上飞行 近乎永不落地的空母 代表着什么 只要做好火力防御工作 配合恰当的异能 和充足的进化者 那就是一个 永不会被攻陷的基地 到那个时候 即便常威号只能留在地面 只要空母还在 估计任何国家和势力 都不敢轻易 打偿威号的主意 毕竟一艘随时可能 出现在上方肆意攻击的空母 其威慑力 甚至比核弹还要恐怖得多 经过这段时间的努力 尤其是有超算 和众多免费脑力民工参与后 周立已经准备了 相当多的技术资料 在疫情这段时间里 周灵要做的主要事情 就是将这些技术资料扫描进去 从而加快技术推演的进度 按照周立的预估 这些资料 大概能够增加 差不多20的进度 如果你当初跟我商量一下 将技术推演细分成小项目的话 总体进度 反而要快得多 周立如是认为 站在科研人员的角度来看 好像他说的没错 但周灵却不这么认为 异能究竟是什么东西 暂且不说 因为人类可能永远都无法弄明白 这种超越维度的玩意儿 但既然承认 异能远超人类的认知 那么直接将目标交给异能 任由其 站在比人类看到的更高的地方 去引导项目的研究推演 应该是更好一些的 至少不会比一个小姑娘想到的差 这话周灵藏在心里没敢说 不然肯定会被周立烦死 不推倒重来 她是不会罢休的 虽说从高考结束的那天开始 就已经对读书彻底没了兴趣 但事关生死存亡 周灵还得强迫自己静下来心来 白天一大半时间用来学习资料 一部分时间用来锻炼身体 晚上除了跟家人一起聊天之外 就是跟吴雪小别圣新婚嘛 再说 吴雪也没什么不好的 成为进化者后 身体素质也慢慢跟上来了 越来越有点情色和民的滋味 让周灵颇有些乐不思蜀了 相比之下 周财君的日子就有些难过了 懂得都懂 原本体质就不如老婆 如今更是关键是 成压力因为身体变化的缘故 最近居然开始跟周财君商量 是不是给周灵和周立 添个弟弟妹们 反正大嫂就是医生 如今来符号上的生物自循环体系 也差不多了 孩子来了也不至于受苦 对此 周财君总觉得 只是成压力压榨她的一个借口罢了 毕竟老棒生猪这种事情 怕是跟是否是进化者 没有多大的关系 从生物学上来说算了 白扯不清楚 毕竟异能和进化 本身就是反生物学的 最好的例子 就是黑仔烟熏和坤哥 坤哥最近过得也有些郁闷 尤其是在死了两只母鸡之后 坤哥早上打鸣 都有些高低不平 时而昂扬时而沉闷 仿佛有了心事 心事 周灵听黄梦颖这么说 差点没笑出声来 一只鸡还能有什么心事 咋地 它还能比周灵烦 要知道三天时间 周财君已经跟他提过至少七次 加油生个娃 加油生个娃 不是周财君有多么想抱孙子 主要是希望通过小孙子 分担他的压力 在周财君那边 感受到沉重压力的周灵 只能将一些情绪 转移到找事的坤哥身上 带着两个打手 找到坤哥 在甲板上的老巢 这家伙正把海碗大小的脑袋 搭拉在一块黄铜散热片上 养巴叉睡得正香 四十多的温度 就连黑仔和烟熏 都不愿意到甲板上来 也就只有坤哥 才能安之若素 果然便一声物是个有千秋的 或许是周灵的脚步声 终于惊醒了坤哥 一双鸡眼刚刚睁开 就看见大笔都向自己袭来 坤哥一声怪叫 想要闪避 可周灵怎么会给他机会 不轻不重的一巴掌 将坤哥抽得摇头晃脑 脚步踉跄 可怜坤哥还不知道他错在哪里 想跑吧 看看搭拉着大舌头的黑仔 和半举着一只前爪的烟熏 鸡眼里顿时流出无奈的眼泪 错了 我错了 看你的样子是知道了 为什么不做好本质工作呢 合着每天几公斤 优质饲料 外加各种绿色食品 最后 为了一只白眼狼鸡 你要不愿意带 拍拍翅膀滚蛋 老子不强迫知道吗 还有 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能让你天天早上 银额亲平掉的 天塌了还是欲求等等 不会真的是这个原因吧 坤哥当然不可能 完全听懂周灵的话 他只是习惯性的点头 平常时候那样做 可以得到不少好吃的 结果周灵这也算是误打误撞 由坤哥联想到他老爹 又从他老爹联想到坤哥 最后不由地发出一声长叹 拍了拍坤哥脑袋 要不回头 你们也俩喝几杯 我家老头出酒 你出下酒菜 烤拳鸡怎么样 再来一盘鲁鸡找算了 总之 不管是坤哥 还是周才军的面临的难题 想要解决都很难 其实也不算太难 咱们手里没有异能猪 但别人有啊 嗯 又去耗国家的羊毛 周灵总觉得 内心有些隐隐作疼 他是那样的人吗 你为了一个女人 连爸妈和我都舍得抛弃 怎么你觉得 你不是那样的人 那不是算了 你觉得国家会答应 反正我觉得 国家手里的异能猪 应该不守 连夜心小都能分到一颗 你比夜心小还不重要 放心 这件事情我来安排 肯定妥妥的 放心 你不觉得 就是因为你安排 所以我才不放心的吗 第290章 周才军的异能猪 周灵也不知道 周力究竟找的是 哪位大佬 总之几天后 他就确定 周力是真的弄来了一颗异能猪 还在路上 其实 实在不行的话 可以让老爸直接成为进化者 主要是不放心 蓝月月那女婊子 小孩子不要说脏话 最近她没有跟你言行 周力怂怂肩膀 很成人化地表示没有 而且也没有理由 难道真是上次消耗的能量过大 那你能不能确定 她是否还活着 周灵试探着问道 即便现在父母小妹 都活生生地在面前 但自从知道 那个维度的周力还活着 而且还能跟眼前的妹妹 按通款区后 周灵其实一直都很难受 以为的重生 其实并不是推到重来 父母和妹妹承受的困难 终究是无法抹去的 我没有跟你讲过 这颗脑袋 同时接受两个量子波动的滋味 周力用手指敲了敲脑壳 很难受 你知道吗 耳鸣你有没有经历过 比耳鸣更难受 所以 你别指望我能长成你想象的模样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都是你的错知道吗 周灵点点头 她张开双臂 想抱抱周力 结果却被嫌弃了 做好你自己的事情 资料看完了吗 还有差不多一半吧 废物啊 我整理出来都没有这么长时间 你只是扫描一下都那么满 不是这样的 周灵忽然想起这些天 扫描资料的经历 和对技术推演提升速度的研究 最后发现了一个秘密 你的理解程度 还能影响到技术推演的提升速度 周力用手捏住下巴 眼神一下子变得 周灵总觉得是不怀好意 有点像盯着坤哥时候的烟熏 别 我已经在努力理解了 不用你帮忙 真的 别这样看着我啊 我已经很累了 求放过行不行 我觉得 为了大家的将来 你这段时间 可以搬出来 自己一个人住 嫂子应该可以理解的 那样说不定你精力更充沛些 不不不 有月时呢 我不存在精力不够的情况 良好的睡眠 能够提升学习效率 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啊 我还是先去研究资料吧 就这样 有事再说 周灵飞也试得跑了 她是真受不了周力 感觉这丫头某些方面 更像是个机器人 一点人情味都没有 但反过来说 人情味这东西 在末世里 大概是有些多余的 外面因为疫情 已经快要闹翻天了 巴蜀省虽然到现在 还没有报道说出现疫情 但实际情况并不容乐观 巴蜀周边的省份 都已经出现疫情 而且还是多点为疫情 形势是十分严峻的 据说王萍萍 已经连续 好几天没睡觉了 既怕她负责的省界出现问题 又担心其他地方出问题 导致功亏一篑 如果周灵没有记错的话 上一世这个疫情 全国只有 极个别地广人稀的省份 没有被传染 像巴蜀这种人口大省 是怎么都没有防住的 更重要的是 疫情过后好几年 有小道消息在传 说下国之所以 没能全面防住 是因为有人暗中在投毒 而且所有的小道消息 都指向神牛国 如果没有重生 没有接触过 Judas组织 周灵说不定 也会毫无保留地相信 然而现在想想 神牛国根本 控制不住底层人民了 哪里还有精力 来给下国投毒 且不说他们 有没有那种想法 光实施 就已经超出了 目前神牛国的能力 别看他们有那么多人口 到现在神牛国高层 还在一边 跟下国扯皮难民的事 一边想从下国 采购飞艇和螺旋桨飞机 这不就说明 他们其实根本没有能力 生产这两种 目前急需的交通工具 而除了求最近的下国之外 他们还能找谁 所以 向下国投毒的 应该另有其人 不过周灵还没有决定好 要不要向上面 透露这些信息时 快递到了 直接从最高层 有两艘飞艇组成的运输队伍 直接出现在 来福号的雷达监测范围内 警报声 惊醒了正在 知识海洋里畅游的周灵 如果不是收到周立发来的消息 说不定他已经启动 来福号的防空系统了 其实他还是启动了 毕竟非常时期 绝不能掉以轻心 他们会直接空投 为了保险起见 你还是穿上防护服去拿吧 回来后全面消毒 周立安排得十分谨慎 几乎没有漏洞 不过还有件事 需要周灵这边完成 那就是 种打一吨的新鲜果蔬 番茄辣椒茄子 黄瓜南瓜 几百平方米的种植槽 被清空了差不多四分之一 才达到了需要的重量 如果不是一直投喂 怪蛇血肉稀释液 可能周才军 又要心疼上一段时间 搞了半天 还是快递费道富 看着一艘飞艇放下钩子 将装满果蔬的箱子收走 周灵摇了摇头 要说一吨果蔬 跟一颗一能猪的价值 确实没啥好比的 可谁也不能保证 这颗一能猪 周才军就一定能够用上 要是万一不行再换货 那快递费 怕就太大了 一锤子买卖 周灵道 晚上 消毒完毕的一能猪 摆在周才军面前 让这个快六十岁的老男人 多少有些激动 他原本对能不能成为 一能者和进化者 并没有多大的念想 主要还是瞥了眼笔 好像比他还要激动的成压力 嗯 主要还是他自己改变主意了 要不先去沐浴焚香 或者摘戒三天再来 临到关键时刻 周才军竟然都紧张了 费什么话 程压力嘀吼一声 吓得周才军感觉 一把抓起盒子里的一能猪 然后两眼一瞪 晕了 儿子啊 这是 好像还真成了 周立嘟囔了一句 这还真是有些意外了 毕竟谁都知道 一能猪并不是那么好融合的 即便是在末世五年 一能猪相对容易获得的时候 有些人甚至试过几十颗 都没能成功 所以 在周灵和周立心中 并没有抱多大的希望 好像真的成了 妈你先抱老爸去月十房 融合一能猪的过程个体不同 但能量肯定是越充足越好 周灵这番话 其实并不是他想出来的 而是作为研究人员的 无学总结出来的 毕竟这段时间 他也没有闲着 据说跟周立合作的 那个能量探测仪 也都快要出样品了 之所以拖到现在 还是因为研发过程中 在不断添加新功能的缘故 不过现在这些都不重要 还是周才军最后出个 什么一能最重要 第二百九十一章 岛国 不值得岛国人追随 所有人都以为 周才军这次能够融合一能猪 完全是运气 其实不然 世界上哪有那么好的运气 如果把这颗一能猪 给黄梦颖或者谭敏 甚至陈家兄弟 成功的可能性都极大 直到现在周灵等人 包括周立在内都不知道 真正的大功臣 跟老天爷没有半毛钱关系 而是月食屋里的那颗月食 普合金确实能够屏蔽掉 部分月食能量 却不是全部 即便是末世十二年 人类对月食的研究 仍旧停留在相当表面的程度 如此表面的研究 最后得出来的结论 自然也是不完整的 所以 那个周立告诉周灵的 也是不完整的 有一点是对的 月食的价值跟体型 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 只不过 人类还是低估了体积 对月食的影响 甚至于大家理所当然认为 小月食 是从大月食上分解出来的 这点都错了 那些普合金屏蔽不了的能量 始终对来符号上的生物 造成影响 而这种影响 又需要另外一个因素的配合 才能表现出来 譬如说 怪蛇血肉的稀释液 仅仅只是稀释液 就能有那么大的功效吗 显然不可能 几千上万倍的稀释后 正常人披霜都能喝上两口 一无所知的周家人 还在因为周才军的运气而庆幸 如果不是现在周才军昏迷不醒 怕是香槟都开了 就连周立脸上 都洋溢着控制不住的效益 哪怕周才军的异能再没有用 至少不用借助蓝月月 就能成为进化者了 随着身体综合素质的全面进化 漠视环境对周才军的威胁 也就大大减弱 即便等到将来异能者和进化者普及时 周才军也不至于完全没有自保能力 如今整个周家 也就只有周立 不是异能者 进化者 不过他是特殊情况 除非那个维度的周立 跟他再没有联系 否则周立是不会尝试融合异能珠的 当初夜星小融合异能珠 之所以昏迷了好几天 差点没感了 完全是因为那些医生 没有异能者常识 周才军的身体素质 即便跟夜星小不相上下 但经过这段时间 月食能量的改造和融合后的补充 仅仅只是昏迷了不到四个小时 人就清醒了 不得不说 异能珠对于上了年纪的人 效果更立竿见影一些 又或者是周林心中所想 导致的错觉吧 总之从月食物里出来的周才军 看起来至少年轻了十岁有余 开个庆祝会吧 我家老周不再是若鸡了 程亚利乐德和不拢嘴 周才军脸色却有些尬干 尤其是最后两个字 他总觉得程亚利若有所指 今晚一定要让你知道老子的本事 周才军心中想到 对于异能者和进化者 黄梦颖等普通人 现在是一点都不陌生 也都为周才军以及自身感到高兴 毕竟来符号整体实力越强 就代表将来生存难度越低 作为来符号基地的一员 将来的生活也就能够越安全 越轻松 小小的庆祝会后 周才军两口子最先撤离 看老周那张红光满面的脸 周灵大概猜到接下来老两口会做什么事 所以他连忙提醒自己 千万不要去感受 因为庆祝 所有人都多少喝了点 除了周立 他还是个孩子嘛 滴酒不沾也是应该的 走 去常威号 正准备去睡觉的周灵 被脱住了袖子 而理由又是他无法拒绝的 只能给了吴雪一个抱歉的眼神 真是浪费气氛 活下去 你可以天天洞房 不够抢别人睡你的婆娘 妾 谁特么连这话都叫 让周灵知道了 一定要打断她的腿 撕烂她的嘴 龙博初号机已经装配完毕了 这么夸 周立一句话 愣是让周灵彻底清醒过来 龙博计划的重要性 仅次于家人安全等级晋升 和来符号的技术推演 受限于自身能力 周灵是一点忙都帮不上 那些岛国的义务劳工 都是周立在安排 要说经过这段时间的精诚合作 岛国研究人员 基本上已经适应了现在的生活 以及周立对他们的管理 尤其是周立还会时不时播放一些网络上的视频 包括异兽有多么恐怖 而现在外面的疫情又是如何的严峻 神牛国又因为疫情死了多少人 糟糕到哪种程度 甚至于周立还找到了一些 岛国在黑洲的视频 失去了最重要的国家舰队 以及三分之一个岛国现代化工业精华的常威号 岛国在黑洲的日子并不好过 人口不足 军队损失严重 科研能力腰斩了不止一半 除了当年收刮存放在黑洲的原材料之外 也就只有少量从岛国运输过来的工业设备 可是光有设备并不能变出成品来 除了原料之外 还需要能源 不幸的是 岛国人选择的南黑洲 从来就不是个能源充沛的区域 加之末世后恶劣的环境 在视频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很多岛国平民 是如何被饥饿折磨的兽骨灵巡 那些只差一口吃食 就能挽救回来的人 又是如何被岛国士兵 抬去扔在统一处理尸体的生化处理池中 最终成为循环中止需要的肥料 没错 精打细算的小岛子 就没有浪费的说法 既然动物腐烂的身体 都可以通过微生物发酵的方式 变成对植物有用的肥料 那么人也可以 这些没有也不可能对外界公开的视频 算是击垮了常威号上 大部分岛国研究员心中最后的堡垒 烂透了 不仅是因为这个事件 更多的还是国家高层 尤其是他们祖祖辈辈 为之效忠的皇族 只有幡然悔悟之后 才会觉得曾经的行为有多么可笑 身为现代科学的受益者 甚至领路者 竟然会去效忠于一个 长期坚持近亲繁殖的家族 这么不是荒天下之大庙吗 留在来福号上 为周灵和周立效力 好像也没什么不好的 安全有保障 物资充沛 吃喝不愁 甚至在周立这里 申请研究需要的设备和原料 都是一路绿灯 作为单纯的研究来说 这里根本就是天堂嘛 至于说什么国家 民族 一个都已经开始吃人的国家和民族 有什么值得他们再去效忠追随的 正因为态度的改变 加上周立正确地指引 龙博计划 才进行得如此顺利 说起来 龙博计划 当真是你亲自策划的 废话 周立翻了个白眼 我又不是神仙 龙博计划 其实还有个代号 叫做夸父 夏国一直在研究的 只不过比我慢一些 如果没有我的帮助 他们大概还需要三年 才能拿出原型机 可惜迟了 再过一年准备量产的时候 已经是异能者和进化者的天下了 再加上第292章 龙博 零号 周立上一世 夏国的夸父计划 之所以迟迟不能落地 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 没有得到岛国高达计划的支持 小刀子们 在精工方面的成就 即便到末世开始之前 在全球范围内 仍旧是首屈一指的 后面当夸父计划 进入量产阶段时 夏国高层对地方的掌控力 已经达到极其微弱的程度 光是想让地方一些原料 都非常困难 想要实现批量制造夸父 系列机甲 根本不可能 更不用说大量裂装 再后来 一些相关技术流落出来 以至于就连周立都收集到了一些 凭借她的智商和专业 愣是利用无聊的时间 基本上吃透了 话而言之 周灵眼前的周立 是集合了高达和夸父 两个计划核心技术资料之大成 加上几百个专业研究员的配合 分工合作 才能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 拿出夸父的原型机 常威号左侧船体 一个特殊舱室里 安静地站立着一具外形 在周灵看来挺怪异的金属造物 它只有一个大致椭圆的身体 不分头颈躯干 两条粗壮反曲 三米多的腿 支撑起了整个身体 和两条比腿短不了多少 同样粗壮的双臂 双臂的末端 没有人类的手指结构 而是非常巧妙的连接件 周立介绍说 可以牢固地跟各种武器相结合在一起 远比复杂又不实用的五根手指好得多 目前我们还没有完成脑波接口 这项技术最先进的是 下国计算机科学院 漂亮国NASA 对了 那个真人钢铁侠也不知道躲哪里去了 还有跟他同档次的大富翁 我在网络上竟然查不到任何有用的消息 别人也就算了 真人钢铁侠手里的很多技术 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 周灵摇摇头 如果周立都找不到的话 那他就更不知道了 末世十二年他都没有露过面 没有 这才是周立觉得最为惊讶之处 照理说像真人钢铁侠那种急速的大佬 断然不该在末世前期就赶了 手掌那么多资源 不可能一点准备都没有 搞不好末世还没正式开始 人家就已经躲起来了 只不过也不好说 万一他把地下避难所正好设在了地震裂缝上 也不是没有这样的倒霉鬼 不过 那就真是可惜了 没有脑电波操控的话 在周灵看来这是致命的 毕竟想要用双手双脚 来操控这样一个大机器人 别看影视作品里 好像挺轻松 真要是快速运动的时候 那比开大型挖掘机难多了 还没有进行过真人测试 主要是不敢在室内空间进行 怕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但超算模拟过了 进化者达到一定程度后 通过严格的学习和训练 是可以如臂食指的 你要不要去试试 周灵摆摆手 没必要 他还有个共生位置一直没用 原本是打算跟高达共生的 结果周立直接拆了 拆了就拆了吧 鬼晓得他 竟然弄出来这么一个丑玩意儿 没错 周灵觉得有些丑 他虽然不是标准的完美主义者 但在颜值方面 也不是纯粹的实用主义者 丑丑那中间的身体 什么玩意儿啊 跟个大压蛋似的 这要是共生了 那岂不是回回考试的零分 好吧 这些都是开玩笑 主要还是周立说的 原型机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而且在体型大小上 也会做一定的调整 以后 作为系列形成战斗力时 其体型应该囊括 3米到13米这个区间 更小的话 没法安装最低限度的动力设备 整天拖着一根线缆 那就毫无意义了 再大则是 目前材料学达不到要求 为了保持强度 会有超过6成以上的能源 要消耗在移动沉重的身体上 哪怕所有动力都用在运动上 也跟敏捷二字不沾边 听到系列两个字时 周琳忍不住舔了舔嘴唇 作为一个男人 心中多少是有点击假梦的 就不能做得像个人点 不能 周立摇头 具体的原因 他早就已经说过了 末世里 一切都要像实用妥协 花里花俏的那些东西 都去死吧 考虑到目前的情况 原型机是可以远程控制的 我现在 给你展现一下基本功能 再周立试一下 后面的岛国科技人员 开始操控原型机 做出一些简单的行为动作 看得出是受到了场地的限制 毕竟不小心把常威号 给弄个窟窿什么的 维修起来也很麻烦 但无论是每个动作的反应速度 还是一些细节上的处理 都已经充分展现出 原型机不输普通人的敏捷 整台原型机的重量 在36吨之间 如果是满载的情况下 加满油 可以驱动13小时 等等 加油 这玩意儿 是用加油的 不应该是 怎么 反应方舟 还是反物质能源 目前这种使用燃油的动力电池 已经是能够找到的最佳选择 尤其是在基地之外 虽说现在的油料很宝贵 但真要找还是找得到的 总比随时随地需要充电好吧 再说了 我们设计的动力电池不挑油 汽油没有柴油都没有问题 想想周立说的好像也没错 高达7米的原型机 又活动了一阵后终于停下来 整体看来确实没什么问题 只要安装上武器 那对敌人来说就是降维打击 当然 前提是不出岔子 周立带着周灵 靠近原型机 拿一根钢棍 敲了敲机身材料 目前综合性能最强的一种合金 成品是从高达身上拆下来的 配方也在数据库中找到了 我查过 咱们国家还真没有比这种合金更强的 可惜没什么库存 常威号倒是可以冶炼 前提是有原料 这个不用急 就在刚刚 周灵脑子里忽然想到了一种可能 假如他把原型机给供生了 然后开始找一个方向 进行技术推演的话 那是不是可以大大加快后续机型的研发 甚至于 他还可以随身携带原型机 遇上合适的原料 直接利用改造能力 对其进行改造 最后将原型机放出来 让周立他们照葫芦画瓢 不就省事多了吗 恭喜你 终于瞎猫碰上死耗子了 我也是这样想的 所以 这台原型机就归你了 一会儿再去看看他的武器库 目前主要有重机枪和两根金属鞭 鞭 周灵愣了愣 机甲使用的鞭吗 用这玩意儿当武器 真的好吗 第293章 龙博的战斗力 周立给零号龙博准备的近战武器 还真就是一根鞭 但既不是用来教育小朋友的七匹狼样式的 也不是老师上课用的那种细细黑黑 顶端还带着一小簇毛毛的 一节一节的直棍子 由工作人员放在手推车里推出来的 是长约两米 像是某种食肉爬行类动物尾巴式的玩意儿 之所以说像爬行动物 主要是其外表上有明显的顿角凸起 看起来不像刀刃道刺 但尖端却有一小节明显锋利的韧口 这些凸起就像是鳄鱼尾巴上皮肤的褶皱 从头到尾密密麻麻 一行边没有握把 只有一个跟零号龙博双手情综结构相匹配的结构 只要双方相互损合上 就能形同一体 非常的稳固 正因为考虑到情纵结构 跟人类长脂的灵巧度无法相比 所以周立才设计出360度无死角的边 以保证任何一个角度抽到 效果都是一样的 通体由特殊金属材料制成 重365公斤 硬度高韧性好 杀伤力 杀伤力周琳觉得 就没有必要说了 光是看看那类似鳄鱼皮者咒势的外形 就可以想象 别说普通人 就算是异能者进化者 稍微蹭上点 直接就能滑拉去一块肉 真要是砸中了三阶进化者 都要断几根骨头 而从刚刚所展现出来的灵巧度来看 近身后对付装甲车坦克之类的 也根本不是问题 正如周立所说的那样 目前这玩意儿最大的短板 还是在动力结构和操纵结构 烧油不是不行 但续航能力一般 反过来说 采用人类目前掌握的其他动力 可能还不如烧油 相比之下 更麻烦的还是操纵结构 有几个天才 能够在几个月时间来用双手 来把这玩意儿操控得如臂食指 这种极高的门槛 将会大大限制机甲的普及 但这个事情 周立也没法在短时间内解决 他是天才 可他不是神 哪怕有夸父和高达的技术资料作为后盾 他也没法凭空将完整的脑机接口 以及相应的软硬件全部做出来 只能说 现在常威号里的研究团队 在往这个方向努力 但什么时候能够有结果 不好说 这东西 今天就是让你看看 主要是还有一些细节方面的没弄好 大概还要半个月左右 下面我来说说你弄回来的那个怪物 周立口中的怪物 便是小山仓库 海鲜房间里的那一坨太岁 因为那东西 吃掉的都是各种海货 其中大部分还是干货 而且还没有彻底消化 所以 味道那是相当的惨烈 周灵将其扔给周立后 就彻底不管了 他实在是不想吃不下饭 拿到太岁后 周立也一度茫然 这东西 已经超出他的业务范围了 基本上是处于 他知识的盲区当中 也只能是先在常威号里 找个地方养起来 经过观察后 周立发现 太岁其实很好饲养 只要温度适宜 有空气这玩意儿 就能活下来 因为没有食物 房间六面的均质高分子材料 太岁也分解不了 所以 经过这段时间的调养之后 那些像是融在果冻里的果肉一样的海鲜干货 渐渐被消化掉 整个太岁看起来便顺眼了不少 从一坨丑陋的果冻 变成了看上去 还比较光滑圆润 半透明状 动起来 还会颤微微的果冻 经过我们对取下的样本分析 泽泽 你猜这玩意儿 身体里 究竟有多少种东西 啥意思啊 只要说到学术方面 那就是周林纯纯的盲区了 前世今生 他都不是什么好学生 能够考个普通本科 就已经是能力极限 加祖坟冒清烟 算了 你只要知道 在他身体里 我们几乎找到了世界上 常见和不常见的真菌种类 以及各种细胞级生物 这么说吧 如果这玩意儿 出现在几亿年前 那妥妥的 就是生物祖先 可他竟然是从一座 军方仓库里冒出来的 你说神奇不神奇 还不明白 那我这样说吧 这东西是不是太碎 我不知道 但在我看来 只要把这东西 扔到一个环境 适宜的星球上 再给他足够的时间 他能演化出一个世界 咕噜 周林这次听明白了 所以他咽了一口唾沫 听起来好像推牛逼的样子 只不过是不是 真有这么神奇 毕竟只是周立的推测 他不是说 这方面他不懂吗 我昨天刚刚得到了一位 生物学顶尖教授的认可 他觉得 我在微生物方面掌握的知识 已经达到了普通研究员水平 周立给了周林一个卫生眼 没错 因为太岁 所以周立开始利用业余时间 自学了微生物学 从入门到精通 也仅仅只用了大半个月 或许这就是两个天才大脑的 思维波动叠加的神奇之处吧 总之 就连那位岛国的生物学专家 都十分惊叹 说如果莫事前遇上周立这样的学生 他一定不会放过 顶多年就能让周立 成为世界级的微生物专家 甚至拿个诺贝尔奖项都不是问题 好吧 你牛行吧 但这东西到底有什么用 不知道 周立很坦白地回到 我也不知道它有什么用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这玩意儿 普通人绝对不能吃 吃 为什么你首先想到的是吃 因为 除了吃你还会什么呢 所以我只能首先回答你最关心的问题 其实的 还需要时间观察 总而言之 这东西确实是个宝贝 只是我们还不知道它的用途 甚至我很怀疑 这玩意儿根本就不是我们这个星球上的 要么 它就是被封存在什么地方 经历了无数的岁月 最近才突然被解封的 科研人员的浪漫 周立完全感受不到 大概知道就行了 反正他也不想去研究 来都来了 当然要随便转上一圈 常威号在周立的管理下 还是很不错的 所有科研人员都充分地利用了起来 有周立杀鸡在前 又有周立胡萝卜大棒 外加新闻洗脑 总之 现在那些岛国科研人员 一个个看起来都纯善得很 甚至很多已经主动开始学习下国语言 而且一个个还学不错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能够成为顶级学霸的人 学个外语能有多难 我这样跟你说吧 常威号上的所有人加起来 基本上可以保证 大半个世界的语言不会断绝 真牛逼 周立点点头 忽然就不想待在常威号上了 太刺激了 学渣就没有一点人权了吗 不过转念一想 他又坦然了 学渣又怎么样 你们还不是要喊爸爸 第294章 漂亮国中招了 如果说来福号是周林一家人的现在 那么常威号就可以说是未来 有完整的研究条件 先进的制造设备 和几百个科研人员 只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 和足够的动力 外加一个像周立这样的天才 和一个能够在技术方面作弊的周林 将来还是可期的 等到龙伯林号正式下线 即便觉得有些丑 但周林还是会将其共生 然后利用技术推演 逐步完善其两个重要的短板 动力系统和脑机接口 今后这两样技术 就是不传之秘 相信没有类似的异能者出现之前 其他研究机构 想要在短时间 很难解决这个问题 回到来福号 看见周才军 正在跟黑仔烟熏 和坤哥训话 作为一名农业专业人士 又开过养殖场 周才军训练动物 好像是件很正常的事 周林一开始也没有多想 直到他经过时听到周才军说 坤哥 你这就不对了 为什么总想着 咱们自己养殖场里的鸡 你想要找母鸡 可以去外面找吗 就你这威武雄壮的模样 走出去 肯定会有很多崇拜机的 到时候 你随便挑随便选 周才军在跟坤哥说啥 疯了吗 难不成坤哥还能听懂 哇哇 没等周林回神 就听见坤哥拍打他 接近三米长的大翅膀 激荡的狂风四溢 以至于转过身去的周林 差点被空中飞舞的羽毛 长毛短毛和微尘 给迷了眼睛 不得不眯起来的视线中 周林觉得 那拍打翅膀的身影 不像是一只鸡 倒向是一头棚 振翅欲飞的棚 哇哇哇 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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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熏别咬 打几张巴掌就好了 别咬啊 会死机的 帅不过一秒 对于坤哥来说 黑仔或许不算可怕 但烟熏绝对是他的天敌 只要他还在地面二十米之内 烟熏分分钟 就能将他摁在地上摩擦 我只是跟你说着玩 你竟然就真的想要出去找母鸡 你有没有想过 外面有多危险 再说了 你有钱吗 别以为凭着你这张脸 就能到处骗 如今这世道不同以往了 搞不好你随时就赶了 听我的话 老老实实地待在船上 没事赶胆鸟 捉捉虫 别老想着下半身的事 你看黑仔和烟熏 没有木狗母猫人 不是活得好好的好好好 不说这个不说这个 行 是我不对 说吧 一会儿想吃什么 我来安排 我来安排 咦 你怎么在这儿 周才军一转身 才发现了周灵 脸色多少有些尴尬 爸 周灵确定 附近没有其他人 这才低声道 你的异能是 你不是已经看见了 唉 这个异能吧 可能没多大用 怎么会没用 周灵忍不住提高了音量 跟动物沟通 怎么可能没用 在将来 变异动物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凶猛 随着体型增大 变异瘦的脑容量 也会随之增长 智慧程度越来越高 有些甚至可以达到 接近普通人的水平 如果周才军的异能 是跟变异瘦沟通 那简直就是小母牛上天 我还以为没啥用 今后就只能注定当了猪瓜 周才军黑黑笑着 他跟程亚力倒是记得清楚 绝不能轻易透露异能的细节 严格说起来 你这也算是一种 偏精神系方向的异能 没事的时候 你可以多练练 能量不足 就去越食物里补充 尽快让异能升级 说不定会有更多的能力 周灵响的是 如果周才军的异能升级后 不需要语言 便可以跟变异瘦沟通 甚至能够远距离沟通 最后提升到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部分买至完全控制一个 或者几个变异兽 那就更完美了 精神系异能 如果能够成长起来 最后的成就 往往是高过走身体路线的异能者的 就像是游戏中 法师跟战士的区别 虽说两者之间 好像并没有绝对的强弱 但一个强力法师造成的破坏 肯定比战士要大得多 也容易得多 听你这样说 我心里就舒服多了 其实吧 我还挺喜欢这个异能的 虽然这些家伙不会说话 甚至连表达都不是那么清楚 比如燕熏 你知道在他眼中 咱们人类是什么形象吗 这个周灵还真不知道 嗯 是一种不会用四脚走路的废物 周才军说着说着自己都气 抬手就去拍燕熏的脑袋 结果燕熏抬起一只前掌 后发先制按在了周才军脑门啊 哇 旁边的黑仔冲燕熏狂吼 周灵觉得 他应该是想表达 对燕熏攻击周才军的不满 毕竟狗狗护主 黑仔在警告燕熏 说他都没得到路 让燕熏不要生在福中不知福 爸 我书读得少你别骗我 黑仔就叫了一声 你给翻译成一句话了 啊 是吗 周才军一脸古怪的表情 哎 也是我们的错 爸 咋了 当初就该多花点钱 给你请老师补课 你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 动物表达意思是 只靠叫声的吗 人不会说话 还知道用哑语呢 哎 不怪你 你快去锻炼吧 别把光阴虚度了 合着周灵不虚度光阴的方式 就是锻炼身体 四肢发达那种 想当初 他还嘲笑过唐伊丽那种人 没想到现在 这就是天理循环报应不爽 更气的是 还不敢生气 不敢反驳 更不敢反击 无奈的周灵 只能狠狠地揉着狗头 谁让这条纯狗玩什么身体语言 你老老实实多叫几声 老子也就不觉得奇怪了 然而周灵可没有跟动物沟通的能力 所以 黑仔的表情是越来越舒坦 家养的宠物狗嘛 每天不被主人揉揉 他还觉得不舒服 不踏实呢 如今家里人除了周立之外 都成为了异能者 周灵内心深处的愧疚感 才略微好了些 但仅仅是这样 还不够 疫情 仍旧如上一世那样 在全世界范围内 开始扩散 密西波兰特以为的 因为天然屏障的存在 不会流传到漂亮的判断 错了 谁也没想到 最先出现感染者的 竟然是漂亮国中西部位置 几个有钱人集体打造的 末世庇护所 突然有一天 庇护所里的好几个人 同时出现了症状 然而因为密西波兰特 对其判断的强大自信 根本就没有将疫病的初期症状 以及相关预防处理方式传出去 如此一来 那个庇护所的人 根本不知道他们是被传染了 以至于还跟其他庇护所的人 进行了毫无防护的交易 等到漂亮国高层得到消息时 已经在中西部全面开花了 第295章 疫情遍地开花 当所有人都以为末世血热 只是一种普通的传染疾病 人类目前最大的敌人 还是恶劣的气候 以及粮食能源和通讯问题 高温暴热台风暴雨 以及强对流天气持续存在 即便在发达的国家都没有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 恢复曾经的工业文明 大多数国家 因为冬夜对整个社会体系的破坏 即便是想要恢复生产 却连符合要求的工人都找不到 一些悲观主义者认为人类 必然是要完蛋了 现在不过是在苟延残喘 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邪灵教派 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凭借着他们的歪理邪说误导世人 在人传人的情况下 大量聚集较众 有些地方甚至发展到 跟政府对峙的程度 相比之下 下国的情况看起来更好些 毕竟有五千年文化 和最近几十年经济发展的冲击 使得大部分下国人 对所谓宗教信仰嗤之以鼻 用他们的话来说 除了钱我什么都不信 末世里钱成了废纸 但生存物资 就成了大部分下国人的信仰 甭管你扯什么神仙妖怪的 吃的穿的用的拿来 不然免谈 而在下国之外 那些向来就有宗教信仰的国度里 各种类型的邪灵教派如鱼得水 有些确实是民间自然形成 从精神上抵御末世艰难的民众组织 但更多的 还是别有用心之徒折腾出来的 末世里 最可怕的 不仅是大自然 还有人心 Judas组织趁机也发展了一波 与那些杂鱼教派相比 Judas的影响力和说服力 无疑要巨大得多 要物资有物资 要武器有武器 而最吸引那些富豪地方豪强的 是Judas暗中提到的超级新人类 在宣传中Judas反复提及 末世并不是人类的终结 而是人类一次整体的提升进化 能够撑过去的人 将会成为全新的人类 不仅比 就人类更强大寿命更长 甚至还会具备各种各样神奇的能力 强者将会成为传说中神灵那样 因为那些神灵 原本就是古代的人 只要加入Judas 相信组织并且为组织做出贡献 那么组织 就会赐予成为新人类超级新人类 乃至成神的机会 为了增加说服力 Judas 其中一名能够支持从身体里催生闪电的异能者 成为那些准成员们 心中神一般的存在 可谓是正儿八经的形象代言人 他的名字叫伍德斯东 一个不到三十岁的金发男人 其壮硕的身材 俊朗的面容 加上神护其神的召唤闪电的能力 让不少女性富豪 或者是富豪家的女人动心不已 据说光是在组织里 他就有超过八个老婆 Judas组织从来不在意这些规矩 表面上看 就是个强者为尊 强者的意志就是规矩 这也是让很多准成员们 十分向往的社会规则 随着越来越多人加入 Judas在漂亮国的影响力日新月异 甚至于很多政府高层本身或家属都加入了组织 但有时候并非规模越大越好 疫情在漂亮国的泛滥 也让很多Judas组织的成员感受到了威胁 要么就是家中有人被感染 要么就是所在庇护所出现了感染者 更有一些是已经被感染了 随着关于末世出血热更详细的情报暴露 这些组织成员便开始向Judas发出疯狂的求助 希望无所不能的组织能够拯救他们或他们的家人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Judas能够拿出真正有效的疫苗或者是特效药 搞不好就能一跃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势力 哪怕是神牛国这样体量庞大的国家 最终也只能屈服在Judas的脚下 然而 灾难之所以被称为灾难 就是因为其无解的属性 即便是在疫情过去的末世12年 周历也没有听说过 任何关于末世出血热有疫苗或者是特效药的消息 更为诡异的是 当年疫情究竟是怎么消失的 也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 活下来的人们大多知记得 原本让人痰痴变色的疫病 在扫荡了全球大半年时间后 忽然一夜之间就彻底消失了 仿佛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又好像 它只是一个设定预值的程序 当消灭掉多少人口 以后就会触发病毒基因当中的一个开关 让所有病毒同时失去活力 通俗地说 就是死掉了 周灵知道 周历也知道 从病毒从神牛国出现到最后消失 一共持续了七个多月 而到现在为止才两个多月 光是神牛国死于疫病的人口数量 就已经达到了三个亿 如果算上神牛国以外其他国家的死亡人数 全世界一共有超过四亿人死于这种疾病 四亿啊 比冬夜造成的伤亡都还要大 有好事者在末世人类联盟论坛里进行过统计 从事富山爆发开始到现在 全世界七十亿人口已经死掉了超过十亿之多 其中四亿死于病毒疫情 三亿死于冬夜极寒 一亿多死于爆热墙对流天气 剩下的则是死于各种冲突 譬如 南邦国跟北邦国之间最近发生的冲突 对于南邦来说 海洋巨型怪兽的出现 彻底断绝他们最后的食物来源 跟当初的岛国一样 除了南北边境之外 南邦国就是个纯粹的岛国 一旦海洋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就等于是彻底摧毁了他们的国运 在世富山爆发后 财阀们第一时间逃离 他们比谁都清楚 南邦国是怎么回事 也清楚地知道 留下来就是死路一条 剩下的几千万人 只能挣扎求生 好不容易熬过了极寒的冬夜 挺住了暴躁的气候 抗住了一轮又一轮的热带风暴 本以为依靠着人类强大的任性 他们终究战胜自然 可谁知道 海洋巨兽来了 出海捕鱼的船只 频频被巨兽冲撞 水手渔夫们 一船接着一船的死亡 即便人们敢于为了食物去拼命 可专业技能这种东西 是需要训练的 不考虑生死弄一船 什么都不会的人出海 难道就是单纯地 去给海兽们送个外卖吗 没有大海鱼获得补充 粮仓彻底空了 南邦国只有铤而走险 穿过意识形态 截然不同的北邦国 就可以抵达大毛熊的远东地区 或者是下国的东北部 这两个国家再不好惹 只要老老实实规规矩矩 在这个人口短缺的时代 说不定两个国家 并不会强烈反对 算盘都已经打得叮当响了 唯有一件事情 是怎么也想不到的 北邦国明确拒绝 任何一个南邦国人 进入其边境 甚至连靠近边境线都不同意 这还是以前 随着疫情在南邦国的爆发 北邦国最高统帅金胖子 直接签署了亲笔命令 凡是靠近国境线者一律射杀 无需警报也不用上报 出了什么事情 他兜着 所以当南邦国派上队伍 保护一群老百姓 试图穿越边境线时 就发生了一场遭遇战 结果第296章 终究还是和平了 南北邦子国之间的矛盾 那是由来已久 虽然从本质上来说 他们都是一家人 可是因为他国的介入 其实这里也可以点名 就是以漂亮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因为这些国家的介入 硬生生地将同一个民族 分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 而在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下 导致两个国家成为了世仇 说起来还是很冤枉的 然而 历史一旦形成 就很难再通过人力 将其扭转过来 尤其是北边那个国家的管理模式 即便是在我们下国 都有很多人是看不习惯的 觉得跟封建王朝没有任何区别 自从末世开始以后 两边的冲突矛盾 就一直接连不断 北方的统治者 一面阻止南方的同胞 通过他的国土逃生 另一面又在拼命地 将自己的家属和亲信的家属 安排到更安全的下国境内 这种双标的行为 也就只有在北邦子国才行得通 换作其他国家 像他这样的统治者 怕是早就已经被推下台了 而这一场关系着南方子国民 是否还能在这个世界存在的战斗 从一开始就打得非常激烈 没有出路了 国内的存粮已经彻底没有了 冲不出去不仅自己要死 家里大大小小的 最后都要活活饿死 与其坐以待毙 不如全民皆兵 杀出一条血路来 正因为信念的不同 所以这场战争一开始 南方子国就表现出 不死不休的气质 每个上战场的人 压根就没想着要活着回去 打通生命通道 就是他们唯一的目标 哪怕这条通道 需要用人命一寸一寸地填出来 如此一来 北边的防御部队 就感觉十分吃力 他们可不想拼命 除了极少 不分死中之外 谁又真的可以 为了谁去死呢 士气装备的差距 导致战况从一开始 就对北边不利 通俗点来说 北方是节节败退 犹如当年一样 如果没有下国不惜血本的帮助 现在哪来的什么南北之分 但这个勤奋 北方统治者及其后代 其实是不怎么认的 在他们看来 下国当年的支持和牺牲 完全就是为了下国自身的安全 直到现在 北方国家的存在 对于下国来说 最大的意义 仍就是战略缓冲 道理或许没错 但做人真不能太棒子 否则下国也不会对北方统治者 哭天喊地的球员不管不顾 甚至直接装聋作哑了 本来嘛 能够让他家里人和亲信家属 进入下国境内避难 就他一贯的表现来看 已经是人之一尽了 人家南棒子 好歹还上供了呢 也没见人家请求下国出兵 帮忙打通生命通道 想来也是知道 下国肯定不会同意吧 至于说 整个棒子半岛 对下国是否还要战略缓冲意义 那就见仁见智了 总之 在下国铁了心不烫这个浑水之后 北方统治者 竟然直接去找大毛熊了 希望大毛熊能够注意避之力 如果不是末世 迫切想要再给自己 找一个出海口的大毛熊 肯定不会拒绝这个要求 但现在嘛 说句不好听的话 大毛熊都是自身难保 他们国家的自然条件 可比下国要脆弱多了 或者说 因为自然环境的相对单一性 达不到下国面对自然灾害时的缓冲效果 冬夜急冻 漂亮国下国等南北跨度大的国家 总还能找到一些适合生存的地方 大毛熊呢 巴蜀零下40度的时候 大毛熊全境冰封 最高温度都没有50度 也不知道他们那些人 最后都是怎么活下来的 倒是最后活下来的人 个个都成功减肥了 曾经绑大腰元的形态 如今看不到几个 在遭到大毛熊的推脱后 北方统治者彻底疯了 他竟然直接对南邦国喊话 要是不现在停止战争 那么他将会立刻使用和平武器 全世界都知道 北方统治者手里是有这玩意儿的 而且除了这八斤的原子弹之外 他手中还掌握着数量不少的低风度放射性原料 必要的时候 也可以强行塞入火箭导弹 甚至是炮弹当中 只要瞄准下国的土地来上一通 也能给下国造成巨大的伤害 原本的这些火箭 导弹基本上不是瞄准南方的同胞 就是隔壁的小岛子 一开始 没人相信北方统治者真的会这么赶 小岛子直接向大海排放核废水 已经很缺德了 北方统治者 往常都是以冷静聪明著称 怎么会说出如果下国不派兵增援的话 他就会种蘑菇这种话 然而就在北方统治者这么说了第三天 一朵漆黑的蘑菇云 就在北棒子和下国边境线上腾空而起 说是边境 但其实就是在下国境内 尤其是爆炸产生的冲击波高温 以及核辐射 给下国境内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举世震惊 南棒只差临门一角的战争都不得不停下来 谁也不敢赌 已经疯狂的那个胖子 会不会扔下第二颗 此时 下国高层的反应十分迅速 没有声明 也没有谴责 甚至都没有在公开场合讨论过这件事情 只有知晓内幕的人才知道 边境核报后 下国北方所有部队立刻进入特级战备 尤其是下国的火箭军 虽说现在喷气式发动机没法使用 但自带氧化剂的火箭发动机是没有问题的 就在下国边境核报之后 第十二个小时 棒子半岛上突然发生了一次极数不低的地震 因为夜色的掩盖 谁也没有看到 北棒子某个地方突然腾起了一片尘土 方圆几十亩地面 整体塌陷了好几米深 更没有人发现 之前天空中有几艘高速飞艇越过 南棒子的军队 在惊慌失措了几天后 再度开战 毕竟他们连军粮都没几天的了 一些军队的军官 甚至已经无法约束手下 但凡占领北方一个城镇 这些南棒士兵就会疯狂开抢 食物衣物生活用品乃至女人 颇有些当年岛国人的禽兽行径 诡异的是 北方统治者竟然再也没有出过面 直到南棒子近乎强占了一大半北方国土 直接打通了跟下国之间的陆地通道 北方统治者仍旧跟死了一样没出现过 我不记得 那个胖子是这样死的 收到这些消息后 周灵十分惊讶 死胖子竟然真的动用和平武器 而且还是用在下国边境上 这根本就不像是有脑子的人干的事情 有没有可能 这是另一场阴谋 周灵皱着小眉头 如果不是如此严峻的事情 他才舍不得浪费时间 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 死胖子开了一个坏头 和平武器的一旦开始使用 全世界哪里都不是绝对安全的 除非 尽快让来福号飞起来 附属技能三技术推演 来福号空天母舰 推演度3976 按照目前的进度 仅仅是完成技术储备 大概都还需要两个月以上 你以后就睡月十五吧 推演没完成 别出来了 周灵道 第297章 病毒传播渠道的猜想 陈峰等人回来了 一个没少 也没有一个缺胳膊断腿的 算是个好消息 但同时也有个坏消息 疫情失控了 没人知道 疫情是怎么钻进巴蜀的 每条防线都没有出现问题 可就是有人被感染了 从月十五里出来的周灵 听到这个消息后 眉头紧皱 按照当初定下的规矩 陈峰等人 还不能直接返回来符号上 被留在距离来符号旁的小岛上 周灵拿出那辆改装成房车的旅游大巴 以及几个帐篷 作为他们的临时住所 至少要隔离满七天 就连他们在外面穿过的衣服 这些天的排泄物 都必须要焚烧销毁 以防万一 病毒究竟是怎么传播的 周灵百思不得其解 周才军程压力 更是一筹莫展 唯有吴雪跟周立若有所思 片刻 吴雪开口到如果说防疫部队 可以确定没有感染人员穿过封锁线 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 什么可能 小丽 你觉得呢 嫂子你的判断应该八九不离十 不过我们还需要一些证据 周立小眉头微微皱起 此时的她 也不再是那副没心没肺的样子 收集证据还是有风险的 我们不能去干这个事 得让别人去做 你们俩到底在说啥 程压力不乐意了 作为一家支主 吴雪刚刚进门的时候 她还不好意思表现得过于强势 如今木已成舟 跟自家媳妇说话 也就不像当初那样小心谨慎 倒是更像对待女儿 直来直去了 妈 病毒传播学里有个说法 如果找不到人类传播途径 那就去找动物 很多病毒细菌 往往会因为人跟动物的接触 而相互传染 只是动物或许正好可以免疫 而我们人类做不到 吴雪把话说到这个份上 如果还听不懂 那真是没长脑子 需要回如虫造了 只不过明白了 未必就是好事 有时候知道的越多 担忧就越多 尤其是为人父母的 病毒可以通过某种 甚至多种动物进行传播 只是吴雪的猜测 如果要让世人相信 就需要证据 但周立说的没错 寻找证据 基本上就等于是在寻找病毒 稍有不慎 就等同于茅房里打灯笼 找死 所以 她才说不能让自己人去干 而在座的都知道 周立所谓的自己人 仅仅包括他们几个 我看还是上报给国家吧 我们自己的力量太单薄了 而且 不管有没有找到证据 我们都要按照这个标准 去执行 从现在开始 两艘船上的所有人 一律不得接触任何动物 黑仔烟熏和坤哥 也不能再去甲板上巡逻了 露天种植的 那些作物采摘后 一律进行检疫后方可食用 进出养殖舱需要消毒 养殖舱里的动物 每天抽检 作为真正的专业人士 吴雪立马 拿出一整套防疫措施 基本上没得商量那种 虽然听起来很繁琐 大大增加了工作量 但没有一个人反对 毕竟是关每个人的死活 而且这些工作 即便是普通人 只要稍加培养 便足以完成 要的只是严格执行 作为一家之主的承压力 当即点头 任命吴雪为防疫总责任人 所有人包括他在内 都要无条件听从吴雪的安排 拿到上方宝剑的 吴雪紧跟着向周灵提了个要求 如果可能的话 他想要一点病毒样本 很危险的 但有件事情 我必须要确认 吴雪坚持到 你想确认 病毒是否会感染异能者 或者进化者 周灵一下就明白了 问道 吴雪点点头 望向身旁的周灵 从病毒感染模型来看 如果不是因为异能者 或者进化者 你被感染的几率 应该是100% 所以 周灵其实也怀疑这点 想要拿到病毒样本不难 难就难再如何安全地进行实验 不管来福号还是常危号 现在都不能出意外 否则就会大大影响周灵的计划 尤其是目前 北方那个胖子的瞎胡闹 将全体人类 都拖入到岌岌可危的局面当中 可以说 距离人类被彻底毁灭 只有不到一天 而这一天是否会来临 完全取决于 掌握核武器的那些大人物 下国漂亮 国大毛雄 乃至英国发廊西 这几个国家 不管谁起的头 节奏只要带起来 就无法停止 如果可以的话 周灵还真想 在千岛水库附近挖个深坑 那样就不用担心病毒感染和污染 可是 从末世进程来看 目前地下可不是什么好选择 之所以后期人类几乎全面放弃地下庇护所 诸如那座消失的十方城一样 大型庇护所基地都是选择在地面上 一方面是因为人类趋向阳光的天性 另一方面就是 半年后地球将会进入很长一段时间的地质活跃期 顾名思义 活跃的意思就是 活泼 活泼就是好动 而地面一旦动起来 或者它是输精活络爽了 人类就不爽了 据说在长达一年的地质活跃期巅峰 全世界各国 不管官方 还是民间的地下庇护所 几乎被摧毁了九成九 一些抗震等级不够的私人庇护所 甚至是连人带庇护所 一起被地质活动吞噬 连挖坑填土利杯的过程都省了 全庇护所人整整齐齐地安息长眠 即便是活跃期巅峰过去后 地震仍旧频频发生 才使得人类最终放弃了 修建地下庇护所基地的打算 开始了疯狂的造成 初期进度还很慢 因为能源缺乏 没有重型设备 甚至连建筑材料都成问题 直到后面持续半年的火雨 直在后 异能者和进化者 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造成运动才一下子变得火热 进度飞快 到周林死的时候 有些基地的外城墙 甚至已经达到 基座厚50米 高三40米 顶端厚四五米的夸张程度 只有这种夸张的造型 才能起到 抵抗外来的异能者进化者 乃至平常时候的变异怪兽 以及各种各样的危机的作用 即便如此 依然有庇护所被人攻克 或者是被怪兽所摧毁 那些都是后话了 吴雪想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就是在来符号另一边的小岛上 搭建一座临时的研究室 这样就可以相对更安全的研究病毒了 周林勉强同意了这个方案 只不过他要求周立 帮忙做一套全面监控监测体系 以保证可以随时监控实验室的状态 一旦发现有病毒跑出来 能够立刻报警并采取措施 这个很简单 你还是先去跟官方联系吧 第298章 吴雪的初步结论 世界上的聪明人 可不只有周立和吴雪 事实上下国等 国家的病毒医疗专家 也想到了这种可能 而且 有些甚至比他们更早得出结论 只不过所有人现在 都处于同样的起跑线 没有证据 更麻烦的是 当病毒在全世界范围内四处开花后 人类的大部分精力 都必须用来对抗病毒的传播 以及感染者的处理 用处理这个字 或许有些过于粗暴 但事实就是这样 大部分地方的大部分人 连每天填饱肚皮都做不到 还指望他们去帮助冒险照顾被感染者 除非真的是至亲 而且还要感情很好的那种 然而 往往越是这种关系 被感染更有可能拒绝帮助 自己找个地方了结 这种出发点 可能是为了不拖累亲人 然而 病毒不同于绝症 很容易因为这种行为 而导致病毒的进一步扩散 总之 小小的病毒 差点就让人类全面溃败 就此终结了 之所以末世12年的周历都不知道 病毒有可能是被动物传播 是因为在那个时间维度里 直到病毒彻底消失 也没有任何一个研究机构确定 病毒是通过哪一种动物在进行传播 没有确定的事情 自然也就不能对外公布 周家基地最严格的防控措施 迅速落地 每个人都收到消息 并且各救各位 已经算是安家落户的秦敏 如今是吴雪最好的帮手 她很清楚地知道定位 所以 无论吴雪即将要进行的研究 有多么危险 她都毫不犹豫地要寸步不离 所有女性成员中 或许就是蒋兰兰过得最为难受 哪怕她没有像蓝月月那样 被戴上相圈 但其实还不如蓝月月自由 终日跟牲口打交道 整个人看起来 也越来越符合实际年龄 就连陈峰和陈家兄弟 现在看到她 眼睛里都已经没有曾经那种光芒了 要说不想女人不可能 但褪去光环的偶像 如果去毛的天鹅 还不如鸡呢 巨大的落差 让蒋兰兰心情恶劣 加之逐渐习惯的生活 让她忘记了末世的危机 她竟然在心中 生出要改变状态的想法 而第一步 就是要恢复到曾经的样子 然而一个女人 已经过了最好的年华后 想要再度变得青春靓丽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再说来 符号里就算有哪些 保养护肤的设备物资 也轮不到她蒋兰兰使用 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听说 变异怪兽的血肉 可以让人变得更强 蒋兰兰偏执地理解为 变异怪兽的血肉 可以让人返老还童 然后她便开始琢磨 如何将变异怪兽的血肉 弄到手 随后 还真就被她找到了漏洞 其实也不算漏洞 因为船上的人都知道 变异怪兽的血肉 普通人是不能食用的 甚至就连用变异怪兽 稀释液饲养的鱼类 都不能给他们普通人吃 后果虽然没有明说 但都知道 肯定好不到哪里去 然而已经钻进牛角间的蒋兰兰 却开始认为 这是周灵等人的说辞 为的就是 不让他们这些普通人 有鱼越龙门的机会 好永远地奴役他们 抱着这种想法 蒋兰兰开始暗中谋划 并且最终找到了一条 可以稳定获取 变异怪兽血肉的途径 搅拌于饲料时的手套 按照操作规程 接触了变异怪兽血肉的手套 是必须要进行销毁的 而不是清洗后反复使用 否则长期将冲洗过 变异怪兽血肉的废水 排入千岛水库 即便每次的量很少 但日积月累下来 谁也不敢保证 会给生活在水库里的那些生物 带去怎样的影响 这个问题 当初周灵等人反复地讨论过 如果催生出 怪蛇鳄龟那样的变异兽 其实还好 目标明显动静大 只要暴露后 很快就会成为盘中餐 或者是狗粮 猫粮基于饲料 但如果发生变异的 是一群细小的生物 譬如水体里的马黄铁献虫 甚至某些寄生虫微生物呢 微生物这种可能性比较小 因为如果要变异的话 早都已经开始了 一旦爆发 人类除了灭亡别无他路 既然上辈子都没有发生过 周灵觉得 这辈子大概率也不会发生 这就说明 变异应该是 有个生理结构下陷的 而微生物 正好被排除在外了 如果这个理论成立的话 那么目前席卷全球的病毒 也就跟变异没有关系 几天后 王平平派人跟周灵 送来一个极其保险的 金属密码箱 里面是层层保护下的病毒 其实不只是吴雪想要研究 全世界目前不知道 多少个机构都在干这种事情 甚至后来吴雪才知道 他的父母也在从事病毒研究 只不过 因为他们那边的研究方向 跟吴雪截然不同 所以吴雪结论都出来了 很多研究机构 都还没有进入状态 目前可以肯定的是 异能者不会被病毒所侵袭 我的猜测是对的 隔着屏幕 吴雪对周灵说道 他们俩已经差不多有十天没碰面了 自从临时实验室搭建起来后 吴雪直接就搬过去了 沟通都是通过内部网络 相较于其他机构 吴雪最大的优势 就在于 异能者净化者的身体组织 可以随便采集 甚至还能进行不同异能者的对比 原料几乎是不限量的 他甚至还用黑仔烟熏和坤哥 以及鱼池里饲养的鱼进行了测试 最终结果显示 鱼类既不会被感染 病毒也无法在其身体上繁殖 黑仔和烟熏属于比较危险 病毒能够长期存活于其体毛之上 甚至能够入侵其表皮细胞 但无法存活于血液当中 话而言之 就是变异哺乳动物 有感染和传播病毒的能力 但是大概率不会发病 最后 对坤哥的研究发现 病毒压根不会感染坤哥 就很神奇 跟无血一开始的判断 截然相反 他本以为 鸟类是最容易感染和携带病毒的 结果 有没有一种可能 病毒是按照进化顺序的来的 哺乳动物在进化时间上 出现的更晚一些 而鱼类和鸟类 则更早一些周龄简单的知识储备 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而之所以说出来 完全归结于男人 那该死的胜负欲 你说的 或许有点道理 无血的爱伤还是挺高的 至少知道什么时候 需要给男人保留面子 目前可以肯定的是 我们家除了小妹之外 都是安全的 现在这一代病毒 对异能者是无效的 现在这一代 你的意思是 病毒的变异非常快 我实验室里的第18代毒株 就已经出现了变异 这还是在实验室里 外面的话 无血的话 让周龄不寒而栗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岂不是说 异能者也不是百分之百安全的 第299章 加州失守 当来符号众人 开始正式宅家时 棒子半岛又传来两个惊天消息 男棒在坚持不懈地 付出重大伤亡后 成功地达成了他们的初衷 棒子一家亲 而之所以 会有这么一个成就 是因为有准确的消息 胖子死了 就是半个月前的那次地震 胖子所在的地下庇护所 直接被和平了 之所以到现在才被确定 是因为那颗武器 是直接钻入地下 好几十米后才爆炸的 其巨大的冲击力 直接将胖子藏身的地下庇护所 震成了粉末 突然出现的空洞 导致了整个地面的下沉 厚厚的地面遮盖了和平 产生的其他效果 最后知道 胖子行踪的官员 前往地下庇护所 反复确定后 才传出消息 当消息传出来后 下国政府立马公开表示 鉴于目前半岛糟糕的形势 看在胖子父辈 跟下国友好亲密的关系上 下国将会不惜 一切代价保护胖子的家属 直到永远 嗯 态度是坚决的 意思大家也是懂的 尤其是胖子曾经的亲信部下 那些依旧在坚持 跟南棒子作战的部队 在听到这两个消息后 大部分直接选择了投降 小部分觉得自己 曾经对南棒人 做出过恶劣行径 难以得到原谅 便直接往大毛熊的土地上跑 反正大毛熊对这边的边境 几乎是不设防的状态 本来嘛 远东地方对于大毛熊来说 根本就没有防御的必要 漠视如果过不去 远东有个屁用 如果能过去 谁敢拿他的远东用 与其浪费兵力 不如集中力量保存实力 所以 一部分北棒子 就在大毛熊远东驻扎下来了 他们是破罐子破摔活一天算一点 知道这个情况的南棒子 却不敢跟着越境 万一大毛熊不同意 直接一颗弹道导弹过来 他们刚刚才修建在 下国边境上的汉城 岂不是要化为灰烬 没错 在两家合并后 棒子竟然直接将他们 最大的漠视庇护所 命名为汉城了 搞笑不 当年为了将汉城改名 诸多棒子学者翻遍了点集 绞尽了脑汁 才将更名说成历史文化需要 而不是去下国化 更不承认汉城这个名字 跟下国有半毛钱的关系 而今呢 为了讨好下国 又恬不知耻地 将官方庇护所 命名为汉城了 而且就修在距离边境 不到一公里的地方 可以说抽之烟的功夫 都能走进下国境内去 司马昭之心是路人皆知 钻进胖子地下庇护所的礼物 究竟来自哪个国家 呵呵 不言而喻 不过就连漂亮国都 没有在这个事情 发表任何意见 看法 死胖子自己找死怪的了谁呢 换成漂亮国 可能会反击得更夸张 绝不仅仅只是 和平一个地下庇护所 那么轻松 此事的暴露 同时也让其他国家 暗暗小心 都在嘀咕 下国是不是疯了 先是扣押了一艘 漂亮国的航母 至今没有归还 漂亮国的航母啊 就不说特服号的失踪 跟下国有多少关系 至少扣押的那艘航母 是实打实的事情 这要是末世之前可能吗 然后就是在被胖子 背伺候的反应 末世前 可能网络上 早就把标准答案 给公布了抗议 严重抗议 最后通牒 然而这次下国的行为 是截然相反 舆论上提都不提 行动上绝对保密 结果永不公布 就这么轻描淡写的 神龙探找 悄无声息地抄了胖子老巢 顺带着还软禁了其后代 说是软禁 其实禁术嘎了 也不会有人知道 更不会有人站出来 帮胖子说话 从下国现在的 种种行径来看 如果说末世之前 一段时间是沉睡的 东方巨龙苏醒 那么现在 这条龙好像是 发现其收集的珍宝 被人窃取了 圣怒之下 正在逐渐黑化 一条巨龙 就已经很恐怖了 如果这条巨龙 还特么黑化了惹不起 着实惹不起 挺好的 追到会都省了 周灵对胖子的结局 如是说 末世里人不如狗 胖子的思维 一直没有转变 也就难免会是 这样一个结果 在周灵上一世 和平危机 是大毛熊搞出来的 胖子在这段时间里 是毫无作为 而南胖子 也因为漂亮国的支援 这跟周灵有极大的关系 谁让他直接把 特服航母集团搞散架了 然后又坑了 岛国舰队 和漂亮国的第二支 航母舰队 如今漂亮国 想再派舰队都不行 大海实在是太危险了 最近这段时间 周灵也没有闲着 为了弄懂周灵 上次给的那些技术资料 周灵每天基本上 只有四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除了吃饭和必要的锻炼之外 都窝在月食物里 不停地研究 虽然这些资料 都是用下国文字书写的 但周灵想要理解 却是无比困难 大部分还是胡伦吞藻 好在只要能量充足 亦能可以帮助 他将记下来的资料 慢慢转化为 可以理解的东西 他才能坚持看下去 本以为花了二十天 可以将那一堆东西看完 谁知道还剩六分之一的时候 周灵又来了 交给他两块硬盘 这是 新的相关技术资料 包括无刷超磁发动机技术 抗减涡扇设计图 超清石墨合金研究报告 新型铝合金玻璃铸造技术 超大自平衡陀螺仪设计 换作以前 周灵嘴巴里蹦出来的这些名词 周灵肯定是一个不懂 但现在至少知道 都是跟空天母舰有关的技术 不过有个问题 他上一批资料还没备完 周灵带领的小导子团队这么厉害 你想多了 周灵仿佛看穿了一切 这其中大部分都是我去换回来的 只有两样技术 是那群废物刚刚得出的成果 我也不跟你细说了 抓紧时间看 换 跟谁 重要吗 等等 你用什么去换 周灵又问道 有些是用技术换的 还有些当然是直接买的 买 黄金 不 前两天老爸养的鱼 一共出了二十吨 对于周才军 究竟饲养了多少鱼 周灵是一点没关心 二十吨可不少 关键是 那些鱼还是非常特殊的 所以周灵究竟卖给了谁 不过 既然能够从千岛水库 把鱼给运走 说明只可能是卖给了 国家 问题是 这些交易 都不用告诉他的吗 周灵自己决定就完事了 那也太 我征求过妈的意见 周灵道 妈就直接同意了 那也太不 第一 鱼不是你养的 第二 客户不是你联系的 第三 换回来的资料是给你用的 咋了 得了便宜还卖乖 你这人品有问题啊 啊我 行了 行了 说正事 加州出现病例了 第三百章 零号龙博 共生 自从猜测出 病毒有可能是 通过动物再进行传播收 周灵等人 基本上就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下国边境被突破 巴蜀防线突破 加州必定无法独善其身 出现病例不过迟早 不过充裕的准备时间 至少让夜心小 将防疫抗疫工作 准备到了目前能做的最大限度 医护人员 志愿者 隔离区域 消杀药品和治疗药物 以及最后的处理场所 或许有人不相信 在很多国家 别说前面的那些条件了 恐怕就连最后那点都做不好 很多地方 甚至直接曝尸荒野 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知道 这世界上的因果 就有那么奇怪 当人类对于感染者的尸体 无能为力 或者是故意置之不理时 大自然就会将其解决 然而最后的代价 都要结算在人类自己身上 下国因为几千年的传统观念 所以对于尸体 往往都会竭力保持尊重 虽然规避了将来一个重大的风险 但同时也就等于 失去了这个风险 可能带来的收益 正所谓塞翁师马 这其中的得失 还真是很难分清楚 也不说 究竟哪种方式赚了 哪种方式亏了 不过对于普通民众来说 肯定是下国的处理方式 更好一些 毕竟高风险高收益 还可以去别的国家弄回来 但如果基本盘全乱了 就得不偿失了 西方国家崇尚的是精英主义 下国讲究的是 水能载舟亦能复舟 对于人类社会的基本理念 截然不同 原本已经严防死守的 来福号基地 再次提升防疫要求 就连无血的临时实验室 都被迫关闭 跟秦敏一起经过检测后 返回来福号 所有病毒样本 被周灵锁死在来福号的 一个秘密仓库里 估计只有把来福号 炸成碎片才能找到 随后 周灵就跟周立去了常威号 今天有件大事 共生龙博 经过最后完善的零号龙博 基本上是个成品了 考虑到周灵可以直接共生 操控系统就不那么重要了 同样在动力方面的欠缺 也是可以通过共生弥补的 看着细节明显丰富 右手长出长边 左手架着一把加特灵 长长的弹链 直接从手臂中连接到枪身上 一种火力压制的气势 扑面而来 很不错 至少让周灵心中的怨念 不那么强烈的 当初他可是 一直想要抬高达的 就如同现在大多数的孩子那样 共生 高级32654100000 目前已共生交通工具 来福大型水面交通工具 陆小峰中型地面交通工具 常威超大型水面交通工具 可共生交通工具数量1 存放空间34 附属技能一强度 共生30分钟24小时 附属技能2空间利用 附属技能3技术推演 来福号空天母舰 推演度4518 进化度2级03030756100000 开始吧 周灵显然是懒得等 周灵在那感慨 催促到 闲杂人等都被撵走了 以周灵对常威号的掌控 也不可能有人在暗中窥视 零号龙博周围 就只有他跟周灵 你要留下来 不然呢 你以为走路不累的吗 周灵翻了个白眼 赶紧的 周灵想了想 算了 以他现在的身体情况 共生一个龙博机甲 还不至于承受不起 至于说异能的秘密 也不差这点 于是他走上前 将手放在零号龙博的腿子部分 然后闭上眼睛默默地站着 其实这些步骤 他完全可以省略点 完成共生 也就是一瞬间的事情 如果在他的储能极限范围内 那么至少表面上看不出来有任何变化 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共生的所有流程 剩下的就是 感悟 有点东西啊 单从外观来说 周灵其实不太喜欢龙博 怎么看都不像个人样 活脱脱就是个怪物 跟帅气完全不沾边 这种第一印象 就让他始终觉得 龙博应该不咋地 然而 当他完成共生后 龙博各种参数数据 极限能力等等信息 瞬间灌注进他的意识中 他这才知道 这个其貌不扬的怪物 绝必是个跨时代的产物 曾经有人说 某某电动车是跨时代产物 周灵觉得言过其实 除开动力系统之外 两者并没有什么区别 说句不好听的话 电动车更谈不上什么清洁能源 新能源 现在三十来岁的人 谁小时候还没玩过电动汽车 真没啥好吹嘘的 车身相差不多的情况 那么大一块电池 又能清洁到哪去呢 所以 电动车不是划时代的 但龙博对于以前的那些战斗机械来说 绝对是划时代的 严格说起来 现在的龙博还不是完整版 依靠燃油动力电池驱动 但在周立团队的努力下 依靠反取双腿 跑步的速度 可以达到七十公里每小时 这还是设计速度 而共生技能下 周灵能够将其驱动到九万零一百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上普通高速公路都够了 坦克压根别想追得上 你要说跟普通军车跑 极限速度可能不如 可这或两条大长腿 不仅可以轻松跨越三米以下的障碍 嗯 就是能一步跨你家二楼窗户里 关键还能蹦 设计无助跑跳跃高度为12米 助跑跳跃高度为18米 所以 跟军车赛跑时 这玩意儿 超个进路完全没问题 关键跳跃攀爬的速度 竟然也能达到50公里每小时的极限值 前提是 驾驶员的反应操作速度要跟上 对于周灵来说 这条限制更没有似的 除开运动能力之外 龙博机甲的双臂也灵活十足 活动范围达到了极其夸张的300度 基本上就没有其双臂不能达到的位置 其上至末端脚速度更是恐怖 挥动冷兵器时 足以达到400公里每小时的高速 在这种速度下 其实根本不需要什么锋刃 只要硬度够 就可以轻松摧毁目标 各项属性中最没有多大意义的 反而是热武器系统 要说再弹量 肯定不如坦克自行火炮什么的 可相对于这些作战单位来说 龙博更换热兵器极为简单 快捷 只要事先有准备 两个擎纵手相互配合 更换左臂武器的时间 最低可以做到两分钟 换言之 龙博可以在两分钟内 将左臂上的加特林 换成专门改造的火神 又或者是某种反器材狙击枪等 试问其他作战单位需要多少时间 最后 周灵还惊讶地发现 他可以在与龙博共生的情况下 开启强度共生 干 那不是无敌了